明明是最有望觉醒神级天赋的牛马 如今却成为所有人想要诛杀的怪物 只因在觉醒的前一天 不知是何种原因 我已变成了披着人品 以人为食的残暴异类 不但拥有强大的异能 还拥有无限再生的能力 只要吃人就能不断进化 反之身体就会急速衰老直至死亡 原本心地善良的我放弃抵抗 只想临死前再见母亲一面 不曾想追捕我的异能斯 在爽快地答应后 竟为一时之论 当着母亲的面 将我枪决尘海 也许是我命不该处 临死前获得了盘古传承 不仅改变了以人为食的体质 还获得了十二祖屋的强大天赋 从此便以神明之取行走人间 既然你们容不孝我 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此时 我感觉自己躺在一个很舒适温暖的地方 隐隐约约听到旁边传来的对话声 老板这个人好奇怪 在水里抛了那么久 还有没心中枪 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就一个弄炒饭的 我能知道什么 赶紧弄些人血让他喝了 他的身体都摔老成这样了 喝再多也是白搭 干脆再扔回去得了 捡都捡回来了 哪有杀同位的道理 去准备些猪肉 老板你是不是狐独 猪肉要是有用的话 那别的复苏者干嘛冒险去杀人呢 别特么废话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能活就活 不能活就算了 行吧 那我去了 随着一阵渐渐远去的脚步舍 我缓缓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模糊不清的脸 张开干裂的嘴唇问道 你是 我叫李继 你叫我老板就好 如果你能活下来 又愿意待在我这里 那从今往后你就叫李晨秋吧 时间飞逝 转眼就是两年过去 霓虹胶织的雨夜中 一个身影格外显眼 突然一个铃声响起 我蹲在路边接起了电话 喂 这里是可可可好吃炒饭店 请问有什么需要 臭小子 你跑哪里去了 是不是去一中那边了 赶紧回来 电话那头的李继大声喊 老板 回来是不可能回来的 你想扣钱就扣吧 你压翅膀硬了是吧 你跟我说 你打听异能斯第四小组的踪迹干什么 自然是要杀人了 这天时地利人和 我怎么能错过呢 我随意的开口说着 仿佛就是在讨论今晚吃啥一样 你是不是疯了 以你一进的实力 跟他们三进的怎么比 是不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听着老板的话 看着过往的车辆笑了笑 这两年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 个体之间也有强弱之分 一个普通人将身体机能锤炼到极致之后 再让自己受到某些刺激就能打破基因架锁 让身体机能的上限得到提高 这便是等级之分 异能者与普通人不同 起点便是一进 之后的破镜路线就和普通人一样 比较特殊的就是复苏者 想要晋升就要吞噬人类 我为了不暴露身份 加上内心的抵触 和盘古传承改变的体质 一直依靠猪牛羊肉 来维持自己的年轻和提升实力 这是其他复苏者所不具备的 沉默许久之后站起身 我看过三进异能者的战斗视频 那样的实力 我早就在百年前就达到了 虽然我只是个遗迹 行 就算你有自信 但能不能计划一下 我们至少还能帮你 不用了 杀人 有实力就够了 你就不能再等等了 等 两年前我躺在床上 得知我妈死讯后 就一直在等了 我不相信她是条罗自杀 她那么爱 连我的尸体都没见过 怎么会自杀 她当时一定很绝望 我瞳孔越发的深醉 拿着电话的手轻微的颤抖 极力的压制着内心的愤怒 随后缓缓的说道 我要杀死他们 并且亲人也不会放魔 说完就转身消失在雨夜中 一个开了十几年的麻辣烫店中 我抖了抖衣服上的雨水 来到柜台前 一个面向和蔼的中年父母 笑着看笑 要点餐吗 先生 我微笑着点了一份 然后走到一个双人桌面前 周围没空位了 打扰了 说完就坐在一个中年男子的对面 若无其事的四处打扬着 你从刚才进来就一直看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坐在对面的男子 吼也不抬得问你 我则是拿着纸巾 一边擦着手上的雨水边微笑道 觉得好吃的话就多吃一些吧 以后说不定就没机会 男子家菜的手顿时差了一下 这时我点的餐也被端了上来 将麻辣烫放在面前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而对面的男子 却像木头一般愣在原地 慌张地看着我 左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挪到了桌子的外面 出了这个门 你可真的就要死了 我微笑着看着他 男子闻言后收回了左脚 神情凝重地看向我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么说 外面现在十几个人盯着这里 你猜猜是在等谁 此话一出 男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浑身的肌肉都在紧绷 说什么呢 我怎么有些听不懂 我再吃了一口麻辣烫后 满意的点点头 那些都是易能撕的人 之所以现在不动手 是因为这里的人太多 等你走到人少的地方 就是大县将至了 我说的对吗 复苏者 男子的瞳孔骤然猛缩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 不对 你认错人了 没有理会 我直接将自己的一根手指掰转 然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手指迅速愈合着 看着他的表现 我缓缓抬起头看向他 现在相信了吗 男子像小鸡啄米一般的点头 我该怎么做 与你不同 我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复苏者 等会你挟持我 往炉江大桥那边跑 那里有人接应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吗 男子双手不全慌张地看向我 不急 再等等 等什么 是等那个接应的人吗 等我吃完 十分钟后 我肉疼的付款后正要出门 那男子直接跳到我的背后 双手将我死死地钳住 突如其来的一幕 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向后退去 我也是眼神惊恐 不断地努力挣扎 你你你 要做什么 赶快松开 不让我报警了 麻辣烫的老板娘 硬着头皮大声木合 趁少管闲事 男子死死地瞪了一眼后 转身踹响锅里门 砰的一声锅里门碎成无数碎片 周围的人群惊恐地叫喊 这人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不会是复苏者吧 话音一落 所有人全都跑得远远 男子则是趁烂挟持着 我向大桥跑去 与此同时 藏匿在阴影中的一群人 眼神中多了一些意思 组长 目标挟持人质 离开标记点 正在前往炉江大桥 请指示 十分钟后的炉江大桥上 男子神情慌张地看了眼身后 又急忙地转过身来 这次你要能让我活下去 以后说啥我就干啥 又行进了几分钟后 男子焦急地看下我 你不是说有人接应吗 人呢 还有这空无一人的大桥是怎么回事 我一把甩开男子的手 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说道 大桥两边都被封锁了 可置信地看着我 接应的人就是这条江 你不会游泳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骗我 你不是说有人接应的吗 男子清精报气 再次用双手牵住了我的脖子 我没有反抗 嘴角微微上扬 你这人怎么恩将仇报呢 你这么闭嘴 乖乖配合我 不然你也别小活 就在谈话间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 从上面走出来一个充满自信 和高傲的年轻人 这人我一眼就认出来 是异能斯第四小队的副组长 宫起 和记忆中一样 脸上始终带着一副 渐渐的表情 男子健壮扯着嗓子喊道 你是管事的事吧 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 等我出城到了迷雾区 我就放人 听到没有 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地区 都受联邦的管辖 人类中会出现复苏者 动物也不例外 城市以外的迷雾区 就是复苏者 面对男子的要求 宫起微微一笑 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现在放了人质 我可以安排你的家人 见你最后一眼 男子浑身颤动 我手里有人质 你不按我的要求来 我就杀了他 我则是平静的开口道 联邦安全规定 这种情况 易能斯有权强制出手 你劫持我之前 都不上网查一下的吗 男子文言一愣 不可能 电视上不是这么演 宫起微笑的点点头 他说的没错 十分钟后 若还不放人 我们将强制采取错失 此话一出 男子像是傻了一样 呆呆的站在大雨中沉默 不久后 易能斯第二作战小组 也围了鬼 带头的就是将 我在母亲面前 枪杀的王中山 男子看到心理防线 彻底崩塌 为什么 想要活命有错吗 我吃的都是该死之人 为什么要杀我 那个老板通我女人 他本就该死 将自身无能归咎于他人 你没错吗 恭起轻描淡写的说着 这句话像是 压死落死的最后一根稻草 男子的眼中满是绝望 但很快就被愤怒代替 死死的盯着我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 我肯定能活下去 我要拉着你陪葬 说完就松开手臂 然后大力的 向着我的眉心处砸去 看到这一幕的异能斯成员 全都静静地等待着我的死亡 千军一发之际 几滴雨水 从我的发丝间滑落 悬停在眉心前 咔嚓一声 清脆的鼓猎声传来 男子的拳头 仿佛砸在了一堵墙之上 惨烈的嚎叫声响 撤整个雨夜 男人捂着手腕 猙獰地倒在地上 虽然复苏者能够无限再生 但不代表没有痛感 这一刻所有人都面面相许 是谁把复苏者干倒了 不过经验丰富的王仲山 很快就想明白 如果要杀掉人质 直接扭断脖子不就完了 为什么要砸下眉心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速击 他们全是复苏者 下一顺 无数的枪火在一夜净准 面对一颗颗袭来的子弹 我面色如常 缓缓地开口吐出一个紫 变 煞时间 我周围的雨水 像是被按住暂停舰一样 悬停在了空中 势不可挡的子弹 在碰到雨水后 直接被崩飞出去 所有异能斯特战队员 都瞪大双眼 看着眼前的一切 附近的围观的群众 各个都是正经 卧槽 这是什么异能 不知道啊 控制雨水挡子弹 这特么也太帅了 最起码也是必及天赋 与其他异变者一样 我也有自己的异能 从继承盘古天赋之后 每次做梦都会来到一个辉煌的宫殿 墙壁之上雕刻着 十二头形态各异的怪物 与周围显眼的色彩不同的是 这十二个怪物没有任何颜色 一次偶然 击杀了一个附生者后 怪物的身上竟多出一些颜色 从那之后 每击杀一个一进生命 就会在雕像上增加一些色彩 就在上个月 终于让一头怪物恢复了全部的光子 因此也获得了自己的第二个异能集水 也就是我现在所使用的手 转身看向王仲山 既然子弹穿不透我的云 为什么还要继续射击呢 王仲山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我 与此同时 百米开外的楼房上 一名狙击手 正在将准心对准我的额头 场上 弓奇也摘下了自己的手套 用手做出手枪的样子对准我 见此王仲山才缓缓开口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很强 话音落下 二人同时开枪 一笑就静静的站在原地 云雾中 石弹和弓奇的异能子弹 在碰撞雨滴的瞬间 便将其打成击朴 视如破竹的向我射去 刹内间 我的脑袋以肉眼 难以捕捉的速度 朝两边裂开 直接躲过两颗子弹 随后又迅速的粘连在一起 在我躲过子弹之后 震耳的轰鸣声 才从海里开外的楼顶响起 砰砰两声 地面上出现了两个坑路 看到这一幕的 王仲山头皮都满了 看了看弓奇和狙击手 所在的方位 这特么的是打歪了 弓奇也是一脸努力 看着自己的手掌 这不可能啊 没有理会震惊的众人 看着躺在地上的男子 男子此时都快吓傻了 他没想到自己挟持的人 能强得这么变态 我觉着你杀的没错 下辈子希望你不会被虐 话音落下 就有一滴雨水穿透了男子的异性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是不可能打歪的 王仲山一脸惊恐的问 你临此前我可以告诉你 说完就化作一道黑影 朝着后皇上去 小心 王仲山大声的提醒着 可还是慢了一步 弓奇想要继续射击 但一道深影便出现在了面前 一道犹如恶魔的低语 在耳边响起 这么喜欢瞄准吗 下一刻 只听喷的一声 我一拳将它锤飞 停止射击 所有一镜包括一镜以上的 随我近身作战 王仲山大喝一声 带着十几个特战队员 冲着我起来 见此我邪魅一笑 嘴唇微张 净 一瞬间 悬停的雨滴像子弹一样 向四面八方射去 快这么闪开 说着王仲山的皮肤 变成了黑色 硬生生的扛住 及时的雨滴 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 顿时被打成了筛子 我向着他连走连说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强 王仲山没有说话 但瞳孔的阵战 已经暴露了他的内心 面对我他就感觉像是 面对一座无法逾越的大神 永远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内心甚至都想逃跑 就在这时一道怒骂声传来 滚蛋 你找死 宫起双眼布满血丝 两只手摆出手枪的样子 对准了我 再次开口 一道透明的能量扩散开来 二十米内的雨水再次悬停 差那间 宫起被牢牢的禁锢在原地 动弹不得 一镜足以挣脱 但你们要是不怕死的话 可以试试 刚说完 脑袋就在一瞬间模糊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下一秒 我脚下的地面一阵 一个深坑出现在机里外 但是与此同时 震耳欲聋的枪声 从远处的房顶上来 狙击手看着眼前的场景 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 又痛不打歪了 不同于其他人 王仲山这次算是看清了 身子不断的颤抖 超越音速的反应 这起码是武进的复苏者 这种级别早已超越了自己的能力 弹出一滴雨水 咻 强烈的破空声响起 雨水在空气中 滑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朝着狙击手而去 呼的一声 狙击竟突然碎裂 一滴雨水穿过明星 狙击手 复 场上 李晨秋满意的笑了笑 看着还在发猛的王仲山道 我不懂枪这些 但狙击枪的有效射程 应该有几百几千米吧 你让他在同一地方连开两枪 是生怕我找不准位置吗 王仲山回过神来 他看了眼狙击手所在的方向 有些慌张地问道 什么意思 我的雨滴有一百多米的有效射程 不出意外的话 他已经死了 李晨秋灿烂一笑 双腿一蹬 坐在了击步车的车顶上 他眼神居高临下地环视着四周 都别动哦 不然动一下 我就要杀人了 一个特战队员听到这话 不知有逆反心理还是啥 下意识地往后撤了一步 咻 扑吃 下一秒 他的脑袋长出现一个微不可查血口 红色血液顺着鼻尖流下 他的生机缓缓消散 说了不要动就不要动 是我嗓门太小了吗 嗯 李晨秋眉头微微皱起 这时 再无人敢动他 哪怕是那些没被雨滴禁锢的特能队员 那些看戏的居民 也纷纷将头收了回去 胆小地甚至关了灯 拉上了窗帘 你叫宫起是吧 李晨秋用沾着泥水的鞋尖 踢了踢宫起的脑袋 是 是我 宫起磕磕巴巴地说道 眼珠子都不敢动一下 李晨秋点了点头 又看向王仲山 王仲山 对 王仲山小声地说道 两年前 一个叫陈修的少年 被你们杀死在这里 按照联邦的法律 特能斯在击杀复苏者后 复苏者尸体应交于家属 可你们并没有打捞陈修的尸体 徐悦为了要回自己儿子的尸体 在特能斯大门口拉起横幅 以表抗议 之后 桥上的监控不知道被谁泄露出来 一时间群情激愤 无数人为陈修发声 而杀害陈修的人则受 到不少谴责 连带着特能斯 也被泼了不少脏水 对吗 李晨秋目光深邃 单手一挥 两人身边的雨滴 哗啦啦落了下来 你们可以动 虽然解除了禁锢 但两人却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心思 四镜还能试一试 五镜能试个毛线 超越音速的速度怎么跑 王仲山与公起对视了一眼 随后王仲山硬着头皮开口道 对 后来为什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李晨秋眼眸低垂 直勾勾盯着王仲山 王仲山眼神飘忽 在犹豫了一会儿后才开口 当时这件事情 对特能斯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在卢江打捞尸体的难度 实在太大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后来上面 派我去和徐悦沟通一下 我去找了他 并给他讲了这件事情的难度 并以特能斯的名义 给了他一万块钱 之后 我见他情绪有些不稳定 就离开了他家 可就在我刚走下楼 他就跳楼了 当场死亡 说到这里 王仲山攥紧拳头 眼中流露出一丝落寞 啪啪啪 哼哼 说得很好啊 李晨秋嘴角略歪 拍了拍手 随后双指口袋中 夹出一张相片 丢在王仲山的面前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说真话 我杀你一个 说假话 你们全家就一起死吧 李晨秋眼神淡漠 白皙的皮肤 在昏黄的路灯下 显得格外清雯 王仲山文言 神情惶恐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随后颤抖地蹲下身来 用指甲 将贴在湿冷路面上的照片 扣了起来 当王仲山翻过照片的一刻 他愣住了 那双眼睛瞬间变得通红 脸部肌肉止不住地抽搐起来 照片里是一个 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和十四岁的男孩 他们眼神茫然惊恐 嘴巴被交代死死缠住 双手双脚都被麻绳捆绑 动弹不得 照片上的人 王仲山岂能不认识 这不就是自己老婆和孩子 畜生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你逗我家人还算人吗 王仲山像路边的野狗一样 朝前扑去 两只拳头夹杂着滔天的怒火 砸向李晨秋 人 李晨秋轻蔑一笑 抬脚带着泥水啪的一声 踩在王仲山的额头 随后猛的一用力 将王仲山压倒在地 那双膝盖喷的一声 结结实实砸在积水潭 灰黑色的泥水 建设在他脸上 王仲山正要挣扎 李晨秋下一句话 像一盆凉水一样 浇在了他的头顶 你觉得我不敢杀他们吗 王仲山神情一阵 红着眼抬头看向李晨秋 你问我算不算人 我是复苏者 本来就不是人 你把复苏者当怪物 我把人类当金燕包 我杀金燕包 不是合情合理吗 李晨秋摊开手掌 玩味地笑道 我 我说 我说 我说完之后 求求你放过我老婆孩子 我求求你 说完 王仲山双手撑着地面 砰的一声 给李晨秋磕了一个头 你说吧 我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人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一旁的宫起 听到这话 岳母子关系非凡 这要让王仲山说出真相 自己还怎么活 想到这里 宫起正要开口阻止 李晨秋的声音 现一步在场上响起 插嘴 死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将蠢蠢欲动的宫起 又压了回去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 王仲山才缓缓开口道 自从监控录像爆出来后 网上的网友 对宫起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谩骂 让他在特能斯 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如果换作普通人 或许只能忍受 但他不同 他的母亲 是联邦州市财团的人 虽然只是庞系 但放眼整个十一号城市 也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他的父亲 公然也凭借州市的关系 坐上十一号特能斯 私统的位置 后来宫起就去找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让我去解决这件事情 并给我银行卡上打了一百万 王仲山面色有些沉重 说 说了 我就放过你的家人 李晨秋面色无喜无悲 平静地让人心寒 后来 我去到了女人家里 那女人精神有些问题 桌子上摆着密密麻麻的饺子 我问他为什么包这么多饺子 他说 他儿子喜欢吃 陈修眉心中枪 就算喜欢 又怎么可能吃到 王仲山痴笑一声 继续道 之后我警告了他一番 让他不要再去特能斯 否则不会有下场 那女人听到这话 像疯了一样 用饺子砸我 所以我就提着他的头发 把他从七楼扔下去了 李晨秋缓缓闭上双眼 新闻上为什么没有尸体 不知道 后来救护车和治安司去的时候 那里只有一大滩血迹 那个小区太老旧了 小区内没有任何监控 只有小区门口有 但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王仲山低着头 死气沉沉地说道 那徐悦是不是也有可能活着 李晨秋声音虽然平静 但那微微抖动的手指 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一月之后 我们在那个小区里 发现了一只复苏者 他的异能是隐身 不出意外的话 那女人应该被那只复苏者捡走了 那只复苏者也被我们杀了 如果是他吃了那女人 那我也算为其报仇了 就这些 没了 说完这些 王仲山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几岁 那宽厚的肩膀无力地搭了下来 但那双眼睛却充满着息迹 我说的都是真话 能放了我的家人了吗 李晨秋缓缓睁开双眼 那双深黑色的毛子 如深海一般死寂 但其嘴角还是弯着的 好 自杀吧 往心脏上扎一刀 三尽天命者 就算心脏被扎透 也能活上的一分钟 我可以让你在死前听听他们的声音 多谢 王仲山深吸一口气 转头恋恋不舍地看向周围特能队员 那些人红着眼盯着王仲山 一些胆大的人 甚至小幅度摇了摇头 不过李晨秋并没有在意 一群惊艳伴已 不过是早收晚收的问题罢了 终于 王仲山下定决心 神情肃穆地抓去一旁的横刀 将刀尖抵在左胸前 为了自己的家人 死了也无妨 扑吃 刀尖像划破豆腐一样 直 直地刺入胸口 鲜红的血液从伤痕处鼓鼓冒出 王仲山身子一歪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那双暗淡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自然没有食言的打算 他跳下车顶 拿出手机不动到一个视频后 蹲在了王仲山面前 看吧 说着 李晨秋点开了视频的播放键 下一秒 淒厉的喊叫声从扬声器响起 孩子是无辜的 要杀就杀我吧 爸爸 爸爸 救救我们 王仲山的妻子与儿子 在摄像头前不断哭喊 可在视频十一秒的时候 手机扬声器再也没有了声音 因为第十一秒的时候 两滴水珠穿梅而过 直接了当地终结了二人的生机 至此 视频结束 王仲山额头青筋突现 脸部肌肉绷紧 身体不自主地颤抖着 开心吧 你们一家可以团聚了 不用谢我 李晨秋将手搭在王仲山的脸上 轻轻地拍着 你 王仲山颤颤巍巍地抬起手 想朝手机抓去 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 李晨秋将手机装进了兜里 啪 王仲山的手臂无力地垂落在地 即使死去 眼中的绝望也久久不曾消散 李晨秋眼神没有一丝波动 冷漠地站起了身 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宫起 不用害怕 你的家人比王仲山的家人难抓 我也威胁不了你 大大哥 这王仲山是污蔑啊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啊 宫起扶着身旁的吉普 一点一点朝后退去 把你手机给我 李晨秋伸出手掌 哟 干什么啊 宫起不安地说道 李晨秋没有说话 抬脚直接将宫起砰的一声踹倒在地 再次伸出手掌道 手机给我 好 宫起慌张地点了点头 将自己的手机急忙递到李晨秋的手里 李晨秋接过手机 在电话簿中翻到了一个备注ATM的号码 他好奇地垂眸看向宫起 这个ATM是谁 宫起一愣 开口道 啊 是我爸 李晨秋眉梢一条 诧异地看了宫起一眼 随即按下了呼叫键 一阵月耳铃声响起 伴随着B的声音 电话被接听了 喂 宫起是你儿子吗 李晨秋开门见山地问道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哑巴了吗 李晨秋眉雨间闪过一丝不悦 没哑巴 能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沉闷的男生 你就是那个炉江桥头的复苏者吧 知道我 李晨秋细血地说道 你杀人的视频都在网上传风了 能在这个时候 拿我儿子手机跟我通话的陌生人 也只能是你了 公然有条不紊地说着 言语中听不出一丝慌乱 你知道就好 三十分钟内 我见不到你一家人的身影 宫起那也就没必要活着了 李晨秋瞟了眼宫起 不用三十分钟 我和我的家人是不会来的 不来 你不怕他死吗 孩子死了可以再生 但我和我妻子出事 那就真的结束了 我之所以愿意接你的电话 就是要告诉你 你杀了我的儿子 我们之间就是不死不休 你有承担这个后果的勇气吗 随着话音落下 悬疑的嗡嗡的声音从天空上响起 几架直升机划破长空 从四面八方飞来 宽阔的江面上 几十艘船只 不知何时有序地 分布在大桥两侧 每只船上都坐着 十人网上的特能队员 李晨秋耳朵微微一动 隐隐约约听见了 远方有上百辆 机普车嘶吼的声音 正在快速朝这里靠近 这就是你所说的勇气啊 李晨秋鸣嘴一笑 放我的儿子 我可以让你活着出去 不放 电话那边的公然眯起眼睛 那就死在这里吧 本来想着一次 把你们全部杀死 没想到你心这么狠 罢了 别急 我很快就送你们一家团聚 说完 李晨秋便将手机扔进了江里 与此同时 几道白色光束 落在李晨秋的身上 将它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下面的复苏者听着 速速释放人质 莫要铸成更大的错误 直升机上来来回回 重复着这一句话 回荡在这安静的雨夜 场上 恭起不顾他人一样的目光 跪爬到李晨秋面前 牢牢抓住了他的大腿 大哥 大哥你放我吧 刚才电话里的内容我都听见了 您这么厉害的人 完全没必要把自己的命 搭在我身上 搭你身上确实有些不值 那就先让你多活一会儿 没等恭起反应过来 李晨秋便像林小记一样 抓着恭起朝桥上走去 噗哧 噗哧 随着李晨秋的脉步 那些悬停的雨滴击事而出 收割着特能人员的生命 红色血液喷事而出 与雨水交融在一起 潺潺流向下水管道 直升机上 一个驾驶员看到这一幕后 目自欲裂 就要按下开火箭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 抓住了他的手 再等等 驾驶员不敢置信地 看向中年男人 组长 那怪物已经开始杀人了 我们还等什么 公司桶的儿子还没死 再等等 不到片刻的功夫 围在李晨秋周围的人 都全部倒下 估计快要觉醒第三亿能了 李晨秋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意 被李晨秋提在手里的宫起 看着周围血腥的场景 浑身发颤 大声哭喊道 大哥 大哥 我真的和徐悦的死毫无关联啊 大哥 我家里有钱 你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 宫起的嘴巴 像机关枪一样不断求饶 可李晨秋就像没听到一样 朝桥中间走着 光束一直跟着两人 直升机与江面的船只也是如此 此刻上百辆机普车 已经抵达桥头 几百名特能队员 从大桥的两边 朝李晨秋靠近 特能斯彻底封死了李晨秋的退路 水路空似乎都没有了缝隙可钻 李晨秋面色如常 冷风带着雨滴 斜拍着他的脸上 那宽松的裤子 昨天陈修在这里死去 江河流淌的远方 李晨秋在那里心生 李晨秋闭上眼睛 恍惚间他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下午 看见了那辆破旧的三轮车 和沾满油渍的袖套 夕阳照着他 校服在暖风下烈烈作响 那个熟悉的女人说 明天要给他包饺子 妈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从今以后 没有人能主宰我的性命 没有人能有资格剥夺我的美好 时代容不下我 那我便摧毁这个时代 我要成为最强 我要站到山顶 我要将所有人的命 都握在我手中 您看着吧 李晨秋在心中暗暗发誓 那有黑的眼珠 像镜子一样 倒映着翻滚的云海 大哥 您缺啥我都能给 女人还是钱 或者是地位 我都可以让我爸给 宫起话还没说完 李晨秋便松开他的脖子 一瞬间 巨大的喜悦 冲昏了宫起的头脑 他扶着护兰站起身 连滚带爬 朝特能队员的方向跑去 癫狂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 无数报复的想法 如雨后春笋一样 破土而出 哈哈 等着吧 迟早有一天 我要折磨思念 宫起在心中大声喊道 一步 三步 五步 就在宫起即将迈出 第五步的时候 李晨秋一念一动 一滴雨珠击事而出 扑斥一声 直接洞穿他的心脏 碰 宫起结结实实地 摔在冰冷的地面上 他的生命 开始了不可逆转的 一分钟的倒计时 行动指挥官看到这一幕后 心脏猛地一跳 抬手并指对准李晨秋 准备肃清 子弹上膛的咔嚓声 成片成片地响起 漆黑的枪管 对准李晨秋 直升机下的机枪 与两边悬挂的风潮导弹 也对准了李晨秋 江面上船只炮台 缓缓抬起 等待着最后的命令 李晨秋淡淡地抬头看了一眼 双脚一跳 稳稳站在了护栏上 直升机锁刮起进风 并没有让他的身形 有一丝晃动 对准的枪口 也未能让他神情 有一丝波动 看到这一幕的 总指挥官 张空站在直升机舱门处 大声喊道 复苏者 与其痛苦地死在 枪火与炮弹之中 不如你自行了断 还能让你家人说个全尸 李晨秋咧嘴一笑 是不是怕导弹 把这座桥弄他了 张空冷着脸 答非所问 你没有任何 活下去的可能 那看来 今晚我要在你眼中 创造一个奇迹了 李晨秋笑着转过身 背对着汹涌的江面 张空眉宇中 闪过一丝不安 扯着嗓子喊道 什么奇迹 消失的奇迹 下次见 白白李晨秋身平手臂 身体直直地朝后方倒去 速轻 张空拿起对讲机喊道 一瞬间 阵阵的轰鸣声 从直升机上响起 一枚枚导弹 带着恐怖的白色气浪 冲向李晨秋 比雨滴还密集的子弹 像一张大网 朝李晨秋盖去 导弹的威力 足以摧毁雨滴 而这数以万计的子弹 将毫不留情地洞穿李晨秋 所有人的视线 都会聚在李晨秋身上 期待看到最璀璨的血色烟花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晨秋璀然一笑 离 话音刚落 李晨秋的身形 像水流一般 变得逐渐地透明 下一刻 直接喷的一声 化作白色气雾在空中炸开 只剩下破碎的衣物 与淡淡的清凉在空中飘荡 轰隆隆 导弹爆炸 大桥崩塌 一个如太阳般的火球腾空而起 撕开阴云照亮整个天空 恐怖的声浪 在这里走出来 深黑色的毛泥大衣 摸过他的膝盖 黄色围巾 将他下半张脸都遮了起来 只留一双有些无神的眼睛 暴露在空气中 此人正是从大桥逃生的李晨秋 他随着江流来到此处 穿上事先藏在岸边的衣服 恢复成李晨秋这个名字对应的模样 与先前的复苏者的身份 撇清了所有的关系 看着眼前穿流不息的车辆 与忙忙碌碌的人群 李晨秋长舒一口气 涣散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他走到一辆停靠在路边的电动车前 打开座位下的储物空间 从中取出一只被纸包着的烤鸡 拉下围巾 不顾形象地站在车前吃了起来 先前脱身看似轻松 其实非常消耗生命能量 几乎掏空了李晨秋的所有 要不是他凭借绝对掌控 将所有剩余的能量 用在维持皮肤年轻上 不然现在的他 早已变成糟老头子了 就在李晨秋大快朵移的时候 他兜里的备用手机响了 他大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高桌子 壁 李晨秋接起电话放到耳边 一道急切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小秋子 如江大桥上的复苏者 是不是你 李清夏近乎嘶吼着说道 李晨秋把手机拿远了几分 嗯 是我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许久之后 李清夏才压下心中的震惊 不敢置信地开口道 你压得开挂了吧 你啥时候变这么强了 新闻上说 你是五镜以上的强者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突破到五镜了 我是藏了一些实力 但没到五镜那么夸张 还是一镜 但拼尽全力 可以打打普通三镜 李晨秋一边说着 一边又取出一只烤鸡 那你怎么一只手 就抓住王仲山的刀了 这起码得撕进吧 还有那雨滴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有两个异能 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这么跟你二哥说话呢 算了 我也懒得打听你的事 你本来就不正常 等会来四中这里接一下我 那四中离咱们店那这么近 你就不能走回去吗 我身体状态不太好 李晨秋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饭店兼职一晚上都快累垮了 你就不能顺带把二哥烧回去吗 李晨秋刚想拒绝 电话那头的李清夏补充了一句 这学校门口的闸串 就是便宜啊 本想带回去吃 但走回去对话就凉了 还是路上趁热吃好 听到这话的李晨秋 手下动作一顿 眼神逐渐聚焦 我觉得闸串应该多放自然 说吧 他便挂断电话 顶着冷宇 骑着电动车朝第四高级中学驶去 特能斯 会议室 特能斯的丝筒公然面色阴逸 交叉着手指坐在主座 两边的下属们纷纷低着头 生怕一句话点燃公然这个炸药筒 终于 坐在一旁的张空 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对着公然真诚道 丝筒 抱歉 是我决策失误 我没想到这只复苏者 有这种逃生能力 公然眼眸青台 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这只复苏者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特能斯管辖范围 张空诧异地看了公然一眼 开口道 那司统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 上报联邦安统斯 让他们进行灾害评级 让他们派人来处理 公然指着正对着他的大屏幕诱导 等会安统斯人会和我们进行通话 了解当时的情况 进行这只复苏者的灾害评级 安统斯 和我们通话 真的假的 一瞬间 压抑的气氛被激动所取代 所有人都纷纷抬起头 互相交流着眼神 那可是联邦安统斯啊 汇聚着全联邦最顶尖的天命者 代表着人类最高战力 决定着文明走向的庞然大沃 这哥谁谁不激动 谁不惶恐啊 司统 以往了解情况 不都是您一个人和安统斯进行联系吗 怎么这次叫上我们 张空有些疑虑地问道 公然鸣嘴一笑 我的儿子死在这只复苏者的手里 向我了解的情况 难免带些个人的仇恨 所以才需要你们 文言 众人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很快便有人表态道 司统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安统斯 我什么时候说过 让你们好好配合了 公然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 那张脸瞬间冷了下来 一时间 偌大的会议室若肩可闻 压抑的氛围 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动了起来 见无人开口说话 公然浅浅一笑 安统斯要了解情况 评定灾害等级 你们可以说话 但要往大理说 我要他的灾害评级是高危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瞳孔都不由自主地放大 一脸惊恐地看着公然 在天元联邦 特能斯对付不了复苏者 都会上报安统斯 安统斯会根据这些复苏者的异能 和晋级平定灾害等级 等级的高低 也决定着安统斯重视程度 从低到高 分别是初危 中危 高危 特危 禁忌 初危代表着这只复苏者实力低危 自身实力足以引起社会动荡 特能斯无法肃清 中危代表着这只复苏者实力较强 自身实力无惧于特能斯正面对抗 特能斯只能被动防御 高危代表着这只复苏者实力强大 自身存在 已经威胁到了城市的安危 特能斯无力抵抗 特危代表着这只复苏者实力极强 自身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联邦的未来走向 为人类的头号公敌 禁忌代表着 这只复苏者实力已经无法估量 人类文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需要全人类齐心协力来共同肃清 在整个联邦史上 只有一个复苏者达到了禁忌这个评级 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厂上众人听到宫然的话后 大气都不敢喘 欺骗安统斯和主动要求离职 有什么区别 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愣头青张空站出来说道 司统 这只复苏者的实力只能到中微 怎么能平到高微呢 嘴巴掌你们身上 平不平的倒不是你们说的算吗 宫然轻笑一声 可 可安统斯的人又怎么可能听信我们一面之词 那视频在网上都流传开了 有点分辨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端倪 只是桥头的视频流传开了而已 桥上的可没有 监控我已经找人处理过了 只要你们管好手下的人 安统斯就算怀疑也无从查起 公然套着椅子 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 我知道 你们怕因为这件事被革职 但工作不就是图钱吗 按我要求的做 一人五十万 要是谁被革职 我再单独给两百万 并安排工作 如何 文言 所有人的心思都活络了起来 在沉默了几秒之后 有人点头答应 我是司统的人 司统的话 我自然要听 有了人松口 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也硬了下来 我从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特能斯 自然要站在特能斯这边 恭喜是我看着长大了 他如今出了事 我怎能不绑 嫂子待我不薄 我也怨出一份力 很快 几乎所有人都答应了下来 只有张空一个人没坑上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张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点头答应下来 见到这一幕的公然满意一笑 看向正对着他的大屏幕 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 互相商讨议论 我建议你们可以在这只 复苏者的异能上 多够思够思 话音刚落 场上瞬间嘈杂起来 十几人围在一起 激烈地讨论起来 商量着如何吹捧李晨秋 九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众人商议完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神情肃穆地坐在椅子上 紧紧注视着屏幕 子子 伴随着屏幕发出一阵电流声 一个面向威严中年男人的身影 出现众人眼前 他叫白萌 负责此次李晨秋的灾害评级 长官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就连公然也不例外 嗯 不必拘禁 坐吧 白萌随意地摆了摆手 当着所有人的面 翻越其手中的资料 雨滴暂停 白米射杀狙击手 躲避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子弹 单手接下三尽天命者的横刀 嘖嘖 倒是有些意思 白萌眉头微微上挑 手中已然有了判断 可以评个中规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 长官 这就定了 有人一脸猛逼地问道 不然呢 材料都这么充足了 白萌疑惑地看向那人 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那人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但察觉到所有人 都一脸期盼地看着自己时 他咬紧牙关 不畏强权地站了起来 长官 你不要小瞧了他 于是 在这人的带领下 场上数十人纷纷发声 开始吹捧起了李晨秋 十几分钟过后 场上逐渐安静下来 屏幕上的白萌皱紧眉头 单手捂着嘴巴 不知在想些什么 呃 白萌抬起头 朝一人问道 你说 这只复苏者手抓导弹毫发无伤 甚至还把导弹扔了回去 对 当时就是这只复苏者炸毁的大桥 那人神情严肃地说道 白萌长吐了一口气 又看向另一人 他仅凭一己之力 就禁锢了你们所有的人 包括所有直升机和船只 对 当时我害怕极了 说话之人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丝深深的恐惧 嗯 他用浆水变出十几架战斗机 用水做的炮弹 击垮了你们所有人 这是真的 白萌放下手中资料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众人 是的 众人齐声道 白萌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既然他都打败你们了 为啥你们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里 不知道 我猜测这只复苏者是在戏耍我们 毕竟谁会让自己的玩具死去 这有点扯啊 白萌嘴角一抽 我们绝不会拿特能斯的名誉开玩笑 更不会拿群众的生命安全档而系 一人站起身 义正言辞地看着白萌说道 看到这一幕白萌心中一颤 这种眼神他见过 曾经自己刚加入安统斯 也是这种眼神 坚定有真挚 抱歉 是我心脏了 先前我还想动用安统斯的情报机构调查一下的 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会向上面如实汇报的 再见 会议结束 闭 屏幕按了下来 稳了 这人姓了 只要这个长官如实汇报 那这肯定能凭高威啊 老张 你当时怎么做到的 我听你说话都快笑了 你倒是稳如沙啊 咚咚咚 这时 公然敲了敲桌子 开口道 五十万明天就到你们账户上 说完 他便缓步走出会议室 待他远离之后 会议室的众人才放声大笑起来 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会议室角落的摄像头 闪过一丝红光 一号城市 安统斯 灾害评级部 办公室内 白蒙盒上笔记本 看向坐在一旁的女人 女人西装革履 散发着一股破人的阴气 此时 他正翘着二郎腿 看着手机上的播放的视频 视频里 一群男人放声大笑 议论着 今晚去哪喝酒 要不要撸撸串 这正是十一号特能斯的监控画面 组长 这公然真是分不清轻重了 要革职吗 白蒙走到女人身边 恭敬地开口道 不用 总要给人留一个 可以搞搞小动作的空间 女人放下手机 疲惫地伸了个懒腰 组长 那我去上传这只中 微复苏者的资料去了 白蒙点了点头 正要离去的时候 却被女人抓住了手臂 高威吧 不要中威了 女人平静地说道 啊 白蒙嘴巴微张 这只复苏者的实力 只能到中微啊 为啥要定高威啊 女人双眸中 浮现出一抹凝重 想到了那诡异的脱逃方式 和悬停雨滴的手段 这只复苏者 亦能上线太高了 有特级的潜质 特级 白蒙当场愣在了原地 真的假的 如果一场暴雨 笼罩了一座城市 而以后的他 恰好能控制这场暴雨下的 所有雨滴呢 女人反问道 见白蒙没有说话 他又补了一句 他能徒路整座城 雨势渐小 思雨如续 随风而落 路上的行人 放下手中的雨伞 一些火锅串串电 也开始往店门外搬起桌子 11号城市的烟火味 在此刻悄然绽放 李晨秋带着黑色的头盔 骑行在马路上 头盔上的小风车 随风哗啦啦地转动 很快变到了目的地 第四高级中学 四中大门口 无数小吃摊摆在道路两边 诱人的香味 刺激着过路人的味蕾 刚下晚自习的学生们 零零散散地聚集在小吃摊旁 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 在一处售卖里及肉夹馍的小吃摊前 一个看着二十来岁 脸蛋有些圆润的青年站在一旁 目不转睛地盯着 由锅里滋滋冒响的李脊肉 嘴里不断吞咽着口水 他叫李清夏 李晨秋的二哥 黄色的衬衫 让李清夏在路边格外扎眼 李晨秋刚骑车来到这边注意到了对方 二哥 李晨秋喊了一声 哎 李清夏文言 惊喜转过身 抬手硬了一声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来得这么快啊 真是有心啊 你买的烤串呢 李晨秋看了眼对方空落落的两只手 本来是要买的 但没想到烤串涨价了 速的涨了三毛 肉的五毛 真是可惜了 哎哎哎 李清夏抬起腿来正要上车 却被李晨秋伸手推了回去 有什么爱的 我忍记挨饿过来接你 你好意思空手蹭车吗 我好意 李清夏话还没说完 李晨秋就扭动车吧 缓速朝前驶去 李清夏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急忙跟上去 朝李晨秋喊道 哎 别走啊 好好好 我买 我买 听到这话 李晨秋才停了下来 去吧 多放自然 等我 李清夏忧愿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朝远处的烤串摊位走去 虽然李清夏的功龄远超李晨秋 但他在里击店里的时薪 也没高到那里去 六元一小时 比李晨秋多了一块钱 看着对方远离的背影 李晨秋那双清冷的双眸 流露出一丝暖意 在得知徐悦去世的消息以后 那时的李晨秋感觉自己 就是大海上的一夜扶平 无从停靠 孤苦无依 这时 李记和李清夏 进入了他那晦暗的内心 阳光明媚时 李清夏都会骑着自行车 带李晨秋去山巅看日落 下山时会在沿途的奶茶店 给李晨秋买一杯最贵的奶茶 遇到好看的电影时 李清夏都会豪气地 给李晨秋买3D厂 而他自己 则坐在电影院外的台阶上 晒太阳 晚上回店里的时候 李记总会做很多价格昂贵的肉菜 并默契地将肉菜 放到靠近李晨秋的那边 小店不大 但五脏俱全 人虽然少 但也能取暖 短暂的美好 让李晨秋产生了 一直这样下去的想法 可这终究是妄想 李晨秋的凭空出现 引起了一位特能斯情报人员的怀疑 对方顺藤摸瓜查出来 李晨秋身上很多疑点 甚至对李记与李清夏的身份 也产生了质疑 不久之后 这个情报人员死了 死在了李晨秋的手上 从那时起 李晨秋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所想的安宁 只能建立在实力之上 他的美好 只能用拳头握住 马路边上 李晨秋眼神疲惫 无力地趴在车头 肚子的咕咕香 已经让他懒得直起腰了 见李清夏迟迟未归 李晨秋正要从车座下的储物空间 掏出刚才没吃完的烧鸡时 他的身形突然一顿 但很快便恢复正常 趴在车上 若无其事地吃起烧鸡 过了几秒后 李晨秋掏出手机 拨打了李清夏的电话 别急 我正和老板砍架着呢 你等 我好像被人监视了 李晨秋直接开口 打断了李清夏的话 电话那头沉没了几秒 那边的嘈杂声 也逐渐弱了下来 李清夏找了一个 不起眼的角落蹲了下来 认真的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在车上吃东西的时候 感受到一道阴冷的目光 从背后注视了我几秒 你知道的 我的第六感一直很准 我相信你 需要我做什么 李清夏抬起头 目光越过人群 透过缝隙 看向李晨秋的方向 我身后五点钟方向 大概一百米左右 原有什么建筑物 李晨秋沉声问道 李清夏双眼闪过一丝蓝光 抬头朝李晨秋后方看去 安闲旅馆 挺破旧的 看着有些年头了 李晨秋闭起双眼 思索了一会后道 窗户正对着我 三层到六层 有没有你看着比较奇怪的房间 奇怪的 等等 电话那头的李清夏 沉没了几秒后 五层有些不对劲 窗帘后面站着一个人 动也不动的 知道了 你继续买吧 李晨秋正要挂断电话 却被李清夏喊停了动作 你想干什么 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就要上去 你不怕出什么事吗 在背地暗中监视我的人 实力能有 多强 至于对方是谁 我抓住他我就知道了 李晨秋一边说着 一边把车停好 朝一旁的小巷子走去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能多一些胜算 不了 你的异能只能放大自己的五感 没啥用 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方便 说完这句话后 李晨秋便挂断了电话 朝巷子深处走去 电话那边的李清夏 面色一黑 抿着嘴 不知说些什么 自己实力虽然弱了一些 但真的就没一点作用吗 啪哒啪哒啪哒 李晨秋踩着积水潭 来缓缓到安闲旅馆的背光处 他看了沿五楼的方向 双膝微微弯曲 轻轻一跃 像一只猫咪一样 急速爬向五楼 速度之快 就连摄像头 也只能捕捉到一抹 并不明显的残影 爬到五楼的李晨秋 瞬间锁定了目标所在的方位 双腿借力一灯 化作一道黑影 以顺雷之势拉开窗户 窜进房间 将窗帘背后的身影 压在了身下 谁让你来 李晨秋正想说些什么 但在看对方的身份时 又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在他身下的是一个 胡子拉叉的中年男人 男人穿着灰白色的治安园制服 正一脸猛逼地看着李晨秋 房间内还坐着几个男男女女 他们有着和男人一样的穿搭 部分人嘴边还挂着 还没来得及细进嘴里的泡面 一群人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认识这种制服 这是11号城市治安司的制服 同时也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些人不是监视自己的人 这其中部分人吃泡面 都进入喝汤环节了 自己来这里才三四分钟 泡面加吃面 这起码得五分钟吧 嗨嗨 李晨秋尴尬地轻咳了几声 看着男人胸前挂着的摄像头道 这是治安纪录仪 嗯 男人呆呆地点了点头 听到这话的李晨秋 面色一黑 六只乌鸦从他的头顶飞过 由于没有衣服换 加上李晨秋觉得 监视自己的人肯定知道自己样貌 就没有变换容貌 而这个治安纪录仪他之前了解过 里面的摄像头 是实时连接着治安司数据库的 也就是说 自己这张脸暴露了 可可可好吃炒饭店员工李晨秋 能飞檐走壁的本事 很快就要人尽皆知了 想到这里 李晨秋只感觉自己脑袋嗡嗡作响 跑吧 这一跑八成就被定义成复苏者了 炒饭店也就不用开了 不跑吧 自己应该怎么解释这一系列的行为 说自己是天命者吗 好像也行得通 这时 房间内的治安员终于反应了过来 拿起桌上的手枪对准李晨秋 你你 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放开老长 为首的中年男人大声喝道 虽然男人声音很有气势 但那不断颤抖的身体 还是暴露他内心的不安 能以这种速度冲进房间 还对治安员不怀好意 这不是复苏者 还能是啥 男人能想到这一点 其他人自然也能想到这一点 但他们虽然害怕 但并没有后退 用手枪对准李晨秋 你们误会了 其实 其实 其实我是个好人 说着 李晨秋将双手举过头顶 慢慢从一级治安员朱成身上站起来 就在李晨秋即将站起身的时候 躺在地上 朱成攥紧拳头 一个鲤鱼打滚 神情决绝地扑向李晨秋 李晨秋虽然不理解对方的用途 但并没有反抗 禁止被朱成压倒在地 这时朱成就像只八爪鱼一样 用四肢死死抱着李晨秋 李晨秋正要开口解释 朱成直接转过头冲 那群人大声喊道 不用管我 快射击 啊 李晨秋嘴巴微张 这是自己印象中的治安员吗 有点激进啊 不过好在朱成的队友 面色有些犹豫 没有直接开枪 你们在犹豫什么 快射击啊 等这只复苏者 挣脱我们都要死 不要复人之人了 朱成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大叔 你别着急 你想想 我要是复苏者 刚才为啥不杀你 李晨秋急忙解释道 听到这话的朱成也是一愣 对啊 对方如果是复苏者 为啥刚才不杀死自己 这只小队的队长无山 警惕地盯着李晨秋 并没有因为李晨秋的话 而放松警惕 他开口道 你若不是复苏者 那就弄出一道伤口来 好 李晨秋点了点头 随后牙齿微微用力 咬破了下嘴唇 红色的血液染红得了嘴唇 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着 一秒 三秒 十秒 伤口并未愈合 见此 几人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放下了手中的枪械 李晨秋低下头 看向趴在自己怀里的朱成 哦 哦 抱歉啊 我给误会了 朱成后之后绝地点了点头 急忙从李晨秋怀中爬了起来 并从兜里拿出一张纸 递给李晨秋 谢谢 李晨秋接过纸张 用纸巾擦了擦嘴边的血液 在联邦 能辨别人类复苏者的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像刚才李晨秋的那样 弄个伤口 看伤口会不会恢复 由于李晨秋拥有绝对掌控的异能 伤口要不要愈合他都能自己控制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能控制伤口愈合的手段 那是只靠人血续命 让生命能量只够保持皮肤不衰老 受伤之后 伤口自然不会快速愈合 这也是李济与李清夏所使用的方法 不过这种方法很折磨人 复苏者长期生命能量匮乏 你是天命者 嗯 差不多 李晨秋笑着点了点头 那我能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吴珊继续问道 李晨秋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李晨秋 他自然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联邦一旦出现天命者 就必须去当地的特能斯报备 而一旦报备 这个信息就是公开的 是可以通过名字在网上查询到的 果然 吴珊在听到这个名字后 对身旁的站 折得女人使了个眼色 对方见状立马拿着手机走向后方 显然是在查询李晨秋的信息 小兄弟 那个 你刚才为啥要从那里进来 长相憨厚老师的朱成挠了挠头 疑惑地问道 其实 他大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高 李晨秋正要解释 手机铃声从他裤兜响起 抱歉 接个电话 李晨秋充满歉意地笑了笑 走到窗前接起电话 小秋子 那个似曾也不对劲 窗前明明有人 但却没有开灯 李清夏在电话那头小声说道 你 李晨秋攥紧拳头 他现在真想一拳头 把自己这个二个垂进土里 挂了 李晨秋挂断电话后 一个箭步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跳出窗户 霓虹灯下 李晨秋抓住凸起的窗帘 猛地一荡 直接跳进楼下的房间 由于窗户是开着的 李晨秋的身形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这时间单人房 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味 在床头柜那里 还有未熄灭的烟蒂 冒着点点火光 显然刚才这间房间是有人的 可就在刚刚 房间中的这个人 跳窗离开了此处 咔嚓 李晨秋按了下开灯键 房间中的灯并没有亮 旅馆房间的电源 一般都是要插入房卡才能激活 对方既然没有开房 那前台自然不会什么有用的信息 李晨秋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筒 在房间里转了起来 很快 他的目光被一本摆在床头的日历所吸引 日历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引起李晨秋注意的是 日历上的16号 这个16号特意被人用笔圈了起来 4月16号 李晨秋低声喃喃道 就在这时 一阵杂乱稀碎的脚步声 从外面的楼梯上传来 朝李晨秋所在的房间接近着 他闯进这间房的时候 并未控制脚下的动静 自然是被楼上的治安司听到了 李晨秋不急不忙地拿起日历 走到窗前 将日历精准地扔进楼下的垃圾桶里 咔 也就在这时 房门被打开 亮白色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治安司的人捏着手枪 警惕地走了进来 无伤看着 他站在窗前发愣的李晨秋 唤了对方一声 李晨秋 怎么回事 说清楚 李晨秋转过身 无奈道 说来话长 我长话短说 自从我成为天命者后 我的第六感就变得非常准 刚才我在小吃他买东西吃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一道 很让人难受的目光盯着我 所以我 才会从窗户闯进你们的房间 不过显然我是找错了 那个盯着我的人应该在四层 他已经跑了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不甘 你是得罪什么人吗 朱成看了眼桌上的烟蒂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好奇 为什么有人要盯着我 李晨秋摇了摇头 看向烟蒂道 这上面应该能检测到对方的DNA 能把烟蒂留在这里 估计这人的基因已经发生改变了 盯着你的 可能是那些比较特殊的人 无伤走到窗前朝楼下望去 人类不管以什么方式成为一镜之后 基因都会变异 李晨秋自然是知道这一点 真是倒霉了 怎么莫名其妙 就会被人盯上 李晨秋扬装傲恼的样子 苦哈哈地坐在了板凳上 看着吴山继续道 叔 我刚才的举动是不是犯法了 天命者不是我们治安司的管辖 有没有犯罪 是特能斯说的算的 一位女治安员说道 那我要去特能斯坐牢吗 李晨秋装出一副不安的模样 没人报案就不会 吴山转过身 盯着李晨秋道 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 我们自然不会报案 什么意思 李晨秋眉头微微皱起 既然是天命者 为什么不去特能斯报备 还是说报备不方便行事 你和这一月之内发生的多起失踪案 有什么联系 吴山质问道 话音落下的同时 房间内的众人 抬起手枪对准李晨秋 失踪案 李晨秋恍然大悟 原来这些治安官呆在这里 是因为这件事情 怎么 觉得自己是天命者 就不怕子弹吗 吴山冷声喝道 李晨秋苦笑道 我之所以不报备 是因为最近才成为天命者 没来得及 至于什么失踪案 更是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你家 吴山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胸前的对讲机 发出一阵沙沙声 随后一道声音从里面传来 已在东平街逮捕犯罪嫌疑人 收队 一时间 场上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安静中 治安司的几人面面相去 握枪的手起起伏伏 不知道该不该放下来 控制住 我去问问 吴山对着几人嘱咐了一句 独自一人走进了厕所里 几分钟之后 吴山走出厕所 对着众人摆了摆手 放下吧 见此众人才舒了一口气 收起手枪退到了一旁 抱歉 自从城中复苏者越来越多 治安司的死亡率也越来越高 过分谨慎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对不起啊 吴山走到李晨秋面前 低头到了个歉 如此举动 倒是让李晨秋略微有些诧异 他没想到 这治安司的人还挺好的 这要放特能斯在这 别说道歉了 八成都不会和上面核实 直接就开枪射杀了 没事 李晨秋挥了挥手 谨慎些也正常 要是哪天遇到复苏者 也能多几分生还的可能 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小兄弟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吴山叫住李晨秋 之后的DNA检测报告结果 还要联系你 李晨秋点了点头 八百九十五 好了 检测结果大概明天下午出来 吴山收起自己的手机 明天早上我的人会联系你 带你去特能斯报呗 啊 李晨秋没稍微微挑起 摇了摇手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去报呗就好 这不是麻烦 协助天命者报呗 这是治安司的义务 听到这话 李晨秋虽然内心不怎么情愿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在告别了治安司众人后 李晨秋在这李清夏 骑行在马路上 这么说 你明天要去特能斯报呗 李清夏搂着李晨秋震惊道 不然呢 要么就冒充天命者 要么就逃亡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 李晨秋没好气地说道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顶着天命者名头的复苏者 这以后八成要出事啊 李晨秋颇为无语地问道 我爬楼挑的都是监控死角 指纹都用绝对掌控改变了 我还能怎样 你应该问问 我有没有看清楚 李晨秋 对了 你知道4月16日有什么大事吗 李晨秋漫不经心地问道 4月16日 李清夏抬起头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道 哦对了 北黄山最近大量的朝日节兼职 工作时间好像就是从4月16号开始 为什么要大量的朝日节兼职 李晨秋询问道 我怎么知道 八成要举行什么大型活动了吧 什么类型的兼职 喂 你现在还有闲心操心这个 你想想 回去怎么跟老板解释吧 李清夏幸灾乐祸地笑道 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 此话一出 李晨秋纷飞的思绪瞬间回归现实 面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下来 这是一家温馨的炒饭店 柔和的灯光 透过玻璃门照在湿冷的路面上 给这条人烟稀少的街道 添了几分烟火气 几只猫猫狗狗 趴在炒饭店的台阶下 互相舔视着毛发 给夜里的冷空气稍微升了点温 这时 一道光束照在了店门上 李晨秋骑着电动车 停在了炒饭店门口 你自求多福吧 李晨夏笑嘻嘻地 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踢着一袋子的烤串 跑进店里 李晨秋停好电动车后 走到店门前深吸一口气 随后怀着忐忑的心情 推门而入 刚走进店门 一股浓烈的酒味 便窜进李晨秋的鼻腔 他寻味看去 只见一个约莫五六十岁 脸颊红彤的老头 瘫坐在地上 老头的脸蛋 有些发肤有些下垂 胸前挂着沾满油渍的围裙 黑中带白的发丝 让他平添了一份沧桑感 在老头的身边 滚落着无数空酒瓶 李晨夏此时正蹲地上收拾着 当他听见门口动静时 他头也不抬地说道 老板和朋友喝醉酒了 你扶他上二楼吧 这里我一个人收拾就好 嗯 李晨秋没有多说 走到李晨身边 将对方搀扶起来 朝二楼的晃晃悠悠地走去 很快便将李晨扶回了自己床上 11号城市的房价很高 李晨为了省钱 在四米高的厨房做了隔断 上面是两米的高的住所 下面是两米高的厨房 狭小的空间内只够摆一张床 三人就每天都睡在这张床上 挤倒是不挤 但就有点闷 一到夏天 这里就成了蒸笼 这时候李晨就会在一楼餐厅 铺张大大的凉席 吹着风扇美滋滋地睡去 刚碰到床的李晨眼睫毛一颤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哎 这不是不需要计划的实力哥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嘿嘿 老板你喝醉了 快睡吧 李晨秋掀开被子 就要往李记身上盖石 李记一把推开了李晨秋的手 晕乎乎地说道 我没醉 你别瞎说 好 你没醉 李晨秋应了对方一句 关了灯后正要下楼 却被李记一把拉住 李晨秋想挣脱李记的手 可对方好像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就是死死攥着不松开 僵持了几秒后 李记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那是一种怯生生的的语气 对不起啊 李晨秋黑暗中的身形一顿 那些人很弱 我杀得很快 仇报了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嘿嘿嘿 那以后你可以轻松不少了 陈秋 你蹲下来 李记粗糙的手拉着李晨秋道 李晨秋没有反抗 乖乖蹲在了李记旁边 既然报了仇 你以后就别干危险的事情了 我们三个一直好好活着 行吗 李记声音温和地说道 好好活着 李晨秋摇了摇头 我们能一直好好活着吗 我们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能做饭也能赚钱 可以给你买肉 也能给小夏买血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如果人写的渠道断了呢 如果联邦突然研发出 可以检测到复苏者的仪器呢 如果某一天 我们被特能斯怀疑了呢 那时候 他们会杀死我们 这无关善恶 就像当初我在桥上一样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但复苏者这个名字 就是死罪 李晨秋攥紧拳头 黑暗的双眸暗流涌动 继续说道 安宁都是夜空所编织的美梦 我们终会醒来 李记脸庞上的潮红退去了一些 落寞道 我们终究会被杀死 那为什么不能在死前好好活着呢 可以不用死的 只要足够强就好 李记文言看向李晨秋 你在强能强过联邦吗 万一呢 纵使死在这条路上 我也无怨无悔 李晨秋站起身 我妈已经因为我的无能死去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只要能变强 什么都无所谓 说完 李晨秋便转身朝楼下走去 没有人知道 联邦史上最强的禁忌 正在悄然孵化 朝阳的鼠灰从东边升起 与深蓝色夜空碰撞 交替 李晨秋裹着薄被坐在店门前 带着潮意的尘风 将其的刘海吹得纷飞 黑夜与黎明交替很好看 即便是困乏与寒冷 也无法动摇李晨秋的视线 巴大 身后的店门被打开 睡眼朦胧的李清夏从中走出来 他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低头看着李晨秋道 怎么天还没亮就不睡了 今天的天空这么好看 错过了以后就看不到了 李晨秋拍了拍身边台阶 一起来看 李清夏文言看了李晨秋一眼 随后坐在了他的旁边 沉默了许久后 李清夏开口道 是不是老板 昨天说什么难听的话了 他这人就是这样 你别往心里去 没往心里去 二哥 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李晨秋突然抓住李清夏的手 啥忙 李清夏有些不安的问道 事先声明 要钱的忙我不忙 不要钱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能不能帮我去北黄山上 找个日节兼职 就是4月16号那天的 就这 就这 李清夏自信一笑 比了个OK的手势 今天就给你解决 对了 我等天亮了 得事情给老板说一下 就是我成为天命者这事 此话一出 李清夏蹭的一下站起身来 你怎么不去说 我不是有事情吗 再说了 你以前闯祸 不也是我与老板交涉的吗 李晨秋理所应当地说道 李清夏指着李晨秋骂道 你的祸和我的祸大小能一样吗 你要给我落着 那我就得跟你说道说道了 李晨秋站起身 你要是昨晚看清楚 我能跑五楼去 我一时 别一时大意了 你就说 谁犯了致命性的错误 李晨秋直接打断了李清夏的话 好好 我说 做歌的总要包容做弟弟的任性 我退一步 说完 李清夏便愤愤不平走进店内 看完日出后 李晨秋给两人做了些简单的早餐 因为昨晚忘充电的缘故 李晨秋只好跑步前往特能斯 四十几公里而已 跑跑停停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就在李晨秋正在跑步的途中 他的电话铃声响了 他大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高 毕 李晨秋接起电话 喂 是李晨秋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我 你好你好 我们昨晚见过的 我是朱成 就是被你压在身下的那个 哦 是朱叔啊 您打电话是要接我吗 对的 上头的命令 电话那头的朱成兴奋地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就好 等到了我给你拍个照发过去 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了 啊 朱成一愣 这个 这个报备很麻烦的 一个人不行的 真不用 我又不是小孩 需要有人看管 李晨秋笑着继续回绝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后 朱成的声音才响起 其实 其实小兄弟 我就是想跟着你进特能斯看看 平常我们治安司是不能进去特能斯的 而且 今天正好是特能斯测能日 你说我不想错过 你就帮帮说吧 测能日 李晨秋停下脚步 言语中露出一丝疑惑 啊 朱成诧异道 你不知道特能斯的测能日吗 不太清楚 这测能日是啥 李晨秋好奇地问道 说来话长 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最终 李晨秋告诉了朱成自己所在的地址 十几分钟后 一辆治安司的小轿车 稳稳停在李晨秋面前 车窗缓缓落下 一张憨厚的脸从中叹了出来 小兄弟 上车吧 麻烦了 李晨秋点了点头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上去 此时车内正在播放早间新闻 说的正是昨晚卢江大桥所发生的事情 目前这只复苏者下落不明 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朱成长叹一口气 真是恐怖啊 希望我不会遇到这只复苏者 坐在一旁 李晨秋面色古怪 侧身看向窗外 确实挺恐怖的 希望我们都不会遇到 朱成瞟了一眼旁边 见李晨秋面色暗沉 以为他是被新闻给吓到了 随后便开口安慰道 放心吧 等安统斯给这只复苏者定完灾害等级 便会派天命者来11号城市 那只复苏者活不了多久了 希望如此 李晨秋点了点头 对了 朱叔 你说的那个测能日是什么意思 每个天命者的异能都有高值分 这测能日就是给那些异能 还未评级的天命者评级的 一年就两次测能日 一次在4月 一次在10月 今天就是4月的测能日 之后的时间里 朱成讲了一些关于异能的事情 让李晨秋对异能这方面的知识 有了一定了解 对于天命者的异能 联邦将其划分成三个大类 分别是元素 特异 极深三大类 元素系异能就比如雷电 烈火 这些的 而元素系的异能 也是公认的最强攻击性异能分类 极深系异能 是直接作用于天命者的身体 像王仲山的异能 就是极深系 只要不属于元素 与极深两大类的 都会归于特异系异能 这类异能强得非常强 弱得非常弱 是高低差距最大的异能分类 而测能日的存在 就是对天命者的异能 进行精准分类 并按照作用进行强度评级 从高到低 分别是A B C B E F五个等级 大多数天命者都是F级异能 只能在特能斯打打杂 或者去治安斯当个小领导 E级就比较可以了 可以在特能斯当个小队队长 D级则是可以担任 特能斯的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在网上的几个等级 就属于安统斯了 至于A网上 李晨秋也不知道 因为他正在问 朱叔 那A网上还有吗 李晨秋凑过身问道 朱成想了想到 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网上有一些不靠谱的消息 你想听吗 想听 李晨秋好奇地点了点头 据说在安统斯内藏着一块石刻 那石刻上 写了许多诡异非凡的异能 前几年 还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些 关于石刻的消息 说这是神明异能的序列表 一旦觉醒石刻上的异能 就能拥有毁天灭地的能力 朱成痴笑道 神明 听到这二字的李晨秋 心跳一致 想到两年前的那句话 成无身 雍子能 重灯神 无名盘古 怨否 羊皮卷和石刻 都有神这个字 两者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 怎么了 朱成瞟了眼副驾驶 这都是网上人瞎说的 联邦史上哪有什么神明 没什么 朱叔 除了这些 那人还说什么了 李晨秋漫不经心地问道 没什么了 哎对了 好像还说了第一序列的异能 那异能叫什么 好像叫自由 很奇怪吧 11号城市街道修得很宽 虽然早上的车辆比较多 但并未发生拥堵的现象 朱成开着车 很快便来到特能寺的门口 李晨秋推门走出车内 抬头朝前方看去 百米长的黑铁门框 屹立在城市中央 在阳光的照射下 泛着要黑色的光泽 如一头钢铁巨兽一样 静静地俯瞰着过往的行人与车辆 一个个持枪士兵站在大门两侧 冰冷的目光像扫描一样 审视着进出的车辆与人群 弄这么个大门 起码得花十几万吧 李晨秋感慨道 朱成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颇为自得地说道 年轻人还是经历的事情少啊 这起码几十万 这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经过两人身边不屑地讥笑道 两个土鳖 这多过千万了 微风轻轻吹拂而过 朱成尴尬地揉了揉鼻子 一声不吭地朝大门口走去 李晨秋见状也跟了上去 在门卫处登记完信息之后 特能寺的工作人员 将两人带到一个长长的走廊内 李晨秋就像个机器人 在走廊各个房间穿梭 被精密的仪器不断扫描着 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李晨秋才到了登记艺能的环节 大概描述一下你的艺能 一个坐在电脑旁的年轻女人 开口说道 站在一旁 朱成怕李晨秋不明白 急忙开口解释道 说一下大概有什么用 工作人员就会给你的艺能命名 并录入数据库 明白 李晨秋点了点头 他的艺能是绝对掌控和积水 这两个肯定不能说出来 在决定当天命者的时候 李晨秋就已经想好自己的艺能了 我的艺能就是力气很大 李晨秋笑着说道 力气很大 女人停下打字的手 诧异地看向李晨秋 普通人在成为天命者时 都会突破到一镜 每个人力气都很大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搞错 力量大就是我的艺能 我看过网上一进的战斗视频 我的力量比他们大 李晨秋肯定道 呃 那大多少 女人转头把目光放到电脑屏幕上 李晨秋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道 大很多 但具体还得看测验 咔咔咔 女人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输完了基本信息 只有命名那一栏是空的 你可以自己起名字 如果不会起名我就给你起了 女人看向李晨秋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叫神力吧 好 你的号码牌是43 去测能场等待吧 李晨秋接过女人递过来的号码牌 到了声泻后 跟着朱成离开了这里 路上 朱成一脸好奇地问道 小秋 你说你力气比一进的能大一些 具体有多大 李晨秋抬头思索了一会儿 认真地开口道 使用权力的话大概接近四进 原来是四进 等等 朱成一个急杀停下脚步 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眸 四进 嗯 随便打打是三进 权力的话是四进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就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你 你没开玩笑吧 权力四进 朱成退后一步 上下打量着李晨秋 他不是不相信李晨秋的人品 而是对方说的话太离谱了 一进便有堪比四进的力量 联邦史上有出现过这种先例吗 反正朱成是不知道的 看到朱成这个反应后 李晨秋并不震惊 自己力量的确是超越了常人的认知 别人不信也很正常 不过 别人信不信是别人的事 自己只要使出权力就好 在今天之前 李晨秋还是想做个低调的天命者 可这个想法 在今早便彻底被朱成打消了 朱成告诉了他一个 快速提升肉身各项技能的办法 那就是 吃成为复苏者的野兽 复苏兽的肉中 蕴含着一种特殊能量 只要食用 便能全方面的提升食用者的肉身 而想得到这种肉 只有四条途径可走 第一种 购买 这种途径 李晨秋根本不带考虑 第二种 去无人区狩猎 这种获取途径太慢了 李晨秋对无人区一无所知 连怎么判断复苏兽都不知道 第三种 加入特能斯或者安统斯 加入之后 联邦会定期发放复苏兽的肉 不过想进这种机构 就必须去军事基地培训学习 培训通过后 才有机会进入特能斯与安统斯 第四种 就是联邦的天命者学院 这类学院致力于培养强大的天命者 为联邦效力 自然会发放复苏兽的肉 而且在学生毕业之后 学院是包分配的 而分配的机构 自然就是特能斯 甚至更好的安统斯 李晨秋所选的 就是第四种途径 这种能提升实力 还能提高社会地位学院 正是他需要的 据李晨秋了解 联邦天命者学院 一共有73所 他的目标就是最强的四大学院 长夜学院 长武学院 战争学院 联邦天元学院 这四所学院的背后 都屹立着联邦的大人物 最后的联邦天元学院 更是由联邦出资创立 每一个学生出来 都是直通安统斯 一步登天 路上 尽管李晨秋 重复了好几次自己的实力 可诸诚主打一个坚定 一直否定 再一直追问 后来李晨秋也干脆不说了 别人不信 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特能寺的办公大楼后 有一块面积 顶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广场的地面 由黑色的钢铁铺设而成 在阳光的炙烤下发烫 发热 一台台看着很高大上的仪器 分别摆放在广场各处 穿戴整齐的工作人员 站在各个仪器旁边 不知在调试些什么 此时 一大群形形色色 年龄不一的人 聚集在广场的一处角落 扎堆议论着 不知道这次 我的议能能不能上个地 要是地的话 我这一辈子就不愁了 你想屁呢 就你那议能 还能被凭上地 做梦呢 说话客气点 我听说各个学员 负责招生的人都看着这里呢 听说我们这些人中 有好几个元素系的议能者 还有一个实力很强的特异系 关心那些有啥用 你当好你的背景板 众人议论纷纷 脸上或多或少都带些紧张 与此同时 一道人影 从广场入口处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李晨秋 由于测能场 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 朱成只能去荧幕厅 去观看李晨秋的表现 李晨秋站在原地 扫了眼聚集在一起的众人 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毫无波澜 太弱了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些人加起来也打不过他 怪不得特能斯这么无能 原来不仅思同烂 底下的人也弱 李晨秋轻声喃喃道 随后一个人孤独地靠在墙壁上 闭目仰神 李晨秋之所以这么说 倒不是嘴太咸了 而是他想试试 那边的荧幕厅 能不能监听到自己的话 之所以不打电话直接问 是因为进场后 工作人员就告诉他 手机必须静音 不能拿出来 所以他只好开启静音震动模式 要是那边能监听到自己说的话 朱成应该会给自己打发短信 或者打电话 手机自然而然就会震动 如李晨秋所料 他手中拿着的号码牌 是一个小型麦克风 加上广场监控全覆盖 他的话 他的样子 此刻都被投放在了银幕厅上 克能斯 银幕厅 巨大的幕幕前 鼠 百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里面 李晨秋的声音通过音响 回荡在大厅之中 待到这个画面切过以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到坐在第二排的宫然之上 宫然面色尴尬地揉了揉鼻子 在手机主界面来回滑动 露出一副深思的样子 此刻的宫然 终于体会到电视上说的 如坐针毡是什么意思了 实在是太TM折磨人了 一旁坐着的张空贴道 马天九不满地开口道 此人是负责战争学院招生的老师 这口气是真狂啊 把画面切回到那小子身上去 我要看他 长夜学院的徐一 也笑着开口道 怎么了 你想要这小子 马天九疑惑地开口问道 徐一文言 翻了翻手中的资料册 当看到李晨秋的异能后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神力 增幅力量 异能上限太低了 长武学院的负责人高兴 听到这话眉头一挑 好普通的异能啊 我还以为他和齐明月一样 拽着手机 一直用短信轰炸着李晨秋 和朱成一样 此时的弓然也很慌张 紧张地盯着荧幕 生怕李晨秋再说出什么 让他坐立不安的京剧 侧能场上 李晨秋感受到自己的手机 在口袋里震动后 缓缓睁开双眸 原来真的能监听到自己的声音 明白了这一点后 李晨秋嘴里勾起一道若有若无的笑意 虽然现在还杀不了弓然 但当着众人的面 损损他 还是挺好玩的 于是乎 李晨秋抬起脑袋 看向蔚蓝的天空 感慨道 能在十一号城市 当上特能斯的司统 这也算得上是大人物了 这弓然到底有什么本事呢 说到这里 李晨秋摸着下巴 脸上露出思索的神色 与此同时 坐在荧幕厅的弓然 已经汗流加倍了 他紧张地扣着椅子的扶手 不安地朝张空道 赶紧开始 让人维持一下场上的纪律 好 张空点头应了一声 然后朝荧幕厅外走去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再思索了一番后 李晨秋双眸骤然放亮 这弓然虽然论能力比不过张空 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靠吃软饭年纪轻轻 就当上司统 而且为人还极度理性 连自己儿子的死活都不顾 稳稳坐在后方运筹帷幄 最后虽然复苏者也没杀死 儿子也没救下 好在他自己活下来了 不知道我这张脸 能不能吃上软饭啊 李晨秋一脸羡慕 眼中满是憧憬 荧幕厅内 所有人的目光 又再次聚焦到公然身上 就连坐在第一排几个大牢 也不例外 公司统 这小孩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马天九一脸八卦地转过身 他没想到 看着这么平平无奇的人 能这么狠 虎毒还不食子呢 这比虎还毒啊 嗨嗨 公然面色难看得干咳两声 目光像阴笋一样 看向马天九 我孩子就在昨夜离世 您就这么想接我伤疤吗 马天九面色一僵 闪闪一笑 冒昧了 说吧 他便转过身 继续看向大荧幕 在广场上响起 所有测能人员在场中央集合 按序号排练 众人听到声音后 都陆陆续续朝广场中央走去 李晨秋见状 也放下了继续损的想法 朝广场中央走去 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在广场中央 出现了三只人数不一的队伍 一只队伍只有三人 两男一女 这是元素系异能的队伍 另一只队伍有八个人 这是特异系异能的队伍 而李晨秋所在的队伍 是人最多的 足足43人 这是极深系异能的队伍 此时的李晨秋 正站在这只队伍的末尾 嗯 李晨秋目光穿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特异系队伍里的一个 与他差不多大的年轻男子 那是他的死党 齐明月 两人家住在一栋楼里 从幼儿园到小学 初中 高中都是在一起的 互相打闹成了常态 结伴回家成了习惯 加上齐明月也是单亲家庭 对方的爸爸与李晨秋母亲 有种还未戳破的倾诉 两人的关系 就好像亲兄弟一样 亲密无间 一时间 李晨秋的神情有些恍惚 古井无波的眼中 泛起了一片不起眼的涟漪 他下意识地迈出脚步 但很快又收了回来 目光平静地看向前方 过去无法挽留 也无需追忆 当李晨秋成为复苏者的时候 他和人类 就已经是靠近 但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了 这时 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 站在队伍最前方 扯着嗓子喊道 测能场 管住自己的嘴巴 不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尤其是站在 集身队伍里最后面的那位 他叫马前 是这次测能日的总负责人 在说完这句话后 马前眼神犀利地 看向李晨秋 一时间 那些不明所以的人 也顺着马前的目光 看向李晨秋 一双双大大的眼睛中 满是疑惑与好奇 面对众人的注视 李晨秋疑惑地指了指自己 我吗 马前冷声回应 不要疑问别人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后 马前继续说道 记住自己所在的位置 测能并不是统一进行 先进行元素戏 之后特意 集身最后 所有元素戏的人跟我来 其他人自由活动 想观看的 也可以来看看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元素戏异能的威力 谁不想看啊 李晨秋也不例外 他还挺好奇 自己的积水 和别人的元素戏异能 差距有多少 在马前的带领下 一群人来到广场的左脚 银色的地面 与周围格格不入 半米高的黑铁护栏 将此地团团围住 一块高五米的银色正方体 一号 进去 在众人注视下 一个打扮文静的少女 走出人群 跨过护栏 走进银色场地 滋滋 下一秒 一阵电流声响起 没等重 人反应过来 四道蓝色的射线 从场地的边角窜起 在15米高的时候 停了下来 随后朝两边延伸 连接在空中 勾勒出一个深蓝色的正方形 正方形成形的瞬间 淡蓝色的透明光幕 以焦点蔓延而出 将整个场地彻底笼罩 这 女孩茫然无措地站在里面 转头看向马前 不用担心 屏障是为了保护你 也是保护其他人 听好了 全力轰击侧能梯 就是那个正方体 一分钟后 它会显示 你的异能评级 马前指着银色铁块说道 好 女孩点了点头 闭着眼 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与呼吸 侧能竟然是这么侧的 我还以为是两人PK 谁赢谁评级就高 你当这是街头打架呢 现在是科技时代 就是的 特 不要大声议论 马前转过身冷喝道 这一嗓子 直接让场上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不敢大声议论说话了 侧灯台上 女孩长输一口气 那双身黑的瞳孔 在这一刻 逐渐朝冰蓝色靠拢 噼里啪啦的脆响 在它周身响起 一块块冰扎在空中凝聚 在女孩的操控下 汇聚在一起 化作一根根尖利的冰锥 卧槽 竟然是水元素的变种元素 冰元素 冰元素的攻击能力 比水元素强得多呀 站在角落的李晨秋 瞳孔微微一颤 盯着女孩的凝聚出的冰锥 久久回不过神 与他人所看到的不同 此刻在李晨秋的眼中 那一排排冰锥 像是精神分裂了一样 一会儿变成流动的水漂浮在空 一会儿又转变成坚硬的冰块 散发着阵阵寒意 怎么会这样 李晨秋在心中暗道 为什么自己所看到的 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 呼 沉闷的破空声响起 冰锥们撕裂眼前白色寒雾 冲向侧能梯 碰碰碰 冰锥像汉不畏死的勇士一样 一个接一个地撞在侧能梯上 碰撞的瞬间 变碎成晶莹的冰渣朝周围飞溅 可冰锥的破坏力 对于侧能梯来说 就像棉花一样绵软无力 连一道浅浅的痕迹都难以留下 女孩见状咬紧牙关 双手对准侧能梯 全力催动着异能 一根根冰锥成形 飞射 破碎 周而复始 他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站在远处的李承秋 神情也越来越专注 在李承秋眼中 眼前的一切仿佛 都放慢了一百倍 那飞溅的冰渣 在空中碰撞 破碎 再碰撞 再破碎 在一切都仿佛要归零的时候 他眼前的空间 好像视频卡顿一般 在冰与水之间抽拉 随后在某一刻开始回退 破碎 碰撞 再破碎 在某一瞬间 李承秋的脑袋猛的一阵 就仿佛燥热的房间里 突然没了一面墙一样 豁然开朗 原来可以转化啊 李承秋嘴角微微勾起 在心中暗暗说道 此刻在他的眼前 有一粒肉眼不可插的冰渣 微微飘过 可这一切 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一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女孩的双手无力垂落 疲惫跪倒在地 与此同时 侧能梯发出一阵滋滋电流声 蓝色的线条像心绿线一样 在侧能梯光面的表面起伏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个大大易出现在侧能梯上 看到的这一幕的女孩脸上 脸上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 一百个天命哲理 可能只有五六个元素系 八九个一等级的异能 一个人能两者兼得 说是百里挑一都不为过 不错 如果有一项加入我们特能斯 我可以帮你联系军事基地培训 马前温和的笑了笑 和之前的模样 判若两人 谢谢 我会考虑的 女孩明媚一笑 跨出了护栏 站在了一旁 等会结束之后 各个天命哲学院 都会来这里招生 他自然得等一等 见女孩离开侧能台后 一时间有许多人 都朝那边围了过去 只有极少数站在原地不动 李晨秋与齐明月就在其中 由于人少的缘故 两人的之间再无格当 不知是命运的驱使 还是下意识的行为 两人的同时偏头 两道冰冷的视线 碰撞了在了一起 不过转瞬之间 李晨秋就挪开了眼睛 平静地看向前方 随着二号侧能者上场 众人才随之散开 将两人之间的空间再次填满 李晨秋双手插兜离开人群 朝一旁的阴影处走去 等他刚靠着墙壁坐下来时 一阵脚步声游远至近 停在了李晨秋面前 出现在李晨秋眼前的 是一双灰白色的破旧的运动鞋 他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脸 不过两年的时间而已 齐明月的五官还是那么俊朗 不过却少了一些东西 少年的眼睛再不似星星闪亮 只剩下一片灰暗的天空 那张阳光自信的笑脸 如今却像冰块一样 不尽人情 你有事吗 李晨秋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齐明月微微一愣 冰冷的脸上 硬挤出一抹笑容 没事 就是莫名觉得你挺熟悉的 好像在哪里见过 齐明月一边说着 一边坐在了李晨秋身旁 我一直待在十一号城市 或许我们在哪里碰过面吧 李晨秋微微一笑 齐明月点了点头 或许吧 我叫齐明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晨秋 尘是下沉的 秋是秋天的秋 李晨秋站起身 看向侧能台那边 不知道这次的元素 蜥蜴能是什么 要一起去看吗 不了 我对那些不是很感兴趣 齐明月摇了摇头 客气地拒绝了李晨秋 那我过去看了 说着 李晨秋便转身离去 她不敢在齐明月身边待着 不是因为不想 而是不敢 齐明月对她太熟悉了 准确地说 是对陈修太熟悉了 两年的时间 李晨秋改变了很多以前的习惯 但她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而这些遗漏的地方 会不会被齐明月抓住 她不敢赌 看着李晨秋离开的背影 齐明月嘴里低声喃喃道 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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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灰暗的眼眸中 有了一丝的不起眼的亮光 这个人的灵魂 为什么和她这么像 是自己的异能看错了吗 会看错吗 齐明月在心 钟问道 可并无人能解答她的疑问 之后的两个元素系天命者 并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 都是平平无奇的F 没有掀起任何浪花 相比于元素系 特异系倒是惹得不少欢声笑语 什么奇葩的异能都有 比如可以让头发 变成乌鸦漫天飞翔 皮肤短暂消失 血液可以变成泡泡糖 为了测试这些奇葩的异能 马前带着人在测能场 一会儿去那边 一会儿又去那边 毫不麻烦 奔波了一个小时后 特异系的测能 终于接近了尾声 只剩下了一个人 8号 齐明月 马前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齐明月名字响起的一瞬间 原本有无精打采的众人 纷纷提起精神 将目光放到 站在人群最后的 那个少年身上 不止如此 荧幕厅内的众人 也坐直了身子 期待地看着 大荧幕上的齐明月 魂无首 可操纵敌人的灵魂 控制敌人的行为 马天九看着资料册 自言自语道 世界上真的有灵魂 这一说法吗 徐一疑惑道 谁知道呢 慢慢看 测能场上 齐明月台双眸青台 传过人群朝前走去 众人见状 纷纷朝两边退去 盯着齐明月的背影 议论纷纷 这就是那个 传得很厉害的天命者吗 就是他 今天早上我刚到特能斯 就见他被一群 学院招生的人围着 真的假的 招生不是在 测能结束后才进行吗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要真遇到了不得了的异能 谁会在意规则 李晨秋双手插兜 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谈论 可那冷漠的样子 就像个局外人一样 即使站在人群中 也显得格格不入 在马前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一片空旷的区域 和前几次不同 这里没有巨大的测能梯 也没有各种奇怪的仪器 只有几个神情严肃的 特能队员站在这里 长官 都准备好了 为首的特能队员 走到马前说道 马前点了点头 朝身后喝道 所有人站在50米外的范围 不要靠近 众人虽然不解 但还是乖乖朝后退去 很快空旷的场地上 就只剩下齐明月 与马前一伙人 场上 齐明月看着马前道 要用人来实验我的异能吗 马前摇了摇头 这些人都是一镜 你只要能控制其中一个人 完成我所指定的动作 我们就会安排复苏者与你战斗 根据你的表现进行评级 齐明月文言 眉头微微皱起 复苏兽不行吗 没有复苏兽 准备好了就开始吧 马前退到齐明月的身后 站在50米开外的众人 并听不到马前与齐明月交谈的声音 只能看到 两人嘴巴不停的动弹 这是干啥呢 来这么多人 不是要测能吗 一气呢 不知道 是不是他的异能太特殊了 无法测试 我觉得 没等那人说完 一道猖狂的大笑声 突然在场上响起 众人纹身看去 只见一个特能队员 像是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一样 弯着腰 用手大力地拍着膝盖 这 怎么 有人问道 无人回应 因为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除了李晨秋 这人眼神似乎有些奇怪 李晨秋目光深邃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狂笑之人 他发现 那人虽然笑得很大声 动作也很自然 但那双眼睛 却看不出一点愉悦 这人不是你找的演员吧 长夜学院的徐一沉申问道 声音中是掩饰不住的惊骇 他原本以为 资料厕所说的控制 就是简单地骚扰一下敌人的行为 小幅度地控制一下敌人动作 但没想到所谓的控制 能控制得这么彻底 这些人都是随机抽取的 应该不是演员吧 公然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那被操控的人笑得太自然 动作也自然 完全不像一个被操纵的人 一时间 他也不敢往下定论 如果这人不是演员的话 那这异能也太惊骇了吧 这铜镜之中谁是对手 再强的攻击和再完美的防御 也挡不住这诡异的手段 不止如此 如此细致如微的操纵 若利用得当 对联邦来说 可是一件大杀器啊 荧幕厅内一片哗然 坐在第一排的陈学山 皱起眉头 这小子资料册上 写的是三天前觉醒 可正常人觉醒异能后 起码也得熟悉很久吧 他为什么能运用得如此娴熟 此人是天元联邦学院的 此次招生负责人 你别老一神一鬼的 人家说不定就是天赋好 就是的 你既然觉得他心思不纯 不招就好 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心思 场上各个学院的负责人 纷纷为齐明月发声 陈学山无力反驳 只好默默忍受 侧能场上 齐明月指着狂笑的人 转身看向马前 可以了吗 这 马前瞳孔阵战 一会儿看看齐明月 一会儿看看不断狂笑的手下 周围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一些对齐明月抱有怀疑的人 更是上手摇了摇 被他操控的人 可那人就像机器人一样 重复着自己大笑的使命 见无人回应自己 齐明月再次开口道 可以了吗 嗯 可以了 马前后之后绝对点了点头 对身旁的手下吩咐道 带他去吧 如果复苏者有异动 立刻肃清 好 很快 一群人便带着齐明月 离开了侧能场 那个一直狂笑的特能队员 也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送走齐明月后 马前来到众人身前 接下来进行的 是集身系异能的评级 按 马组长 那个人不是还没玩评级吗 没等马前把话说完 便有人开口 打断了他的话 马前闻言眉头 皱成穿字 正要发火 但在看到说话之人 是先前那个冰元素的女孩后 脸上的表情多云转情 笑着回答道 齐明月的异能比较特殊 需要去其他地方评级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集身系的人排好队 接下来 我宣布一件事情 密集嘈杂的脚步声响起 不一会儿的功夫众人 便排好了队伍 李晨秋依旧稳稳地站在最后面 马前清了清嗓 道 集身系的评级比较简单 我们分三个队伍 进行统一评级 速度型的站我左手边 力量型的站我右手边 防御型的站我中间 开始吧 话音刚落 整齐的队伍便散了开了 大多数人面面相去 并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 我异能是可以伸长鼻子 这算防御还是力量 这怎么选 瞳孔变色算速度行吗 速度 如果觉得自己异能没有用 那就选一个你自认为比较强的 不要磨磨叽叽站在原地 马前不耐烦地说道 在马前的催促下 几分钟后 四十多人很快都选好了 自己异能的类型 只有一个人例外 李晨秋抿着嘴唇 站在最后方 眼神不断在三个队伍之间 来回徘徊 你怎么回事 马前凌厉的目光 落到李晨秋身上 不选 等我给你选吗 兄弟 要是不知道 选啥就选力量吧 这个选的人多 一个年轻人 朝李晨秋喊道 李晨秋没有回应对方 而是直直看着马前 我觉得我三个类型都不错 所以能都选吗 什么 马前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我说 不管是力量 还是速度 还是防御 我的异能都挺擅长的 我能三个一起测吗 李晨秋再次重复道 马前细血一笑 你是不是异能没什么特点 所以想三个类型都测一遍 取当中评级最高的 为自己的异能评级 此话一出 场上众人恍然大悟 我草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这小子贼呀 不选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服了 现在我离开队伍 还来得及吗 想辟吃呢你 都选了 还能让你重新选 一时间 仓促选择的人脸上 都露出懊悔的神色 秉持着我没占到这个便宜 别人也不能占到这个便宜的原则 他们大声反驳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这么做就是破坏规则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 觉得自己异能费 就随便选一个 三个都是一遍 也八成都是F 丢那个人干啥 赶紧选 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李晨秋也不会在意跳梁小丑 与此同时 荧幕厅里也不太安静 有意思啊 虽然这小子没啥实力 但脑袋转得很快啊 明明资料册上写的 异能指向性这么强 就是力气大 那选力量不就好了 搞这么多花样 可能就是想给自己 多准备几条路 你们在这看吧 我出去透透气 战争学院的马天九 伸了一个懒腰 离开座位 慢悠悠地朝门口走去 有些调急 出去上个厕所 长夜学院的徐一 揉了揉小腹 也朝门口走出 两人这一走 明眼人都看清了 此中深意 于是乎 突然肚子饿了 出去买个包子 眼睛好酸啊 出去放放眼 坐久了 屁股受不了啊 出去站一站 荧幕厅内 前排的人一个 接一个离场 只有后几排的人 稳如泰山 没一个擅自离开的 坐在最后一排的 朱成挠了挠头 小心翼翼地用手 戳了戳 坐在他旁边的青年 年轻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人怎么都走了啊 青年淡淡地 看了朱成一眼 随后又把视线 放到了荧幕上 提前离场 是为了去争 那个齐明月 啊 这测能不是还没结束吗 朱成一脸猛逼地问道 青年撑着脑袋 有些疲惫地说道 元素系和特异系评完等级 和结束就差不多了 级身上线都很低 40人连翼都很难出几个 有什么看的必要 那为啥后面几排不去争呢 朱成清澈的眼中 满是愚蠢 仿佛下一秒就要溢出来 青年无语地瞥了眼朱成 他们又竞争不过 去了野市当背景版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去 朱成继续追问道 青年攥紧拳头 我不想去 你觉得行不行 那也行 毕竟人各有志 测能场上 马前静静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也如此 在思索了几秒钟后 马前冷声道 可以 规则允许 力量型的人最多 你第一个测力量 然后再去速度和防御 这样我们也能早点下班 李晨秋点了点头 谢谢通融 说完 李晨秋便走到了 力量型队伍的最前方站了下来 我去 我 好了别说了 你就算测三个 也是一样的结果 与其在这里超超 不如多思考思考等 会如何取巧 唉 那人望着李晨秋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力量型由于人最多 由马前亲自带队 其他队伍则是别的工作人员 很快 在马前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先前元素系的测能台上 显然 力量型的评级地点也是这里 和之前的规则一样 进去攻击测能梯 一分钟后会显示评级 你进去吧 马前以命令的口吻 对李晨秋喝道 李晨秋文言也没有在意 跨过护栏 走到测能梯面前 调整好呼吸就开始 别摸蹭 后面还有二十多号人呢 马前大声喊道 李晨秋伸手摸了摸测能体 转头看着马前 说出一句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这测能梯接什么 要是我把他打换 这不要我赔吧 场上鸦雀无声 几秒之后 一道吃笑声在人群中响起 这笑声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 安静瞬间被打破 各种讥讽的声音蜂拥而至 这小子是不是想当网红啊 故意这么搞事 弄傻子人设 一级的兵元素 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一点痕迹 他是怎么敢问出这话的 说实话 要是他不是装的 而是真傻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人的 你老公 骂人不带这么脏的 不仅这里笑声一片 荧幕厅也是如此 哈哈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趣啊 年轻的时候我和他一样狂 觉得自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后来被我老师打了一顿 这个病就好了 说不准这孩子是真有实力呢 你看他多淡定的 一点慌了都没有 的确 就算不走天命者这条路 去上电影学院 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相比于其他人的欢笑 朱成则是满脸紧张 双手静静攥着裤子 一旁坐着的青年健壮问道 怎么了 这小子你认识 朱成头也不转的点了点头 嗯 我带他来的 哼哼 他实力如何 青年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但他说自己很强 我也觉得他很强 但他说的强比我想的强还强一些 可能会有点强 但这个强应该低于他自己说的强 比较接近 我说的强 但应该是强的 嗯 青年嘴角一抽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相声 站在侧能台一边 马前见李晨秋一直看着自己 笑道 你看我干啥 你倒是打呀 你还没告诉我这 用不用我赔钱 李晨秋平生说道 你用全力打 打坏了我赔 和你没半点关系 马前机笑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二的人 一进打坏侧能梯 这是把自己当超人了吗 听到满意的答复后 李晨秋才放下心来 将自己左腿的膝盖 提于胸前 相比于拳头 膝盖其实破坏力更大 硬度更高 一点破面 比拳头更加合适 碰 李晨秋的膝盖 像炮弹撞向侧能梯 刺耳的音爆声 骤然在场上响起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侧能梯像豆腐块一样 以瞬息之势 砰的一下 像烟花般炸开 锋利的碎片 缠绕着蓝色的电流 朝四周积湿而去 平静地开口道 这个算什么等级 无人应答 所有人都像被雷劈了一样 嘴唇不断震战 却难以发出任何声音 马前也是如此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 好像被什么撞了一样 嗡嗡作响 无法思考 无法动弹 荧幕厅内 原本欢声笑语的众人 都沉默不语 瞪着眼睛呆呆地盯着屏幕 那一双双眼珠子 仿佛下一秒就要掉下来似的 坐在最后一排的青年 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大荧幕 同时用手 扯了扯朱成的胳膊 大哥 这家伙是 一剑 朱成没有回应对方 他此刻脑子也乱得厉害 李晨秋先前说的话 像魔鹰一般 在他耳边来回走动 正常 三进 全力接近四进 这尼玛真没说假话 朱成颤颤巍巍地说道 他的声音 在安静的大厅里 格外地清楚 突然 倒数第二排 一位中年女人站了起来 揉着小腹 朝大门小跑而去 嘴里还不停嘟囔着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 女人的离去 仿佛打开了某种开关 后面几排的人 不断有人站起 以各种花里胡哨的借口 离开萤幕厅 随着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剩下的人连借口都不愿意找了 直接撒腿往外跑 场上 只有特能斯的众人 还安静地坐在原地 龚统斯 就在公然还没回过神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后方传来 将他拉回现实 啊 怎么了 公然后之后觉得转过头 龚统斯 这人消息希望 您不要告诉前几排走的那些人 他们有七明月就够了 那人在说完这句话后 便紧跟他人的步伐 跑出大厅 侧能台上 李晨秋拍了拍灰尘 一步一步走出爆炸中心 他的身影 也在众人眼中的越来越清晰 见无人回应自己 李晨秋再次开口 这个算什么等级 两番询问下 马前的声带终于有直觉 这 这 不知道啊 一语惊起千层浪 所有人终于回过神来 一双双情绪复杂的眼神 紧紧盯着李晨秋 有震撼 有畏惧 有茫然 这 碎了 我没看错吧 你没看错 真的碎了 一级的元素系 连在上面流痕都做不到 这一个西顶碎了 开玩笑吧 尼玛这是一镜 谁家一镜这么离谱 李晨秋文言 淡淡看了那些人一眼 一瞬间 对上李晨秋眼睛的人 都下意识地朝后退去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敬畏 对力量的敬畏 李晨秋跳出护栏 迈步朝马前走去 看到这一幕的马前 心中没来由地恐慌起来 脚下一软就要倒下的时候 被李晨秋伸手抓住 你不是负责评级的人吗 我应该凭什么 你不清楚吗 李晨秋有黑的眸子 居高临下地看着马前 马前磕磕巴巴半天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李晨秋露出一道和善的笑容 你怕我干什么 这里人这么多 我又不可能杀了你 你有什么可怕 我的评级是什么 此刻马前的心里是茫然 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李晨秋的话 这就好比一个小孩 正在吃棒棒糖 一个中年大汉 跑过来 直接徒手捏碎棒棒糖 然后一脸和善地问 孩子 你觉得我的握力是多少 孩子能知道什么 孩子只知道大汉能一拳打死他 马前沉默了许久后 最终小声开口道 这个 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 得让更上面的人来评级 马前手指朝天 僵硬的脸上 硬挤出一抹笑容 那我如今的实力 加入四大学院其中一所的话 你觉得难度大吗 李晨秋再次问道 李晨秋不是很喜欢抛头露面 如果凭打碎测能体能 稳进四大学院的话 他也不想再去测速赌和防御了 啊 马前听到李晨秋的话后 神情一震 仿佛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见对方是这个反应 李晨秋眉头微微皱起 还是有点悬吗 呃 不是 马前急忙摇了摇头 如果您真的是一镜的话 这实力应该是您挑四大学院 而不是四大学院挑您 真的 李晨秋眼中露出一抹怀疑之色 我不会骗人的 马前神情真挚地说道 李晨秋听到这话 嘴角微微勾起 吃 前他还以为四大学院很难进呢 毕竟网上的网友都说 四大学院是万里挑一 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进去 他没想到 自己光测的力量就随便选了 门槛有点低呀 就在李晨秋准备开口询问 四个学院的招生示意时 一个穿着制服的青年 急匆匆地从远处跑了过来 青年在马前一米外停了下来 怯生生地看了眼李晨秋后 朝马前汇报道 组长测能场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要见这位一面 青年用眼神示意李晨秋 是学院的那些人吗 马前出声问道 青年点了点头 马前见状看向李晨秋 你要去看看吗 闲着也是闲着 我去看看 李晨秋说完 便迈步朝广场大门走去 留给众人的 只有一道销售的背影 此时的广场门口 黑压压一片都是人 这些人胳膊挤胳膊 身子挤身子 伸长脖子盯着广场大门的方向 当李晨秋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时 每个人的眼中 仿佛有一轮太阳冉冉升起 快 按计划行事 站在人群最前方的老者 抬臂朝前 话音刚落 两道黑影从人群之中窜出 直直奔向李晨秋 看着像土匪一样 朝自己奔来的两人 李晨秋眯起的眼睛中 闪过一丝戒备 藏于袖中的手掌 不自觉地握紧 呼 一阵狂风吹拂而过 两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男人 停在了李晨秋的面前 没等李晨秋开口 其中一个男人笑嘻嘻伸出双手 隔着袖子 抓住李晨秋的手 神情激动地说道 本人比一幕上更帅啊 李晨秋你好 我是南齐学院 十一号城市的招生负责人 你好你好 我是原落学院 在十一号城市的招生负责人 你好 另一人也凑上来说道 呃 你们好 李晨秋后之后 绝对点了点头 四十多所学院 都等着与你详谈呢 快走吧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聊 这里太吵了 不太方便 说话的同时 两人走到李晨秋的两边 用胳膊穿过李晨秋的腋下 硬生生地将其架了起来 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带着你走 你不要害怕 话落 两人双脚快速交替 如风一般 架着一脸猛逼的李晨秋 朝广场大门口跑去 虽然李晨秋心中有些不解 但并没有反抗 他要想离开的话 没有人能拦住 当一行三人来到广场门口的时候 堵在门口的众人纷纷散开 车在门口 我们快一些 能坐下吗 没问题 快走 好 都跟上 几人快速交流了一番 随后浩浩荡荡的四十人 就跟在李晨秋的屁股后面 朝特能斯门口跑去 一路畅通无阻 所有特能斯的人 纷纷避让 这突如其来的一系列事情 让李晨秋脑袋一时间 都有些转不过来 他眼神怀疑地 看向身旁的男人 你们真的是学院的招生部的人吗 我怎么感觉 你们有点像绑架犯啊 你别紧张 我们不是绑架犯 如果是绑架犯的话 那些特能斯的人 怎么会对我们视而不见呢 男人一边跑着 一边笑着 那为啥 你放心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绝对没有迫害的意思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看着男人那真挚且坚定的眼神 李晨秋才暂时放下了心中的怀疑 很快 一伙人带着李晨秋 坐进一辆宽敞的大巴车内 待到最后一个人上车之后 司机一脚油门 飞速驶离了特能斯的大门口 在大巴车行驶到一条 空旷无车的公路上时 司机头也不回地大声喊道 快 黄骏 用你的异能隐藏大巴车 车厢内 一个瘦弱的男子站了起来 将他的手掌贴在了车窗上 然后 无事发声 当然 这只是车内无事发声 宽广的公路上 以每小时75千米的速度行驶的大巴车 颜色越来越淡 就好像被呼啸而过的疾风 刮掉了油彩一般 最终在一处测速摄像头下 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有轰鸣的车声不曾消失 证明着他的存在 十点半 特能斯 哈哈 属于战争学院的 终究是战争学院的 去那么多人有啥用 不如在荧幕厅里谢谢 齐明月不过一个B罢了 你有啥可得意的 我师哥昨天告诉我 他在89号城市招了一个A 你们这一届有A吗 哟哟哟 谁刚才当着齐明月面说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你是万中无一天才 长夜学院会因为你的加入彭毕生辉 你会成为流民校使的人 而且他的异能可能不只是B 只是特能斯只能给他测到B 小徐子羡慕吗 我羡慕你大眼 你特 好了 没招的就没招的 能不能有点气度 就是 44岁的人了 跟个小孩一样 还骂人 长夜学院的人均素质 真是有待提高啊 你 杂乱的脚步声与议论声 从荧幕厅外传来 紧接着 浩浩荡荡一大堆人 从荧幕厅大门口走了进来 这些人 正是最开始离开荧幕厅的那伙人 大家伙 我马天九刚才招 哎 满面春风的马天九 走进荧幕厅刚想炫耀 映入眼帘的 只有空荡荡的席位 只有特能斯那边 还坐着些人 哎 人怎么都不见了 是测能已经结束了吗 紧跟其后的徐一疑惑道 你眼睛是瞎了吗 没看到荧幕上 还在进行评计吗 估计八成有什么 C或B的急身系出现吧 一个C B急得急身 就让这些人走完了 哎 这些吊车尾的学院招生 也不容易啊 说着话的功夫 他们便回到了 自己先前的座位上 公然一伙人很默契的 都不吭声 如打一个你不问我就不说 你问了 我也不明确地说 毕竟得罪人的这种事情 谁都不想做 这时候 刚坐下的徐一 转头看向公然 公司桶 啥异能等级 把他们都吸引走了 我看资料册里好 像也没有很特别的急身系呢 常务学院的高薪 翻看着手中的资料册 呃 就是一个贫瘠有些模糊的人 公然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模糊 马天九眉头一挑 颇为好奇道 谁模糊 公然有些心虚地偏过头 这个 就是一个异能朴实无华的年轻人 哈哈 是他们不让您告诉我们吧 怕我们抢人 有人笑着说道 公然文言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但这副模样 也算是变相承认了 这些人啊 真是太低估我了 一个急身系而已 就算再出色 我也不至于连策能都没结束就离开 确实 就算那人再优秀 还能比过我的奇迷越不成 哈哈 马天九自得地笑道 完全没注意到 特能思议伙人不正常的神色 几分钟过后 一个女子有些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一直都是速度和防御的策能 力量呢 啊 公然直起身子 嘴角有些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 是啊 力量的策能更有趣一些 公司统方力量嘛 有人附和道 公然揉了揉鼻子 那个 力量型的策能梯坏了 坏了 天元联邦学院的陈学山 眉头皱起 策能梯的安统司空运过来的 使用寿命有100年 怎么会坏了呢 确实是坏了 策能的时候 不小心被人弄坏了 坐在一旁的张空 先一步开口道 张空说的没错 不小心坏了 公然点了点头 公司统 被人不小心弄坏了 陈学山脑门上 写了几个大大的问号 随后继续说道 能不能调一下监控 让我看看 我精通机械维修方面的知识 不是大问题我都能修好 不然策能不结束 我按规矩也不能走 这个 可能问题有些大 啥意思 什么叫问题有点大 陈学山眼中满事不解 随后冲着操控荧幕的 工作人员喊道 让我看看策能梯的情况 站在操控台上的工作人员 面色有些难看 求助式地看向公然 公然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点了点头 随着荧幕微微一闪 一幅画面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一片狼藉的策能台上 一个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搬运着策能梯的碎片 黄色的警戒线 已经将四周全面封锁 黄色警戒线外 那些天命者 正看着破碎的策能梯 议论纷纷 荧幕厅的各大学院负责人 看到这荧幕沉默了 这叫被人不小心弄坏了 这是咋了 是策能梯出故障自爆了吗 策能梯 好像还没有自爆的先例吧 公司统 李学山咽了口口水 有些不敢置信道 你确定 这不是被炸弹炸的 而是被人不小心破坏的 公然面色有些不自然 确实是被人不小心给破坏了 李学山压下心中的惊骇 再次冲操控荧幕的工作人员喊道 让我看看 谁把策能梯弄坏的 真是奇了怪了 一个一进的策能 还能引发策能梯的程序故障 从而爆炸 放吧 公然点了点头 隐藏到现在 他已经尽力了 大荧幕再次一闪 李晨秋测能的 画面出现在大荧幕上 此刻画面中的李晨秋 正询问着 马前弄坏测能梯 要不要赔钱 诶 怎么是这个小子 是他弄坏的测能梯吗 李学山看着资料 测上李晨秋的详细资料 神力 这一能 也不可能引发测能梯的程序故障 从而自爆啊 公司统 他是违规用什么玄器了吗 在复苏者出现以后 一些平平无奇的器具 也发生了异变 拥有了匪夷所思的能力 这类器具被统称为玄器 意味玄妙的器具 只要生活在人类社会 不管是谁 都或多或少 对玄器有些了解 身为司统的公然 肯定也不例外 公然低头回忆了一会儿 语气有些不坚定道 我觉得应该 这小子要出手了 马天九环抱双手 好奇地看着荧幕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视线 都会聚到了荧幕上 公然的话 自然也就没人在意了 用膝盖嘛 膝盖虽然威力大 但论灵活与速度 远不如拳头 侧能踢是按累计 伤害评级的 这小子连这些都不清楚吗 昌武学院的高薪 失望地摇了摇头 如此平庸的异能 用技巧也改变不了什么 说的也是 不过这小子用什么 碰 那人话还没说完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 从音响里传来 荧幕上的侧能踢 像豆腐块一样 瞬息之间炸得粉碎 所有人都猛了 各个学院的招生负责人 面容僵硬 那瞳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放大 即使是早就看过 这一幕的特能斯众人 此刻心中也满是震惊 高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眼中是仿佛要凝聚成 实质的机动 弓 弓丝筒 这人 真的是一镜吗 四大学院之中 只有他们昌武学院 崇尚集身系 崇尚肉搏 但集身系不比其他系 异能上限太低了 以至于强大集身系 天命者少之又少 往年B等级的 集身系异能 都几乎绝技 更别说像李晨秋这种 极大可能是A的集身系 此刻的高薪 感觉李晨秋 就是自己的一道曙光 照亮了他的前途 这个小子 他无论如何都要拿下 听到高薪的话后 公然言辞迟疑道 应该是 毕竟侧静仪是这么说的 哈哈 高薪咧嘴大笑道 这人注定是我们昌武学院的 大家卖我个面子 其他人这时也缓过神 激动地站起身来 相比于齐明月 那不确定的A级艺能 眼前这个小子的艺能等级 绝对是实打实的A 你面子能值几个钱 这种人才 明明更适合我们战争学院 齐明月都被你招走了 你能不能要点脸 我 好了 别吵了 徐一打断了两人对骂 转头看向公然 那孩子现在在哪里 文言 一道道火辣辣的视线 落到了公然身上 像是一头头没吃饭的 恶狼一般 公然被盯着胆寒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走了 走了 徐一皱紧眉头 高兴握拳猛地砸在座位上 神情愤怒道 这些臭不要脸的公司筒 他们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 但应该是在方圆百里之内的 公然的声音越来越小 高兴胸腔不断起伏 脸色油白瞬间变得通红 我草啊 这些狗东西 说完 高兴迈着大步离开 朝大门外走去 其他人也是如此 和西酒店 顶层 总统套房 柔软的真皮的沙发上 李晨秋坐在上面 整个屁股都仿佛要陷了进去 在李晨秋的周身一米之外 密密麻麻都是人 或坐或站着 但有一点 他们是相同的 就是每个人都 洋溢着灿烂的笑脸 我有点不明白 只是讨论事情而已 为啥要从市区开到郊区 这真的不是绑架吗 李晨秋口吻迟疑 怎么会是绑架呢 你见过绑架 把人绑到总统套房 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立刻有人反驳道 的确不太像绑架 李晨秋眉宇间露出思索之色 有点像捉迷藏 你们是不是怕 我被其他学院招走 所以才把我带到这里 众人听到这话后 脸上的笑容 都变得牵强了几分 常舞学院的负责人 有在这里吗 李晨秋垂谋问道 无人回应 长夜学院的负责人 有在这里吗 无人回应 那前世的学院有一所吗 依旧无人回应 李晨秋面色一黑 起身正要离去的时候 却被一个男人拽住胳膊 还在 小学院有小学院的好 你听我们讲讲 又不损失什么 如果你满意 那自然是极好 不满意 我们就送你回去 了解了解总没坏处 文言李晨秋 站在原地厮索了一会儿 自己来都来的 听你好像也不损失什么 想到这里 李晨秋又坐了回去 看着众人道 那你们说说吧 众人面色一喜 拉着李晨秋的胳膊 露了起来 你想想 那些排名靠前的学院 是不是有很多天才 你进入那些学院 是独一无二的吗 学院会把你当做宝一样 培养你吗 就是的 他们不把你当宝 我们当啊 你来了就是全院的宝 资源全是你的 所有人都能为你服务 你想想 那四大学院能做到这些吗 除了师资力量 我们比不过 但其他 我们都能给你更好的 你想吃什么复苏寿 只要学院有 都是你的 不限量 假如你来越南学院 你不需要住学生宿舍 你和导师一起住别墅里 你想和谁住 就和谁住 他们都是花大饼的 我来说说实际 一个小时之后 以后你和你的妻子 有了孩子 上学问题就完全不用操心 事宜中周围的学区房 都是咱们学院的资产 咦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从门口传来 原本嘈杂的房间 瞬间安静了下来 听得昏昏欲睡的李晨秋 看向门口 是不是那些人找过来了 不会吧 我不是把大巴车 变透明了吗 是啊 就算能找到 也不至于这么快吧 众人小声地议论道 但谁都没有起身 去开门的意思 我知道你们都在里面 开个门 让我凑凑热闹 一道年轻的声音 从门外响起 房间内的众人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人撞着胆问道 你谁啊 摘星李树 门外的年轻人平静道 轻飘飘的四个字 却像惊雷一般 在众人脑海中炸响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不开门 我可叫阴闯哦 年轻男子的声音 带着一丝细血 闻言 站在靠近门口的年轻女子 回头看了众人一眼 见无人吭声 也无人反对 便咔嚓一声 扭开门把手 房门被人推开 一个年轻俊朗的男子 笑着走了进来 在其身后 还跟着一个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李晨秋认识 不正是开车 带自己来特能斯的朱成吗 朱说 你怎么来这了 李晨秋一脸好奇地问道 朱成有些居住的冲中人笑了笑 随后才看向李晨秋 我是跟这个孩子来的 没错 是我带朱叔来这里的 年轻男子催然一笑 缓步走到李晨秋面前 伸出自己的手 自我介绍一下 摘星学院李树 普通居民 李晨秋 李晨秋伸出手 与李树卧在了一起 在李晨秋那深邃的毛子底下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眼前这个眉眼弯弯的年轻男子很强 很棘手 哎哟 巧了 还是本家啊 李树和善地笑了笑 随后收回手 看向房间内的其他人 你们讲完了吗 讲完了 该我讲了 空气中沉没了几秒之后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 直起身子道 我们讲得差不多了 你讲吧 谢谢了 李树双手合十到了声谢 然后毫不客气地 坐在了李晨秋的旁边 是不是没听过摘星学院 李树声音低沉 李晨秋疑惑地点了点头 按理说 能让这些人如此惧怕 这所学院应该在联邦名列前茅 可他并没有听过摘星学院 这所天命者学院 李树似乎并不意外 开口解释道 摘星学院准确来说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院 所以 他并不进入天命者学院的排行 加上学院并不在城市之中 知道他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院 李晨秋眉宇间 露出一丝不解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学院就是一所普通的学院 非传统都是外界 对我们学院的看法 在座各位 有想说说自己心中 对摘星的看法吗 先前的老者文言 慢吞吞地开口道 既然你想让我告诉这个孩子 那我就说说吧 之后的时间里 老者将摘星学院 彻底探开在了李晨秋的面前 摘星学院 这是一所毕业率 只有32%的学院 之所以毕业率低 并不是因为课程难 而是大多数人 都活不到拿毕业证的那天 摘星学院坚信 只有徘徊在死亡线上 才能真正激发出 一个人的全部潜能 所以他们鼓励杀戮 鼓励争夺 学院派发的任务 都直接与安统斯对接 所有资源全靠自己抢 谁抢谁做老师 谁抢谁制定规则 这就是所谓的摘星学院 一个凌驾于 联邦律法之上的学院 房间内 李晨秋疑惑地朝老者问道 联邦怎么能允许一所学院 凌驾于法律之上 没等老者说话 李树先一步开口道 从摘星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都在联邦身居要职 这届安统斯的司统 是从摘星学院走出来的 联邦上一届总统 也是从摘星学院走出来的 听完李树的这句话 李晨秋瞬间恍然大悟 怪不得能凌驾于律法之上 搞半天上面都是自己人啊 虽然摘星环境恶劣 但你若强大 那时便是天堂 怎么选看你 若是想去的话 去楼下3012找我 说完 瞬间热闹了起来 孩子 你可千万不要 被那李树说的所蛊惑啊 摘星那地方就不是人呆的 里面都是好战的疯子 就是 而且摘星都是强制 要求学生接任务的 那些任务 都是特能斯解决不了 人给安统斯的 你现在不过一镜 还没什么背景 怎么对付那些复苏者 人得先好好活着 再考虑变强 你就算不加入摘星 以后也能走得很长远 有很好的生活 别被什么总统司统冲昏头脑 那都是骗人的 众人苦口婆心地劝道 李晨秋摇了摇头 您说错了 我只有先变强 才能好好活着 谢谢你们的招待 李晨秋站起身 对众人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房间 李晨秋来到李树所说的门牌号前 犹豫了一会儿后 敲响了房门 咔嚓一声门开了 李树的头从门框伸了出来 咧嘴笑道 嘿嘿 我就知道你会来 进来吧 李晨秋推门而入 和李树一起坐在了沙发上 我想变强 摘星学院很适合我 我想加入摘星学院 李树鸣嘴一笑 将桌子上的一杯咖啡 推到李晨秋面前 欢迎你 不过摘星和其他学院不同 并不是邀请了 就能直接加入 需要完成学院入院考核 考核通过才能加入 什么考核 李晨秋挑眉问道 现阶段我也不清楚 毕竟考核是学院决定的 之后我会发短信通知你 李树摇了摇头 随后站起身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 李晨秋回应道 没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毕竟我来这边 李树从口袋中 掏出一张黑色的房卡 放在了桌子上 你在特能斯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估计住的地方不会太清静 在这里避避风头 你老板和你那个兄弟诸成 已经在去街的路上了 谢谢了 李晨秋到了声线 举手之劳 李树随意地摆了摆手 脉步离开了房间 空荡荡的房间 就只剩下李晨秋一人 他躺在沙发上 有黑明亮的眼睛 直直看着天花板 摘星 有意 他大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高 熟悉的铃声再次响起 李晨秋接听电话放在耳边 喂 臭小子 你他妈干什么了 店里面怎么来了这么多记者 我二哥没跟你说 我去测能的事情吗 你还好一提这件事 你二哥 现在还撅着屁股在床上躺的呢 你别急 人人有份 李晨秋面色一黑 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之后的时间里 李晨秋给李济细细解释了 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在李济即将骂娘的时候 急忙挂断了电话 呼 李晨秋长舒一口气 面对李济这个老头 他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无力感 轻松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接近十二点钟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传来 躺在沙发上的李晨秋浑身一震 极不情愿地走到房门前 转动门把手 三张他熟悉的脸 出现在李晨秋的眼前 一脸阴沉的李济 扶着屁股的李青夏 面向憨厚的朱成 小脸 恭喜啊 以后发达了 记得来治安司做做 人我送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朱成笑着说道 不过他的笑 不再像之前那样干净 多了几分距离感 等一下 朱说 李晨秋急忙伸手 抓住朱成的胳膊 这都快中午了 在这吃个饭休息休息再走吧 他不能让朱成走掉 这要一走 李济骂起人来 可就再无限制了 啊 这不好吧 朱成有些扭捏道 李济面色温和地看向朱成 您送我们过来 我们请吃顿饭是应该的 是啊 一起吃吧 我在网上搜过了 这家酒店三十层网上的客房吃饭 是免费的 不吃白不吃 李晨秋给李青夏使了个眼色 两个非常有默契的 将朱成拉进房间 李济也面色阴沉的跟了上去 为了防止房间气压过低 李晨秋打开电视机 放了个喜剧电影 如李晨秋所料 在朱成限制下 李济果然没有撒泼 这些大酒店就是高级啊 点餐都是用平板下单 服务员直接配送到房间 嘖嘖 李青夏捧着酒店的平板电脑 惊叹道 多点些肉 李晨秋嘱咐了一声 OK 李青夏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声 指头不断在屏幕敲击起来 很快 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被人端到房间 右耳的香味飘荡在房间里 李济与朱成克套了一番后 随后几人开始用餐 嘖嘖 这味道就是好啊 和外面 苍蝇馆子 做的就是不一样 朱成笑着称赞道 李济点了点头 是啊 这炒饭不知道为啥 感觉比我 B 没等李济把话说完 餐桌前正在播放电影的电视机 突然画面一闪 一个打扮端庄的女主持人 出现在了屏幕上 大家好 我是特能斯情报处的对外负责人 杨华 近日 我是出现一只危险系数极高的复苏者 为了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 特能斯决定公布 这只复苏者的信息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要关闭电视机 认真观看 女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屏幕上的画面一闪 一个晃动不已的视频 开始在电视机前播放 赫然就是李晨秋 昨夜在桥头的 与特能斯战斗的视频 餐桌上 四人手上的动作同时一顿 抬起了头来 李济与李清夏 下意识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不过这一幕 并没有被一旁朱成察觉到 视频里 李晨秋操控着水滴 像在行走在雨夜的死神一样 收割着一条条人命 真是太可怕了 朱成皱紧眉头 一只行动小组 就这么轻飘飘全死 嗨嗨 李济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几声 凝重地附和道 是啊 太可怕了 真没想到十一号城市 隐藏着这么可怕的复苏者 朱成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每次一想到这只复苏者 现在还隐藏在民众之中 我就几倍发凉 我现在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时 就总会产生 这只复苏者 就在我附近盯着我的错觉 此话一出 李济与李清夏 以肉眼可见的幅度震战了一下 连带着餐桌 都小幅度晃了一下 你们怎么了 朱成关切地问道 李清夏应急出一抹笑容 呃 就是听说你这么一说 心里莫名有点害怕 总觉得房间甚得慌 坐在朱成旁边的李晨秋 面色古怪地看了朱成一眼 他现在真想对朱成说一句 你错觉真准 有啥害怕的 这房间就我们四个人 那只复苏者 难不成能变成陈秋的模样 坐在我旁边 和我们一起吃饭不成 朱成乐呵呵地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噗 这一次李晨秋也绷不住了 刚喝进嘴里的饮料 一下子喷了出来 哎 你怎么了 朱成关切地拍了拍李晨秋的后背 扯下一张纸巾递到李晨秋面前 没事 就是刚喝了一口水 被朱叔你一拍 刚好枪住了 李晨秋接过纸巾擦了擦嘴巴 抱歉抱歉 我这人下手没个轻重 你别放在心上 朱成充满歉意地说道 没事没事 朱叔你继续看新闻吧 这种有关群众安全的新闻报道 你要关注啊 李晨秋摆了摆手 他是真怕这位再说下去 把自己的牢底都给揭穿了 吃饭吃饭 再不吃凉了 李济夹着一块肥肉 放到朱成碗里 您怎么给我加菜啊 这多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多吃饭 少说话 电视里的视频并不长 短短几分钟而已 很快就结束了 画面一闪 主持人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这只复苏者 在杀死第四行动小组后 挟持人质退到了桥上 由于当时桥上的监控都被损毁 我们没有桥上的视频 但是我们请到了 当时作战总指挥张空 为大家以还原当时的情况 有请 主持人看向自己左侧的方向 身材魁梧的张空 从屏幕左侧 走到了主持人旁边 神情严肃地正对电视屏幕 大家好 我是那次行动的总指挥张空 接下来由我复述一下 当时的那时候 张空面色沉重 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恐惧与痛苦 当时我们海陆空全面部署 将这只复苏者彻底包围 本以为能将其肃清 可 可我们太低估这只复苏者了 他根本不想与我们谈判 直接杀死了人质 震怒之下 我下达肃清命令 直升机导弹倾巢而出 面对这些威力恐怖的导弹 这只复苏者谈笑之间 直接用手抓住一枚导弹 硬生生用手捏爆 而且毫发无伤 其他的导弹 也被他用水流禁锢在空中 原地爆炸 这场爆炸 直接炸毁了卢江大桥 就在我想指挥部队 发动第二轮进攻时 我看到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张空沉默了 他用手撑着自己的额头 将上半张脸藏于阴影下 半分钟过后才开口道 用水流铸成的飞机 和悬空坦克 将我们团团包围 没有活路 完全就是待宰的羔羊 就在我以为 特能斯要全军覆没的时候 那只复苏者细血一笑 扇了我几个巴掌 说出了一句 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杀了你们多没有意思啊 我要让你们活在我的阴影之下 让特能斯恐惧于我 让整个城市恐惧于我 说完 他整个人化作漫天雨滴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到最后 张空的声音 已经止不住地站立起来 要不是有身旁的女主持人扶着他 恐怕张空都要瘫倒在地了 谢谢张空张指挥 为我们讲述桥上所发生的一切 请来几个人 将张空张指挥扶下去 坐在电视机前的李晨秋 瞪大眼睛 咀嚼食物的速度 都变成了慢速 这尼玛是自己干的 用水变出飞机坦克 徒手捏爆导弹 一念禁锢所有导弹 自己要有这么强干嘛 还等雨天 直接大晴天 就单枪匹马杀上特能斯了 这不是瞎胡扯吗 此时 李继与李晨夏二人的眼珠子 同时朝李晨秋的方向看去 漆黑的瞳孔下 是汹涌的惊骇与质疑 自家小秋子 实力这么离谱吗 害人听闻啊 这只复苏者 竟然这么强大 朱成惊讶地放下碗筷 眉毛与眼睛 因为惊恐都仿佛拧在了一起 应该没这么厉害吧 总感觉有点扯啊 李晨秋 佯装平静地开口道 朱成义正言辞地说道 特能斯不会骗人的 这是关民众的安全 的确 在大是大非面前 特能斯不会骗人 李晨秋认同道 电视上 在张空被人扶下去后 主持人杨华平静地说道 特能斯已经将这只复苏者的消息 上报安统斯 安统斯的灾害评级部 已经完成了 对这只复苏者的灾害评定 大家请看 杨华侧身站到一旁 身后的电子屏幕亮了起来 李晨秋当时的容貌和信息 出现在了电子屏幕上 编号 096灾水 灾害等级 高位 异能等级 A 晋级 五晋之上 地狱 11号城市 虽然这只复苏者格外强大 但请大家切莫恐慌 安统斯已经受理这次高位灾害 很快便有小队前来诉清 若大家在城市中发现灾水的踪迹 请及时联系特能斯 再见 B 电视屏幕一闪 电影继续正常播放 房间内却异常安静 李晨秋抿着嘴唇 表面镇静 内心却翻江倒海 太特么离谱了 自己现如今就三进接近四进的事 李 这怎么能平到五进以上的 这也就罢了 最严重的是这个高危灾害 高危灾害这四个字 所代表的分量太重了 倒不是说它怕了 只是高危的会很麻烦 除去别的不说 就单说集水这个异能 基本就是灾水的活招牌 不能随便用了 毕竟安统斯的情报调查能力 格外的离谱 据说早些年 一只高危灾害 用自己的异能 在无人区烤了一只野猪吃 安统斯根据这条线索跋涉千里 在98号城市 将这只高危灾害诉清 当然 其中有夸大的成分 但这也侧面说明了 安统斯强大 高危啊 朱成站起身 11号城市出了一只高危灾害 估计治安司现在都快忙疯了 我得回去一趟 吃完再去呗 这还没吃几口呢 李继客套了一句 已经吃得很饱了 谢谢款待 李晨秋擦了擦嘴 站起身来 我送送朱叔 李晨秋将朱成送到车上 之后才回到了酒店房间 刚一进门 他便察觉到 空气近乎凝滞了一般 压抑寂静 李继还保持着 李晨秋出门前的姿势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在听到门口的动静时 李继僵硬地转过头去 一瞬间 李晨秋感觉自己 仿佛被什么怪兽盯上一样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李晨秋 你压的是袋鼠吗 这么 正当李继要张口骂的时候 李晨秋将手指抵在嘴唇前 比了个虚声的手势 并用手指点了点墙壁 隔墙有耳 这就是李晨秋所要表达的意思 李继恶狠狠瞪了李晨秋一眼 又坐回了椅子上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无所顾忌地说话 要是没被人发现还好 一旦发现 那可就无法在人类社会中生存 李继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轻重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小秋子赶紧过来一起吃 李清夏小跑上前 拉着李晨秋的手 坐在椅子上 笑着在餐桌上继续道 这几天呢 我们就好好待在这里 吃好喝好 老板你都多长时间没休息了 趁这次机会 好好休息休息 李继白了李清下一眼 吃饭 屁话争夺 之后的几天 外界的舆论声越来越大 李晨秋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像冉冉升起的星星一样 一夜之间 占据了11号城市的 所有的新闻头条 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 讨论的对象 这炒饭店都几天不营业了 我还想着 去见识见识 那个天命者呢 怎么可能营业 你看那四面八方 都埋伏着记者 隔壁的酒店 全被那些学院招生的人住满了 这种情况怎么营业 一拳打抱曾能踢 这是真变态啊 我要是能成为 这样的天命者就好了 回去多喝酒 梦里啥都有 话说这李晨秋的身世 还真是可怜啊 从小被父母遗弃 在垃圾堆里捡饭吃 就这么一点点长大 现如今被炒饭店收养 才算有了一个家 也算是苦尽甘来吧 受了这么多苦 以后总算能过上好日子了 然后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口中的那个 在垃圾堆里捡饭的孩子 早就饿死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了 不过他的样貌还存在着 并被取了李晨秋这个名字 外界风风雨雨 酒店安安静静 三人都老老实实地不曾外出 全心全意把心思放在吃上面 尤其是李晨秋 如果没在睡觉 那就一定在吃肉 倒不是李晨秋想占这个便宜 而是因为几天前的一通电话 在送走诸城后的那天下午 李晨秋便接到了治安寺无山的电话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DNA数据库里并没有找到对应的人 也就是说 那天夜里在四楼旅店房间的那人 极大概率是复苏者或者天命者 在那之后 他又通过李清夏了解到 11号城市的几所高中 为了缓解高三学生的备考压力 组织了一场沟火晚会 晚会的地点被定在北黄山 而时间正是旅店日历上 被圈起的4月16号 这也表明旅店里的那个神秘人目标的 并不是他 而是第四高级中学 什么人会偷偷摸摸地监视着第四高级中学 并且特意在日历上圈出4月16号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有所图谋的人 至于这个人是保护学生的天命者 还是想屠杀学生的复苏者 李晨秋不在乎 他只在乎一点 要对几千多名学生下手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4月16号的北黄山 可能会有一镜之上的生命大量出没 宫殿必克想要上色 他需要杀戮 北黄山或许是提升实力的一块跳板 为了迎接这场不确定的战斗 吃肉补充生命能量 提高身体机能 就是李晨秋现在唯一能做的 酒店房间里 李晨秋端着一杯咖啡 坐在落地窗前 从高处俯视着像蚂蚁一样的人类 三点钟的阳光 透过玻璃折射在他的脸上 让那双弹幕的眼眸 多了一丝虚假的温度 李清夏从沙发上走过来 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大巴车的停靠点发给我了 我们过去吧 李晨秋一口喝完杯中的咖啡 站起身道 你把位置发给我 我一个人过去就好 一个人 李清夏眉头一挑 谁告诉你就一个人了 我也登记了 李晨秋诧异地转过身 你也要去北黄山上当保安 对啊 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 一共七小时 就能拿二百五十块钱 还包吃住 包接送 这种日节兼职 我怎么能错过 李清夏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别去了 在酒店陪陪老板 让我看看地址说着 李晨秋便伸手 抓向李清夏的手机 干啥 李清夏退后一步 我去不去 还能有你决定 你不过一个弟弟罢了 还能管着我 你 李晨秋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打人的冲动 心平气和道 这次北黄山之行 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你去了不安全 李清夏文言 眼睛眯起 陈生问道 什么危险 不知道 反正有危险 李晨秋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可能会十分危险 那你去个毛线 你不能去 李清夏语气坚定地说道 同时趁着李晨秋 没反应过来 直接删除了手机上的地址信息 地址我删了 坚持你别想去了 你要敢自己单独去 北黄山我就 告诉老板 李晨秋 你二十几的人了 怎么跟个小孩一样 我今天肯定是要去的 你告不告诉我 地址并不影响什么 无非是方便与不方便的问题 李晨秋口吻坚决 你你 既然知道危险 还去干什么 李晨秋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为啥不能去 对我来说又不危险 反而有好处 李清夏犹豫了一会儿 随后硬着头皮道 那我也要去 我得看着你 二哥 你自己什么水平 心里没点数吗 要是遇到危险 我来不及保护你 你怎么办 我眼睛看得比你远 还需要你保护我 有危险 我早跑了 在李清夏的距离力争之下 李晨秋最终答应了下来 两人在给李济留了一张字条后 便前往了接送保安车辆的停靠点 宽广的马路边 五辆尚未发动的大巴车停在这里 戴着口罩的李晨秋 看到这一幕 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朝身旁的李清夏问道 这五辆车都是拉保安的吗 我咋知道 等会过去问问 李清夏嘀咕了一句 带着李晨秋 走到了一辆大巴车的车门前 姓名 蹲在车前的一个社会青年 头也不抬的问道 李大山 这个是我弟弟 李大海 李清夏笑着指了指李晨秋 因为李晨秋太出名的缘故 所以李清夏登记信息的时候 用的都是假名字 李晨秋戴口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至于为什么不变换样貌 不是李晨秋不想 而是不能这么做 11号城市城区监控基本全覆盖 李晨秋的身影 会一直暴露在监控下 就算他变了样子 也没办法真正的隐形 要真有人想去调查他 顺藤摸瓜 肯定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而且有很大可能暴露 他能变换容貌的能力 甚至会让有心之人 联系到凭空出现的灾水 上次卢江大桥之所以没被发现 是因为李晨秋 提前在卢江岸边买好衣服 通过江流 躲开所有监控 前往卢江大桥进行作案 所以事后特能斯 才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而这次行动没有卢江 既然如此 还不如随便遮掩一下 大大方方的好 在北黄山上遇到复苏者 就大大方方的露出真面目肃清 遇到天命者就找机会杀 反正山上监控不是很多 只要不留痕迹就好 李大山李大海 我找找 社会青年的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拨弄着 找到了 去车上等吧 十分钟后发车 嗯 麻烦了 李清夏应了一声 率先走进车门 李晨秋不留痕迹的看了眼青年 随后迈步跨向车门 就在他弯着腰走进车门刹那 一股让人心悸的良意 从他的脚底板升起 李晨秋脚下动作一顿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平静地跟着李清夏 坐在了最后一排的空座位上 大巴车内大概有四十多个座位 只空着两三个座位 基本已经被坐满 李晨秋垂眸看向窗外 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 从上车起 他的心脏就不知为何加快地跳动 神经也因此紧绷起来 就好像身体感受到什么威胁 开始从各方面提醒自己保持警惕 可车厢内并没有什么异常 睡觉的睡觉 看手机的看手机 说话的说话 一切都很安详 嘿嘿 我找的兼职不错吧 还车接车送 李清夏用胳膊肘推了推李晨秋 李晨秋抱着双臂往里缩了缩 我二哥就是厉害 十一号城市无所 突然 李晨秋的声音戛然而止 瞳孔骤然一缩 转头朝对面的连坐望去 那边 一个戴着半矿眼镜 样貌文周周的青年 靠窗坐着 百般无聊地刷着短视频 就在刚刚 李晨秋察觉到 有人看了自己一眼 那种感觉他很熟悉 阴冷的同时 带着淡淡的杀意 就和上次旅店的那道目光一样 李清夏察觉到李晨秋的异常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了 看到一个熟悉的朋友 我去打个招呼 李晨秋随意地应付了一句 侧身从里面的座位走了出来 来到青年旁边坐了下来 青年诧异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随后继续若无其事地 看起了手机 李清夏隔着过道 摇了摇李晨秋的胳膊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那个纹皱皱的青年 并摆出一副疑惑的神色 李晨秋摇了摇头 用眼神示意李清夏 别多管闲事 且李清夏撇了撇嘴 转过头去 不再搭理李晨秋 时间缓缓流逝 十分钟的时间内 又上来几名男子 坐满了整个车厢 社会青年走上车吆喝道 要发车了 大家系好安全带 说完便坐到了驾驶位 再热了一会车后 一脚油门发动了车辆 朝北黄山驶去 李晨秋在系好安全带后 侧目望了旁边的青年一眼 见对方对此毫无反应后 他就用手撑着下巴 侧着脑袋一言不发地看着对方 一分钟之后 青年脸上露出一抹厌恶之色 轻声说道 我不是gay 李晨秋咧嘴一笑 我也不是gay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青年推了推自己的近况 头也不转地问道 哼哼 因为你也曾偷看我呀 李晨秋眉眼微微弯起 旅店那次 你忘了吗 此话一出 青年滑动着视频的手停顿了一下 但脸色却没有一丝异常 他放下手机 疑惑地看向李晨秋 什么旅店 我是脑子有问题吗 跟一个男的去开房 李晨秋闻言面色如常 笛声问道 我问你 你在旅店圈的4月16日 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在北黄山做什么 你是不是有兵啊 什么圈起来的4月16日 还我要去北黄山做什么 我做兼职我做什么 青年毫不客气地骂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杀不了你啊 复苏者 李晨秋神情逐渐冰冷下来 伸手抓住青年的手掌后 用指尖直接划破 青年瞳孔一颤 握紧拳头就要抽出来 可李晨秋的手掌 就像螃蟹的钳子一样 不可撼动 两秒之后 那到血痕周围的皮肤 微微如动 眨眼之间便恢复如初 只有鲜红的血液 证明着刚才不是幻觉 看你力量不过是个二进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撒谎 我问什么 就说什么 明白吗 李晨秋灿烂一笑 青年嘴角勾起 你是特能斯的人 还是安统斯的人 你是不是没搞明白 自己的处境啊 李晨秋询问道 难道你明白了吗 青年眼中闪过一丝轻面 话落的瞬间 几十道视线汇聚到 李晨秋的身上 他的心跳声 也在此刻加速跳动 青年在听到 李晨秋的心跳声后 满意地笑道 心跳得好快啊 我都听到了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碰巧来到这里的 一个猛夫而已 你领你的钱 我们做我们的事 我们相安无事 别想闹什么幺蛾子 不然就算你是 顶尖的三进实力 也得死 青年戏血一笑 抽出了自己的手掌 继续若无其事 刷起短视频 但青年并不知道的是 心跳加快 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害怕 另一种则是兴奋 李晨秋那双 有黑的眼眸之中 流露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兴奋 在这抹兴奋之中 甚至能看到 一丝若有若无的疯狂 长久的压抑 和汹涌的仇恨 早就潜移默化地 改变了李晨秋的内心 疯狂才是 他灵魂最深处的底色 大巴车在行驶了 半个小时后 终于到达了山顶 在司机的吆喝下 众人陆陆续续低下了车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 停车场旁边 是一栋六层高的酒店 两百多人在下了车后 便被一个中年男人 带到了一处空地 李晨秋带着李清夏 站在人群最后方 不停地打量着其他人 那眼神就仿佛 在看一叠叠联邦臂一样 小秋子 刚才在车上怎么回事 你怎么突然之间 被那么多人盯着 李清夏低着头小声问道 刚才车上四十多个人 一半多都是复苏者 他们都是一伙的 我得罪了其中一个复苏者 所有其他复苏者才会看我 李晨秋轻描淡写地说道 哦原来是复苏者啊 怪不 等等 李清夏惊恶地转过头 李晨秋淡定地点了点头 别紧张 他们都不怎么厉害 强的话 我会起鸡皮疙瘩的 有个复苏者能感知到我的实力 但他并不慌张 这点就耐人寻味了 你 李清夏咽了口口水 拉着李晨秋往后走了几步 小声问道 那他们等会 岂不是要对你我下手了 可能会吧 但现在不会 他们应该要执行什么任务 而现在并不方便暴露 李晨秋猜测道 那 那我们赶紧联络特吗 北黄山紧挨无人区的城壁 加上又在山顶 你觉得你能手机还能有信号吗 只能用卫星电话打 但我估计 卫星电话应该也没用 我能想到 他们肯定也能想到 所以 静观其变吧 人群最前方的人见人到齐后 提着喇叭喊道 在我这里领酒店房卡和保安符 领完后回酒店休息休息 到时间了 会有人来叫你们 接下来 众人有序的领取房卡和制服 大部分的人 房间都在一到三层 只有极少数人被分到了六层 李晨秋与李清夏 就被分到了第六层的628 这是一间双人房 位置在走廊的最西侧 也是离楼道口最远的一间房 在弄完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事情后 众人便陆陆续续离开了停车场 李晨秋与李清夏 没有在外面多磨蹭 早早去到了分配的房间 房间的布置很常规 双人床 再带着厕所 李晨秋躺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仿佛在思考什么 完了 电话真打不通 李清夏盯着手机上的信号格说道 人家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给你通风报信的机会 李晨秋无语地白了李清夏一眼 逼了狗了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这里有这么多复苏者 李清夏把手机按在棉被里 转头看向李晨秋 李晨秋坐起身 笑骂道 我没说吗 你压得自己偏要来 我 李清夏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 小秋子 咱们趁他们没想动手快跑吧 说不定还来得及 跑 你去窗边看看酒店四周 看是不是有人在 李晨秋指着窗户说道 李清夏将信将疑地走过去 低头朝周围看去 几秒之后 他的脸色从质疑转变成惊讶 如李晨秋所说 酒店围墙处每隔百米 都蹲着几个闲散青年 吞云吐雾 五辆大巴车上估计有过二百的复苏者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复苏者存在 至于多少 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我们要出去的话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文言 李清夏面色一白 朝后僵硬地退了几步 坐在了床上 李晨秋并没有理会李清夏 自顾自地说道 哥 你说 他们为啥要集结这么多复苏者 所有事情说 到底无非就是利益或仇恨 他们是什么 如果是利益的话 到底是什么利益 能驱动如此多的复苏者 应该不是杀人吃人 或者报复社会这么简单吧 李晨秋越想嘴角里的越大 一旁李清夏越听 面色越白 与此同时 酒店一楼的某个房间内 一个皮肤有黑 体型壮硕的大汉 赤裸着上半身 躺在绵软的床上 两个穿着单薄的女人 跪坐在她的膝盖两侧 颤颤巍巍地按摩着男人的大腿 好好帮我放松放松 说不定我心情一好 你们就能活下去 大汉伸出手 放在其中一个女人的大腿上 肆意地揉捏着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进来 大汉出门口喊了一声 房门缓缓打开 一个模样纹粥粥的青年 走了进来 此人赫然就是先前 坐在李晨秋旁边的那人 万青 有什么事吗 大汉沉声问道 万青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柜坐在床上的 两个女人 大汉不耐地坐起身子 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匕首 以迅雷之势 朝两个女人的驳梗花去 咕哧 鲜红的血液喷进而出 给纯白色的棉被点上 点点烟红 大汉用枕巾擦了擦 见在她脸上的血液 双脚随意一踢 两个女人的尸体 像烂泥一样摔倒在地板上 徐大哥 人都已经安顿好了 万青恭敬地说道 徐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之后按上面的计划行事 对了 让兄弟们都养好精神 今晚可能和新世界 有一场硬仗要打 硬仗 万青眉头微微皱起 我们地府和新世界 这次不是合作关系吗 只是合作打开那个风气箱 箱子里面的东西归谁 那就要靠实力说话了 不然就开箱子这种小事 为啥召集这么多鬼族 甚至让马面大人亲自下场 徐元平静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万青点了点头 对了 徐大哥 您还记得 上次我给您说的事情吗 就是几天前 我的异能感知到一个 顶尖三尽的生命体 怎么了 有出啥问题吗 徐元眉头一挑 万青面色凝重地说道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友谊 那人上大巴车了 而且还发现 我是复苏者的事情 什么 徐元眼神瞬间变得伶俐 是安统斯的人吗 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了 万青眯着眼睛摇了摇头 这人对我们的事情全然不知 形势很莽撞 安统斯不可能干出 这种莽撞的事情 而且 这人胆子很小 我们的人瞪了一眼他后 他就不说话了 徐元松了一口气 缓缓道 那人现在在哪里 被我安顿在酒店的六二八房 万青伸手指了指上方 不是安统斯就一切都好说 等一下你先带一到二楼的兄弟 去找马面大人会合 我合 其他兄弟解决完酒店里的人 就过来找你们会合 徐元嘱咐道 此时的李晨秋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正和李清夏缩着泡面呢 一个小时转瞬即逝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五点半 小秋子 有一些保安出去了 我们也赶紧走吧 站在窗前的李清夏 指着酒店大门说道 人说的 是到时间会通知我们 现在都没通知 你急个傻 躺在床上的李晨秋 随意地开口说道 李清夏一脸焦急地 跑到李晨秋身边 我的意思 我们混入人群之中 然后中途偷偷溜出去 谁要上这破板 说着 李清夏用力拖拽着李晨秋的胳膊 试图将对方从床上拉起来 可李晨秋就像个秤妥一样 稳如泰山般一动不动 你怎么老是 把别人当傻子呢 他们是反派嘛 遇到你这个主角就降致 那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李清夏无奈地说道 谁说等待就是坐以待毙了 李晨秋翻身下床走到窗前 垂眸朝下看去 看来这些人是不打算带我玩了 啊呀 就在这时 一道惊恐的喊叫声 从楼下传来 这道喊叫声的出现 凄厉的尖叫声与打斗声 顺着楼梯激荡在六楼走廊 这 李清夏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身体像绷紧的弦一样 僵硬直挺 小小 秋子 你能打过吗 李清夏慌张地问道 李晨秋文言转过身 轻声道 我能打 不过在他说的打字的时候 声音突然停顿了 李晨秋低头 看向自己裸露在外的胳膊 那白皙的皮肤 此刻泛起类似鸡皮的小疙瘩 这是身体的预警 与此同时 六楼的走廊内 听到动静的人们纷纷打开房门 将头小心翼翼地伸了出来 喽喽 下车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 这年头应该没删斐吧 不会是有复苏者进酒店了吧 此话一出 场上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脸色骤然变得苍白 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怯声声地说道 我去楼梯口看看 说完 男子便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 扶着墙战战兢兢地走到楼梯口 小心点啊 同房间的女生探出脑袋 怯声声地说道 男子转过头 女生微微一笑 放心 噗哧 碰 破肉声与撞击声 不分前后的响起 白色的灰尘 从走廊墙壁飘落 电灯像恐怖片里一样 发出滋滋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闪动 青年的脸就在电灯旁边 那张笑脸在电灯的映射下 以相同的频率闪动着 一米八的高个子 像羽毛一样 在空中不断摇晃 在电灯的照射下 众人不仅看见了青年的样子 也看见了一只舌头 一只洞穿了男子的脑袋 长度延伸到楼梯口的舌头 嘿嘿嘿 提前上来 还是有好处的 一道阴森森的声音 从楼梯口的拐角处传来 伴随着一阵湿塌塌 仿佛鞋底沾了水的脚步声 缓缓响起 一个貌美的年轻女人 从那里走了出来 她张着嘴巴 一滴滴绿色的唾液 从其嘴角流下 细长舌头在空气之中 像蚯蚓一样如动 老公 同房间的女子 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楼梯口的女人 闻声看去 狭长的美眸之中 露出一丝脚狭 秀 下一秒 女人的舌头 像巨蟒一样急速探出 将挡在女人身前的房门 射出了一个小窟窿 直接扑斥一声 洞穿了女人的心脏 既然这么相爱 那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死呢 女人细血地说道 是复苏者 是复苏者 这时 人们终于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框框的关门声 像鞭炮一样 女人嘴角勾起一个诱人的弧度 扭动着腰肢 来到601的房门前 藏好了吗 我要杀你了哦 房间内的中年妇女 听到门外传来的声音后 将自己六岁的女儿 藏在了床底下 小月听话 一定不要出声啊 不出声的话 以后 你爸爸就会天天带你 去游乐园了 妇女将脸贴在冰冷的地板上 用大手紧紧握着女孩的小手 她虽是笑着 但一滴滴眼泪止不住地落在地板上 妈妈 我我害怕 女孩磕磕巴巴地说完 瞳孔的眼睛 就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 晶莹剔透 不要出声 再害怕也不要 说完 妇女便放开了女孩的手掌 跑到卫生间并关上了门 几秒之后 碰 女人一脚踢开房门 迈步走了进来 当她走到卫生间门口的时候 紧闭的门突然打开 紧接着 先前那位中年妇女 双手抓着拖把 朝女人的脑袋砸去 哼 可笑 女人抽出插进妇女脑袋中的手指 倒下 妈 女孩控制不住地喊了一声 她正想要捂着自己嘴巴的时候 一阵湿塌她的脚步声 在她耳边响起 当女孩转过头时 正好对上了女人的侧过来的半张脸 原来还有个漂亮的小女孩啊 女人正要伸手抓向女孩的时候 一阵沉奔的脚步声 从房门外响起 打断了她的动作 601门口 李晨秋双手插都走进房间 一脚踢开挡路的尸体 走到蹲着的女人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 你 李晨秋 女人眼中露出一抹惊讶 李晨秋差一的问到我这么火了吗 连复苏者都听过我的名 秀 没等李晨秋把话说完 女人的舌头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出 就在舌头距离 李晨秋不到十厘米的距离时 她脑袋一歪 与舌头擦肩而过 随后 李晨秋直接伸手抓住女人的舌头 用力一甩 直接将女人扔出房间 砰的一声直直砸在墙壁上 恐怖的力量 让对方身后的墙壁 都变得像蜘蛛网一样 这个复苏者 并不是让她起鸡皮疙瘩的那位 只有出入二进的实力 哈呼哈呼女人喘着粗气 眼中满是惊骇 十一号城市的焦点人物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她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 正要起身朝楼梯口跑去的时候 一阵清风拂过 没等女人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将她的脑袋 喷的一声 直接按进了墙壁之中 李晨秋在按住女人的头颅之后 另一只手握拳 从下往上 砸向女人的下额骨 咔嚓咔嚓 骨头碰撞粉碎在场上响起 女人下巴瞬间变得稀巴烂 两排牙齿在外力的作用下 直接咬断了她自己的舌头 剧烈的疼痛 让她四肢止不住地抽搐起来 嘴里不断发出呜呜的哀号声 复苏者虽然能再生 但这并不代表复苏者不惧疼痛 我问你 你们来北黄山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而来 来了多少人 最强者是什么实力 李晨秋神情冰冷地问道 几秒之后 女人伤势恢复 她眼神阴狠地盯着李晨秋 出声威胁道 你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 放了我 我 郭噪 李晨秋手掌用力一按 砰的一声 将女人的脑袋直接压爆 化成淡淡的血污 杀掉女人后 李晨秋捏着对方的衣服 擦了擦自己带血的手掌 在听到楼梯口那边 杂乱无章的脚步声后 她迈步走了过去 狭小的楼梯间内 复苏者们像揉成一团的蜜蜂一样 朝六楼冲去 他们身上沾满了鲜血 嘴里咀嚼着还未下咽的生肉 每个人的眼中 都充满着贪婪与嗜血 就剩最后一层了 我再吃几个 一定能突破二进 你小子别挤啊 挤什么啊 不挤怎么吃到漂亮的人 最前方的年轻人滋起牙 鲜红的血液 从他牙缝之中慢慢溢出 就在他即将到达楼梯出口的时候 一个青年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李晨秋 李晨秋抬起胳膊 像拍仓一样 抽象复苏者的头颅 砰 下一秒 对方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 碎得稀烂 粘腻的不明状液体 沾满了白色的墙壁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蒙对方身后的复苏者 他神情惊恐地 抓着楼梯间的栏杆 想朝后退去 可身后的其他人 根本不给他机会 将他硬生生挤到了李晨秋面前 我是好 砰 头颅再次爆开 李晨秋甩了甩手上的血液 一步一步朝楼下走去 挡在他面前的复苏者 在刚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就步入前几个复苏者的后尘 在接连杀了七八个复苏者后 其他复苏者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纷纷朝后方喊道 往后退 都往后退 有一四三进的人 他压得 退啊 不想死就别急 在这几声吆喝下 那些疯狂的复苏者 终于恢复了李晨 朝五楼的走廊退去 神情惊惧地盯着楼梯口的方向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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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晨秋踩着血水 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 不是那个A级异能的天命者李晨秋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李晨秋并没有理会众人的疑问 目光锐敏地越过众人 看向走廊尽头 走廊的尽头的房间内 徐元恰好从中走出 他的嘴角还沾着未曾擦干净的血液 似乎是明明有感 徐元在这一刻也转过了脑袋 宁眸看向李晨秋 两人的视线就这样凭空碰撞在了一起 有意思啊 徐元眼中杀一番疼 推开挡在眼前的复苏者 朝李晨秋走去 远处的李晨秋微微一笑 那双骨颈无波的眼眸 有了一丝波动 仿佛有团火焰在水面下若隐若现 对于一个能让自己感到威胁的复苏者 他很好奇 也很兴奋 虽然这里并不是他所定下的最终战场 但事事总无妨 想到这里 李晨秋脚下一动 整个人如箭矢一般飞射而出 杀向走廊内的复苏者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一起 碰 李晨秋一个鞭腿 直接踢爆了对方的脑袋 其他复苏者先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一窝蜂涌向李晨秋 可他们大多都是一镜 只有极少数十二镜 与李晨秋的差距实在太远了 李晨秋就像狼入羊群一般 游刃有余地收割着众人的性命 如入无人之境 可轻松的屠戮 并没让李晨秋眼中有一丝喜悦 反而是疑惑越来越浓 自己昨夜梦里去宫殿看的时候 第二幅必课的上色 已经完成了将近70% 按理说 现如今杀了这么多复苏者 第三个异能 应该已经觉醒了呀 为啥自己却什么都感受不到呢 可李晨秋来不及深思 一股良意从他后背升起 千军一发之际 李晨秋将全身力量都汇聚小腿 一个后撤朝一旁退去 碰 坚硬的水泥地面直接被砸穿 恐怖的波动 将周围的复苏者都震飞了出去 细而觅的小石子像子弹一样 朝四周击尸而去 带起片片血化 灰蒙蒙的烟尘之中 徐元收起自己的拳头 像头野狼般看向李晨秋 不错呀 一个三镜竟然能躲过我的拳头 你也不错 能做到让我退让 李晨秋笑着说道 但他那双眼中满是戒备 他的实力是三镜逼近四镜 而眼前这个男人 却是实打实的四镜 并且也还是四镜之中不弱的存在 哼哼 徐元低声阴沉沉地笑了一声 突然身形一闪撕裂空气 握拳狠狠砸向李晨秋 恐怖的力量在空气中 拔出刺耳的音爆声 面对如此攻击 李晨秋脚尖转动 将后背对准走廊镜头 双臂随意地护在身前 两者碰撞的一刹那 李晨秋双脚朝后一蹬 泄力的同时 借着对方的力朝后飞去 不好 徐元瞬间意识到不对 可等他想伸手要抓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跳 眼看自己即将撞破走廊的玻璃窗 李晨秋扯着嗓子 冲楼上大声喊道 啪 与此同时 提前蹲在六楼的李清夏 咬着牙跳了下来 正正好好落在了李晨秋的背上 两人的身形像一道优美的曲线一般 直直砸落在一辆小轿车的车顶 吓死我了 呼李清夏惊恐地摸着自己的小心脏 还没结束 报警我 李晨秋平静地看向前方 那里 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此时正用阴冷的目光 注视着李晨秋 也是顶尖三尽吗 李晨秋嘴角有了一丝弧度 他凭借自身的第六感 大概了解到了两人的实力 与自己相差不大 在伯仲之间 这时 五楼的徐元走到窗前 目光凛冽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哼哼 李晨秋轻笑一声 我带安统斯向你们问好 话音落下的瞬间 李晨秋使用绝对掌控 将全身上下所有力量 集中在腿部 如一头猎豹般窜出 直接越过那对男女 冲向还未开发过的山林 站在五楼窗前的徐元 在听到这话后 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指着李晨秋离开的方向 大声吼道 都给我去追 说吧 徐元从五楼一跃而下 朝两人离去的方向追去 徐元没有选择 对方说的可能是假话 但也有可能是真话 这堵不起 残阳透过树叶的缝隙 凌乱地散落在地 李晨秋背着李青夏 在树木山林之间穿梭 时而左转 时而右转 时而跳起 时而前行 就像一个捉摸不定的幽灵一样 让身后的那些复苏者 苦不堪言 这小子属猴的吧 离去的方向 朝身边两人吩咐道 你们两人带队 以C型包围圈 朝李晨秋靠拢 记住 我们的目的 不是击杀这小子 别让他下山就行 拖到马面大人 开启节节后 我们就走 明白 那对男女对视了一眼 便各自朝一边跑去 山林之中 李晨秋大口大口的喘息声 沉闷如雷 一颗颗汗珠 从他额头渗出 小秋子 你怎么往这边跑啊 李青夏一脸猛逼地说道 李晨秋目光深邃 语气平稳地说道 这边没监控 就算暴露我复苏者的手段也无妨 二哥 你用你的鼻子瞧瞧 哪里的空气比较湿润 给我指指路 你该不会是想和他们一群人打吧 李青夏语气惊骇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你连他们一能都不知道 你怎么打 李晨秋文言嘴角勾起 眼中闪过一丝新红色的光芒 富贵险中求 绝境逢生才有趣 若凡事都追求稳妥 那我的前路该多无趣啊 此刻 李晨秋的眼中 没有一丝巨异 压抑在最深处的疯狂 彻底暴露了出来 在很多时候 他都是理性的 但理性的也代表着压抑 既然某些事情 已经无法用理性来解决 那便当个疯子吧 在听到李晨秋的话后 李青夏犹豫了一会儿 到十点钟方向 李晨秋点了点头 一个急杀停了下来 对李青夏说 你往两点钟方向跑 为啥 李青夏挠了挠头 带着你我太不方便了 你朝那边跑 我会给你吸引注意力的 加上你自己的异能 活下来问题不大 好悦 李晨秋摆了摆手 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只剩下李青夏一个人 猛逼地站在原地 离开李青夏后 李晨秋恢复到了 自己正常的速度 在路过一些大树的时候 都会将踹斗 巨大的动静在山林里 就像个指路灯一样 吸引着所有人的视线 在跑了十多分钟后 天色稍显倦逸 如大海的幽蓝色 取缔了落日的余晖 李晨秋也终于找到了 自己心心念念的一条小溪流 溪流不宽 连两米都没有 水深更是不到一米 不过这对于李晨秋来说 已经足够了 集水这个异能 说白了就是肆意地玩弄水 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水 虽然李晨秋自身可以深化水 但这个有点费神 简单地说就是 使用多了会头昏脑胀 李晨秋将自己的手机 扔在一旁的草丛后 然后直接跳进溪流 入水的一瞬间 李晨秋直接消失在溪流之中 只有他身上衣服 歪歪扭扭地贴着河床 几分钟之后 徐元带着几十个人 匆匆忙忙地来到小溪边 徐哥 谁里有衣服 一人指着小溪大声喊道 徐元目光如见 身形一动 五根手指如鹰找式地探出水中 抓出一条 内裤 徐元呆呆地看着手中 湿塌塌的内裤 眼中闪过一丝嫌弃 丢进了水中 他身旁的一伙人 也纷纷跳进水中 在水中拿出各种不同的衣物 外套 裤子 袜子 鞋子 这是李晨秋的衣服 他是想干什么 就算想顺着溪流逃跑 也没必要连内裤都脱了吧 徐元目录疑惑 一会儿看看小溪 一会儿看看前方黑暗的山路 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大哥 我们继续往前追吧 反正后方都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他们根本不可能敲咪咪前逃出去 要是有什么情况 不是还有对讲机和信号弹吗 遇到的人也能及时求援 徐元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的对 但这地方得留几个人 我有一种预感 李晨秋可能会回来穿内裤 化作水流藏在水中的李晨秋 心中无语至极 这尼玛是什么神逻辑 不过徐元说的也没错 他等会的确要穿内裤 徐元布置好人员部署后 便很快离开了这里 向更深处跑去 只留三个人 待在这里监视这些衣物 衣服还要监视 人都跑了 谁会回来穿衣服啊 一个年轻男子走到溪流边 百般无聊地向河里扔石子 管他呢 按 咻咻咻 就在这时 三滴水珠从水面击事出 没等三人反应过来 三滴水珠便扑斥一声 洞察了他们的眉心 至此 足 三人死亡后 一道水流带着河床上飘着的衣服 从水面中击事出 转眼之间便化作李晨秋模样 李晨秋看着浑身湿漉漉的衣服 轻轻一抖 一颗颗水珠便在身上飘起 在周围落下 整个人又恢复到了先前清爽的模样 做完这一切后 李晨秋走到一具尸体前 上手扒下对方的保安符 套在自己身上 并一融成了对方的样貌 应该挺像了吧 李晨秋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一念一动 直接操纵溪水 将三人的尸体卷到水里 喷喷几声碾成血污 黑暗的山林之中 一道道黄色的光束 在树林阴影之间摆动 过五十名复苏者 小心翼翼地搜寻李晨秋的踪迹 领头的是 先前的楼下的那个男人 他叫张童 是一位顶尖三进复苏者 哎呀 救命啊 寂静的山林之中 一道惊恐的呼救声突然响起 朝张童这边急速靠近着 戒呗 张童抬起手臂 他身后的复苏者 立马停下脚步 紧张地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很快 一道慌乱的身影 从山林之中冲了出来 见状众人纷纷将手电筒 对着那人所在的方向 他的情况 也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 浑身的衣服破破烂烂 到处都是大口子 鲜红的鲜血流的满身都是 就像电影里的丧尸一般 争鸣可恐 这 这不是薛大勇吗 薛大勇不是在跟着徐哥吗 怎么 怎么成这样了 该不会是徐哥出什么事情了吧 不可能 徐哥可是四近啊 众人有些慌乱的议论道 原本就有些胆怯的心 更加不安 薛大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与众人的距离越拉越近 在距离只剩几十米的时候 不知道是被绊倒还是脱离 他整个人突然朝前扑去 整张脸刻在一块石头上面 咔破 清脆的鼓裂声和血肉粘腻的声音响起 等薛大勇颤巍巍 用手撑起上半身的时候 那张脸早已血肉模糊 鲜血横流 不过几秒之后 这些伤势便当着众人的面缓缓恢复 除了脸上的血迹以外 再无其他 救命 救命 薛大勇朝站在最前方的张同伸出手 见状张同一个闪身来到薛大勇面前 将其拖拽了起来 你不是在跟着徐哥吗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 徐哥呢 薛大勇缓了一会后 才一五一十的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不过再只有前半部分是正确的 后面的完全就是李承秋瞎编的了 没错 此时的薛大勇就是李承秋伪装的 就在我们三段徐哥的吩咐看管内裤的时候 先前那个与李承秋同行的人 从树上突然跳了下来 一言不合就对我动手 他是二进天命者 我们三个联合起来也不是对手 后来 后来 救我一个逃出生天 说到这里 李承秋羞愧地低下了头 毕竟当逃兵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张同文言愤怒地抬脚将李承秋踹倒在地 蠢货 你不是有对讲机和信号弹吗 我 李承秋委屈地指了指自己的衣服 等我从战斗中抽开身享用的时候 都坏了 没办法 我只能往回跑球员 带路 后面人都跟上 张同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见李承秋还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开口骂道 愣着干啥呀 带路呀 李承秋像是被吓到一样 浑身一震 如小鸡卓米般点了点头 哦哦 好好 我这就带路 说完 李承秋便亮亮呛呛地站起身 给众人带起了路 这里离小夕并不远 但前提是走直线 若李承秋不来干涉的话 这伙人想要搜寻到小夕的画起来 要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 这是李承秋无法允许的 他要敢在徐原察觉到异常之前 将这伙人逐个击溃 觉醒自己的第三异能 方才有一战的可能 在李承秋的带领下 很快一行人便来到了小夕旁 即使过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这里的空气还带着淡淡的血腥味 徐童走到小夕旁观察了一下四周 一滴水珠突然在空中凭空凝聚 咻的一声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 伴随着喷的一声 李承秋瞪大眼睛 硬挺挺的摔倒在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就连一旁的张童也不意外 喂 你怎么了 张童用脚踢了踢李承秋 可李承秋并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一个复苏者蹲下身来 拨开李承秋额头前的发丝 终于发现了其眉心处 有一个小小的窟窿 看到这一幕的复苏者瞳孔一缩 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 他好像死了 死了 张童蹲在身来 当看到李承秋额头的小窟窿时 瞳孔骤然缩成针间大小 当着自己的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一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下一秒张童紧张地朝大声喊道 戒备 防御队形 五十多名复苏者立马分成十支队伍 每支队伍相隔十五米左右的距离 这是一个能兼顾到每支队伍 又能避免全军覆没的一个距离 可对于李承秋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用 他又不用近身作战 只要躺在地上 将空气中的水分凝聚成水滴 然后瞄准发射就行了 躺着就把事情干了 场上的空气越来越压抑 风吹树叶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都能让众人神经突然绷紧 安静在此刻 就像死神的沉默 拖得越久 众人的心就越慌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人再次死亡 每一秒都无比煎熬 一分钟后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了 小声地冲张童说道 张哥 要不我们先走吧 这感觉好像也没人啊 张童皱眉犹豫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嗯 先离开这里 按原计划继续搜寻 此话一出 众人提着的心下意识地 就放了下来 而也就在这一刻 李晨秋出手了 秀 微不可查的破风声响起 轻轻地带走几滴烟红 几个复苏者 笑容还未脸去 便永远无法做出下一个表情 倒在了湿润的泥土上 死了 又有人死 那 人话还没有说完 密集如雨般的水珠 便朝众人击尸而去 破肉声在场上接连不断地响起 鲜红的血液像红丝带一样 在夜里迎风飘扬 有人试图用手臂挡住水珠 可根本就是徒劳 水珠无孔不入 只有张童这个三竞能游刃有余地抵挡 这个攻击方式 是是 是那个高危灾害096灾水 张哥救我 张哥救我 灾水怎在这里 他不也是复苏者吗 完蛋了 高危灾害根本不是我们能抵挡的 一时间 场上哀嚎不断 绝望和恐惧的情绪 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之中蔓延 看着自己身边之人一个个倒下 张童目自欲猎 正要拉向怀中的信号弹的时候 一道半米宽水珠 从水面上击起 如巨龙般冲向张童 仓促之间 张童根本来不及躲闪 水珠砰的一声 将他撞飞了出去 连带着他身上的信号弹 和对讲机都被冲坏 混蛋 张童气急败坏地喊道 起身想要去抢夺其他人的信号弹 可很快 他就无奈地发现 其他人身上的信号弹和对讲机 都被水珠所破坏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直冲他的天灵盖 此刻张童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高危灾害会在这里 还在这里埋伏自己 这合理吗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越来越多复苏者倒了下来 张童在这期间 多次想要突出重围逃出去 可每次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 几道水珠就会冲天而去 将他压了回去 让张童苦不堪言 躺在地上的李晨秋 此时眉头紧皱 并没有因为埋伏的成功 而有半分喜悦 为什么 为什么第三个异能还会出现 李晨秋在心中朝自己问道 思虑无果后 李晨秋愤出一部分心神开始睡眠 意识进入到了宫殿之中 宫殿依旧恢弘明亮 十二碧客依旧栩栩如生 李晨秋走到一面墙壁前 在那面墙壁上 刻着一个贱眉心目 神俊非凡的男人 碧客中的男人虽然有人的样貌 但在一些其他部位 却不似于人 而与兽相像 他的宽厚的耳垂上 挂着两条四舌类的生命 赤裸着的上半身上 爬着一道道猙獰的火焰纹路 脚踩两头威武不凡的神龙 立于云端之上 低垂的眼眸 仿佛在审视着什么一般 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 看到真面壁客 但每次李晨秋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男人时 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沉重 就仿佛普通人 见到联邦总统一般 说不上畏惧 就是很敬畏 李晨秋走上前 把手放在壁客上 眉宇之间满事不解 奇怪 明明已经全部上色了 为何感觉不到第三亿能 上次不是全部上完色 就觉醒积水了吗 这次难不成有什么变化吗 之前他觉醒积水过程很简单 彻底上完色后的一瞬间 就觉醒了积水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考验什么的 李晨秋闭上眼睛 在记忆的长河中 搜寻着自己的疏漏 企图找到觉醒积水时 自己没注意到的地方 与此同时 外界的复苏者 基本全部都已经殒命 只有张同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他一会儿看看左边 一会儿又慌不择路地看看右边 活生生地得了 失心疯的傻子一样 再水 你出来 你给我出来 躲在暗地里杀人 你对地起你高威的称号吗 张同大声喊道 死五十几个复苏者 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一道细血的声音 从张同身后传来 谁 张同大惊失色地转过身去 突然 他仿佛见到什么大恐怖一般 僵在了原地 小西旁 原本应该死去的薛大勇 准确地说 是在张同眼中死去的李晨秋 缓缓站起身来 薛大勇 你 你不是应该死了吗 张同惊得连连后退 把我砍到无法再生 我自然就死了 李晨秋抬起胳膊 冲张同勾了勾手 张同咽了口口水 静一不定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灾水在哪里 李晨秋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 放射性的痕迹 从他脚下突然爆发 他如同黑夜里的鬼魅一样 闪身到了张同的头顶 握拳朝张同面门砸去 恐怖的拳风吹得张同脸上的肉 都像海浪一样朝后翻去 可以预料到 如果这一拳落实的话 张同恐怕会殉命于此 滚 张同如野兽般嘶喊道 握拳的手像是 被住了气一般肿胀了起来 毫不畏惧砸向李晨秋 碰 恐怖的气浪 从两人为中心爆发 周围的尸体和树叶 都朝四周涌去 给我死 张同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的笑 另一只手 以一个刁钻狠辣的姿势 打向李晨秋的肋下 咔嚓咔嚓的结冰声 从张同身上响起 一层薄冰以肉眼可见 覆盖徐童全身 虽然这层薄冰对张同来说 根本无伤大雅 但却让他的速度慢了一拍 战斗之中想要取胜的话 其实根本无需太多计谋 只要快一步就好 就在这一瞬间 李晨秋左手成掌刀 撕裂空气 斩向张同驳梗 扑痴 鲜血如泼沫的油画一般 在清冷的月光下 泛着血色的光泽 张同的身体直直倒下 只有他的脑袋 被李晨秋提在手里 这一切看似很简单 但要做到 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不浪费时间 快速结束战斗 李晨秋在先前 用水珠一直攻击张同 看似是为了阻拦对方离开 其实更深层次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对方浑身湿透 让自己的冰元素 有用武之地 能一击毙命 你这力气够大啊 把我手臂都震妈了 李晨秋甩了甩手臂 同时用意念操控水滴 一直阻碍张同的再生 水元素 冰元素 没心不死 你你 你到底是什么 张同声音发颤 他从未见过 同时拥有两种异能 还能穿梅而过 并不死的复苏者 我也不知道 但你若非要听个答案的话 奇迹吧 我是一个奇迹 李晨秋鸣嘴一笑 奇迹 张同喃喃自语道 脸上露出一抹自嘲的笑 眼中的色彩逐渐暗淡 临近死亡 张同反而变得平静了下来 再无先前锋 颠的模样 我问你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最强者是谁 来了多少人 好好说的话 我可以放你一马 李晨秋真挚地说道 放了我 张同惨白一笑 我这人虽然胆子小 但却不是傻子 我掌握了你这么多秘密 你怎么可能让我活下去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那你就去死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没说我不说 你帮我做件事情 我就说 张同急忙喊停李晨秋 我没那个闲工 你帮我删一下手机的浏览器记录 还有网盘的下载和保存 删了我就说 求求你了 李晨秋话还没说完 他点了点头 从张同裤兜里 掏出一部手机 密码13432 快删吧 张同急切地说道 李晨秋摇了摇头 从怀中掏出一个 事先就准备好的信号弹 当着张同的面拉响 红色的光点冲向夜空 逐渐放亮 直到压下繁星与明月 张同的视线 从信号弹上挪开 不敢置信地看向李晨秋 你 你疯了吗 李晨秋人处无害地笑了笑 缓缓开口道 在他们到来之前告诉我全部 要是说得让我不满意 或者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还没说完 李晨秋停顿了一下 将张同的手机 在他眼前晃了晃 我不仅不会删除你所说的东西 我还会把这些东西 公布在网上 告诉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 让你名羊联邦 听完这话的张同面色一白 大口大口的血液 从他嘴里流出 你 你的密码是13432 我记得很清楚 不用重复 提醒一下 你的时间不多了 张同瞳孔不断震战 倒到血丝爬满他的眼白 如果眼神能杀人 估计李晨秋已经打成筛子了 尽管张同被气得咬牙切齿 但还是松开了牙关 在北黄山上 现如今有两个来自 无人区的复苏者势力 一个是我的所在的地府 一个是新世界 都是无人区龙头级别的存在 李晨秋眉头一挑 他没想到 无人区竟然还有 复苏者组成的势力 而且还有叫地府这个名字的 这地府 二字不是考古队 从一片断壁残垣中 发现的磁组吗 不过李晨秋也没有深究于此 继续听着张同所说之话 之所以这次来北黄山 是因为几个月前 新世界在无人区的诅咒之地 发现一个风气箱 你知道什么是诅咒之地 和风气箱吗 李晨秋摇了摇头 不知道 啊 张同眼中满是诧异 但还是细心地解释道 在无人区里 有一些区域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规则发生了扭曲 比如喝水不能解渴 得吃泥土才可以 跑得越快 反而速度越慢 倒立走路走得越慢 反而速度越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规则扭曲的原因 所有规则 实力很恐怖 这就是所谓的诅咒之地 而所谓的风气箱 就是一种特殊玄器 简单来说 就是储存物品的 但只能储存玄器 一旦合上风气箱的盖子 想打开就没那么容易了 必须按风气箱自身的规则来 比如 有些风气箱的规则是 必须在水里抛一年 有些是用刀砍箱子一万下 千奇百怪 完成之后才能打开 这就是风气箱 李晨秋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的 但我有件事情没想明白 为什么诅咒之地 会出现风气箱 使用诅咒之地的生物 或者一些奇异的植物果实 都能提升肉身 所以很多天命者 都会前方诅咒之地 寻求提升 但诅咒之地俘获相依 强大的天命者 也有丧命的风险 如果一旦面临必死的绝境 为了不让自己的玄器 落到敌人手里 他们都会将自己玄器 放进风气箱 文言 李晨秋嘴角勾起 黑暗中的眼眸 仿佛明亮了几分 有意思 那北黄山上的 风气箱的规则是什么 王瞳沉声道 当这箱子的面纱一万人 在此之前 新世界已经完成了四千人 为了完成这最后的六千人 新世界找上了我们地府 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因为我们地府 在十一号城市有些能量 所以他们提出 由地府的人 组织这场沟火晚会 他们新世界 负责完成风气箱的规则 之后他们拿走玄器 尸体全归我们 李晨秋轻声笑道 按你所说 你们地府根本就无需出力 坐享其成就好 可看你们这浩浩荡荡的架势 新世界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最强者是谁 我也不清楚 但地府我知道一些 接近三百个复苏者 三进以上的有多少 实力最强的是谁 实力如何 什么异能 三进最多不到十个 最强者的人叫马面 当然 这只是他的代号 具体什么异能 实力如何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他很强 张同眼中闪过一抹敬畏 连表情都凝重了几分 和刚才那个大块头 比起来如何 李晨秋双目凌凌 徐元吗 张同不屑一笑 一招差不多了 此话一出 李晨秋的神情 瞬间凝重下来 徐元自已如今 都无法正面对抗 那这个一招 能秒掉徐元的 马面的多恐怖 这还怎么夺取玄器 想到这里 李晨秋长呼一口气 盯着张同的眼睛道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北黄山上 哪里有卫星电话 11号城市 出入近关口 黑色的钢铁城墙 屹立在夜空之下 城墙之上 十几道白色的光束 落在安静的旷野上 戒备着四周 随时出没的复苏兽 陆陆 远方的黑暗之中 传来车轮滚动摩擦的声音 发动机的轰鸣声 打破旷野上的宁静 明晃晃的车灯 在黑暗里起起伏伏 城墙上的士兵注意到 这辆重装皮卡后 急忙用对讲机进行核实 车牌号 连C53274 请求核实 对讲机那头 传来咔咔敲键盘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后才 传来声音 核对完毕 安统斯高位肃清 第十四行动小队 预估抵达时间18点14分 当前时间18点12分 符合要求 已打开第一道关卡 请核燕身份 收到 士兵收起对讲机 带着城墙上 其他士兵匆匆匆离去 无间不摧的城墙前 突然响起 哐哐哐的钢铁碰撞声 那50米的铁门 缓缓朝两边挪动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不过铁门之后 并不是11号城市的公路 而是又一扇铁门 两个铁门之间 是无数个孔洞 一旦核燕身份 出现什么问题 这些孔洞 就会发射子弹与导弹 精准肃清敌人 皮卡发动机的声音 越来越近 很快便缓缓进入到铁门之中 一个急杀 停在了正中央的位置 请车上的所有人员下车 接受核燕 一道喇叭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车门缓缓打开 两男一女 从容不迫地从车里走出 他们穿着统一的迷彩作战服 站姿挺拔 明明什么都没做 第二道铁门 缓缓这才缓缓打开 三人驾驶着皮卡 离开出入境的关口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与此同时 出入境关口的十字路口处 特能斯的吉普 停在道路两边 公然带着一群人 焦急地等待着 司统 安统斯的长官来了 不过 来的人好像不多啊 一人指着重装皮卡的方向说道 人再经不再多 这话以后少说 公然瞪了对方一眼 然后带着众人迎了上去 肃清零九六灾水的人来了 北黄山上 小溪旁 一具具尸体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叠在一起 鲜红的血液 在并不平坦的土地上 激起无数红色的小水潭 倒映着有些诡异的明月 李晨秋神情慵懒地坐靠在 一棵老槐树下 手指有节奏的敲击身旁的血水潭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一滴滴血液 顺着他的指尖缓缓滑落 终于来了呀 李晨秋眸光幽暗 缓缓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 就像一个死人一般 就在此时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五十多个复苏者赶到了附近 为首的年轻女子冯茜 抬起手臂 阻止了众人前进的步伐 都停下 不要靠近前方 冯茜抬起手臂 大惊失色地喊道 当众人的手电筒 照到小溪边时候 一股良意从每个人的脚底板 窜起 直冲天灵盖 恐惧的气氛 像流感一般快速传染 兜兜 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 弟弟弟弟 其中一人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通红眼睛 死死盯着小溪旁的一具尸体 脚步不受控制地朝前走去 站在他身旁的男人 一把拉住了他 指着小溪旁那一具具尸体 冷声喝道 你疯了 你没看到那里 死了那么多人吗 我弟弟 闭嘴 等徐哥来 冯茜不耐地喊道 谁要想送死谁 就去送死 我不拦着 在冯茜这一嗓子下 那些情绪有些波动的人 逐渐安静下来 戒备地看着四周 等待徐元的到来 冯茜眼神凝重地 看着小溪旁那一具具尸体 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 五十多个复苏者 其中还有顶尖三进的张童 就这么翘无声息地死了 连逃都逃不掉 这是新世界的人干的吗 还是说是李晨秋 老槐树下的李晨秋眉头一挑 睁开双眼 诧异地看向冯茜等人所在的方向 他还以为 对方会急匆匆地跑过来 如今看来是自己 小瞧对方的谨慎了 既然埋伏不了 那就杀吧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淡淡星红 扶着老槐树缓缓站了起来 两方的距离并不远 冯茜一伙人 自然是听到了李晨秋那边的动静 冯茜 那好像有人 有人警惕地说道 冯茜往后退了几步 同时出声命令道 手电筒照过去 一瞬间 无数道白色的光束聚集到李晨秋身上 他的身影毫无遮盖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 薛大勇 冯茜 那是薛大勇 徐哥的跟班 一个尖嘴猴塞的男子出声道 他怎么会在这里 这不是张同的队伍吗 冯茜自言自语道 随后扯着嗓子 冲李晨秋喊道 薛大勇 你过来 好 李晨秋平静地应了一声 迈着大步 很快便走到了众人十米开外的位置 就在他想更进一步时 冯茜伸手将他拦了下来 冯茜上下审视着李晨秋 眼中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怀疑 我问你 先前这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活了下来 他们怎么死的 李晨秋鸣嘴一笑 一句话不说的同时 迈步朝冯茜走去 你 你干什么 冯茜一步一步朝后退去 我要 杀你们啊 李晨秋身形一闪 恐怖的速度将地上的落叶 都排开到两边 冯茜额前的秀发刚刚飘起 李晨秋那张冷漠的脸 就对到眼前 一只拳头如影随形 就在李晨秋的拳头 即将砸到冯茜的时候 他突然张开嘴巴 咦 碰 脑袋的破碎的声音 在场上响起 可丧命的并不是冯茜 而是一个男性的复苏者 李晨秋收起拳头 转头看向 站在机里之外 惊魂未定的冯茜 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猛了在场的复苏者 他们全都手足无措地朝后退去 薛大勇 干什么 有人鼓起勇气问道 没等李晨秋开口说话 冯茜便先一步开口道 他不是薛大勇 准备战斗 说吧 冯茜周身的空间 仿佛扭曲了一下 下一秒 一阵拳风朝李晨秋的后脑勺袭来 李晨秋腰部发力 带动整个上半身 朝一旁挪动 额前的发丝 与冯茜的拳头擦肩而过 你这一能有点意思啊 竟然能和别人调换身形 差点就中招了 李晨秋一脸后怕 但脸上没有一丝慌乱 如果对方是那种远程 或者大面积杀伤的一能 李晨秋会觉得很棘手 但近距离作战 他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虽然两人的力量速度相差不大 但对身体的控制 与力量的调配 却是天差地别 希望你一直这么轻松 冯茜冷笑一声 双拳如海浪一般 连绵不绝地朝李晨秋挥去 李晨秋此刻 就像海浪上的船只一样 虽然摇摇欲坠 但总能绝地求生 寻得出路 好厉害的拳法 一招接一招 真是赏心悦目 李晨秋赞叹道 可这话落在冯茜耳中 就是赤裸裸的嘲讽 都愣着干什么 一起出手 冯茜大声喊道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了 张同等人 为何会被团灭 眼前这人的异能就是易容 此人先凭借偷袭杀死张同 再去毫不费力地杀掉了其他人 至于对方的身份 冯茜也已经了然于胸 除了新世界 还有谁有必要这么做 哼 如今我识破了你的伪装 我看你接下来 怎么继续保持风轻云淡 冯茜在心中暗道 手上功夫也越来越快 利用异能 不断从各个诡异的角度 冲杀李晨秋 这里不比酒店走廊的狭窄 五十多人的围攻 加上冯茜的时不时的阴招 即便李晨秋 可以绝对掌控自己的身体 但还是受了不少伤 但对于复苏者来说 这些伤根本无伤大雅 锋刃 吐刺 火镯 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异能 不断动穿李晨秋的大腿 手臂 胸腔 可他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只有近乎疯狂的兴奋 这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太让他着迷了 剧烈的痛楚 一遍遍刺激着李晨秋的大脑 内肥胎在这种情况下急速分泌 蔓延他的整个神经 让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观察力越来越细致 反之 围攻李晨秋的复苏者 是越打越惊骇 越打越绝望 他压得 这人是没有痛绝吗 是机器人吗 不痛也就算了 怎么还越来越快了 是嗑药了吗 根本打不倒没心啊 这家伙 脑袋是装马达了吧 就在李晨秋 渐渐占据上风的时候 冯茜跳至空中 跨步大幅度地扭动 带着小腿像长变一样 抽向李晨秋的头颅 李晨秋目光一凝 刚抬臂挡在身前的瞬间 冯茜红唇微张 咦 李晨秋突然感觉眼前一花 周围的空间 仿佛一双双大手一般 将他撕裂又重组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赫然发现 自己已经不在地面 而是在空中 保持着踢腿的动作 没错 冯茜用异能和李晨秋交换了位置 两人攻守之势 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啪 李晨秋的鞭腿 抽在了冯茜的胳膊上 可这道攻击 只有惯性的力量 没有任何杀伤力可言 这次你要怎么躲 冯茜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抵挡李晨秋的手臂 如鹰爪一般 反手抓握在他的脚腕下 猛地朝地面拉去 空中是没有借力点的 李晨秋就像被束缚住 双手双脚一样 根本没办法做出反制 这也是冯茜的目的 有趣 李晨秋眉头一扬 一时间高高抬起 与他的上半身成一条直线 如骤然的暴雨一般 带着无皮的气势 抽向李晨秋的脑袋 一时间 所有人的眼中 都露出兴奋期待的神色 就连冯茜也不例外 要成功了 冯茜眼中满是兴奋 仿佛已经看到了 李晨秋的脑袋 碎成西瓜的样子 两者触碰的一刹那 李晨秋的脑袋瞬间开裂 砰的一声炸了开了 可在空中喷洒的不是血液 而是清澈的水花 这 怎么会这样 冯茜瞪大眼睛 脑海中涌起无数问号 这水花是怎么回事 眼前这人不是易容的易能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水了 元素系的易能 还能把身体某个部位 转变成元素吗 他怎么从没见过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投碎了 身子还能动 可没等他思考出答案 一滴滴水珠 像子弹一样 朝四面八方射去 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洞穿了眉心 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 什么情况 救命 冯茜救我 那些侥幸没被 直接杀死的复苏者 朝冯茜喊道 可此时的冯茜 早已被李晨秋缠住 自身都只能勉强自保 更别说去就别人了 这场屠杀 因为所有人都很靠近李晨秋 所以 短短几秒场上 就只剩下了李晨秋 与冯茜两个人 高度的紧张 与身心的疲惫 让冯茜早已不堪重负 面对李晨秋的攻击 他根本无力抵挡 只能借助易能 不断与地上的尸体交换位置 来拖延时间 等待徐元的到来 而此时的徐元正 急速朝小溪边赶来 在月光之下 留下一道道残影 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 便到达了信号弹发射的地方 当看到小溪边 这惨烈的荧幕时 徐元那魁梧的身形猛地一颤 眼中的惊骇 仿佛凝聚成了实质 死了 怎么会死了 徐元颤声说道 过度的震惊 甚至让他选择性地无视了 正在熬战的冯茜 远处的冯茜 在看到徐元的身影后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 扯着嗓子喊道 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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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喊到第三声的时候 徐元才回过神来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当冯茜开始呼救的时候 他的躲避节奏 就已经出现了破绽 李晨秋并止穿过冯茜的双臂 扑斥一声 戳破冯茜的眉心 李晨秋正想收回手指 但在察觉到后方逼近的进风之后 上半身朝下弯曲 下一秒 一只仿佛承载着千军之力的拳头 贴着李晨秋的后背划过 恐怖的力量 直接划破了李晨秋的衣服 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盒 不过冯茜就没这么幸运了 脑袋直接被轰成血污 蹦 徐元如一座小山一样 砸在地面上 力量带起的气浪扩散而出 周围的树木被震得歪歪斜斜 我还以为你要过一会儿才来 没想到你这个大块头 速度倒是挺快的呀 李晨秋扯下挂在身上的衣服 露出肌肉分明 宛如雕塑般完美的上半身 徐元阴沉着脸转过身 压抑着心中的怒火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的人 我们先前不是刚交过手吗 怎么 不认得我了 李晨秋笑着说道 同时恢复成了自己本来的样貌 李晨秋 徐元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 这些人是你杀的 怎么了 觉得我做不到 李晨秋歪着脑袋 似笑非笑地盯着徐元 你不过三进而已 根本没有能力杀掉他们 你把你的同伙叫出来吧 说话的同时 徐元的眼神不断在周围的阴影处游走 胳膊长在自己手里 我有没有能力 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话音刚落 李晨秋的眼神突然间变得凌厉了起来 如捕尸的蟒蛇一般扑了出去 速度比原先要快一大截 将绝对掌控对力量的支配 发挥到了极致 徐元眼睛眯起 体肘直直撞了上去 碰 如雷震般的碰撞声 在山林中响起 树 上的绿叶哗啦啦地朝天空飘去 一击未果后 李晨秋不敢耽误 收起拳头的同时 提膝撞向徐元的裆部 逼得徐元不得不防 让李晨秋有了脱身的机会 数十米之外 李晨秋凝重地看着徐元 眼中满是忌惮 虽然自己能支配全身的力量 但战斗比的就是反应 不断调配的力量 怎么可能比得过实打实的四季 怪不得冯茜能死在你的手里 倒是有点本事 徐元猙獰一笑 双手握拳冲向李晨秋 两人就像野兽一般 在山林里缠斗起来 激烈的战况 让周围的树木不断倒下 一个个深坑不断出现 徐元的攻势越来越猛 李晨秋只能狼狈地不断躲避 避免让自己受伤 如今李晨秋想要胜利的机会很渺茫 但并不是没有 将杀人的刀藏在暗处 才能有以弱胜强的可能 场上 灰蒙蒙的烟尘之中 李晨秋整个人宛如海面上的鱼鳍 冲杀向徐元 那握紧的拳头 发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声 愚蠢 徐元露出一抹狡诈的笑 小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 扣向李晨秋的手腕 咔 李晨秋的拳头 在距离徐元的面门 还有十几厘米的时候 便进退不得 对方的手就像钳子一样 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 真是谨慎啊 徐元露出一抹得逞的笑 李晨秋面色如常 正准备将自己的拳头 转变成水流贯穿徐元眉心的时候 对方干了件 让他一头雾水的事情 只见徐元扣住 李晨秋的手掌一个翻转 两人的手掌 就这么五指交叉在了一起 并大声喊了一句 同命 开 这一瞬间 李晨秋感觉自己 仿佛和徐元之间 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 就仿佛有一条线 将他与对方连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后 徐元立马抽身暴退 在距离李晨秋 几十米外的地方停了下来 李晨秋一头雾水的看着对方 你怎么不打了 徐元神秘莫测地摇了摇头 你在和我战斗前 都不找人打听打听我的异能吗 打听得那么清楚 战斗就没意思了 李晨秋沉声道 为了赢下这场战斗 他设计了好几种取胜的办法 可如今 他连复苏者和集水都没暴露 对方就突然不打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 呵呵 一小时之内 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的异能叫同命 简单来说就是 你受什么伤我也会受什么伤 我受什么伤你 也会受什么伤 这个效果会持续一小时 也就是说 你想活命就得听我的 徐元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其实他本来是 不想使用自己的异能的 但在看到李晨秋的实力后 突然起了这个心思 一二进的复苏者死了就死了 他们起到的作用 只是屠杀人类和搜寻人类 无关紧要 但三进不一样 都是有任务在身的 如今 自己手底下的 两个三进都死了 这个空缺必须有人来捕 而眼前这个 能短暂抗衡四进的天命者 无疑是补空缺的最好选择 文言 李晨秋这才明白 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复苏者的受伤 可以立马恢复 但天命者却不行 显然徐元是把自己 当成天命者了 想用自残来威胁他 想到这里 李晨秋无语地笑了笑 那我要现在自己 打包自己的脑袋 你是不是救得死 是啊 不过你敢骂 现在乖乖听我的 一小时候我还你自由 否则你变成残疾 或者死了 可不能怪我没给你机会 徐元冷声道 李晨秋嘴角一抽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随后当着徐元的面 将手指头抵在了眉心处 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把你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我可以让你活下去 你说什么 徐元仿佛听到 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同样把手放到了 自己的心脏处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等会按我的命令行事 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我和你不一样 我洞穿自己的眉心 也不会死的 你确定要拿自己的命赌吗 李晨秋好言相劝 我就赌你不敢 你有本事就跟我同归于尽 在这里说大话有 扑痴 没等徐元把话说完 李晨秋只间 激射出一道水流 贯穿了自己的眉心 与此同时 徐元的脑门上 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血窟窿 不同的是 李晨秋的窟窿 很快就恢复了 而徐元却是悲壮地倒了下来 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李晨秋 仿佛在说为什么 李晨秋走到徐元身前 无奈地说道 都说了我贯穿眉心是不会死的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扑 徐元面色一红攀了一大口血 随后脑袋一歪彻底死亡 李晨秋看到这荒唐的一幕 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蹲下身在徐元身上 翻出了一部卫星电话 在摸索了一番后 打通了特能斯的号码 您好 这里是11号城市特能斯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悦耳的女声 对对 我找你们 李晨秋言语急切 话里话外竟显慌乱 您不要激动 是遇到复苏者了吗 请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我们立刻派人诉订 遇到了 我遇到灾水了 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灾水和一大堆复苏者 你们快来 你们快来 李晨秋磕磕巴巴地说道 什么 电话那头的声音 立刻紧张了起来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096灾水 不只是灾水 还有很多很多复苏者 他们都聚集在北黄山的山顶 好 您先冷静一下 能大家说一下 子吱吱 女人的话还没说完 卫星电话就发出一阵 四短路般的电流声 不再传来声音 与此同时 原本的深邃的夜空 仿佛被血液浸染了一般 所有的月亮与星辰 都带了些血色的星红 仿佛有一张画布 盖住了整个北黄山的山顶 但若从北黄山外看去 山顶还是和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祥和安宁 李晨秋眼眸深邃 将卫星电话扔在地上 一脚踩成碎渣 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的时候 一阵如海啸般嘈杂震耳的声音 在远处起起伏伏 李晨秋虽然听不清 那具体喊的是什么 但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扑面而来的恐惧 李晨秋知道 是篝火挽回开始杀戮了 几千人歇斯底里的呐喊 才有如此动静 这么快吗 李晨秋眉头微微皱起 事情的发生 有些出乎意料快 按他原本所想 既然前几天电视上说 安统斯会来处理灾水 那对方的人 现如今可能已经到达了 11号城市 既然能被派来 肃清高危灾害 那肯定是很强的 如果自己告诉 特能斯灾水的踪迹 安统斯的人来到北黄山 说不定能牵制住 地府和新世界的高手 而他也就有了 浑水摸鱼的机会 可如今杀戮来得太快了 说不定安统斯的人还没来 这两个势力 就拿着玄器走人了 这是李晨秋不愿意看到的 希望人数不够一万 李晨秋心中暗暗祈祷 若人数不到一万 这些复苏者 肯定要派人再去抓人类 自己说不定 可以在其中拖延拖延时间 顺便弄一个大意的形象 塑造一下对外的人设 嘎吱 远处的阴影处 传来一道树枝被踩断的声音 李晨秋转头看去 只见李清夏 怯生生地站在一棵树后 小小 秋子 这都是你干的 李清夏看着满地的尸体 声带香辣家里一样 声音断断续续 有气无力 二哥 李晨秋眉头微微皱起 你怎么在这里 李清夏咽了口口水 扶着树一点点站了出来 听见这边动静 就有点担心 之后就过来了 李晨秋眸光冰冷 可按你的速度 不应该来得这么快啊 此话一出 两人之间的空气都冷了几分 李清夏微微一愣 神情有些不知所措 我就是跑过来的 就是这种速度啊 可能和我一能有关吧 所以走的都是一些捷径 李晨秋眼眸微微眯起 我们分开后 你走的是几点钟方向 就按你说的二点钟方向 怎么了 李晨秋闻言沉默了一会儿 眯起眼睛 仔细打亮着李清夏 如果对方按自己说的方向走 听到动静想要赶过来 起码得比现在晚十分钟左右 但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清夏 根本就没按自己所说的方向走 所以能这么快赶到 可他只是个一镜 怎么可能躲过这些复苏者的搜查 这说不通啊 想到这里 李晨秋重新审视起了自己的二哥 李清夏抱紧自己 小心翼翼地朝后退去 李晨秋白了对方一眼 我要杀红眼你 还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 说完 李晨秋便弯腰将徐渊单手提了起来 一口咬在了对方的脖梗上 大口瞬息着对方的血液 徐渊那魁梧的身躯 在此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瘪了下去 小秋子 李清夏震惊地看着李晨秋 在吸食完徐渊的血液后 李晨秋松开对方干瘪的尸体 伸手擦了擦嘴角的血液 道 我必须突破二进改变基因 李晨秋说着话的功夫 抬腿将一具尸体提到李清夏的面前 二哥 你也喝点吧 毕竟人写在外面卖得挺贵的 这 李清夏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和你平常喝得没什么不同 不过是新鲜了一点罢了 你要觉得介意就算了 李晨秋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走到了冯茜的尸体面前 单手将对方提了起来 但这次的他并没有直接上口 而是闭着眼仿佛在调整着什么 在喝掉徐原的血液之后 他的身体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汹涌的生命能量正在滋润着每个细胞 缓缓提升着各项肉身机能 李晨秋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距离二进的质变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他可以用等待的方式越过 但李晨秋没有时间了 他选择用更多的生命能量 去冲破身体的枷锁 呼李晨秋深吸一口气 全身裂开的滋味应该不会很疼吧 李晨秋咧嘴一笑 张口咬在了缝茜的脖子上 红色的血液从颈动脉中鼓鼓流出 顺着李晨秋的咽喉进入他的胃 然后转变成生命能量 朝身体的四肢百海涌去 一瞬间 李晨秋双眼在转瞬之间变得血红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撕裂如动声音在他体内响起 那白皙的皮肤下 仿佛有密密麻麻的蜈蚣一般 来回游走 李晨秋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疼痛 他感觉自己如今就好像躺在一张 布满针尖的床上来回打滚 身体不断被穿透 被撕裂并且不断加剧 不过即便如此 李晨秋也没有喊叫 他松开缝钳 一个人朝山林之中走去 同时头也不回地朝后喊道 我去找个东西 二哥你在这里等一下我 好 你小心一点 李清夏关切地喊道 在李晨秋彻底迈入阴影后 他的身体突然像破碎的瓷娃娃一样 被细密的血痕遍布全身 血液混杂着白色的粘稠物 从缝隙中流出 随着李晨秋下一步地迈出 他那条腿像混杂着水的泥土一般 土崩瓦解 失去支撑的整个人 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像一滩烂泥一般 整个人被无边痛苦包裹 不过好在李晨秋 提前摧毁了自己的泪线和声带 所以并没有哭 也没有发生任何声音 黑暗之中 只能看到一个不似人形的面糊 像开水一样沸腾 小戏旁 李清夏双手插兜 漫步在尸体之中 那副闲散的姿态 和先前判若两人 竟然真的全杀了 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怀疑我 李清夏用手指 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下巴 思索了一会儿后 李清夏无奈一笑 罢了 听天由命吧 说完 李清夏一步迈出 等其脚步再次落下的时候 李清夏的身形 已经来到了百米开外的位置 安静地坐了下来 等待着李晨秋 按部就班地走向下一步 从李晨秋这个名字出现起 命运的齿轮早已悄然转动 若李晨秋能对一切都保持怀疑 他或许能看清一些东西 比如是谁把自己 叫到第四高级中学门口 是谁指错了楼层 是谁找的兼职 是谁让他在大巴车上 看到那个窥看者 北黄山 篝火晚会 若十分钟之前 这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可如今的时间是在十分钟后 这是血流成河 放眼望 去都是断枝残壁 一群身穿保安制服的复苏者 在广场上搜寻着装死的人类 熊熊燃烧的篝火前 两名男子相对站 在两人的中间 摆着一个木制的箱子 在箱子的正面 有一串带血的数字 9413 其中一名男子 面色灰暗 嘴唇干裂 裸露在外的皮肤 毫无血色 另一名男子身材匀称 脸上总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马面 说好了这次行动 由我们新世界负责 你们地府倒是热心肠 一下子调来了200多个复苏者 还来了 你这么个高手 这不是怕出什么意外吗 而且一次性搬运几千具尸体 人来多点 搬得也轻松 面色灰暗的男子 笑着回应道 既然只是搬运尸体 那为什么我们的人 去其他地方搜寻幸存的人类时 你们的人也要跟着去 沈元国瞳孔忧伸了几分 这不是怕出什么意外吗 马面皮笑肉不笑 眼中满是柔和与友善 说得好啊 是不是你已经料到 我们的人会在北黄山出什么意外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 但我觉得 只要你们现在离开 说不定这个意外就不会发生了 那如果我们不离开呢 沈元国眼眸低垂 那我不能保证 你能活着离开这里 马面歪着脑袋 露出一抹圣人的笑容 我并不知道 特能斯与安统斯 已经因为李晨秋的电话 了解到了这边的情况 而且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 相比于闹市之中 空旷的山顶 才是特能斯的舒适区 虽然他们个体战斗力不强 但这些都是 可以去靠热武器去弥补的 毕竟复苏者再强 也都是探机生物 一二进子弹可以横推 三进子弹能抗衡 再往上就导弹 导弹不行的话 那就是安统斯的事情了 北黄山小溪附近 月光透不过的阴影处 你知不知道 把一个一进的复苏者 丢在这种地方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李清夏跑上前 死死拽住李晨秋的胳膊 山林中除了徐渊身边 那几个复苏者 不知道去哪里了 其他基本都死光了 你有什么害怕的 李晨秋嫌弃地推开李清夏 我要像你这么强 我能害怕吗 李清夏顿了一下 对了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李晨秋扫了一眼满地的尸体 点了点头 我的异能 你在视频上都见过 对付这些三进以下的很轻松 网上就要自己动手了 李清夏倒吸一口凉气 我透 你压得真的是人吗 怎么悄悄变得这么厉害 吃得多了 自然就变强了 走吧 出去看看情况 李晨秋拍了拍李清夏的肩膀 先一步朝山林外走去 李清夏见状急忙跟了上去 我们去干啥呀 还有 小秋子 这天怎么变红了 北黄山是一座平顶山 作为11号城市的旅游圣地 这里有许多家大的酒店和露营基地 但因为临近无人区的关系 没有建设基站 没有网络的原因 劝退一大波年轻人 但这并不影响了日出的绚烂 落日的余晖 每天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烧烤区会传出滋滋冒游的肉香 炒菜馆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马路边上总有情侣牵着手压马路 可这一切都在今夜破灭了 炒菜馆的玻璃上是一张张谢手印 马路上的车辆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 时不时还能听到 车里传来女人的呼救声 和复苏者的奸笑声 大多数复苏者在被法律抛弃之后 心中的道德底线也随之崩塌 这不是偶然 这是必然 平凡闪烁的路灯下 李晨秋缓缓从阴影中走出 在与李清夏离开山林后 两人结伴去了篝火晚会的举办地 之后 李清夏通过自以异能 看到了木箱上的数字 也让李晨秋看到一丝希望 风气箱还没有打开 他还是有机会的 自以如果能拖到安统司的人 将那两个人引走 或许可以争一争所谓的玄器 至于对方会不会直接拿箱子跑路 李晨秋也说不准 但试试总比看看强 万一成功了呢 现如今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延缓风气箱开启的时间 简单地说 就是阻止复苏者 搜寻人类的速度 空旷街道上 李晨秋双手插兜 走到一辆不断摇晃的小轿车前 透过车窗李晨秋清楚地看到 一个年轻的复苏者 正试图用强硬的手段 去胁迫一位面容稚嫩的女孩 车内撕扯衣服的声音 与哭喊声在格外让人作呕 李晨秋见状握拳 直接砰的一声砸破车窗 张开手指 抓着复苏者的衣领 将其脱了出来 狠狠扔在地上 哎呦我草 你他妈的是不是有 年轻人话还没说完 李晨秋便一脚踩断了年轻的手臂 剧烈的疼痛 瞬间让年轻人的面目变得猙獰 在地上挣扎起来 车上的女孩 武警自以衣服 咬着嘴唇激动地看着李晨秋 一颗颗泪珠 从他两颊滑落 李李 陈秋 李晨秋转过头 你认识我 女孩激动地擦了擦鼻涕 点了点头 我 在电电视上 见过你 嗯 李晨秋随意地应了一声 随后将目光放到了这个复苏者身上 我问你 你们大部队去哪里了 你 你是新世界的人 青年咬着牙问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们大部队去哪里了 不说就去死吧 李晨秋抬脚 直接踩在了青年的脸上 混蛋 青年双手变出狼爪 冲李晨秋胯下抓去 小心 他的爪子很利 女孩紧张地大声喊道 面对青年的爪击 李晨秋脚尖稍微一用力 砰的一声 踩爆了青年的脑袋 对方的手臂 也在此刻无力地垂下 李晨秋如今已经突破二进 真实实力与四进持平 要是用上全部手段 五进都能勉强一战 一个一进的复苏者 对他来说跟蚂蚁没什么区别 你 女孩看到这一幕 有些畏惧地朝车里靠了靠 生活在安宁中的他 何曾见过这种场面 李晨秋转过头看向女孩 你知不知 附近哪里有幸存者聚集的地方 哟 我们第一高级中学 是分班按顺序前往篝火晚会 在我后面还有两个班 还待在酒店 女孩怯生生地说道 第一高级中学 李晨秋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追忆 她好久没听到 自以母校的名字了 与此同时 距离此地千里外的北顶酒店 几辆大巴车横挡在大门前 十几个治安员半蹲在大巴车内 透过车窗 不断朝门口的复苏者射击 齐明月 快回来 我们子弹不多了 趴在车窗后的治安官无杉 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同时握着手枪 不断进行射击 协助着正在与复苏者激斗的齐明月 在北顶酒店的门口 十几个复苏者 围攻着一位模样清秀的青年 此人正是齐明月 此时的齐明月状态很不好 她的面色煞白 身上的衣服 被抓成一条一条的 鞋挂在身上 即便她操纵着两位二进的复苏者 但还是敌不过十几个复苏者的围攻 好小子 一进竟然能牵制住我们这么多人 她扛不住了 加把劲 都杀死了 里面的人都是我们的 复苏者们越打越兴奋 攻击像羽木一样笼罩着齐明月 治安员们的子弹 虽然能帮助齐明月分担一下压力 但只能是分担 做不到解决 队长 我没子弹了 朱成用手指按着毫无反应的扳机 慌张地看向无杉 没子弹 朱成大声应道 就在局势越来越恶劣的时候 一阵杂乱密集的脚步声 从大巴车的后方传来 七八十个长相稚嫩的少年们 从酒店大楼跑了出来 这些少年的手上 都提着一个装的满满的袋子 里面都是些尖利的杂物 比如相框 破碎的镜子 摔破的茶杯 奶奶的 真当我们是软柿子不成 大家一起上 就几十个复苏者 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们 头拦头的准的 都往复苏者脑袋上砸 准心不行地往身上砸 一时间情绪有些低迷的一伙人 都纷纷抬起头 眼中的恐惧 都或多或少淡了几分 无山闻声 将头缩在车窗后面 转头朝身后看去 你们疯了吗 都回去躲起来 面对无山的呵斥 少年并没有选择后退 一个接一个地冲进大巴车 朝破碎的车窗前几去 很快空荡荡的车厢就挤满了人 各种杂七杂八的物品 都从车窗抛出 砸向大门口的复苏者们 这 无山无语凝噎 看向蹲在自己身旁的一位 带着圆镜框的中年妇女 你在搞什么 一个老师不保护好自己的学生 还带头冲锋 你当自己带兵打仗吗 中年妇女白了无山一眼 抓去袋子里的玻璃片 朝窗外置去 同时开口说道 你们要能肃清这些复苏者 我至于带学生出来吗 无山闻言脸色瞬间被憋得通红 他没有说话 沉默地握紧手枪继续射击 随着这些学生的加入 局势终于有所缓解 可恶 你们几个去解决大巴车里的人 为首的复苏者 冲身边几个复苏者喊道 听到命令后 那四个复苏者 在其他人的掩护下 冲破齐明月的防线 脚步飞快冲向大巴车 滚回来 看到这一幕的齐明月 面色一白 像一头蛮牛一样 静止撞在了一个复苏者的身上 双膝顶在对方的胸腔之上 砰的一声压倒在身下 当他准备起身 冲向那几个复苏者的时候 一只脚从一旁踢来 齐明月躲闪不及 直接被踢飞至十米之外 砸在了马路边的路灯上 只听咔嚓一声 路灯直接断裂 从高空坠落 带着闪烁的电花 将刚撑起身子的齐明月 又砸回地面 齐明月 车上的朱成面色一白 拔出腰间的匕首 像鱼儿一样从车窗里跳出 狼狈不堪地落在地面上 他深吸一口气 虎视眈眈地冲向那几个 朝大巴车快速靠近的复苏者 朱成 你疯了吗 吴山握拳猛地砸向座椅 随后也紧跟朱成的步伐 跳出车窗 手枪没子弹地都下车 车上几个治安员对视了一眼 恐惧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决然 拔出匕首跳下车窗 跟着吴山的步伐 冲向那四个复苏者 滚 朱成在距离最前方的复苏者 还有机米的距离时 一个剑步 反握着匕首 斜插向那个复苏者的眉心 可他的速度 相比于一近的复苏者 还是太慢了 那个复苏者 只是一个侧身 便轻松躲过了朱成的攻击 等朱成反应过来 想要抬臂下滑时 他的手腕 已经已经被那个复苏者 用手扣住 傻子 你也配合我打 复苏者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五指用力朝后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 朱成的手掌 直接与小臂平行 红色的血液 从血肉模糊断裂处 喷洒而出 朱成大说 被压在路灯底下 齐明月大声喊道 他正想用意念操控 那两只复苏者去营救 嗓子眼突然涌出一股热流 齐明月面色一红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丧失了对那两只复苏者的掌控 别打了 是我 被围攻的复苏者立声喝倒 其他复苏者 闻言纷纷停下来手来 将目光对准大巴车 妈的 都给我弄残废 流口气就好 围守的复苏者一声令下 十几个复苏者 像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无山等人就像豆腐一样 瞬间溃不成军 被打倒在地 一时间 大巴车上的哀嚎声不断 骨头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 先前那两个 被齐明月操控的复苏者 并没有冲向大巴车 而是缓缓走到齐明月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嗨嗨 齐明月咳了几大口血 抬眸看向两人 臭小子 你刚才是不是玩得很过瘾啊 是不是很喜欢操控我们啊 其中一人争鸣一笑 抓着齐明月的脖子 将她硬生生 从路灯杆下扯了出来 想杀就杀 哪来那么多废话 齐明月声音虚弱无力 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她这一生 有过很多在乎的人 可这些人都接二连三地走了 她最好朋友死了 死在一座桥上 她的父亲死了 死在了为徐月阿姨深渊的路上 她的爷爷也死了 死在了负担不起的医疗费中 这一次的拼死抵挡 其实并不是因为齐明月 有多么高尚的品德 只是她有些累了 你不想多活一会儿 那我就成全你 那个复苏者冷漠地看了齐明月一眼 抬腿朝齐明月的脑袋踩去 这也算爷爷临终前说的 死得其所吧 齐明月抿嘴一笑 缓缓闭上双眼 一阵微风拂过 恍惚间 齐明月闻到了桶子楼里 破旧温馨的味道 碰 血色的烟火在此刻绽放 点点湿润 见到了齐明月的脸上 齐明月颤颤巍巍的伸手 摸了下自己的脸 将湿润手指放到鼻尖 一股腥臭味直冲她的脑袋 嗯 齐明月轻易一声 掀开那双早已经不打算睁开的眼睛 她看见了 即便她的视线 被血液被睫毛上的血液所遮挡 齐明月也清楚地看到 站在自己面前的无头之尸 失去生命的复苏者 缓缓朝一旁倾斜倒去 一个半张脸 都在阴影中的青年 出现那具尸体的背后 昏黄的路灯 将青年的眼睛照得明亮 深邃的眼眸 仿佛能隐藏住所有情绪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晨秋 同样也是两年前的陈修 陈修 齐明月声如闻 瞳孔止不住地放大 李晨秋眼眸低垂 眼中尽是冰寒 把怯懦和弱小当死得其所 我闻所未闻 当真是可笑 站在一旁的二进复苏者 一会儿看看地上的无头之尸 一会儿看看李晨秋 双腿止不住开始打战 脚下一软 直接摔倒在地 这他妈太快了 自己刚看到 一道黑影身旁的同伴 就直接归息了 这还打个毛线 凝蔑 没等对方把话说完 李晨秋便一脚踢向了 对方的脑袋 恐怖的速度 让这个二进复苏者 看都没看清 只能察觉到 一道黑影影面来 碰 纤细横飞 爆炸的声音 很快引起了 其他复苏者的关注 一时间所有的复苏者 都不约而同地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李晨秋 这 李晨秋 躺在地上的无山 呆滞地看着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那双宛如枯颈般 毫无生气的眼眸 有了一丝波动 一语惊起千层浪 李晨秋这三个字一出 不管是复苏者还是普通人 都在此刻联想到了 现如今十一号城市的妖孽天命者 李晨秋 耐得一击就打碎侧能梯 此次侧能日的风云人物 真的是他 我在电视报道里见过他 其身系的李晨秋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那些陷入绝望的人类 欢呼雀跃 相反 那些复苏者则是一脸猛逼 那一双双眼眸中 是毫不掩饰的恐惧 二镜都被直接秒了 自己这一镜上去 和送菜有什么区别 马路边 李晨秋捏起衣角 擦了擦粘在手掌上的血液 看也不看地 朝齐明月道 我叫李晨秋 下次别叫错名字了 说完 李晨秋便转身 看向酒店大门口的复苏者们 灵力的目光 像一把尖刀一样 划过每一个人的脸庞 让他们心中的恐惧更甚 你你你 你别过来 一个男性复苏者 抓起身旁一位浑身是血的女生 挡在身前 放我离开 不然我就杀了她 往后退 退到那边的十字路口 按我们说的做 不然谁都别想活 其他复苏者见状也纷纷照做 抓着那些已经成残废的人 挡在自己身前 神情忌惮地看着李晨秋 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啊 我成绩这么好 怎么能死在这里 大哥救救我 老师 你快让李晨秋往后退啊 被挟持的人 吓得大声求救 胆小的人 甚至已经T4横流 世人都怕死 谁不怕死 一个复苏者见李晨秋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立声喊道 快退 没听到吗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吴山艰难地撑起身子 激动地喊道 李晨秋 听他们的话往后退吧 不能让这些孩子死在这里 是啊 人命关天 算我求你了 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那位中年妇女也哀求道 退 李晨秋缓步走到大门正前方的位置 我为何要退 为了少部分人的性命 而放虎归山 从而使更多无辜的人命丧虎口 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此话一出 原本面露的洗衣的复苏者 脸色突然僵了下来 神情惊恐地看着李晨秋 中年女教师文言骂道 你疯了吗 这些孩子 闭嘴 李晨秋冷声呵斥道 一股淡淡的寒意 从他周身涌出 吓得女教师一个哆嗦 不敢再说话 我给你们十秒钟的考虑时间 一个是放了这些人 我给你们留个全尸 一个是不放 我打爆你们的脑袋 说着 李晨秋抬起双臂 伸出十个手指头 在冷冽的寒风之中 一根一根落下 复苏者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片刻之后立马反应过来 等等 你冷静一些 我们商量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 是啊 这些孩子 还有着大好的青春年华 死在这里不值当啊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会被网爆的 不要因为我们 毁了你的名声啊 复苏者们慌了 一个个苦口婆心地劝道 如果一个堪比顶尖三尽的天命者 铁了心要杀自己的话 就算跑断腿也没用的 还剩五秒 抓紧思考 李晨秋放下手臂 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铁制的汤勺 同时冷声道 三秒 等等 你听我狡辩一下 我 没机会了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脚下的地面瞬间破碎成蜘蛛网的样子 整个人化作一道鬼魅闪身而出 恐怖的速度撕裂空气 带起狂暴的疾风 彻底打破夜的安详 站在最前方的复苏者 还没为反应过来 他的脑袋 便被李晨秋手中的汤勺敲得粉碎 血液混杂着白色的粘稠物 建设在门口减速慢行的告示牌上 砰砰砰 破裂声不断响起 复苏者们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看着自己周围同伴 莫名其妙地突然死掉 这些复苏者彻底慌了 扔下手里的人 治完命地朝四面八方跑去 可这一切都只是徒劳 李晨秋像黑夜里的死神一般 毫不费力地收割着这些人的性命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些让人感到棘手的复苏者 全部命丧黄泉 一个不留 酒店周边的阴影处 那些准备黄雀在后的地府 众人纷纷收回了自己的小脑袋 敲咪咪地朝远处溜去 生怕碍到李晨秋的眼睛 酒店大门口 李晨秋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扔下手里弯弯扭扭的勺子 平静地说道 复苏者全死 死了两个学生 这是我极限了 众人鸦雀无声 安静地落真可闻 这是什么怪物啊 一个人几秒钟 就把所有复苏者杀干净了 这是拍电影吗 这是开倍速打游戏吗 已经艰难站起身的齐明月 在看到这一幕 也是久久回不过神 他以为自己一进的实力 控制两个二进 已经很逆天了 可在看到李晨秋动手的场面 他才明白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太离谱了吧 李晨秋没有理会震惊的众人 迈步走到吴山面前 吴队长 你对这附近了解吗 吴山压下心中的震惊 僵硬地点了点头 李晨秋蹲下身 冲着吴山指了指自己的肩膀 上来吧 带我去其他有幸存者聚集的地方 群山峻岭之中 蜿蜒盘旋的公路 宛如一条巨大的银色巨蟒 潜藏在清冷的月光下 一辆接一辆的军用越野车 与重型运载卡车 盘山而上 整齐的队伍 像分工明确的狼群一般 散发肃杀的味道 在车队之上 几十架战斗机 像护卫的鹰笋一样 呈三角队形整齐排列 有条不紊地跟着盘旋在车队上空 这些车辆的 车身上有一半印着三叶草的标志 还有一半则印着淡蓝色的球体 前者是特能斯的队伍 后者则是 驻扎在十一号城市的联邦军团 车队中间位置的一辆吉普车上 安统斯第十四行动小队的三人 分别坐在后座与副驾驶的位置 负责驾驶这辆车的 是特能斯的私筒公然 行动总负责人叶优 靠在靠在副驾驶的车窗上 拿着手机反反复复 听着一段录音 正是李晨秋先前 打给特能斯接线员求救的电话录音 你说打这个电话的人 是前几天参加测能日的李晨秋 能确定吗 叶优关闭手机屏幕 朝身旁的公然问道 百分之八九十吧 我对他声音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公然眼中闪过一丝忧怨 叶优眉头一挑 为什么会这么深刻呢 公然面色一黑 对方把自己骂这么难听 怕能不深刻吗 没什么 就是这孩子比较优秀 我多关注了一下 公然尴尬地笑了笑 叮铃铃 叮铃铃 这时吉普车上的固定座机响了起来 叶优接起电话 同时伸手按下免提键 让车上其他三人都能听见 司统 我是第二行动小组的组长徐璇 我有情况要汇报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男性的声音 叶优平静地开口道 说吧 你们司统在旁边听着呢 啊 明白 司统 我们按您的指示 调查了最近一周出入北黄山的车辆和人员 发现其中有大量身份不明的可疑员员 这些人都是通过临时通行证 乘坐地下列车抵达11号列车站 然后以保安 游客 魔术团 大学社团等各种身份 前往北黄山 疑似复苏者 开着车的公然 眉头一皱 偷瞄了一眼身旁的叶优 见其没有开口说话 才继续询问道 山顶现在有多少普通民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很多 如果是往常的话 大概保持2500至3100这个区间内 可今天因为多所高中 联合举办勾火晚会 人数预估在8000至8300这个区间内 公然听到这个数字后 心头猛地一跳 连带着整辆车都抖了一下 再缓了一会儿后 他佯装镇静道 我知道了 保持戒备 遇到可疑人员直接击毙 不需要合适身份 明白 避避避 电话那头挂断 叶优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次的事情比他想得还大一些 远不止肃清一只高威这么简单 小燕 我们需要求援吗 后座一个年龄稍大的男人 沉申问道 说的也是 我们有时间等 可山上的民众等不了 碰 就在此时 车辆碰撞的声音 从车队最前方传来 公然一个急杀 将吉普稳稳停了下来 随后袭然推门下车 抓起对讲机喊道 前面怎么回事 对讲机那头 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 随后恢复正常 私统 前方的公路 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屏障 无法通行 啊 看不见的屏障 公然微微一愣 求助似的看向夜忧 夜忧推门下车 走到公然面前冲 对讲机问道 是不是碰上去像水面一样 当起一圈圈的涟漪 对对对 就像水面一样 电话那头人急忙应导 听到电话那头的答复 夜忧的脸色 瞬间变得凝重 是新世界的玄气 求天静 框框 车上其他两个人 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一样满脸惊骇 身为安统斯的人 他们怎会不知道 新世界这个名字 无人区最顶尖复苏者势力 能和联邦掰手腕的庞然大物 察觉的气氛略显沉重 夜忧出声安慰道 不用紧张 那用求天静这样的玄气 说明来的人并不强 甚至惧怕我们 不然也没必要遮遮掩掩掩 我们先去打破求天静的屏障 之后再根据里面的情况制定计划 也只能这样了 在解决完北顶酒店的复苏者后 李晨秋带着无山 四处搜寻着复苏者组成的小团体 并进行肃清 成为了无数幸存者眼中的救世主 也成为了无数复苏者的眼里的噩梦 可这一句别 说鸡杀了 连李晨秋的人都找不到 此举也是李晨秋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为了给人留下一个十里墙 但不多的印象 好方便之后的行动 让这些复苏者 安心把箱子放在篝火晚会的广场上 蠢货 你们这么多人 连一个天命者都找不到吗 马面一脚将眼前的男人踹倒在地 男人捂着肚子 委屈地站了起来 大人 我们也想找 但这小子脑袋里就像安拉雷达一样 每次我们就要 发现他的踪迹时 这小子就提前离开了 滚 继续去找 马面抬手指向远方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男人一脸点了好几下头 跌跌撞撞地跑出广场 沈元国见此轻笑一声 吸纳这么多复苏者有什么用 不过都是充数的废物罢了 你有什么可笑的 你们新世界的人找到了 马面讥讽道 沈元国摊开双手 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们人来得又不多 找不到不是很正常吗 马面 轰隆隆 突然 一阵宛如雷阵般的声音 从北黄山南边传来 那里是上下山的方向 巨大的轰鸣声 让在场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纷纷朝声音传来的反方向缩去 这是怎么了 有人慌张地问道 可他的问题 并没有人能回答的上来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沈元国身上 此时的沈元国眉头紧皱 目光死死锁定在声音传来的方向 有人在攻击求天境的屏障 是军方和特能斯 其中好像还有安统斯的人 不可能啊 我在上山路上 专门安排了十段尔径 就是为了击杀上山的人类 阻止他们把屏障的消息 告诉给特能斯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你的人泄露了 说着 马面便一脸怀疑地看向沈元国 你是怎么在不笑场的情况下 说出这么荒唐的话 沈元国不满地瞪了马面一眼 随后伸手抓向风气箱 你干什么 马面急切地上前 拍开沈元国的手 什么我干什么 人来了自然是要撤退 我拿走我新世界的风气箱 做错什么了吗 沈元国警惕地看着马面 什么叫新世界的风气箱 这本就是无主之物 无主之物就应该归我们地府 我劝你收起那些偷盗的歪心思 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马面眼露凶光 拔出地上插着的横刀 你是怎么有脸义正言辞地 说出这句话的 还有 你有什么自个威胁我 你真的我打悟过你不成 沈元国见词也不再客气 露出手上的直虎套 哼哼 很好 那就 轰咙咙 没等马面把话说完 南边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第二下的轰鸣声 将两人的理智拉了回来 两个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也有所缓和 你应该也清楚 我们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真要分出胜负 需要很久的时间 求天竟撑不了多久 那些人很快就会进来 到时候 我们谁都拿不走风气箱 沈元国神情严肃 在我眼里 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我拿走风气箱 一种是别人拿走 我只接受第一种 你把风气箱给我 我日后送你一件玄器 马面语气坚定地说道 沈元国咬着牙说道 你给我 我日后给你两件玄器 你给我 我日后给你三件玄器 马面脸不红心不跳 那真挚的模样 差点都把沈元国都骗到了 你奶奶的 你就没打算给吧 说的你能给我两件玄器一样 一时间 两人之间再度陷入僵持 在沉默了几秒之后 沈元国长叹了一口气 妥协道 这样吧 风气箱也快到一万人了 我们打个赌如何 马面点了点头 你说 我们去南边那里 拖延拖延时间 让手下的人赶紧解锁风气箱 要是风气箱里面 是拥有特殊能力的玄器 那归我 若是刀枪棍棒之类的 归你 如何 沈元国领声道 马面文言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答应了下来 在给各自手下交代完任务后 马面与沈元国便共同杀向南边 刺耳音爆声响彻整个山顶 与此同时 一条隐蔽的巷子里 李晨秋将双腿残疾的吴山 放在垃圾堆旁边 小声说道 还有太多的人都被复苏者 带到了篝火广场 我要去救他们 吴队长 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吧 正当李晨秋要起身离去的时候 吴山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太危险了 人越多 复苏者肯定越多 你过去万一出了神 吴队长 天命者的职责 就是保护普通人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复苏者杀人 如果太危险 我是不会冲动的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去尝试 李晨秋推开了吴山的手 你 吴山攥紧拳头 我不如你 注意安全 一切以自己性命为重 李晨秋认真地点了点头 转身跑向小巷 在李晨秋跑出小巷 暴露在路灯下的时候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查的弧度 几个呼吸的功夫 李晨秋的身影便出现在几百米开外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距离篝火广场的几百米远的一座小山包上 一个脑袋鬼鬼祟祟地伸了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清夏 先前李清夏与李晨秋在一起的时候 李晨秋便将一切都告诉了李清夏 并让对方在此处监视着广场的一举一动 哈李清夏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自己飘逸的刘海 嘴里抱怨道 这么冷的天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也不知道给我找个被子 这冷 哎呦 卧槽 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得李清夏 捂着自己的小心脏 蹭得一下窜起 趴在地上的李晨秋一脸猛逼 疑惑道 怎么了 地上有虫吗 你你你 李清夏颤抖地指着李晨秋 你压得当自己是鬼吗 敲咪咪的趴我旁边 生怕我发现你是不 你自己反应迟钝 怪我干啥 赶紧趴下 别被别人发现了 李晨秋伸手拍了拍地 示意李清夏趴下 李清夏像是撒娇一般 踢了一下李晨秋 随后才不情不愿地趴下 怎么样了 哥你快用你的眼睛看一下 李晨秋摇了摇李清夏的胳膊 真让你小子给赌对了 那两个看着最厉害复苏者 都朝南边去了 风气箱现在是9892 还差 李清夏掰了掰手指头 还差100多个 还要死108个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李清夏点了点头 算得和我一样 等这些复苏者 再抓一批人杀掉就够了 你是不是糊涂了 场上还有30多个复苏者 和六七十个普通人 等他们把普通人全杀完 我再杀完 他们不就够一万人了 李晨秋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李清夏 啊 李清夏恍然大悟 我以为我们不算人呢 李晨秋文言微微一愣 沉默了几秒后 笑道 不管是复苏者还是普通人 说白了 都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动物罢了 强吃弱 弱必强 只有强的人 才可以决定自己是谁 李晨秋站起身 垂谋俯看着广场上的杀戮 篝火广场上 杀戮还在继续 别杀我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钱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 啊 扑吃 锋利的刀尖 划破少年的脖梗 血液顺着刀刃的方向 在夜空下 拉起一道长长血线 少年惊恐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可终是于事无补 血液顺着指缝一出 他眼中的色彩也逐渐暗淡 最终归于平静 两分钟 76条人命转变成冰冷的数字 让风气相距离解锁更近了一步 呼 一个青年甩了甩指尖上的血液 遗憾地看着死在他怀里的女孩 赶紧走 还抱着一个死人干啥 有人不耐烦地催促着 青年站起身 目光贪婪地打量着女孩 长得好嫩啊 要是能跟他谈了恋爱就好了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袭过 一道淡漠的声音从青年背后响起 你现在下去和他谈也不迟啊 碰 李晨秋无止用力 直接捏爆了对方的脑袋 随后抬脚一挑 一把鞋插在地上的横刀 稳稳落在他的手中 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猛了在场所有复苏者 等等 你是 是李晨秋 快跑 回过神来的一个男人大声喊道 可等他刚转过身 要迈出下一步的时候 一道寒光从他眼睛的余光处闪过 蹭 男人的脚掌刚刚落地的刹那间 一道细长的蟹线 从他的眉心处延伸到脖子一下 噗哧 伴随着血液喷涌的声音 男人的身体便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裂成两半 倒向两边 平整的切口像地平线一样 李晨秋用手指擦去 溅在自己睫毛上的血液 身形一闪 杀向其他复苏者 一时间 血液喷涌的声音 与哀嚎的声音 在夜空下编排出美妙的乐章 在手起刀落 杀掉最后一个复苏者后 李晨秋提着横刀直起身子 侧头朝风气箱看去 星红的双眸在月光下格外森寒 风气箱上 99994个数字硬刻在上面 像虫子一样诡异地蠕动着 还差一个吗 李晨秋眉头一皱 刚想去路上再抓一个人的时候 一道微弱的求救声 从远处的尸堆里传来 别走 帮帮我 李晨秋收回即将迈出的步子 转身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高高堆起的尸堆里 一个血淋淋的脑袋 从缝隙间挤出 哀求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鸣嘴一笑 身形如风 闪身至女孩面前 救救我 女孩颤抖地伸出手 抓住李晨秋的裤脚 李晨秋点了点头 谢谢啊 我给你的痛快 话音刚落 李晨秋的横刀 便以迅雷之势 刺穿了女孩的眉心 结束对方岌岌可畏的生命 女孩的死去的一瞬间 风气箱上不断蠕动的 9999终于变成了一万 箱子表面的灰黑色污垢 也成片成片地脱落 扑通扑通 像是心脏跳动的声音 从风气箱内部传来 连带着整个箱子 也跟着心跳声的节奏 震战了起来 李晨秋握着横刀 警惕地朝风气箱靠近 脑海中充满了疑惑 风气箱里面不是玄气吗 怎么会有心跳声 似乎是察觉到了李晨秋的靠近 风气箱中的心跳声 突然宛如雷震一般震耳欲聋 恐怖的声浪像海啸一样 朝四周扩散而去 周围的尸体都被震得开裂 不过这一切对李晨秋来说 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他平静走到风气箱前 思索了一会儿后 双手握着刀柄举过头顶 毫不留情地砍了下去 啪 风气箱像豆腐一样 瞬间炸开 目屑横飞 没等李晨秋看清 里面是什么玄气 一股恐怖的波动 便从他身前爆发 将他震飞至百米之外 紧接着 一道耀眼的血色光柱 冲天起 砰的一声 撞破求天境的屏障 捅进厚重的云层之中 将整个北黄山的天空 都映照成深红色 一道尖利刺耳的笑声彻 整个天际 震得云层溃散 狂风四起 轰隆隆 血色的光柱 传出一阵巨响 随后被压缩至薄薄一层 缓缓朝两边拉开 直至百米宽的时候 才停了下来 来吧 进来吧 你们不是 想得到我吗 这道声音中 充斥着癫狂与期待 活脱脱向的疯子 说出来的话样 李承秋覆着身旁的尸体 站起身 眼中流露出一抹兴奋 脚尖猛的踩地 如箭矢一般 冲进那浓浓的血色之中 消失在了此方天地 随着求天境屏障的破碎 躲在屏障后 搞偷袭的马面 与沈元国也无从隐藏 彻底暴露身形 不过两人并没有逃跑 安统斯的三人也没有动手 此时所有人都一脸震撼地 看着屹立在天地间的血色门户 马面瞪大眼睛 这是有意识的玄气 一旁的叶幽 在听到这话后 心头一震 身为安统斯的人 他自然知道 马面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玄气之间也有强弱之分 但却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因为玄气的能力千奇百怪 难以划分高低 但除了一种类型的玄气 灵玄气 灵玄气拥有独立的意识 无法被摧毁 拥有超乎常人理解的能力 凌驾于所有玄气之上 除此之外 灵玄气还有独特的认主功能 只有被其认可的人才能使用 这类人被称为灵者 灵者自身越强 灵玄气也会随之变强 两者相辅相成 联邦上一次出现灵玄气 是19年前 那件灵玄气是一杆长枪 名为红鹰枪 这件灵玄气 最终被一个年轻人得到 它叫黄甫青 现如今 为联邦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 想到这里 夜幽的呼吸 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下意识地朝血色门户的方向走了一步 啪哒 脚步声地响起 血色门户的方向冲去 哈哈 这件灵玄气是我的 是我的 混蛋 你这种货色 也配得上灵玄气 沈元国怒骂一声 脚下一栋消失在原地 再次现身的时候 已经在几百米之外了 河路咽了咽口水 扭头对夜幽说道 小夜 灵玄气绝对不能被这些人得到 是啊 夜姐 灵玄气不能落到这些复苏者手中啊 郑康急忙复合道 我们可以进去 但我们进去的首要目的是 阻止复苏者拿到灵玄气 明白了吗 夜幽沉声说道 明白 我会把自己的私欲放到最后 我也是 两人激动地点头答应下来 之后 夜幽给公然安排好任务之后 便带着两人前往血色门户 同一时间 山顶上的稍微有点见识 和实力的复苏者 都朝血色门户赶去 毕竟一次里 逾越龙门的机会 谁不想赌一下 北黄山的动静闹得很大 以至于山下的人 都注意到了那片血色的天空 这天空怎么回事啊 怎么变成血色的了 不知道啊 你看北黄山上山的路口那里 站了好多士兵啊 卧槽 不会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吧 啊 那我们站在这里干啥 赶紧走啊 别急别急 我先录个视频 发个朋友圈 明晃晃的红月高悬在阴云之上 一棵棵歪七扭八树 连成一片一片的山林 湿冷的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腥臭味 随着夜风在山林中游荡 淡红色的月光 像一层薄薄纱布 给这边宁静的山林 披上猙獰的面纱 李晨秋站在一棵大树底下 茫然无措地看着四周 玄气呢 在李晨秋冲入血色门户后的瞬间 他只觉得眼睛一花 等再次恢复视线时 他便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这里 思虑无果后 李晨秋便警惕地 在山林之中转悠了起来 在走到一条小溪边时 李晨秋瞳孔一阵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握着拳头 伸到自己眼前 喃喃自语道 怎么突然被压制到一镜了 咕噜咕噜 没给李晨秋思考的时间 一阵像是肠胃蠕动的声音 在李晨秋面前响起 他抬头看去 只见几十个排列整齐的血色小字 凭空出现在他的眼前 人员已到齐 任主考核开始 下面讲解规则 以及注意事项 一在冥地 所有人的晋级都会被压制到一镜 复苏者无法自愈 二 进入冥地后 所有人无法中途退出 三进入冥地后 每个人都会出现对应的镜像人 镜像人拥有本体的所有能力 实力与本体相同 且不死不灭 四 镜像人的目的是 为了击杀考核者 请多加小心 五明帝之中散落着五把钥匙 考核者集起五把钥匙后 将钥匙全部插入明帝中央的祭坛 即可开始最终考核 最终考核允许五人参加 祝各位好运 当李晨秋看完最后一个字后 血色小字 颜色逐渐变淡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主考核 玄气还要任主人吗 李晨秋心中生起一个疑问 但这个疑问 很快便被他抛之脑后 因为现在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人员已到齐 这说明除了他以外 还有其他人进来了 虽然其他人的加入 让结果多了几分变数 但李晨秋并不觉得棘手 真正让他觉得棘手的是镜像人 按规则所说 每个人都有镜像人 这个镜像人 还拥有本体的所有能力 所以自己的镜像人 掌握着积水和绝对掌控 吃不完毒子了 要是自己的镜像人 当着别人的面使用积水 栽水是谁 这不呼之欲出吗 呼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眉宇之间满是阴霾 自己现在要怎么办 杀掉所有人 还是找到自己的镜像人 想办法把对方困住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 李晨秋站起身 意念一动 直接改变了样貌 朝山林深处走去 冥冥之中 他总感觉 有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他 一路上 李晨秋并没有遇到镜像人 步行了十几分钟后 一座高大的宫殿 出现在他的视线尽头 这是一座 类似于教堂那种风格的宫殿 但只是像教堂 和教堂完全搭不着边 白色的墙体上 布满长长的抓痕 隐隐约约能看到 已经不太明显的血痕 破碎拱形窗户 在夜风的吹拂下 发出滋滋的声音 在红月的映照下 透露着诡异与惊悚 此时此刻 在宫殿前的大门口 站着两拨人 一方三个人 另一方四个人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不错八个人还不让进 你个破宫殿规矩这么多 少说两句吧 凌旋器都是有意识的 小心被对方听到 那人听到这话后 撇了撇嘴 不再言语 哎 来人了 来人了 是刘强大哥 有人指着李晨秋的方向 惊喜地喊道 李晨秋为了方便行事 就将自己的样貌 改变成先前一个 被他杀死的三境复苏者 也就是此人口中的刘强 真的是刘强大哥 现在好了 我们地府也是四个人了 地府众人喜笑颜开 反观新世界的人 则是一脸阴沉 很快 李晨秋便来到了宫殿大门口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地府三人便围了上来 刘强大哥 没想到你也在这附近啊 这是太好了 我还担心 我们三对四倍新世界的人 欺负呢 你来了一切 就好说了 哼哼 你们四个刚才不是笑得欢吗 怎么现在不笑了 一个青年挑衅道 我就是说你们友善地笑一下 在你眼中就成挑衅了 果然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是脏的 你 好了 你们在这里等我干什么 李晨秋不悦地 打断了对方的话 青年白了那人一眼 随后笑着 给李晨秋解释道 刘强大哥 您过来瞧 青年带着李晨秋 走到大殿门口 将自己的手掌抵在门上 咕噜咕噜 熟悉的肠胃如动声 再次响起 一行血色小字凭空出现 一只宫殿 存在一只药的宫殿 需八人同时推门 方可打开店门 完成宫殿内的考验后 即可获得一只药 一只宫殿 李晨秋喃喃自语 随后又开口问道 你刚刚说的三打四 是什么意思 啊 青年一愣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八个人不刚好 能分成两对吗 应该是四对四吧 李晨秋 李晨秋将两只手抵在门上 头也不转地说道 推门吧 这地方挺邪乎的 早弄完早走 在李晨秋的督促下 其余七人纷纷走上前 将双手抵在宫殿的大门上 开始推吧 随着八人共同发力 那扇纹丝不动的大门 终于开始摇晃 一片一片的蜘蛛网 带着尘土落到众人头顶 哐当 厚重的大门 站在门缝两边的人 直接跪倒在地 捂着鼻子干呕起来 闻习惯就好了 李晨秋拍了拍 其中一人的肩膀 侧着身子从门缝里走进宫殿 其余人见状 也忍着恶臭挤了进去 殿内很黑 除了透过窗户 照进殿内的月光 再无其他光源 恐怖的氛围 让众人扎堆站在一起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随着最后一人走进大殿 那扇大门砰的一声自动闭合 如雷鸣般的声音的大殿内回荡 鬼啊 靠近大门 一个复苏者 被吓得直接瘫倒在地 抓着同伴的裤脚 惊恐地看着大门的方向 能不能有点出血 地府的人都看着呢 赶紧起来 哦 那人委屈地点了点头 扶着墙壁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李晨秋收回视线 抬一脚朝前走去 就在他脚掌落到地面的瞬间 像是风一样的呼呼声 在大殿内响起 紧接着 一道道摇曳的烛火 在大殿内不大 只有两百多个平方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放眼瞧去空空荡荡 唯一的特别之处 就是在大殿中央的地面上 有一个看着 像是用红色粉笔画的九宫格 欢迎各位来到一只宫殿 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想必各位都是 冲一只药来的吧 一道沧桑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场上陷入安静 几秒之后 李晨秋沉声问道 你在哪里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只药 你们都是为他而来的吧 李晨秋没有反驳 点了点头 对 一只药在哪里 我请你们八位玩个游戏 哪一方赢了 我就把一只药给哪一方 话音落下 几个血红色的数字 凭空出现在八个人的头顶 李晨秋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数字 一悬浮在他的头顶上方 李晨秋转身看去 发现每个人头上都有数字 最小的是他的一 最大的是数字八 哎 我头上飘着一个数字六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我头上也有个数字 是数字七 不过众人的疑问 很快便得到解答 从现在开始 头顶上的序号 就是你们的名字 方便我称呼 宫殿主人满意地说道 剑场上无人有意 他继续道 现在我要把你们分成两对 至于怎么分 就手心手背 手背的为一方 手心的为一方 要是谁敢串通 或者实眼色 我就杀了你们所有人 一阵寒风吹进宫殿内 彻骨良意 从每个人脚底板升起 李晨秋转过身 冲着其他人喊道 别浪费时间了 快点 八人围成一个圈 在同一时刻 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三个手心 五个手背 很不巧是李晨秋出的是手心 与他同队的 是来自地府的三号 和新世界的六号 这 六号 看着最后的结果一愣 这人数不均衡啊 哼哼 宫殿主人轻笑一声 我也没说人数要均衡啊 好了 既然分好对了 那就由我来说说你们 要玩的游戏吧 看到地上的九宫阁了吗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宫殿主人嘿嘿 我们要玩游戏 就是锦字棋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游戏 锦字棋 李晨秋眉头一挑 他没想到 所谓的游戏是这个 所谓的锦字棋 就是两人用圆圈与插号 在锦字上博弈 谁符号任意横竖鞋 连成一条线 谁就是赢家 这个小游戏 李晨秋小时候 经常与齐名乐玩 不过因为太过简单的缘故 两人经常下城死局 没错 就是锦字棋 每个人都有一次落棋的机会 圆圈和插号 谁先连成一条线 谁就赢得胜利 输得人 宫殿主人停顿了一下 那就死在这里吧 此话一出 原本还好端端 待在新世界队伍的六号 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道 死在这里 怎么 觉得我做不到 宫殿主人细血地笑道 六号慌张地朝后退了几步 愣了几秒后 大声喊道 我不完了 我不要钥匙了 我要出去 说着 六号便转身朝大门口跑去 可没等跑上几步 一抹寒光从他脚下闪过 扑吃 鲜血横飞 一只脚掌高高抛起 六号整个人在惯性的作用下 狠狠摔在地上 哎呀 我的脚 我的脚 王花 你没事吧 新世界的几人面色一变 将倒在地上的六号浮了起来 放心 没完成游戏之前 我是不会让他死的 安心玩游戏 别让我动手杀人 宫殿主人随意地开口道 仿佛杀人在他眼中 就像吃饭一样平常 没等新世界的人开口 地府的三号便扯着嗓子喊道 这怎么比 他们五个人 我们三个人 这不是必输的局面吗 李晨秋此刻也皱紧眉头 三号说的没错 如果一人只有一次落齐的机会 那自己这边完全没有任何胜算 但倘若结果已经注定 为何那人不结束游戏 别紧张 一人一次落齐的机会而已 能不能落齐 还得看自身的能力 李晨秋眉头一挑 什么意思 一个人想落齐的话 就站在九宫阁里 每块格子都有不同的考验 完成考验之后 才可以落齐 宫殿主人缓缓说道 若我们最后都没连成线 这怎么判 二号凝重地问道 哪方占的格子多 哪方就赢 如果是平局的话 呃 我想想 对了 那就干脆全杀死吧 是不是很有趣 宫殿主人期待地说道 文言 李晨秋那双深邃的眼眸下 闪过一丝淡淡的杀意 开始吧 就从人多的闲下 你们需要商议什么吗 五人听到这话没有回应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着两个大字 茫然 谁想先上啊 二号率先打破了沉默 眼神越过 站在他身边的四号和八号 看向站在后面的五号和七号 看我们干啥 你们新世界三个人 不应该先上吗 五号神情不安地 往后退了几步 就是的 刘强大哥 你帮我们说句话 七号目光求助四地 看向李晨秋 李晨秋淡淡地瞥了对方一眼 随后转身走向一旁 在嵌入墙壁的竹台下坐了下来 哥 七号瞪大眼睛 宫殿主人有些不悦地开口道 七号上吧 我最见不得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家伙 七号抿紧嘴巴 迫于无奈地 走到了九宫阁最中间的位置 我选这个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七号的眼神突然变得呆滞无神 站在原地像个僵尸一样望着前方 仿佛在经历着什么似的 一时间 场上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这时 与李晨秋同队的三号 搀扶着六号 来到他身边坐了下来 刘哥 这怎么办 三号急切地问道 就站点连线呗 还能怎么办呢 李晨秋神情淡定 抬手指向断脚的六号 下一个你上 要是对方没站到中 你就站中 要是站了 你随便站一个 我 六号惊讶地指着自己 有些为难道 我脚都成这样了 不影响 又不是让你上去杀人打架 你没看到那七号动都不带动吗 估计就是简单的脑筋急转 碰 李晨秋话还没说完 站在九宫阁内的七号 突然炸成一团血污 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遗憾 七号没有通过考验 该你们了 宫殿主人低沉的声音 回荡在众人耳边 三号用手戳了戳李晨秋 磕磕巴巴地说道 这 刘哥 你不是说是脑筋急转弯吗 我瞎猜的 李晨秋随意打发道 起身走到六号面前 去吧 助你成功 六号将自己整个人蜷缩在墙角 等下去行不行 李晨秋没有废话 单手直接拎起六号 不顾对方的挣扎与哀嚎 将其扔到中间的位置 我们也选这里 在李晨秋说完这句话后 六号不再扑腾 和先前的七号一样 陷入了吃傻的状态 就在李晨秋 转身还没走几步路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 六号 足 啊 李晨秋一脸猛逼的看着死的 连扎都不剩的六号 眼中满是惊骇 开玩笑呢 自己一个转身的功夫就没了 完呢 不仅李晨秋猛逼 其他人也猛逼 什么情况 这个点还没站呢 就死两个人了 真让人遗憾 下一个 宫殿主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二号那边 四人的头顶上空 好像有阴云飘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灰蒙蒙的 毫无血色 地府的五号 正想说些什么 其他三人的目光 在同一时刻挪到了他的身上 好 我去 五号无奈一笑 他知道自己没得选 五号走进九宫阁 选择的左上角的阁子 并没有选择可能性更多的中间 很快 五号便陷入了 与先前两人一样的状态 李晨秋就站在旁边 静静看着对方 在安静了几分钟后 一阵嗡鸣声在场上响起 五号的眼睛逐渐恢复清明 清亮的眼中满是惊喜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真的假的 四号文言不敢置信地问道 肯定啊 二号咧开嘴巴 欣喜地看着五号 咕噜咕噜 肠胃如动的声音 从五号身前响起 一串符号出现在他的眼前 零 偶尔成 五号健壮 看向站在一旁的李晨秋 刘哥 我们选叉号了 嗯 那我们就圆 李晨秋点了点头 五号伸手点了一下成 之后他脚下的石砖 缓缓出现一个大大的成 看到这一幕的李晨秋 嘴角微微勾起 李晨秋的表情 在李晨秋的胁迫下 三号被逼无奈地走上了九宫阁 选择了右上角的位置 一分钟后 三号砰的一声爆炸开了 李晨秋面色一黑 怀抱双手走向一边 如今场上只剩下一 二 四 八 没有落棋 李晨秋这边只剩他一个人了 稳了 我们还有三次机会 只要在九宫阁里再站一点 我们就赢了 二号兴奋地攥紧拳头 转头看向实力最低的八号 去吧 我相信你 加油 四号捏紧八号的胳膊 用力地摇了摇 嗯 好 我尽力 最 中八号也被迫走向了九宫阁 选择了第二行 从左往右数第一个阁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 八号在三分钟的时候 步入了六号的后尘 死得连扎都不上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到了李晨秋的身上 见李晨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二号不满道 还愣着干嘛 上啊 李晨秋依旧没有动弹 而是朝宫殿主人问道 我可以让他们先上吗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八号是我们的人 轮下来该你了 你要觉得 不要被炸成血污 现在自财也来得紧 其余几人听到李晨秋的话后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李晨秋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静静等待着宫殿主人声音 你想逃避游戏的话 我会杀死你 宫殿主人声音中 带着几分寒意 哼哼 在踏进这个宫殿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这个宫殿叫一支宫殿 现在我明白了 李晨秋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原来是让我对一切保持质疑 一号你在说什么胡话 赶紧下棋 你是想逃避游戏吗 宫殿主人声音中 夹杂着一丝愤怒 看门狗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想逃避游戏 我都是在按规则行事啊 李晨秋侧身看向二号一伙人 此刻 他才明白了 真正的游戏规则 从自己走进宫殿后 这个自称宫殿主人的家伙 就蹦了出来 用含糊七词的方式 说出真正的规则后 再用一些小手段 引导自己联想出一些 莫须有的规则 李晨秋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因为看到了五号 能自己选择圆圈和叉号 从而让他回忆起 先前宫殿主人说的一句话 没错 就是锦字棋 每个人都有一次落棋的机会 圆圈和叉号 谁先连成一条线 谁就赢得胜利 很模糊的一句话 没有说明谁是圆圈和叉号 只说连成一条线就赢 也没有说明 获胜方是一个团体 而是用了一个很灵性 很容易让人忽略的谁 如果在这句话之前加上分队 很自然的 就让众人自行 挠不出那些空白的规则 但若抛开这句话 抛开锦字棋 这个误导性词语 抛开其他所有规则 真正的规则就会出现 圆圈和叉号 谁先连成一条线 谁就赢得胜利 从一开始 这就是场个人战 要是只有一把 怎么可能给一群人 李晨秋名嘴一笑 肆无忌惮地迈步 走向二号与四号所在的方向 他不怕这个所谓的宫殿主人 对自己出手 因为对方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宫殿主人还说过 放心 没完成游戏之前 我是不会让他死的 安心玩游戏 别让我动手杀人 规则之内 对方无法出手 这一点 李晨秋刚才已经验证过了 如果能随意出手 也不至于一直重复 逃避游戏这四个字 二号与四号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李晨秋 脑袋里半天憋不出一个答案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宫殿主人还不出手 也不明白 李晨秋走过来 想要干什么 难不成要一打二 你想干什么 不会真想破坏规则 让我们先上吧 你不要以为 你是冰元素的复苏者 我们就怕你 赶紧乖乖上去若起 别被我们动手 二号硬着头皮说道 李晨秋文言脚步未曾停下 一个闪身来到二号的面前 你 没等二号把话说完 李晨秋一个鞭腿 将他抽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响后 二号嵌在墙壁上 生死不知 四号见状 双腿一软 直接摔倒在地 眼神惊恐地看着李晨秋 怎么会呢 明帝不都压制到一镜了吗 这不管管吗 你不要过来 这是违反规则的 四号双手撑着地 一点一点朝后魔洞 李晨秋迈着步子 一步一步地靠近 一号 你不要太放肆 这里是我的地盘 宫殿主人愤怒的声音 如雷震一般 回荡在大殿之中 闻眼李晨秋眼中 闪过一丝讥讽 你先前砍断六号脚掌的 那一击水瓶 也就刚刚摸到三镜 所以 你一定要藏好 不然被我找出来的话 我会一刀一刀地砍死你 你 宫殿主人想反驳些什么 却不知从何说起 只说了一个字 便停了下来 李晨秋笑了 心里最后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 他原本还担心 对方有没有隐藏实力 现在看来 根本就没有隐藏 倒在地上的四号 听到两人的对话后 愚钝的脑袋 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 毕了狗了 这宫殿主人管不了事啊 想明白这一点后 四号嘴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白 脸上的肥肉 止不住地震战起来 祈求道 大 大哥 我没那个二号厉害 他比我能耐 没关系 你要是死了我就让他上 李晨秋灿然一笑 弯腰掐住四号的脖子 将对方 伸拉硬拽到九宫阁内 我希望你活下来 加油 李晨秋满怀期待地 拍了拍四号的肩膀 随后退出了九宫阁 几秒钟之后 四号眼神变得痴呆 愣愣地站在原地 李晨秋见对方 没有立马爆炸之后 便蹲在一旁 朝宫殿主人问道 我有个问题 我完成考验之后 这要是由谁叫给我 你问这干什么 宫殿主人有些警惕地问道 李晨秋友善地笑了笑 我就是好奇 店内沉默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后 宫殿主人才继续说道 安心去玩你的游戏 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李晨秋嘴角翘起 扶着双膝站起身来 钥匙是不是在你手里 无人回应 李晨秋无奈地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他脑袋真是掉沟里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竟然没想明白 既然赢得游戏 就会获得钥匙 那钥匙不在宫殿里 就是在那个 自称宫殿主人的家伙身上 那自己干嘛 去玩这么危险的游戏 直接找宫殿主人 要不就行了 想明白这点 李晨秋摊开双手 我不玩了 我觉得 没必要为了一把钥匙 搭上自己的性命 说着 李晨秋便迈步 朝大门口走去 藏在暗处的宫殿主人 咬紧牙关 死死盯着李晨秋的背影 开门呀 不开门 等我抬脚踹呢 李晨秋不耐烦地大声喊道 混蛋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啊 下一秒 一道如残月般的圆弧 从李晨秋头顶出现 撕开空气 朝他的脖子砍去 李晨秋耳朵一动 脑袋一歪 与圆弧擦肩而过 不是说了 让你藏好吗 李晨秋眼中 闪过一抹寒光 抬手对准店内 一处未被烛火照的地方 您 只见李晨秋手掌虚握 店内飘荡的血雾 瞬间汇聚成一滴滴血液 在转瞬之间 化作一只血色的大手 抓向阴影处 啊 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从钻井的血手中传来 李晨秋伸手一拉 血手便来到他面前 散 李晨秋淡淡地开口说道 邪手微微一颤 砰的一声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人 掉到了地上 男人蜷缩在地 那双充满的怨毒的眼睛 死死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垂眸打亮了男人一番 一脚踩到对方的脸上 就你叫宫殿的主人啊 混蛋 男人大声一喝 抬手对准李晨秋 正要发射圆弧的时候 一道血刃凭空出现 扑斥一声 砍断了男人的手臂 啊 我的手 伴随着男人的惨叫声 他的手臂高高抛起 不过诡异的是 那只手臂并没有喷出鲜红的血液 而是化作一缕黑烟 消散在空中 而男人被切开的地方 也没有流任何血 像是烟囱一样 冒出滚滚黑烟 断掉的手臂 从断口处缓缓恢复 不过恢复的速度 与复苏者完全无法比拟 像归宿一般 太慢了 嗯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虽然好奇 但他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而是朝男人问道 一只药呢 赶紧说 别逼我一寸寸敲断你的骨头 把你折磨得不成人样 小子 我在冥地是无法死亡的 所以 男人露出一抹颠狂的笑容 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 就算你通过考验 我也不会把一只药交给你 好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李晨秋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蹲在了男人的身边 之后 哎呀 半小时后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说 男人躺在地上 唯你不振地喊道 身体像漏风的烟囱一样 冒出滚滚黑烟 在无先前嚣张的姿态 李晨秋拍了拍对方的脸 细写地说道 你不是说不会告诉我任何东西吗 我就是 我就是 一时被愤怒冲破了脑袋 所以才说出那些不成熟的话 李晨秋笑着点了点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说吧 在哪里呢 男人颤抖地伸出手 将掌心摊开在李晨秋面前 下一秒 男人的掌心缓缓裂开 一把银色的金属钥匙 出现在李晨秋面前 李晨秋笑着拿起钥匙 在手上颠了颠 早这么不就完了吗 偏要浪费我的时间 男人面色一黑 你压得 一开始就把我嘴踩烂了 我怎么说 远处 醒来的2号 与通过考验的4 5号 站在最里面的位置 京剧地看着李晨秋的方向 大哥 这这这 是什么情况 4号拉了拉的袖子 我不知道啊 2号茫然地摇了摇头 随后看向一旁的5号 你们地府的刘强 一直这么萌吗 5号眼神复杂 犹豫了一会儿道 刘强大哥是冰元素的异能 这人也不像啊 这时 李晨秋抬头望向 三人所在的方向 你们三个过来 三人文言浑身一阵 一个个面面相去 像中了鞋一样 纹丝不动 怎么 要我过去请你们吗 李晨秋眉头一皱 用脚踢了踢 被搞得半死不活的宫殿主人 几秒后 三人排成一排 低着头耸着肩 站在李晨秋面前 不要紧张 我就问你们几个问题 李晨秋和善地笑了笑 先从你这个宫殿主人开始吧 您叫我许叔就好 或许小许也行 许叔谄媚地笑了笑 好 许说 我问你 怎么离开明殿 李晨秋认真的问道 这关乎到他灾水身份 这 许叔脸上露出一抹为难 这我也不知道 要是我知道 我也不会在这里了 李晨秋眉头一皱 但并没有埋怨什么 不知道能怨谁 那我再问你 那个镜像人在哪里 李晨秋再次发问 镜像人 许叔一脸茫然 反问道 镜像人是啥 镜子里面的人吗 李晨秋 这一刻 他心中生起一种 把许叔打爆脑袋的冲动 呼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那你知道个啥 我好像没什么 哎 对了 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许叔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惊喜地看着李晨秋 什么事情 你说李晨秋将头探了过去 期待地看着对方 许叔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艰难地举起自己的手掌 我知道一只要在哪个地方 他就在我的掌心里 场上一片安静 六只乌鸦从几人头顶划过 许叔激动地说着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啥 真的 我手心里有钥匙 不信你们 碰 李晨秋抡起拳头 一拳将许叔的脑袋砸成黑雾 经过初步诊断 他发现 许叔这个人脑子有些不太对劲 可能与失去一只药有关 在对上李晨秋的目光后 三人的神经与皮肤瞬间紧绷 站在原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低着头像犯错的孩子一样 李晨秋眉眼微弯 嘴角缓缓上扬 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问完了就放了你们 你们再来到宫殿的路上 有没有看到所谓的镜像人 或者发现他们的踪迹 二号忐忑地抬起头 小声地说道 我我没见过 其余二人也摇了摇头 当我这么好骗吗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左手如鹰爪一样 掐住二号脖子 将对方的脸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骗人是要死的 李晨秋笑咪咪说道 二号大惊失色 扯着嗓子喊道 我没骗 不吃 李晨秋没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并只洞穿了对方的头颅 随后冷漠地看向其余二人 该你们了 四号和五号被吓得连连后退 直到退到墙角无路可退 我没骗大哥你啊 真没看见 一根毛都没看见啊 我也没看见啊 我就一路直直走过来的 什么都没遇到啊 两人用手挡在身前 声嘶力竭地喊道 李晨秋停下脚步 若有所思地低下头 自己故意杀掉一个人 都没让这两人改变答案 看来他们真的没有骗自己 都没有遇到镜像人 难不成根本就没有镜像人 李晨秋眉宇间闪过一丝不解 如果镜像人不存在 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出现 那自己还有必要隐藏容貌吗 要是根本不存在 自己顶着刘强这张脸 和别人动起手来 那岂不是有暴露的风险 毕竟提起一镜 便有堪比顶尖三镜的实力 大多数人能想到的 只有他的名字 罢了 反正现阶段还没出现镜像人 李晨秋喃喃自语道 话音刚落 他的容貌便恢复成了以前的样子 目睹一切的四号与五号 像傻了一般 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李晨秋 你妈 这不是李晨秋吗 这 不会吧 五号颤抖地伸出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可等他再次睁开眼时 映入眼帘的 还是李晨秋那张清冷的脸 这时 李晨秋刚好抬起头 两人的视线就这么直直撞在了一起 你 不要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喊了 五号拉着四号的胳膊 颤颤巍巍地朝后退去 不用害怕 我杀声不虐声 不疼的 李晨秋意念一动 两滴血液凭空凝聚 咻的一声 洞穿了两人的眉心 无痛杀死了两人 解决掉两人后 李晨秋走上前 在两人尸体上翻找了一番 找出了两眉心号弹 分别是来自地府与新世界这两个势力的 在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李晨秋迈步朝大门口走去 正当他想一脚踢开大门时 眼前的大门像长了一双眼睛似的 咔的一声朝两边打开 还挺会看眼色的 李晨秋诧异地嘀咕了一句 随后在大门正前方拉响了两枚信号弹 蹭蹭 两枚信号弹朝天空射去 红蓝两个光点逐渐放亮 直到在这片暗沉的天空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李晨秋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回到了宫殿里 等待着其他人的到来 他之所以这么做 有两个原因 但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目的 那就是 确认镜像人到底存不存在 三个人的说辞 还是太单薄了 并不能证明什么 他需要更多人 如果这片山林之中有镜像人 那再见到这两枚信号弹 肯定会往这边赶 就算没有镜像人过来 那这两枚信号弹 也肯定会引来一些复苏者 到时候 他也能一一进行严格审问 幽暗的山林之中 一道身影像猿猴一般 穿梭在茂密的树冠之中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安统斯三人组里的中年男人 何禄 此刻的何禄面色煞白 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那紧身的作战符 被撕成一条一条的 挂在他的身上 虽然身体状态不太好 但何禄的眼睛 却没有一丝暗淡 坚定不移注视着前方 躲避着身后的追击 寻求着生路 距离他身后百米远的距离 一个体型高达五十米的人形巨人 在山林之中横冲直撞 眼神炙热地盯着何禄 巨人劈头散发 浑身赤裸 圆滚滚的眼睛 像是两个血灯笼一般 在雪月之下一晃一晃的 吐出来的牙齿中 还能看到一条条断臂 神态争獰可恐 山林里的树木 还不到巨人的小腿膝盖 巨人每迈出一步 树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朝前倒去 掀起漫天尘土 在巨人的周围 还有十几个不到二十米的小型巨人 也正朝河路疯狂地追赶着 隐隐约约成包围之势 在这些巨人身后 还有一群人正不紧不慢地跟着 为首的正式地府马面 这安统斯的人 果然是有些本事在身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逃出生天 马面毫不吝啬地赞叹道 在半小时前 马面来到明帝 为了方便行动 他通过对讲机 将二十多个地府之人 聚集到自己身边 之后 一行人在山林之中 发现一座古城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马面带着自己的手下 走进古城 并在一座高塔上 发现一把钥匙 不过发现钥匙的不止他们 还有安统斯的河路与郑康 紧接着 双方就爆发了战斗 不过因为塔层面积太小的缘故 地府并未发挥出人数优势 钥匙被安统斯一方抢走 河路带着钥匙离开了高塔 郑康则留下来 拖住地府一行人 为河路争取拉开距离的时间 可就在河路刚迈出 古城的城门后 城内的建筑物 像流沙一般瞬间倒塌 废墟之中 一只只巨大的手掌破土而出 一个个高大的巨人 从废墟里爬出 朝河路逃离的方向跑去 而身处古城的马面一伙人 与郑康也因此受到了波及 不过这些巨人的目标都是河路 马面一伙人只死了几个人 但郑康就不同了 因为运气不好的缘故 迎面撞上了为首的大型巨人 直接被其一口吞下 生死不明 马面为了得到河路手中的钥匙 就带着手下 估计都是冲那把钥匙去的 要是我们得到了这把钥匙 岂不是也要面临追杀 一个复苏者不安地问道 马面眯起眼睛平静地说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到桥头自然直 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 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 让我再好好想想 与此同时 河路状态越来越差 他感觉自己四肢 好像快散架了一般 越来越不受控制 河路看着自己掌心中的钥匙 眼中闪过一丝挣扎 最终考核允许五人参加 而五人刚好对应五把钥匙 两者之间说不准有什么联系 有了钥匙 或许就有了参加最终考核的资格 有了获得凌旋器的机会 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可不放弃的话 就有丧命的危险 该死 河路咬牙骂道 攥着钥匙的手掌 就要松开的时候 幽暗的山林突然亮了起来 红光与蓝光交织在一起 短暂地驱散了阴影 河路抬起头 目光穿过夜与夜之间 缝隙望向天空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 如太阳般耀眼的两个光点 这是 地府和新世界的信号弹 河路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天空 过度的震惊 让他及时的脚步都停顿了一下 这是哪个人才发的信号弹 不知道明地里有镜像人吗 而且还是两个信号弹 这是生怕别人看不见 急得当火把子吗 不止河路猛逼 跟在后方的马面也猛逼 啊 马面呆呆地看着远方的天空 信号弹 大人 是不是我们的人和新世界的人打起来了 在寻求支援 有人猜测到 马面神色难看地说道 妈的 是智障马 在这地方发信号弹 那我们要过去支援吗 站在马面身旁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恐怕由不得我们了 马面宁谋 看向河路所在的方向 如马面所预料的一样 河路抓着树干的手 用力一荡 朝信号弹的方向跑去 如果遇到无法应对的敌人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把更多人牵扯进来 把谁搅得更浑 这就是河路心中所想 随着河路转移方向 他身后跟着的巨人们 也朝信号弹的方向跑去 两枚信号弹的影响不止于此 地府与新世界的信号弹 兼具照明 市井 持久的作用 光亮覆盖范围极广 可是距离更是惊人 一时间 无数瞎转悠的复苏者 在看到信号弹后 都纷纷朝李晨秋的方向赶去 就连沈元国也不例外 两枚一起发 这是打在一起了吗 沈元国一脸猛逼 身旁的小弟询问道 大哥 我们要过去吗 过去偷偷看一眼 正安安静静地待在宫殿里 欣赏着大殿的装修 并时不时地猜测一下价格 河路距离李晨秋所在的位置并不远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便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急速拉近 一只宫殿的轮廓 已经出现在了河路的视线之中 河路眼中燃起一道火苗 小腿肌肉瞬间绷紧 以更快的速度朝宫殿飞奔而去 回来 大型巨人问里问声地大声喊道 恐怖的声浪在空气中泛起阵阵漪 像冲杀的骑兵一样迅速朝河路接近 暴行 河路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俯身贴紧地面 双臂像一个诡异的弯曲 像一头豹子一样朝前扑去 速度快了五成不止 即便如此 也还是不够 河路如今不过一个一镜 和实力堪比四镜的巨人完全不对等 声浪追上了河路 化作浪涛拍向了他 扑 河路面色一红 喷出一大口血 身体在惯性的作用下翻了十几个跟头 将自己的脸撞得血肉模糊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大型巨人便跑到了河路身后 不到百米的距离 那张猙獰恐怖的笑脸 在红月下格外慎人 眼看大型巨人的脚就要 将河路踩成肉泥的时候 河路一个翻滚险 又显得躲过了脚掌 不过整个人只有一部分躲了过去 左手臂直接被巨人踩成了肉酱 巨大痛苦刺激着河路的神经 让他的脑袋得到了短暂的清醒 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一把钥匙 即使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也不愿松手 一瞬间 河路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了古城的名字 瘫之古城 生死之际 河路终于明白了所有 原来都是这把钥匙在作祟 就在他想松开钥匙的时候 一头小巨人从黑暗中袭来 一个鞭腿将他踢飞了出去 碰碰碰 在这股力量下 河路就像一个足球一样 落下右起来 将泥土地砸出一个又一个的浅坑 咔嚓咔嚓骨头声像鞭炮一样 在他体内响起 终于 河路在摔了七八下后 终于卸完了小巨人的力量 像一滩烂民一般 趴在一只宫殿十米外的位置 而他手中的贪支钥匙 也掉落在了一只宫殿的门口 看着空荡荡周围 河路露出一抹惨淡的笑容 哎 看来今年过年回不去咯 直面死亡 河路心中没有恐惧 只有数不清的遗憾 哐当 就在这时 宫殿大门缓缓打开 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从河路正前方传来 他艰难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青年 从宫殿内缓缓走出 青年五官如刀削般分明 眼眸像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样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 说不出的从容与淡定 仿佛天塌地线 都无法让他有丝毫动容 河路瞳孔微微放大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李晨秋 不间断地奔逃 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这早已让他身心俱疲 在看到如此一张淡定的脸后 一种说不出的安心 涌上他的心头 李晨秋走到宫殿门前 捡起地上的钥匙 抬眸看了眼急速靠近的巨人 随后又将视线挪到了河路身上 在看到对方胸前的蓝色球体后 李晨秋好奇地问道 你是安统斯的人 嗯 河路下意识地点头答应道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了神来 盯着李晨秋道 你是李晨秋 李晨秋点了点头 看来安统斯的工作也挺清闲的 还有时间看11号城市的娱乐新闻 河路没有理会李晨秋的调侃 攥紧拳头急切地喊道 快把钥匙扔掉 那些巨人都是冲他来的 李晨秋文言捏着贪汁药 对准红月照了照 这是五把之一的钥匙吗 竟然是黑色的 倒是不常见 你听不懂人话吗 快扔掉啊 河路再次大声吼道 找到的钥匙 为什么要扔 李晨秋 将钥匙揣进兜里 目光好奇地看向那一头头高大的巨人 这世上还真有巨人 不过长得倒是怪丑的 李晨秋望着那群巨人 嘴角微微勾起 眼中站一沸腾 扑通扑通的心跳越来越急促 往身体各个部位输送着氧气 这种大块头打起来一定很爽吧 这就是李晨秋此刻心中唯一的想法 你想干什么 河路似乎是察觉到了李晨秋的想法 脸上写满震惊 我想钻井钥匙 话音未落 李晨秋便如风一般消失了原地 呼呼呼 灵力的夜风之中 李晨秋如一道黑色闪电一样 毫不畏惧地冲向大型巨人 在距离大型巨人百米之巨时 李晨秋双膝微弯 脚尖猛地踩地 如飞鸟一般高高跃起 握拳挥向大型巨人的面部 滚 大型巨人怒喝一声 宛如雷震般的声音 震李晨秋脑袋嗡嗡作响 连带着全是都弱了几分 哄 大型巨人的手掌撕裂空气 如五指山一般压下李晨秋 碰 堪比六七级狂风的气浪 从两人碰撞的中心爆发 周围的大树都朝一旁倾斜而去 叶子像雨地一样直冲久消 下一秒 李晨秋像火箭一般 窜向一支宫殿 砰的一声 在大门前砸出一个深一米的深坑 让地面都震了一下 大型巨人也没好到哪里去 手掌直接被打出一个雪窟窿 五十米高的身躯朝后缓缓倒去 煞时间 地动山摇 上百棵的树木被压成积粉 枝叶和尘土漫天飞扬 巨人那粗壮的四肢陷入泥土之中 一个人形深坑出现在山林之中 好好好 大型巨人朝天嘶吼 连夜空下稀薄的云层 都被震散了几分 远处小山包上的马面目光惊骇 冥帝不是把所有人都压制到一镜了吗 这种实力是一镜该有的吗 大人 这就是我之前想跟你说的李晨秋 一旁的手下指着李晨秋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说 马面眼中充斥着怒火 手下委屈地低下头 我说了 我说山顶出现了一个随时一镜 但实力很强的天命者 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您就直接打断我了 说不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来汇报 马面 一只宫殿前 李晨秋抿了抿嘴角的血液 摇摇晃晃地站在起来 好险啊 差点就受伤了 一旁的河路猴杰滚动 瞳孔剧烈阵战 紧紧盯着李晨秋 这实力 怎么和自己了解到的 有点不一样 不是一镜可敌三镜吗 怎么现在连堪比四镜的巨人 也能斗一斗了 还没等河路想明白 一抹漆黑遮住了他的影子 只见一头小型巨人 一瞬间便来到河路身前 用自己的双手抓住巨人的牙齿 让对方的嘴巴无法合拢 只能瞪大眼睛看着李晨秋 腥臭的口水从巨人口中滴落 砸在河路的头上 这才让他回过神来 当河路抬头看到头顶上方的那张血盆大口后 嘴唇不由自主地的打颤 他能坦率地面对死亡 但不代表不惧怕死亡 你欠我一个人情 李晨秋垂眸看了河路一眼 随后双手用力朝两边扯去 死了 鲜血横流 李晨秋提起一顶 只听咔嚓一声 连接巨人脑袋的粗壮脖梗 直接断裂 那颗脑袋滚落在地 星红的眼睛到死都直直地看着前方 借刀一用 李晨秋弯腰拿起河路的横刀 嘴角勾勒出一抹兴奋的弧度 呼 迅急的狂风之下 李晨秋在其中肆意穿梭 手中的刀刃在红月之下 泛起诡异的淡红色 哈哈 好 李晨秋猖狂大笑 借着树干高高跃起 狂刀放着腰间 有黑透亮的眼睛 静静地俯看着下方 吼 吃 吃掉 巨人们目光贪婪地盯着李晨秋 朝同一个位置涌去 磊成一座小小的肉山 几十只大手 朝李晨秋落下的方向伸去 五十米 四十米 三十米 李晨秋不断下落 目光也越来越冷漠 此刻他的耳边再无嘈杂 只能听见呼啸而过的夜风 眼前也不再是一张张丑陋的大脸 而是一条条绷紧的弦 呼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在距离巨人们还有机密的时候 他动了 蹭 横刀四月 只是轻轻一挥 几十只大手高高抛弃 血如繁星 点缀着有些孤独的刀光 李晨秋如风一般 剑缝插针 手握横刀在巨人群中 带起片片血红 就连黑色的土地都被染成了深红色 一个个巨人被砍翻在地 被其他巨人踩成烂泥 把李晨秋围的水泄不通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无法靠近李晨秋周身一米之内 谁要越过条线 等待他的 就是一道冰冷的刀光 与此同时 新世界的复苏者们也赶到了附近 正好看到了李晨秋从天而落的一幕 一个个像木头一样弄在原地 此刻 为首的沈元国出现了和马面一样的疑问 这尼马是一镜该有的实力 大哥 这人是新闻上说的李晨秋 我没长眼睛看不到吗 沈元国有些不耐道 眼中是压不住的惊骇 虽然他看过关于李晨秋的新闻 但当看到真的有人 在一镜有这么强的战力时 内心还是大受震撼 哄 地面突然开始震动起来 先前那个倒在地上的大型巨人 终于从爬了起来 当看到李晨秋在大肆屠杀自己的子民时 他那双眼眸彻底被星红冲斥 倒到青筋 在皮肤表面爆起 尸 尸掉 大型巨人迈着大步朝李晨秋跑去 挥舞的手臂将一些较矮的山臂撞得粉碎 远处 李晨秋立于尸堆之上 大口喘着粗气 就在几秒之前 他已经杀死了最后一只小型巨人 听着背后传来的动静后 李晨秋低头看着那把卷刃的横刀 又扫了眼浑身时 血得自解 最后一只 李晨秋用手轻抚过刀身 露出横刀本来的样貌 碰 碰 脚步声越来越近 地面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李晨秋深吸一口气 缓缓转过身去 直勾勾盯着大型巨人 在冥地 生命能量无法使用 也就意味着 复苏者不仅不能再生 也无法恢复体力 在经过刚才高强度的作战之后 李晨秋的身体 已经发出疲乏的信号 这也就意味着 李晨秋无法与大型巨人正面作战 所以 他想获胜 就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快 快到超越巨人 快到超越疾风 吃掉你 大型巨人那如小山般的手掌 抓向李晨秋 将其完全笼罩在阴影之中 一个是一米多高的人 一个是五十米多高的巨人 两者的相遇 就像清水遇到热油 极具视觉冲击力 一时间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就在那只大手 即将碰到李晨秋的时候 李晨秋动了 他的脚像弹簧一般 将整个身体发射了出去 从巨人手指间的空隙脱身 你也能杀死我 李晨秋目光凌厉 双手握紧横刀 朝巨人的手背砍去 扑吃 卷刃的横刀 卡进巨人的手掌里 血液如小溪般鼓鼓流出 好 巨人吃痛一觉 用另一只手掌拍向李晨秋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晨秋眼中寒光四射 脚下猛地发力 整个人如直升机的螺旋桨一般 沿着巨人的手掌盘旋而上 嘶嘶 煞时间 红色的血液像飘扬的红丝带一样 缠绕着巨人的手臂 大块大块的血肉 从巨人手臂上脱落 无力地垂落在他的骨头上 不 巨人的五官扭曲在一起 抬起手掌 提前朝自己的左肩膀拍去 如果李晨秋继续上前 便会正好被巨人的大手拍到 面对巨人的预判 巨人的手掌就要落下的时候 李晨秋将自己整个人蜷缩起来 细密的血痕从他脚掌蔓延而上 仿佛在积蓄着什么恐怖的力量 千军一发之际 一阵沉闷的巨响声从李晨秋脚下传来 巨人的手臂仿佛被炮弹轰击了一般 无力地朝下垂落 而李晨秋的身影像是被天地抹去了一般 消失在夜色之下 好好好 巨人发出惊恐的怒吼 眼神茫然无措地朝四周看去 与此同时 巨人的头顶之上 李晨秋像陨落的流星一般 朝下坠落 卷刃的横刀 硬着红月发出夺目的色泽 此刻的他就像神明的天伐 双目中凝聚着蔑视一切的冷漠 尖利刺耳的破风声在天地中响彻 巨人终于听到了头顶的动静 他抬起头来 直直对上了李晨秋的眼眸 瞬间 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惧 突然在巨人心中滋生 他下意识地想伸手抵挡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晨秋的身形 贴着巨人的脸颊飞过 握紧刀柄插进巨人脖梗 给我死 李晨秋冷喝一声 脚尖踩在巨人的脖梗之上 用脚掌带动刀柄 沿着巨人的粗壮的脖梗转动 擦 如小溪般的血水 从刀刃锁过之地喷射而出 像夜空之中溢式的烟花一般 璀璨又暗淡 不不不 巨人张开血盆大口 恐怖的声浪掀起狂风 吹得李晨秋的衣衫烈烈作响 震得李晨秋而恐血流不止 咔嚓 刀刃断裂的声音 从巨人脖梗中传来 李晨秋知道 他的横刀砍到巨人的颈椎了 仅凭横刀的硬度 还不足以撼动巨人的骨头 不过没关系 没有刀 他还有自己 李晨秋脚尖一蹬 跳到了与巨人眼睛平行的位置 永别了 李晨秋嘴角勾起 左腿撕裂空气 发出震耳的音爆声 直直踢向巨人的脑袋 砰 连接巨人脑袋的颈椎直接断裂 巨人的脑袋像炮弹一样 朝远处的小山包蹦射而去 砰 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像 小山包上烟尘漫天 石子像子弹一般见射而出 一个深达十米的巨坑 出现在山包之上 而在巨坑几十米之外的距离 马面咽了口口水 颤巍巍地抬起手 摸了摸脸上 被石子划出的血痕 场上 在踢飞巨人的头颅之后 李晨秋从空中落下 平稳地落在地面 那高达五十米的身体 在李晨秋身后缓缓倒下 砸到一大片的树木 掀起一阵狂风 一分钟后 场上逐渐安静下来 李晨秋从中缓缓走出 迈着有些虚浮的步子 走到一只宫殿前 将已经没有刀刃的刀柄 扔在河路面前 你的刀该换了 太顿了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你 河路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李晨秋 你这是一镜 李晨秋摇了摇头 我已经突破到二镜了 不过现如今 被冥帝压制到一镜 确实是一镜的实力 我 你 谢谢 河路支支吾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最后就憋出来一句谢谢 说完 他便忍着身体各处传来的剧痛与不适 扶着站了起来 虚弱地问道 我有个同伴 被那头巨人一口吞掉 你能扶我过去 让我自己找找吗 得等一下 附近的眼睛有点多 李晨秋扭头环视四周 河路文言朝四周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条 只见周围的山林之中 或结伴 或独行 粗略一看 起码有上百只复苏者 新世界的沈元国 与地府的马面也在其中 一个个神情忌惮 又贪婪地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 你身后的宫殿里 应该也放着钥匙吧 是不是被你已经拿走了 马面目露寒光 看了眼李晨秋的口袋 李晨秋不屑一笑 对 里面的钥匙被我拿了 刚才巨人守护的钥匙 也被我拿了 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等马面开口 远处的沈元国 故意讥笑道 你再强不过就是个一镜 一个人杀了这么多巨人 你如今还能发挥出 先前的几分威猛 我们不是瞎子 你那藏在袖中打扎的手 还有那虚浮的脚步 这无意不再暴露着你的虚弱啊 马面眯着眼计 虚道 我知道你应该还有一战之力 但我并不觉得 你能再次以寡敌众 我们复苏者之间虽然有摩擦 但面对人类 却是格外团结 你能杀死那些头脑简单的巨人 但不代表你能杀掉 如此多的复苏者 有能力应对上百种异能 我说的对吗 所以呢 李晨秋眉头一挑 宁愿给我说这么多话 也不愿意上来试试我的深浅 是不想和我打吗 李晨秋神情淡定 眉宇中没有一丝虚弱 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伪装的 如这些人所料 李晨秋在杀掉 最后一只巨人的时候 已经游进灯窟了 过度透支体能 让他大脑昏昏沉沉 他有自信 就算游进灯窟 只要他想走 没人能留住他 见李晨秋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反而有些松口的意思后 马面趁热打铁道 说实话 我不想和你打 虽然我们联手 可以轻松拿下你 但你若临死反扑 也会伤到我们不少人 在这种街步眼上 我不想让我的人 死在如此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没错 将你身上的两把钥匙交出来 我心事借一方 不会管你的去留 如何 沈元国直截了当地说道 李晨秋轻笑一声 眸光越发寒冷 李晨秋轮起袖子 眼中闪过一抹毫不掩饰的鄙夷 你们谁配称谅我 谁敢称谅我 嗯 李晨秋迈不上前 眼神肆无忌惮地扫尸众人 对到他视线的人 无不低头回避 比其锋芒 一个个胆怯地朝后退去 马面扭头 正想对自己的手下说些什么 但映入眼帘的 只有寂寥的空气 啊 马面一脸猛逼地转头看去 只见他那忠义的手下 都退至十米之远 一脸无辜地盯着他 你们退什么 有什么怕的 不是还有我吗 马面气急败坏地喊道 可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让那些复苏者脸上 露出了一抹质疑之色 你们什么意思 都滚回来 在马面的强烈要求下 地府众人不情不愿地 回到了他的身边 几个皮操肉后 更被马面拉到了自己身前 沈元国那边能好一点 起码没拉人挡在自己身前 两人稳住一切后 才将目光再次放到李晨秋身上 李晨秋 看来你并不想活着离开这里啊 马面目露凶光 从腰间抽出自己的横刀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两把钥匙交出来 沈元国眯起眼睛 戴在手上的纸虎套 泛出阵阵寒光 一时间 一股肃杀的味道 在此刻蔓延开来 似曾相识啊 李晨秋鸣嘴一笑 恍惚间仿佛回到了那个下午 一样被人团团围住 一样被人视作案板上的鱼肉 虽然一切都很相似 但有一样却是不同 时间变了 捕食者的身份对调了 你们这么多人 地上的一块石头 落到了他的手中 马面诧异一笑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你 五秒钟 李晨秋伸出五根手指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根一根的落下 众人的心跳声也随之加速 尤其是那些在外面就是一镜 想尽来碰碰运气的复苏者 更是冷汗直冒 双腿止不住的打战 狂妄 你以为 李晨秋灿烂一笑 直接打断了马面的话 时间到了 祈祷自己别被我盯上吧 下一秒 放射性痕迹从李晨秋脚下爆发 他的身影在一个眨眼之间 闪生到了一个复苏者身前 别 碰 没等对方把话说完 李晨秋直接用石头 打爆了他的脑袋 红色的血液像泼墨一样 溅在了其他复苏者脸上 碰碰碰 还没等其他复苏者回过神来 李晨秋攥紧石头 像杀红眼的屠夫一般 又接连打爆了几个复苏者的脑袋 我投降 别杀我 别杀我 这种怪物 怎么可能是我们能应付的 快跑 快跑 你们冷静一下 他已经力竭了 我们一起上 我冷静你个奶奶 他力竭 你怎么不上 混蛋 你是谁的手下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你爸爸 一人趁乱骂道 只留马面一脸铁青的站在原地 在李晨秋的肆意屠杀下 众人心中积蓄的恐惧 在死亡的鼓舞下彻底爆发 一个个像得了失心风一样 朝其他方向跑去 任凭马面与沈元国 怎么阻拦都没用 虽然马面和沈元国说的很有道理 其他复苏者也认可他们说的话 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复苏者不怕死 死亡的冲击力 远比任何的话术都顶用 直面死亡 没有人会不恐惧 在李晨秋用石头杀死 第一个复苏者的时候 所有复苏者的心理防线 已经崩瘫了 场面越来越乱 站在人群里的马面 和沈元国对视了一眼 随后转身跑向 幽黑的山林之中 小子 你最好一辈子 缩在这里面别出来 一辈子 马面照例开始了放狠话缓解 我让你走了吗 李晨秋深邃的目光 锁定马面 如鬼魅一般冲了上去 马面回头 在看到李晨秋那张脸的时候 差点被吓瘫在地 为了保住自己性命 马面伸手抓住 跑在自己身前的两个复苏者 用力把他们扔向自己身后 拖住了李晨秋的步伐 借助这个机会 马面显而又显地逃出生天 头也不敢回地 钻进黑暗之中 见状 李晨秋也没有再进行追赶 而是停下脚步 转过了身去 就在李晨秋转过身的一瞬间 他的眼中锋芒迅速消散 眼皮上仿佛压了一块石头一样 随时都要落下 不过 虽然面色为敏 但李晨秋的背影 却没有一丝动摇 他迈着还算正常的步伐 来到何璐面前 静止蹲了下来 将自己的手 搭在何璐腹部的伤口处 装出一副看伤样子 嗯 何璐因为下意识的疼痛哼了一声 抬头看向李晨秋 当他看到李晨秋那不断颤抖的瞳孔时 心脏猛地一跳 下意识地想伸手朝李晨秋扶去 别扶我 你没事吧 我要怎么帮你 李晨秋虚弱地抬起头 生如蚊蚓 让我扶着你 安静地蹲一会儿 蹲一会儿 我就好了 李晨秋的声音越来越小 说到最后的时候 已经闭上了眼睛 一动不动 先前的战斗中 李晨秋一直憋着一口气 在此刻才彻底松了出来 身体上的痛疼 在此刻都一股脑涌上他的脑海之中 换成别人 或许会疼得死去活来 甚至晕死过去 但李晨秋是一言不发地硬扛了下来 相比于突破二进时的痛苦 这点伤痛连皮毛都撑不上 一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一只宫殿周围已经恢复了安静 李晨秋也在此时睁开了眼睛 双目之中再无颓势 何璐惊讶地看着李晨秋 你你你这就恢复了 李晨秋甩了甩胳膊 点了点头 差不多 等再缓一会儿就好 何璐嘴巴微微张开 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 自己受了伤 连站起来都是很大的问题 这小子经过这么激烈的打斗 十分钟就恢复了 你是安静斯那边派来肃清灾水 李晨秋耳朵突然一动 声音戛然而止 啪哒啪哒啪哒 一阵湿塌塌的脚步声 由远至近 何璐暗淡的眼眸逐渐出现亮光 惊喜地喊道 郑康 李晨秋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五官轻瘦的青年 一瘸一拐的地走了过来 青年像是从水中爬出来一样 失年的头发一条条贴在头皮上 手中握着的横刀上沾满鲜血 此人正是先前被巨人一口 吞入腹中的郑康 他也是安静斯的人吗 李晨秋沉声问道 对 何璐兴奋地点了点头 抓着李晨秋的胳膊 艰难地站起身 李晨秋文言淡淡地看了二人一眼 瞳孔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意 但在思索了一番后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若杀了这二人 安静斯肯定还会派更厉害的人来 还不如留着两人 来一个灯下黑 顺便混淆混淆对方的调查方向 很快 李晨秋扶着何璐来到郑康身前 你没事吧 何璐激动地抓住郑康的胳膊 对不起 害你被巨人吃 这不是何叔你的错 是我自己大意了 不过好在 我的异能就是以防御舰长 巨人奈何不了我 郑康应挤出一抹虚弱的笑容 李晨秋眉梢一条 扭头看向那具无头尸体 在尸体位部的位置 如今被破开一个血窟窿 呼何璐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何叔 我想问一下 这些郑康神色茫然地看了眼周围 又在不经意间打量了李晨秋一番 眼中满是好奇 何璐捋了驴脑中的思绪 解释道 说来话长 先前 之后的时间里 何璐把先前发生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而郑康的表情 也从一开始的茫然到质疑 再到惊骇 直到猛圈 啊 郑康退后几步 上下打量着李晨秋 他可是和巨人交锋过的 那种实力 根本就不是一进可以匹敌 放眼整个联邦 恐怕给那些一中无一的天才 加上数只恐怖的玄气 才能做到全奸巨人 不用太惊讶 我也只是取巧罢了 李晨秋谦虚了一句 呃 好 郑康神情呆滞地点了点头 对了 你们 李晨秋正想打听打听 灾水的事情时 一阵咕噜咕噜 似长到蠕动的声音 在他面前响起 何璐与郑康也是如此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转头看向眼前 几秒过后 一个个诡异蠕动的红色小字 凭空出现 恭喜各位 集齐五把钥匙 祭谈方向 以明 静候 李晨秋在看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眼前的红色小字 像钻进空气中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时在红色小字消失的一刹那 李晨秋转头看向红月所在的方向 冥冥之中 他感觉那个方向 有什么在吸引着他 何璐转头看了看李晨秋 又看了看郑康 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 那个方向 有很吸引自己的东西 两人文言头也不回地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过去 没等郑康把话说完 何璐便拉住了他的胳膊 呵斥道 过去干什么 送死吗 你我现在什么状态 我一个残废 你一个半残 遇到那些复苏者 拿什么斗 可 郑康不甘地抿紧嘴唇 现在小夜下落不明 我们连自保都做不到 拿什么去争 拿什么去阻止那些复苏者 何璐面色阴沉 郑康没有说话 默默背过身去 显然是认可了何璐的决定 说服完郑康后 何璐看向李晨秋 认真的说道 这份恩情 我何璐记下了 若我能活着离开这里的话 我一定还上 你 复苏者多奸诈 你多加小心 文言 李晨秋眉头不受控制地低垂了下来 这对他来说 可不是个好消息 如今局势上不明朗 规则上所说的镜像人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此地的出口在哪里 也无人知晓 明帝的一切都仿佛被迷雾笼罩 李晨秋能做的 就是把不确定因素 放到自己身边 由自己根据形式 来判断这些不确定因素的生与死 所以他不能让这个两个人 离开自己的视线 若他们执意要离开 那自己只能被迫下杀手了 想明白这一点 李晨秋摇了摇头 眼中满是坚定 我是不会把你们抛在这里的 如今冥帝之中 或许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类 其他全是复苏者 你们两个没有我丧命的几率太大了 所以跟我走吧 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的 这 何璐没料到李晨秋会这么说 不自觉地瞪大眼睛 站在一旁背着身的郑康 在听到这话后 也是一脸惊讶地转过身来 何璐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吧 我们两个跟着你 只会拖累你 你 保护你们 不过就是顺手的事情罢了 谈不上拖累 别浪费时间了 一起走吧 最终在李晨秋的劝告下 何璐与郑康二人 点头答应了下来 三人结伴朝红月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块平坦的平地 没有起伏的山包 没有特殊的树木 但若说它是一块平地 其实并不严谨 因为这块土地的中间位置 被一道长长的深渊 硬生生截断 其切口平整 像是被什么利器砍出来的一样 在深渊的靠左的位置 有一个类似于城墙的桥梁 连接着东西两边 桥梁宽百米 全长过万米 两边是用石砖搭建的围栏 地面由青石砖铺设而成 像跟木棍一样 横在深渊之上 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一伙人出现在了东边的平地上 这些人赫然就是地府 与新世界的复苏者 在李晨秋的压迫下 马面和沈元国 暂时放下了以往的芥蒂 联合在了一起 祭坛应该就在桥那边 我们要过桥吗 马面面色凝重 说话的同时 还时不时观察着四周 警惕着李晨秋的出现 沈元国摇了摇头 口吻吃一道 桥那头都是大物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贸然过去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要不我们等李晨秋过去后 我们再过去 那你有没有想过 李晨秋过了桥之后 会不会在桥头堵我们 马面反问道 见沈元国没有说话 他继续补充道 过吧 起码能抢占个先机 说完 马面便带着地府众人 率先朝桥上走去 沈元国见状 虽然心里有所顾虑 但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相比于未知的危险 他更害怕已知的李晨秋 与此同时 在镜头那片茫茫大雾之中 一道消瘦的身影 慵懒地依靠在围栏上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若李晨秋在此 他定会觉得 众人的神经还是很紧绷的 但在安然无恙地 走了好一会儿后 逐渐放下了心来 压抑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马面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手下 迈步走到了队伍最前方 一旁的沈元国 鄙夷地看了马面一眼 你就这么害怕吗 小心使得万年船 只有我活着 地府其他人才能安全离开这里 马面理所当然地说道 沈元国轻笑一声 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 把怕死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见桥上没出现什么危险 众人也加快了脚下的动作 很快便从大桥中段 走到了接近桥头的位置 茫茫大雾之中 众人相互之间用手搭着肩膀 一道道光束从人群中射了出来 照亮前方的路 大家不要害怕 有我在 你们放心大胆往前走 马面站在人群中央 中气十足地喊道 地府众人脸色一黑 古怪地看了马面一眼 都小心一点 快到桥头了 沈元国冲身后喊了一声 随后放慢了脚下的步伐 一时间 场上无比安静 每个人都不敢发出异样的声音 走在靠前方的一个男子 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冷汗 手电筒的光束 恰好照向了大桥的左前方 男子擦完汗 正要将手电筒的光束方向摆正时 他的目光突然停在了光束的尽头 连带着手上的动作也停滞下来 身旁的同伴发现了男子的异样 伸出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 你你 你照照那里 我怎么看着那里好像有个人啊 男子有些慌张地说道 啊 有人 同伴闻言眉头一皱 半信半疑地将手电筒 朝男子说的方向照去 在两道光束的之下 大雾之中的一道黑色人影 变得逐渐清晰 人影靠在护栏上 抬头朝天看去 仿佛在欣赏红月的一般 有人 真的有人 大人 那边有人 同伴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煞白 马面神情一阵 人在哪里呢 再在 大桥十点钟方向 下一秒 无数道手电筒的光束 朝人影聚集而去 将他周围的黑暗全部驱散 人影那张俊秀的脸 也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这 沈元国瞳孔微微一颤 下意识地朝后退去 这个人他太熟悉了 不正是李晨秋吗 李李 晨秋 他怎么会在这里 不知道啊 我们不是在他前面吗 大人 这这 下怎么办啊 原本井然有序的队伍 瞬间变得慌乱起来 一些胆小的 已经开始偷偷地往后撤了 马面强压下心中的恐惧 洋装镇定道 李晨秋 你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 你想干什么 沈元国退到安全位置后 也出声道 你是想要钥匙吧 我们可以不用打的 我们可以合作的 他原本是不想 和李晨秋合作的 可当看到李晨秋那张气定神弦 肤色红润的脸时 他就放弃先前想偷袭的念头 这模样 哪有一点虚弱的样子 完全就是一副全胜的姿态 怎么可能偷袭成功 靠在护栏上的李晨秋转过头去 清冷的目光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向沈元国 原来我叫李晨秋 莫名其妙的话 引得众人满头雾水 但站在最前方的沈元国 却反应了过来 他眉头皱成穿字 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 镜像人 一瞬间 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了 神情惊骇地看着静晨秋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静晨秋缓步走到大桥中央 冰冷地说道 此为神鹿 不通凡人 所以 说到这里的时候 静晨秋缓缓抬起自己的手掌 跑 马面率先反应过来 朝后几句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人在请客之间 乱成一盘散沙 都不要集中在一起 都散开 李晨秋指 擅长进战 沈元国冲新世界的队伍喊道 随后他也朝来十路跑去 李晨秋的战斗力 沈元国是见识过的 自己这伙人 连对方半残都拿不下 更别说现如今 不死不灭的镜像人了 在听到沈元国的话后 原本扎堆在一起的人 急忙散开 像发疯了一般狂奔着 静晨秋脑袋一歪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不解 什么叫自己只擅长进战 团战才是自己的强项啊 看着疯狂逃命的众人 静晨秋意念一动 扑 下一秒 他的胳膊化作一道水柱 冲天起而起 窜入大雾之中 紧接着 一股寒流在众人头顶上方蔓延 扩散 跑在最前方的马面 突然心头一跳 自认为安全的他 转头看向静晨秋 正好看到了静晨秋手臂 逐渐变换成水流 冲天起 的一幕 这 马面瞳孔骤然缩紧 过度的震惊 让他脚步都慢了下来 一直保持着 回头往后看的姿势 追上来的沈元国拍了下马面 你愣着干什么呢 马面猴姐滚动 那个 那个李晨秋的异能是什么 大力啊 怎么了 可可 为什么他能变成水 不吃 没等马面把话说完 一道破肉声 从他身后传来 他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复苏者没心处 出现一个血洞 然而 这只是个开始 大雾之中 一滴一滴的水珠 像子弹般射出 羞羞羞的破风声 不绝鱼耳 场上哀嚎连连 啊 什么情况 这鱼怎么回事 为什么能射死人 救我 救 啊 这不是网上栽水的异能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等一下 为什么这个镜像人 身体会变成水 李晨秋有这个能力吗 有人回头发现了异样 大声喊道 别看了 李晨秋就是栽水 往桥头跑 马面大声嘶喊道 洪亮的声音 在大雾之中 久久不曾消散 比起桥西的混乱与嘈杂 桥东格外的安静 李晨秋一行三人穿过山林 走过平地 来到了长桥的桥东 河路的腿脚不方便 一直由正康搀扶 这也导致三人赶路的速度很慢 直到现在才来到深渊前 李晨秋走到离深渊 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停下来 抬脚将一块石头踢了下去 死寂一般的安静 石头就像石身大海一样 没发出任何声音 看样子很深啊 李晨秋低声喃喃道 随后抬头看向桥的另一头 可即使他目利惊人 但也什么都看不清 浓浓的大物将一切都隐藏了起来 在红月之下带着淡淡的新红色 显得格外的诡异和阴森 李晨秋转头对着两人说道 估计地府和新世界的人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别浪费时间了 河路犹豫了一会儿道 要不我们就待在桥这头吧 那边说不定会出现什么事情 我们跟着你 反而会让你束手手脚 不用 李晨秋语气坚定地一口回绝 你们不会让我束手束脚的 快走吧 说完 李晨秋没给两个说话的机会 直接走上长桥 郑康与河路对视了一眼 无奈地跟了上去 在三人全部迈步走进长桥的时候 耳边再次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李晨秋停下脚步 垂眸朝前方的看去 几秒钟后 歪歪扭扭的红色小字缓缓出现 所有参与者都已踏上神路 满足离开明帝的条件 红月朝西为祭坛所在方向 朝北为离开明帝的传送门 请各位自行判断 轰隆隆 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声从三人身后响起 河路率先反应过来 转头朝身后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直径 接近五百米 占据了整个桥头 呈顺时针旋转的黑色漩涡 这 突然出现的庞然大雾 吓得河路浑身一震 要不是有郑康在身后扶着他 恐怕河路如今已经倒地上了 李晨秋走到漩涡前 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一番 转头对两人说道 既然出口已经出现了 那你们就赶紧离开吧 多谢了 今天的恩情我河路记下来 出去一定都能感谢 河路感激地冲李晨秋点了点头 李晨秋摆了摆手 不必了 我 这怎么行 救命之恩不是其他小恩小坏 怎能不报 河路激动地打断了李晨秋的话 一旁站着的郑康也劝道 是啊 可能弟弟你眼中这是 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可这敌的确却救了我们的命 这恩必须报 李晨秋古怪地看了两人一眼 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灯门就不必了 你们要报恩的话 可以给我银行卡上打钱 我挺穷的 不然也不会为了几百块 上山兼职登保安 场上一片安静 六只乌鸦 从河路与郑康两人头顶划过 呃 钱 河路似乎没听清李晨秋说什么 不确定地问道 对 就是钱 钱多钱少 全看你们安统寺的心意 李晨秋笑着回答道 河路愣了一会儿后 后知后觉地说道 哦 好 那就钱 听到这个回答后 河路的形象在李晨秋心中瞬间拔高 李晨秋眼中的寒意 都因此淡了几分 多了几分柔和 就在李晨秋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的耳朵突然一颤 嗯 李晨秋眉头一挑 视线越过二人看向乔西的方向 就在刚刚 他的耳朵隐隐约约听到一阵瓷起彼伏的嘶喊声 郑康察觉到李晨秋面色的变化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李晨秋轻松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 你们快走吧 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就多几分危险 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 弟弟 安统寺除我们之外 还进来一个年轻女子 要是你能在桥上遇到她的话 希望你能帮帮她 我们安统寺感激不尽 何璐攥着李晨秋的手 神情真挚地说道 李晨秋递给何璐一个放心的眼神 一定 同为人类 我不会不管不顾的 多谢 感谢 两人在道完谢了 便一个扶着一个走进漩涡 北黄山 宫活广场 士兵们两两一组抬着担架 搬运着广场的尸体 那扇与云层接壤的血色门户前 夜忧忧心冲冲地站在原地 在她的额头上 还有一个鼓起的大包 先前就在夜忧要冲进血色门户时 门户前仿佛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 砰的一声将她反弹在地 唉 这包什么时候才能下去 夜忧有些苦闷地伸手摸了摸额头 她倒不是在乎眉丑 而是觉得有些丢人 这时 一个士兵小跑到夜忧面前 长官四处都查看了 没有发现096灾水的踪迹 卫星电话呼救的位置 有什么发现 夜忧侧谋看向士兵 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 能确定096灾水 与其他复苏者发生了战斗 至于之后谁赢谁输 灾水去了哪里 我们暂时没有结果 夜忧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命令到 进行血液采样 送去检验科 将血液的数据全部录入DNA数据库 明白 士兵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随后小跑着离开了这里 夜忧目光深邃地看着血色门户 难道在里面 不在山上 她能想到的 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没等夜忧往下伸响的时候 血色门户的表面 泛起一阵涟漪 两道身影一蹶一拐地 从中走了出来 正是河路与郑康二人 夜忧 两人齐声诧异地说道 你们怎么成这副样子了 夜忧关切地走上前 从郑康手里 掺过河路 河路无奈地笑了笑 说来话长 等我谢谢给你细细讲 对了 你怎么没进去 还有你头上的包 是怎么回事 夜忧面色古怪地敷衍道 不小心撞了一下 不重要 先说说你们的事情吧 与此同时 冥帝的大桥上 李晨秋立于漩涡之前 静静地看着前方 惊人的目力 已经让他看到了逃窜的众人 也让他看到了 从空中不断落下的雨地 李晨秋很清楚 那是积水的手段 自己的镜像人来了 长桥上 零零散散一群人 拼命地朝桥东跑着 那些体力不知落在后方的人 直接被水珠穿梅而过 无情射杀 马面扭头在看到身后 所剩无几的地府众人后 面色阴沉的 仿佛能滴出水来 本身一二进的复苏者死就死了 那些三四进的复苏者 可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心腹 每死一个 都让他的心多痛几分 赶紧跑 就快到出口了 不想死 就给我跑起来 马面急得跳起来大声喊道 就像体育老师 在督促学生跑快一些 就在马面还想再喊些什么的时候 和他并排 冲在最前方的沈元国 伸手拉了拉他的胳膊 怎么了 马面近乎嘶喊地说道 沈元国咽了口唾沫 指着前方道 娜娜 是不是李晨秋啊 马面文言脸上的动作 瞬间僵了下来 想到了先前的红色小字 所表述的内容 对啊 所有人都到了 这座被称为神鹿的桥上 那李晨秋 怎么可能不在 想到这里 马面咬紧牙关 像僵尸一样 僵硬地扭过头去 看到了漩涡之下 那道渺小的身影 他不想靠近那道身影 但他没得选 菜式原罪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多的复苏者 注意到了李晨秋的身影 李晨秋冷漠地扫了众人一眼 既然知道了 那你们也就不用出去了 说完 李晨秋意念一动 无数小水滴在他周身凝聚 静静等待着马面 踏入自己的攻击范围 不知是不是被追杀出 惊艳的缘故 沈元国与马面 停在了集水攻击范围以外的位置 蹬在他们身后的一群人 也被迫停了下来 他们一会儿看看李晨秋 一会儿看看即将靠近的静晨秋 每个人的身体 都止不住地颤抖 马面看着不断逼近的静晨秋 扭头冲李晨秋喊道 李晨秋 我们都是复苏者 没必要搞得头破血流 你的镜像人就在我们后面跟着 他实力很强 而且不死不灭 以你的实力也赢不了他 李晨秋轻笑一声 你想说些什么 我我们合作 只要我们一起 把你的镜像人推下深渊 就能过 马面话还没说完 他身旁的手下 便惊恐地扯了扯他的胳膊 大人 那东西追上来了 文言 马面惊恐地扭头看去 啪哒 啪哒 大雾中缓缓走出 双秋夹击 马面与沈元国等人进退不得 李晨秋 你还在考虑什么 我们都是复苏者 只有齐心协力 才能抗衡你的镜像人 沈元国大声喝道 李晨秋没有回答他们的话 而是好奇地看着静晨秋 而静晨秋也好奇地看着他 两人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动手 任凭夹在中间的复苏者 放声呼喊 有意思 静晨秋诡异地笑了笑 伸手打了个清脆的响指 呼呼呼 煞时间 桥上吹起冷冽刺骨的寒风 一道道黑烟从大雾中窜出 落在桥面上 幻化成人形 这一大群人中 有马面 有沈元国 不管是死在桥上的 还是尚且存活的 都在其中 显然 这就是其他人的镜像人 镜像人出现以后 先是上下打量了 一下自己的身体 随后像一头 鸡肠鹿鹿的恶狼一般 看向夹在中间位置的复苏者们 静晨秋神情戏血 抬手将众多镜像人拦在身后 都不要动 让我们看看狗咬狗 那些复苏者们 在听到这话后 心中屈辱万分 但却不敢在嘴上说些什么 一个个都扭头 看向马面与沈元国 沈元国转过身 死死盯着李晨秋 你当真要如此 李晨秋眸光暗沉 我不喜欢杀戮 但我没得选 你们必须死 说完 他周身的水珠扩散而出 静静地悬停在空中 沈元国脸上露出一抹惨淡的笑容 杀掉我们之后 你自己再出去 不 李晨秋摇了摇头 我会走到对岸 还犹豫什么 冲 马面喊了一嗓子 提着两个复苏者 率先冲了上去 其他复苏者 见状咬着牙也跟了上去 一时间 场面无比混乱 为了谋取一线生机 所有人都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冲 散 李晨秋嘴唇微张 一滴滴水珠 像子弹一般迸射而出 精度之准确 远超静晨秋 虽然静晨秋 拥有李晨秋的所有能力 但若论熟悉度 两者可谓是天差地别 在李晨秋的无差别屠杀下 一个接一个的复苏者倒在地上 场上残存的复苏者也越来越少 但百密尚且有一书 密集的水滴之下 也有人侥幸走到了最后 李晨秋抬手虚握 一把泛着白色寒气的冰刀 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身如鬼魅 一个眨眼的功夫 便撕裂羽目 来到沈元国的头顶上方 沈元国惊恶地抬起头 冰 扑吃 寒气包裹着冰刃 从他脖梗划过 沈元国的头颅高高抛起 鲜红的血液还未喷洒而出 便因寒气凝结成透亮的冰晶 啪的一声在青石砖上摔得粉碎 而沈元国的脑袋 则落向看不见底的深渊 解决掉沈元国后 李晨秋身形不停 脚尖轻轻点地 闪身到了马面身前 混蛋 你真以为我会死在这里吗 马面红着眼冷声喝道 同时一道锋利的骨刺 从他的小臂处窜出 刺向李晨秋的脑袋 不过这一切 在李晨秋看来都太慢了 在骨刺即将插进 李晨秋的脑袋时 他的脑袋微微朝左倾斜 以毫厘之差躲过了骨刺 等马面反应过来 想要改变骨刺的方向时 李晨秋的冰刀 已经砍断了他的脑袋 砰 马面的脑袋 掉落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那句无头之声 也不甘心地倒下 马面五官扭曲 神情猙獰地盯着李晨秋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 我会来找你 马面话还没说完 一滴水珠便冻穿了他的脑袋 泯灭了他的生机 而他心心念念的李晨秋 早就提着冰刀 杀向了下一个人 并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11号城市 某处租屋 腐烂的墙皮旁 紧贴着一张发潮发臭的单人床 一个面如枯稿的青年 裹着被子躺在上面 一动不动 像是死了一般 巴大 钟表上的时针指向12点 床上躺着的青年 突然瞪大眼睛 针尖大小的瞳孔 死死盯着天花板 解决掉沈元国与马面后 残存的人 就仿佛失去主心骨一般 脚下先是一掷 随后像一条 不要命的野狗一般 冲向漩涡 可野狗的反扑 怎会对猎豹有所作用 李晨秋提着冰刀 穿梭在羽木之中 游刃有余地收割着他们的性命 场上哀嚎不断 冰晶摔地破裂的声音 不断响起 不过片刻的功夫 漩涡前的桥面上 便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 只有两个复苏者 还在苦苦挣扎 我们都是复苏者 你为什么要 不吃 寒光一闪而过 紧接着一条血线 从这个复苏者的眉心蔓延而下 他眼中的生机极速暗淡 还剩一个 李晨秋像一台机器人一样 目光瞬间锁定在 最后一个复苏者身上 察觉到李晨秋对注视后 最后一个复苏者 被吓得魂飞破散 硬扛着水珠 朝漩涡冲去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复苏者嘴里不断嘟囔到 脚下的步子 离漩涡越来越近 蹭 千军一发之际 李晨秋撞开羽目 来到这个复苏者的旁边 正要挥刀砍下的时候 一道水柱朝他的冰刀 轰击而来 砰 冰刀被撞得粉碎 水柱像一道天然屏障一般 隔开了李晨秋与那个复苏者 远处 静晨秋嘴角勾起 缓缓放下左手 漩涡前 最后一个复苏者 猖狂大笑道 李晨秋 我活下来了 说完 他双脚一蹬朝前一扑 会立马起身逃出冥地时 他不动了 漩涡之外的篝火广场上 逃出魔爪的复苏者 像傻了一般 静静地注视着前方 那里 安统斯三人和无数士兵 都静静地看着他 这时他才想明白一件事情 自己跑出来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死吗 想明白这一点后 出于报复心理 他瞪大眼睛急切地喊道 李晨秋是灾水 李晨秋就是灾水 不过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只手从门户中伸出 像樱爪一般 扣住这个复苏者的脑袋 砰的一声直接捏爆 化作漫天的血污 做完这一切后 这只手迅速缩进了门户之中 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 叶忧一脸猛逼地 看着趴在地上的无头尸体 长桥上 李晨秋收回自己的手 默默地站在原地 见无人从外面走进漩涡后 才面色阴沉地转过身去 目光直直看向众多复苏者 干嘛这样看着我们 静晨秋摊开双手 一脸无辜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没有回话 而是一念一动 凝聚出一柄 用寒冰铸造成的锯锤 立在自己胸前 怎么了 想直接动手 静晨秋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你是杀不死我们的 所以呢 李晨秋眼眸深邃 你想说些什么 静晨秋见李晨秋有些惧怕自己 满意地笑道 我们存在的目的 是淘汰那些认不清自己 给予灵玄器的蠢货 你是真正的天才 所以我们不会杀死你 你只要完成我们的考验 就能过桥 哦 李晨秋轻易一声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静晨秋没稍挑起 点了点头 你问 我想问问你 你有知觉吗 李晨秋沉声问道 静晨秋微微一愣 有些疑惑地点了点头 见此 李晨秋明嘴一笑 抓起身前锤子 五指微微扭动 像转笔一样 轮着锯锤 你想干什么 静晨秋眯起双眼 警惕地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缓步上前 视线不断从镜向人的身上扫过 同时开口说道 有知觉就好 不然我打起来你不叫的话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打我 静晨秋伸出手 诧异地指着自已 仿佛听到了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般 你什么实力我不清楚吗 一对一你都打不过我 现在还想一寡敌众 参加考验是为你好 不然你以为凭自己实力 能走过神路 真是痴心妄想 其他镜像人 在听到这话后 也轰笑起来 一个个鄙夷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没有反驳 或者说他更喜欢用行动 让对方认清自已 呼呼呼 一阵狂风从李晨秋周身爆发 他整个人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都后退 静晨秋朝众人大声喊道 正当他想往后退的时候 一道阴影出现在他的头顶 静晨秋瞳孔一缩 意念一动 化作水雾消失在原地 而也就在他消失的瞬间 李晨秋的锯锤从天而落 喷得一声像做山一样 砸在桥面上 煞事间 尘土如海啸一般 从锤身四周狂涌而出 像蜘蛛网般的裂痕 从李晨秋脚下扩散而出 恐怖的威势 将周围的镜像人 震得连连后退 远处 幻化出人形的静晨秋 惊恐地看着李晨秋的背影 太快了 快到他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 可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的实力 不是和这人是一样的吗 严陈之中 李晨秋将锯锤从深坑中拔起 扭头看向静晨秋所在的方向 倒是挺快的呀 静晨秋强压中心头的震惊 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你太弱 说完 李晨秋轮起锤子 朝站在一旁的几个镜像人砸去 砰砰砰 伴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 几十缕黑烟从锤身下飘出 就像先前一只宫殿的主人一样 混蛋 静晨秋冷喝一声 也凝聚出一柄寒冰锯锤 冲向李晨秋 啪 两柄锤锤碰撞在一起 白色的冰渣不断从中迸射而出 李晨秋气定神闲地 握紧锤柄往下横压 而静晨秋则单膝跪倒在地 咬着牙尖难地对抗着 两人虽然力量相同 但对力量的运用 和对异能的了解 却是天差地别 就像是让一个大力士 与另一个懂得格斗技巧的大力士 去战斗 谁强谁弱 一目了然 你们在看什么 赶紧上啊 静晨秋不顾形象地大声喊道 其他镜像人听到这话 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脉步冲向李晨秋 哈哈 我看你怎么打 静晨秋露出一抹癫狂的笑容 李晨秋淡淡地看了对方一眼 轻声道 分 话音刚落 白米内悬停的水珠 瞬间朝李晨秋的方向 急事而去 察觉到不对的静晨秋 急忙发动急水 想阻止漫天水珠的靠近 可很快他便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控制水珠 准确地说 是敌不过李晨秋的一年 咻咻咻 水珠在撕裂空气 发出刺耳的爆鸣声 快上 我们是不会死的 根本不用怕这些水珠 静晨秋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李晨秋双眸如月牙般弯起 你真是天真的可爱啊 密集的脚步声 朝李晨秋靠近 无数各式各样的异能 朝李晨秋袭来 面对这些攻击 他面色如常 仿佛就没有看到似的 静晨秋看到这一幕展露笑颜 眼神中充满期待 可在一秒之后 他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漫天的水流 汇聚在李晨秋的头顶 凝聚成了一个用水流助救的人 在李晨秋突破二斤以后 他就发现了 自己对急水的运用 更加得心应手 可以进行从前无法完成的 一些细致操控 用水凝聚成一个简单的水人 这就是他所想出新用法 用一心二用的方式操控水人 来解决以寡敌众的劣势 面对四面八方的攻击 水人跳到李晨秋身后 双臂交叉猛的一挥 薄如铲翼的水刃 从他的手臂中击事而出 砍向众人 砰砰砰 接二连三的爆炸声 在长桥上不断响起 一团团黑雾随风飘起 虽然镜像人不会死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可以像复苏者一样 立即恢复 解决完围攻之后 水人双手在空中虚握 两柄锋利的冰刀 出现在他的手中 随后飞至空中 朝众人俯冲而去 这 靳晨秋瞪大眼睛 这积水还能这么晚 自己怎么做不到 还没等他想明白 李晨秋眼眸一沉 双手猛的发力 砰 抗不住的靳晨秋 再次化成水雾 就在他想继续逃窜的时候 李晨秋嘴唇微张 凝 李晨秋 李晨秋眸光转冷 意念一动 无数水珠凭空出现 像子弹一样 射进靳晨秋的身体 由于大物的关系 李晨秋积水能 得到全面的发挥 根本不用担心 没有谁可控的尴尬 扑扑扑 水珠不断洞穿 靳晨秋的身体 屡屡黑烟 从他的身体中飘出 啊呀 靳晨秋发出凄厉的惨叫 眼神歹毒地盯着李晨秋 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寡 李晨秋散去手中的锯锤 灿烂地笑道 你不是对你的不死很自豪吗 那就好好体会这份自豪吧 说完 李晨秋便转身 朝复苏者的尸堆里走出 不过还没等他刚走几步 眼前便出现了道道重影 一切事物都忽明忽暗 李晨秋清楚 这是身体在提醒他 异能使用过度 还以为二镜能有所提升呢 李晨秋眼中 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失望 随后又朝静向人们走去 既然异能已经快使用过度了 那就只能把这些静向人 扔进深渊了 看着朝自己不断地靠近的李晨秋 静晨秋有气无力地喝道 啊 你 你要干什么 很幸运 你自由了 李晨秋说完 手掌如同蟒蛇一般探出 咬住静晨秋的脖子 随意地将他丢出大桥 将败如山倒 在李晨秋和水人的配合下 其他静向人也步入了静晨秋的后尘 解决完一切后 李晨秋散去水珠 单手扶着围栏站在红月之下 眼神幽远地看着无底深渊 不知为何 他总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 休息了一会儿后 李晨秋走到漩涡前 蹲下身来一个一个的搜身 他只有两把钥匙 还差三把钥匙才能开启最终考核 花费了小半个小时后 李晨秋终于找起五把钥匙 迈步朝侨西走去 北顶山 篝火广场 士兵们依旧搬运着尸体 安统斯三人围坐在一起 中间摆放着那句无头之事 叶幽戴着白色手套 拿着镊子江年 在尸体表面的衣服缓缓掀开 掀开衣服后 一个个细密的小血洞 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三人面前 叶幽双眼眯起 将手伸向旁边 站在一旁的士兵健壮 立刻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袋 递到叶幽手里 叶幽接过信封袋后 从中掏出几张照片 分别递给郑康与何路 照片上面是一具具死掉的尸体 与这个复苏者一样 这些死尸身上布满了相同的血洞 若李晨秋在此 定能认出这些死尸是谁 正是他先前在炉江大桥上所杀的人 伤口大小都一致 看来我们要找的灾水 的确在里面 叶幽沉声说道 将手中的照片递给何路 何说 你们和李晨秋在里面 一起待过很长的时间 他有什么问题吗 叶幽扭头看向何路 小叶 你怎么能因为这种鬼话 怀疑一个政治的孩子呢 何路不敢置信地看着叶幽 是啊 叶姐 那孩子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这双眼睛难不成 连谁好谁坏都能分辨不出吗 郑康也在一旁激动地说道 叶幽无语地看了两人一眼 低着头继续用镊子拨弄着尸体 同时开口道 个人看法终究是个人看法 目前来看 他的确有很大嫌疑 就算不是灾水 但也有极大概率和灾水有所联系 具体如何就看审问的结果了 在走到桥西后 李晨秋又往前走了小吉里的路 终于看到血色小字所提到的祭坛 但红色的月光之下 四四方方的祭坛 就这么孤零零地处理在这里 古黄色石砖搭建的台阶 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朴味道 一个个怒目元征 穿着银色甲胄的士兵 被刻在台阶两旁 那无神却生动的眼睛 死死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在祭坛前停了一会儿后 便迈步踏上石阶 完全无视两边索客的壁画 不知是不是很久没人来的缘故 石阶上落满尘土 脚脚落落不满蜘蛛网 每当李晨秋脚掌接地的时候 总能带起一大片灰尘 但李晨秋没注意到的是 每当他走过一截石阶时 旁边索客的士兵眼中 便出现了点点星红 僵硬地转动眼珠子 盯着李晨秋离开的背影 时间不长 李晨秋很快就走到的尽头 映入眼帘一个广阔的平台 咕噜噜 一阵肠胃蠕动的声音 从李晨秋身前传来 血色小字缓缓出现 请将五把钥匙 插进平台中央的五个钥匙孔 插入钥匙的五个人 将进入最终考核 李晨秋看完以后 从口袋中掏出五把钥匙 走到平台中央 果然看见了五个钥匙孔 李晨秋没有犹豫 分别讲将五把钥匙 插到了对应的钥匙孔里 咔嚓 随着最后一把钥匙的插入 平台突然开始抖动 李晨秋眉头一皱 双脚发力跳到了平台的边缘 眼神警惕地看向平台中央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那里非常危险 呼呼呼 煞时间 平台中央的空间 像是快步一般抖动起来 伴随着撕拉一声 空间瞬间开裂 一道细长的裂缝 出现在李晨秋面前 哈哈哈哈 终于 我终于出来了呀 哈哈哈哈 癫狂的笑声从裂缝中传来 恐怖声浪让平台狂风四起 这时 李晨秋眉头一皱 这道声音他先前在北顶山听到过 没等李晨秋往下伸响 一只布满黑色鳞片 泛着寒光的利爪 从裂缝伸出 勾住裂缝的边缘轻轻一扯 那片空间像是豆腐一般粉碎 破裂 朝四周急速蔓延 最纯粹的黑色 像一头是人的怪兽一样 吞噬着一切光线 意识到有些不对的李晨秋双脚 朝后一蹬 朝地面坠落而去 100米 70米 50米 30米 就在李晨秋即将落到里面的时候 他淡定地开口道 成 一瞬间 在空气中飘荡的水分子 像受到什么召唤一样 疯狂朝李晨秋后背涌去 随后凝聚 在距离地面还有一米的时候 一阵狂风从李晨秋后背袭来 漫天尘土像海浪一般 被排到两旁 且 李晨秋意念一动 身如飞鸟 撕裂空气直冲九天 在红月的照射下 那双油水凝聚而出 伸展宽达五米的羽翼 显得格外震撼人心 李晨秋立于空中 寒冷的夜风将他的头发吹得朝后倒去 那破破烂烂的保安府在空中烈烈作响 他眼眸低垂 静静地注视着平台 不知在想些什么 平台上 黑暗请客间占据了祭坛上方所有位置 一双泛着幽蓝色的眼眸 缓缓从黑暗之中睁开 冰冷的眼神 像君王般藐视着天地间的一切 石阶旁边的索客的士兵 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一般 诡异地扭动起来 五 穿透性极强的号角声 在天地间响起 壁画中的士兵 竟然迈步走出墙壁 在李晨秋差异的目光中 冲向平台 巴达巴达 密集的脚步声像沉闷的鼓声 几百名穿着银色甲胄的士兵 像银色洪流一般 汗不畏死地冲向平台 可笑 黑暗之中传来一道轻笑声 紧接着 一阵沉闷如山的脚步声 从里面传来 用石砖搭建而成的祭坛 像沙土一样 从里到外开始坍塌 那些士兵还未踏上平台 便被深埋在近期中 在木材与石砖的空隙间挣扎 顷客之间 那高大的祭坛 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 一道庞大的身影 缓缓从黑暗之中出现 他体长过百米 两只深邃的眼睛 像两颗燃烧的炭火 巨大的鼻孔 随着每次呼吸 都会喷出蓝色的火焰 浑身覆盖着 如黑药石般的鳞片 每一块鳞片 都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强壮有力的四肢 垂落在身下 宽阔有力的翅膀 不断扇动 带起阵阵狂风 李晨秋眉头一皱 眼中满是疑惑 龙吗 想到这里 他又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 最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打量着李晨秋 双方谁都没有说话 沉默了几十秒之后 李晨秋率先开口道 最终考核是什么 最终考核 黑玉龙那双狭长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嘲弄 你说的是血色小字吗 黑玉龙的话音刚落 李晨秋身前 便出现了一长串血色小字 恭喜你历尽磨难 拿到五把钥匙 解开我的封印 我对你很满意 所以打算拿走你的肉身 李晨秋在看到最后一个字时 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你骗我 哈哈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凌玄器是真的 五把钥匙也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呀 黑玉龙放声大笑道 恐怖的声浪将云层都震得溃散 不知是憋太久了还是怎么 见李晨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黑玉龙又兴奋地说道 这个地方就是用来封印 我和我的凌玄器的 那五把钥匙 就是解除我封印的关键 谢谢你啊 帮我解开封印 你的实力我都看在眼里 我很满意你 哈哈哈哈 李晨秋文言道 所以说一切都是你在搞鬼 是也不是 你所见到的巨人和镜像人 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阻止别人解开封印 我只能稍稍地干预一下 比如给镜像人加个选拔的设定 让他们不要赶尽杀绝 篡改一下血色小字 你知不知道 当我看到你在桥上 准备和镜像人动手的时候 真是吓坏我了 我生怕你被弄死了 可是 可是 你太优秀了 黑玉龙声音激动 幽兰斯的眼眸之中满是癫狂 我没想到 你有两个异能 紧紧一镜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真是太完美了 老天是不是知道我现在没有肉身 只是一具魂体 所以才把你送到我面前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 黑玉龙的前肢拍动起来 就像人类的鼓掌一样 立于空中的李晨秋 伸手一拉 扯下身上的衣服 露出匀称结实的上半身 冷声问道 我打到你的时候 你会疼吗 会啊 但你能做到吗 黑玉龙眼神贪婪地盯着李晨秋 你也被压制到一镜了吧 同位一镜 我不觉得有人能战胜我 李晨秋目光灵力 抬手虚握 黑玉龙抬起前肢 随意地朝李晨秋拍去 碰 伴随着一阵巨响 黑玉龙的爪子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 挡住了李晨秋的斧子 黑玉龙扭过头 张开血盆大口对准李晨秋 只见一道幽蓝色的火焰 从他咽喉里升起 炙热的热浪朝李晨秋涌来 意识到不对的李晨秋 立马松开巨斧 抽身而退 但即便如此 李晨秋的手指 还是被那道蓝色的火焰烫到 手指 李晨秋瞳孔一震 仿佛想到了什么 但没等他往下伸响 一片阴影便出现在他的头顶 黑玉龙的利爪 像拍小鸡一样 拍向李晨秋 李晨秋雨一扇 以一个刁钻姿势 躲过黑玉龙的爪子 冲天起 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你倒是有点意思 说完 李晨秋意念一动 无数水滴盘旋在他的周身 随着他并止向下 无数水滴击射出 黑玉龙张开嘴巴 油蓝色的火焰从中喷出 两者接触到的一瞬间 嘶嘶嘶的声音便从火焰中传来 李晨秋的水珠 在顶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挣扎了 我虽然是一镜 但冥帝对我限制并不彻底 就比如 我的力量 只被限制到二锦 黑玉龙嘲讽道 只是力气大一点罢了 李晨秋名嘴一笑 侧身躲开了 急迟而来的蓝色火焰 与此同时 他还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伸进火焰之中 几秒之后 李晨秋嘴角勾起 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此刻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始终无法觉醒第三异能 原来异能想要觉醒 不仅要上色 还要经历一次死亡 准确地说是与异能相关的死亡 就像集水一样 因为自己两年前淹死在卢江大桥一次 所以才能上完色后 就能立马觉醒集水 原来是这样啊 李晨秋抽出自己的手指 他能感觉到 随着火焰灼烧自己的皮肤 体内有一股力量 蠢蠢欲动 既然只有死亡 才能觉醒第三异能 那我也就没必要留着力量 想着跑路了 想明白这点 李晨秋垂下双臂 双翼一阵 俯冲向黑玉龙 看着直直冲向自己的李晨秋 黑玉龙张大嘴巴喷出火焰 就在他以为李晨秋会闪身躲避时 李晨秋却像没看到火焰一样 直直冲向其中 黑玉龙刚反应过来的时候 李晨秋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嘴巴之前 继续叫 李晨秋像是蜂魔一般 伸手抓住黑玉龙的舌头 用力朝外扯去 死了 黑色的雾气从黑玉龙嘴里冒出 那条舌头化作黑烟 消失在了天地间 哦 黑玉龙发出痛苦的哀嚎 不过因为没有舌头的原因 他说不出一句话 呼 一只力找撕裂空气 朝李晨秋后被抓来 千军一发之际 李晨秋控制着羽翼冲向空中 天空之上 李晨秋浑身都被烧成焦黑色 浑身冒着白色的烟雾 只有那双眼眸 因为集水的保护并没有受损 好好好 黑玉龙瞪大眼眸 如小山般的身形 撞向李晨秋 杂毛畜生 你真以为已经看出我的深浅了 说完 李晨秋浑身突然炸开 化作漫天水雾 见李晨秋消失在原地 黑玉龙张开大口 向四周喷吐着火焰 企图烧伤李晨秋 可这一切都不过是徒劳罢了 因为李晨秋此刻在天上 红月之下 一只长约30米 用水凝聚而出的胳膊 悬停在空中 吸纳着云层之中的水分子 这30米的胳膊 是李晨秋以身化水凝聚出来的 也是他的不留余地的最强一击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只胳膊越来越粗壮 散发的威势 也越来越恐怖 最终停在了50米的长度 这才叫历解 李晨秋的弹幕的声音 从云端之下传来 随后那只手臂张开大手 朝黑玉龙压去 像是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在此方天地响彻 黑玉龙抬起头来 那双幽蓝色的瞳孔 露出人性化的惊骇 但此刻的黑玉龙退无可退 他张开翅膀飞向天空 抬起前肢撞向李晨秋 我不会败 我怎么可能败在一个一镜手里 黑玉龙在心中嘶喊道 碰 肉眼可见的涟漪 从空中扩散而出 冥蒂空间像纸张一样 被掀开撕裂 两股恐怖的力量 僵持在空中 正当黑玉龙以为 自己挡住的时候 一道轻笑声从胳膊中传来 你也陪称谅我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股让黑玉龙窒息的力量 从胳膊中爆发 他引以为豪的力量 被李晨秋全面碾压 那百米长的龙区 直接被李晨秋 按进了废墟之中 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深坑 出现在平整的地面上 好好好 黑玉龙发出不甘的怒吼 他扭动的身躯 拼命地挣扎 可无济于事 看来 你和静晨秋一样喜欢玩 我陪你玩 李晨秋平静地说道 操控着巨手 抓住黑玉龙的尾巴 像甩鞭子一样 不断将黑玉龙的身体 砸进地面 再拉出 再砸进地面 一直持续了数个来回后 李晨秋才松开了手 黑玉龙在这般折磨下 早已翻起了白眼 像一滩烂泥般趴在地上 李晨秋意念一动 五十米长的胳膊轰然散去 水雾之中 浑身焦黑的李晨秋 像喝醉酒一般 摇摇晃晃地走出来 那涣散的目光 锁定在一根被火焰缠绕的木头上 按照李晨秋心中的推论 只要自己被火烧死 那就像上次被水淹死一样 重新焕发生机 静了 又能 又能 变得强一些了 李晨秋疲惫的眼神中 涌出一抹淡淡的欢喜 凭空凝聚出一根冰锥 扎向自己的心脏 扑哧 红色的血液顺着冰锤流下 他那昏昏沉沉的大脑 因为疼痛又清醒了一些 到了 快到了 李晨秋嘴角裂开 他距离那团火焰越来越近 只差三步的距离 就在李晨秋即将迈出倒数第三步的时候 躺在他身后的黑玉龙正睁开眼睛 那双幽蓝色的树桶突然放大 下一秒 黑玉龙那庞大的身躯 化作一缕缕黑烟随风吸去 但有一缕却以相反的方向 冲向李晨秋 就在李晨秋即将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 那缕黑烟窜进他的后脑勺 他那本就摇摇欲坠 身体就这么倒在地上 无边的黑暗之中 李晨秋浑身疲惫的地站在原地 这是哪里 李晨秋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自己 像是琉璃般透明的身体 我真是小瞧你了 你真是出乎的 我意料得强大 黑暗之中 一双幽蓝色的瞳孔缓缓亮起 紧接着倒倒蓝色的火焰 从黑暗中升腾而起 黑玉龙的身形出现在李晨秋面前 和先前高达百米的体型不同 现在的黑玉龙十分娇小 只有两米多高 虽然过程有些曲折 但结果都是一样 你的灵魂果然疲软了 接下来只要消灭掉你的灵魂 这具肉身就是我的了 话还没说完 黑玉龙翅膀一扇 便扑向李晨秋 他是真的怕了 生怕过一会儿 李晨秋嘴里突然蹦出一句 你也配称谅我 黑玉龙的速度不快 你没机会了 你的灵魂太弱了 黑玉龙用四肢锁紧李晨秋 身上的蓝色火焰 逐渐蔓延到李晨秋的身上 一瞬间 一种凿心之痛 直冲李晨秋的天灵感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这种疼痛对他来说太轻了 或者说他还能忍住 李晨秋平静地看着黑玉龙 嘴边挂着一丝浅浅的笑 你这火不够旺啊 你 黑玉龙瞪大眼睛 嘴巴真硬 呼呼呼 蓝色的幽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一缕缕黑烟从李晨秋灵魂上飘出 好好享受吧 黑玉龙松开李晨秋飞到空中 默默地等待着对方死亡的那一刻 火越烧越大 李晨秋整个人都被火焰所盖住 从外望去 完全看不到有人在里面 到底烧多久 才算死啊 李晨秋咬紧嘴唇 在高温的灼烧下 下意识地将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 用双手抱紧膝盖 不知过了多久 李晨秋再也看不到火光的颜色 温暖和煦的阳光透过老舅的窗户照进房间 李晨秋缓缓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天花板上有几条裂缝 快要脱落的墙皮被胶带粘在墙上 老舅的乌丝灯随着尘风晃荡着 一阵诱人的包子味从窗户外传来 李晨秋知道 那是二楼王叔的包子铺开始营业了 怎么 李晨秋眼神呆滞 瞳孔微微震站着 他就这么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贪恋地盯着天花板 呼吸着周围的空气 听着厨房那边 传来叮叮咚咚锅铲碰撞的声音 李晨秋嘴唇发颤 似乎想喊些什么 但又不敢开口 生怕再次陷入黑暗之中 犹豫了许久之后 他用有些沙哑的嗓子喊道 妈 似乎是厨房那边的声音太大了 对方似乎并没有听到李晨秋的声音 于是他又放大音量喊了一句 妈 诶 怎么 一道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从厨房那边传来 躺在床上的李晨秋一愣 心中的某根弦仿佛被拨动了一下 一滴滴眼泪控制不住从眼角滑落 他颤抖的伸手掀开被子 扶着墙壁从卧室一步一步走向厨房 这是他这一生走过最长的路 也是最短的路 李晨秋扶着厨房的门框 红着眼看着那道穿着围裙的中年妇女 对方的病角已经带了些白色 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 徐悦似乎 察觉到了门口的动静 扭头看向李晨秋 诶 你咋哭了呀 我 李晨秋揉了揉眼睛 硬挤出一道有些不自然的笑容 眼睛好像近东西了 赶紧去洗洗脸 饭马上做好 你去隔壁叫叫小月 徐悦没有起疑 继续着刚才没完成的事情 好 李晨秋乖乖地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厨房 还没等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一阵咚咚的敲门声从那里传来 来了 李晨秋应了一声 小跑到门口打开了房门 房门刚打开一条缝 一只手便伸手扒住了门框 紧接着一张灿烂脸 便出现在李晨秋面前 哎哟 你这红红的眼眶是咋回事了 哭了 齐明月走进房门 伸手摸了摸李晨秋的眼角 滚 你死了 我都不带哭的 李晨秋伸手拨开齐明月的手 齐明月笑了笑 嘴还挺硬的 如果哪一天 我们两个真要死一个 我一定要死你前面 这样我就能看见你哭我的样子 而且 你还看不到我哭你的样子 一箭双雕 李晨秋微微一愣 以玩笑的话的形式问道 你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 还能为我哭 齐明月握拳 轻轻捶了捶李晨秋的肩膀 玩笑话 也别扯这种死不死的 要是哪天 你真被自己的话咒死了 我没办又想找人说话怎么办 总不能让我也跟你上天堂吧 说完 齐明月从口袋中 掏出一张门票 放到门口的玄关上 你不是喜欢周末伦的歌吗 演唱会门票我给你搞来了 今天我帮你值日 你安心去看 不用谢谢哥 当歌是个传说就好 齐明月用手指弹了下李晨秋的脑门 蹦蹦跳跳地跑向厨房 阿姨早上好啊 小月来了 洗洗手准备吃饭吧 阿姨 要不要我帮 大门玄关处 李晨秋低头看着那张门票 久久回不过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伸手拿起那门票 双眸之中暗流涌动 她记得这一天 那是自己人生第一次去看演唱会 周末伦的歌曲很好听 那夜的晚风也很温柔 小子 你愣在这里干啥呢 过来吃啊 齐明月喊了一声 将李晨秋纷飞的思绪拉了回来 哦 李晨秋目冷应了一句 将门票揣进兜里 坐在了大屁股电视机前的茶几前 看着碗里的尖弹 和一旁的粘稠的小米粥 李晨秋拿起筷子 有些不知所措地坐在原地 解开围裙的徐悦走到李晨秋的身后 用那张粗糙的手摸了摸李晨秋脑袋 关切地问道 怎么不吃呢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坐在桌对面的齐明月 健壮也松开嘴里的肩蛋 上半身趴在李晨秋面前问道 怎么了 我没事 李晨秋淡然地挥了挥手 捧着小米粥吸溜了一口 好喝 徐悦温柔一笑 没事就好 有什么事一定要给妈说 知道了没有 知道 李晨秋低着头回了一句 用勺子一口一口扒拉着小米粥 往嘴里麻木地塞去 李晨秋很正常 起码在徐悦和齐明月看来是这样的 不过两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李晨碗里的小米粥 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阴影下之下 一颗一颗泪珠从李晨秋的眼角滑落 他拿着勺子手不断颤抖 那双无论何时都保持冷静的眼眸 变得支离破碎 在回到这个小房子的那一刻 周围熟悉的一切 无一不刺激着李晨秋的泪线 扎着他的心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但他不敢去深究 他怕自己一深究 就会回到冷冰冰的现实里 毕竟就算是虚假的梦境 但起码感觉都是真的 李晨秋碗里的小米粥越来越少 但他还用勺子在碗里挖着 发出光光的声音 儿子 儿子 徐悦紧张地伸手 在李晨秋面前晃了晃 修子 没事吧 齐明月走到李晨秋身旁 将手搭在他的背上 弯腰朝他的侧脸看去 我 我 李晨秋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情感 抬头看向一脸担忧的徐悦 他的眼泪如泉水般一出 如秋日的落叶 安静又无声 妈 对 不起 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李晨秋跪倒在地 用双手抱着徐悦的腿 身体因为过度激动 不断发颤着 儿子 你 你怎么了 徐悦半弯着腰 慌张地 用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李晨秋的后脑勺 你别吓妈呀 是不是你 被人欺负了 欺负 齐明月神情一阵 抓着李晨秋肩膀喝道 谁欺负你了 是不是校门口那几个混混 李晨秋并没有理会两人的询问 而是自顾自地诉说着心中的愧疚 妈 我不该打那通电话 我没能保护你 我不该醒得那么晚 我要是醒得早一点 你就不用死了 对 不起 我没能让你住进大房子 我没能给你治好偏头痛 我没带你去海边转转 我是骗子 可我真的 没想食言 说到最后 李晨秋的声音近乎沙哑 带着哭腔的声音 让房间的温度都悲凉了几分 无人说话 一切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李晨秋心中一慌 急切地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徐悦那张平静的笑脸 傻孩子 妈从没有怪过你 你也从来没有对不起妈 你要好好活着 我会一直看着你 徐悦的话轻柔如风 缓缓抚平李晨秋的焦躁 他试探性地问道 那 妈 你能多回梦里看看我吗 我想吃你包的饺子 徐悦温柔地摸了摸李晨秋的头 会来的 你个臭小子 齐明月的头颅不合时宜地 从一旁伸出来 你没死就不能告诉我呀 什么李晨秋 真是个破名字 陈秋多好听啊 下次见面一定告诉我 你的名字 不可能 李晨秋顿了一下 随后破题微笑 你要试死了 我可以在你坟头前 告诉你我的名字 那你可得藏好了 别让我发现了 齐明月冲李晨秋眨了眨了眼 随后化作一缕青烟飘出窗外 紧接着周围的空间 像碎掉的玻璃扎一样 从外道里坍塌 妈 李晨秋抓住徐悦的手 你有什么遗愿吗 徐悦鸣嘴一笑 和蔚地看着李晨秋 妈的愿不应该叫遗愿 说完 徐悦便像齐明月一样 化为一缕青烟缓缓消散 周围的空间 也在此刻陷入黑暗 李晨秋愣在原地 像傻子一样 重复着徐悦刚才的话 不应该叫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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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但脸上的笑容 却越来越浓郁 一个很荒唐的猜想 从他心中生起 无尽的黑暗之中 李晨秋身上的火势越来越小 周身的灵魂波动 也越来越小 像即将熄灭的蜡烛一样 黑玉龙激动地从空中落下 他终于要成功了 你再强又如何 还不是只能给我做嫁衣 黑玉龙阴沉沉地笑道 就在黑玉龙准备一口 吞掉李晨秋最后的脑袋时 一道不起眼 深红出现在幽兰之中 与此同时 一股恐惧感 蔓延至黑玉龙的全身 他的身体忽然间僵在了原地 仿佛被什么东西射住了心神 动弹不得 这 这一刻 黑玉龙感觉自己背后 仿佛有什么大恐怖 苏醒过来一样 李晨秋身上燃烧的火焰 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似的 瞬间萎靡 随后熄灭 归于黑暗 蓝色火焰的熄灭 让绝大多数的地方陷入黑暗 只有一道深红色的小火苗 缓缓燃烧 驱逐着周围的阴寒与黑暗 小火苗悬浮在李晨秋的头顶上方 似乎在打量着黑玉龙 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黑玉龙可不觉得 站在小火苗面前 他感觉自己就像只蚂蚁 而小火苗就像是天上君王一般 一种渺小感和臣服感 油然而生 怎么会 黑玉龙大脑一片空白 难以言明的窒息感 直冲他的天灵感 捏紧他的心脏 那踩在地面的四肢 止不住地打颤 仿佛下一秒就要跪下来 自己可是站在万寿尽头的龙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自己产生卑微渺小之感 黑玉龙不清楚 也想不明白 红色的小火苗看了一会儿后 便窜进了李晨秋的眉心之中 一瞬间 李晨秋透明的灵驱 发出淡淡的红光 那残缺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恢复 温暖的热浪 从他周身扩散而出 这 怎么可能 黑玉龙瞪大眼睛 灵魂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 一道声音便打断了他的思绪 剑神为何不跪 这道声音仿佛跨越亘古而来 如岁月一般沉重 平等地藐视天地间的一切 砰 黑玉龙跪倒在地 那颗脑袋静贴着地面 二米高的身躯 缩成不到半米 心脏都不敢大声跳动 太恐怖了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声音 仿佛对方只要说一句让他死 他就真的会死去 那是一种看不到尽头的强大 让万物都绝望的强大 黑玉龙能感受到 说话之人就在自己的头顶上方 正低头看着他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几分钟之久 在此期间 黑玉龙都快哭出来了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自己不过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找个肉身去尝尝有味道的饭菜 都特么能遇到这茶 还不如一直待在明地里摆烂呢 此时的李晨秋灵区已经基本恢复 那紊乱的思绪缓缓回到正轨 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眼前黑色瞬间破碎 取而代之的是那血色的天空 果然度恢复了 李晨秋双手撑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覆盖在身体上的血痂 像蛋壳一样一块块脱落 白皙皮肤就这样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李晨秋攥紧拳头 感受到体内奔腾不息的血液 和一种新的力量 和积水截然不同的力量 不知道威力如何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正当他打算在找地方试试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李晨秋淡定地扫尸周围一圈后 脉步走到一个铠甲士兵的身旁 利索地拔下了对方的铠甲内所穿的衣服 套在了自己身上 拉了拉衣服的褶皱后 李晨秋抬起手掌 一团深红色火焰从他的掌心中升起 火焰出现的一瞬间 李晨秋清晰感知到 周围的温度瞬间拔高了几度 有意思 李晨秋嘴角勾起 凝聚出水之雨翼冲天起 停在了百米高空的位置 他单手托举着火焰 期待到 扩 刹那间 那团火焰以恐怖的速度急速扩大 一米 五米 十五米 三十米 直至五十米 巨大红色火球在空中熊熊燃烧 更为纯粹的红色火光盖住了红月的光辉 恐怖的温度让周围的空间都发生了扭曲 李晨秋雨翼一阵托举着火球冲向地面 一株株野草在高温下急速枯萎 在距离地面还有不到五十米的时候 李晨秋像投篮一样将火球扔向地面 恐怖的景象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轰隆隆 药木的光芒在覆盖千米 一切事物都在这道攻击下失去了色彩 几十秒之后 光芒缓缓弱了下来 一道宽百米 深达三十多米深坑出现地面上 李晨秋站在深坑的最中央处 脸上露出一道满意的微笑 就叫你急火吧 对于急火的威力他很满意 若论变化万千 急水远超急火 但若论威力 急水的杀伤力何急 火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两者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 一镜都有如此大的威力 要是我恢复二镜 凭借急水和急火这两个异能 不知道实力能达到什么层次 李晨秋眼中战役沸腾 他现在特别想和人打一打 来判断一下自身的实力 就在这时 一缕黑烟从李晨秋眉心之处飘出 落到了鸡米外的地方 幻化成了两米高的黑玉龙 一人一龙大眼瞪小眼 就这么看着对方 你刚才是不是烧得很过瘾啊 李晨秋微笑道 意念一动 一团火焰出现在他的身前 黑玉龙颤抖朝后退了一步 试探性地问道 大哥 如果我给你道个歉 说声对不起 您能原谅我吗 嗯 李晨秋眉宇间闪过一丝疑惑 你怎么看到 我召唤出火焰一点都不惊讶呢 惊讶 黑玉龙嘴角一抽 更惊讶的事情 他都见识到了 区区火焰有什么可惊讶的 就在黑玉龙想要解释一下的时候 李晨秋摇了摇头 罢了 不重要 说完 李晨秋便迈步走向黑玉龙 黑玉龙见状急忙 抬起前肢拦住李晨秋 别别别 您不是要凌旋气吗 我可以给您啊 我还能给您讲解它啊 您千万不要一起用事啊 听到凌旋气三个字 李晨秋停下脚步 问出了一直存于心中的疑惑 凌旋气是什么 啊 黑玉龙有些猛逼 您不知道凌旋气是什么 李晨秋操控着火焰 飘到黑玉龙面前 是你问我 还是我问你 大哥大哥 冷静一点 我说我说 凌旋气 黑玉龙老老实实地解释起来 在此期间 黑玉龙动过隐藏一些信息的心思 比如认主一事 但在看到李晨秋那冰冷的眼神后 又收起了这个心思 在黑玉龙的一番解释下 李晨秋逐渐明白了 凌旋气是个什么东西 有意识的旋气 还能不断成长 还能认主 有意思 凌旋气呢 李晨秋把手伸到黑玉龙面前 眼神冰冷地看着对方 黑玉龙用后腿立起身子 指了指自己 我就是凌旋气所凝聚出来的意识体 也就是所谓的气灵 你 李晨秋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贤气 对啊 黑玉龙向前挺了挺胸膛 试图让自己显得强壮一点 气灵都是魂体 所以 您打我的时候 都是冒黑烟 不流血 李晨秋压下眼中的贤气 询问道 魂体是什么东西 魂体 呃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生命的灵魂 如果灵魂消散 这个生命就会死亡 黑玉龙尽可能简单地 向李晨秋解释道 听到这一句话 李晨秋立马联想到了复苏者 复苏者除了衰老和眉心 就再无其他缺点了 难不成所谓的灵魂 就在每个人的眉心处 想到这里 李晨秋向黑玉龙追问道 人的灵魂是不是眉心的位置 黑玉龙摇了摇头 灵魂所待的地方叫魂宫 魂宫是一处奇异的地方 它并不存在人的身体内 至于在哪里 我也不清楚 但每个生命体内 都有连通魂宫的桥梁 就好比您的印堂学 也就是眉心 李晨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差异地看向这头喜欢癫孝的怪物 所以说 你刚才顺着我的印堂学 进入了我的魂宫 这怎么进的 这个 好像只有我能做到 只要一个人一时模糊 我就能直接硬闯进他的魂宫 黑玉龙乖乖解释道 生怕惹恼了李晨秋 真是受不可貌相啊 你竟然知道这么多东西 李晨秋惊讶地说道 连戴着眼中的嫌弃 都淡了几分 都是早些年 从一些实弊上看来的 和您比起来不值一提 黑玉龙低着头颅谦虚地说道 和先前嚣张的模样 判若两人 李晨秋捏住自己手腕转了转 我这个人 像来是牙字必爆的 你刚才这么烧我 虽然我是自愿的 按理说 还是应该烧回去的 但是 死黑玉龙倒吸一口凉气 感觉自己仿佛在蹦极一样 他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 自立门户的想法 并不是他觉得 自立门户不好 而是他没得选 除了臣服就是死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 而且 臣服一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李晨秋上下 打量了黑玉龙一番 继续道 但就你现在 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恐怕根本扛不住我的攻击 对啊对啊 我扛不住的 黑玉龙向小鸡斑点了点头 算了 看在你这么老实的份上 我暂且留你一命 凌旋气呢 李晨秋再次朝黑玉龙伸出手 大哥稍等 黑玉龙慈善地笑了一下 随后闭起双眸 仿佛在感应着什么 轰隆隆 大地突然震动起来 地面像是煮沸的开水一样 一粒粒小石子不断跃起 李晨秋似乎是心有所感 看向废墟的方向 眼中思绪万千 在得知凌旋气存在后 李晨秋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黑玉龙给他描绘的 那叫一个天花乱坠 让他以为 凌旋气是一个逼格很高的东西 这个错觉 一直持续到黑玉龙自爆家门的那一刻 李晨秋无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在夸起自己的时候能侃侃而谈 脸都不带红一下的 虽然对方的脸是黑的 在大地震动的幅度 达到一个特定的频率时 一阵砰砰砰的撞击声 从地下深处传来 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砰 废墟的中央的位置突然爆开 一抹最深邃的黑色冲天起 某一瞬间 仿佛吞噬了周围一切的色彩 李晨秋眉头一挑 看着那呈月牙形的刀刃 有些诧异地开口道 镰刀 那是一把长度在四米网上的镰刀 通体黑到了极致 像贪婪的黑洞一般 吞噬着周围的光线 在镰刀的最顶端 一颗骇人的黑色龙头 盘踞在那里 两米多长的镰刀锋刃 从他的嘴巴里延伸而出 一道道诡异的血色纹路 缠绕着锋刃 像是人的心脏一样 一鸣一暗的闪动 在黑夜之中 不断显示着自己的方位 来加深逃命者恐惧 他叫什么名字 李晨秋头也不转地问道 黑玉神莲 黑玉神莲 李晨秋喃喃自语 意念一动 乘风而起 来到黑玉神莲的旁边 伸手抓了上去 脸身冰冷刺骨 不过对于李晨秋来说并无怠 好花里胡哨的名字 小龙 李晨秋低头朝黑玉龙喊道 我给他改个名字 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大哥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黑玉龙用前之示意李晨秋随意 李晨秋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头小龙除了话牢了一点 笑声比较颠以外 其他方面倒是不错 看着自己手中的镰刀 李晨秋眉雨间露出一抹思索之色 与我的急火同时出现 自身又像深渊一样 黑得彻底 看不到镜头 既然这样 李晨秋咧嘴一笑 那就叫你镜吧 呼呼呼 叶风席带着寒一席来 吹动着李晨秋发丝与衣角 长达四米的镜吞噬周围所有的光线 唯独只留李晨秋一人 黑玉龙飞到李晨秋身边 将自己的头颅 逼了下去 大哥 把手放到我头上就能认主了 李晨秋文言抬起右手 放到黑玉龙的头顶 下一秒 一条条红色的线条 从他的手掌下蔓延而出 凭空勾勒出一颗星星 随着线条的光芒越来越盛 一种特别的感觉 从李晨秋心中升起 仿佛有一条线 将自己与镜联系在了一起 完成任主仪式后 黑玉龙抬起头 大哥 现在 等一下 李晨秋打断了他的话 并疑惑地问道 你应该叫我什么 黑玉龙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主 主人 嗯 李晨秋点了点头 不要觉得我在羞辱你 你既然是件兵器 和我称兄道弟 就算逾越了界限 一定要认清自己 懂吗 明白了 黑玉龙有些憋屈地回应道 哗 李晨秋握着镜用力一挥 两道白色的气浪 从刀刃的两边划过 同时他还开口道 给我讲讲镜的能力 镜的能力很特殊 主人你要用我 用他要去杀个谁的话 镜就会将对方的灵魂镇压 为主人所用 就像我这种形态一样 有实体 但砍过去却是黑烟 理论上镜没有上限 只要镇压的灵魂越多 它就会越来越强 李晨秋诧异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能让别人的灵魂 为我无偿打工 差不多吧 只要是主人用尽杀死的生命 他们的灵魂 都会变成您的士兵 而且拥有生前的能力和实力 而且 只要主人你不死 他们就不会死 嗨嗨 李晨秋轻咳两声 小小的脑袋有些凌乱 神情震撼地 看向手中的镜 我用尽杀死的人 就会成为我的人 而且和生前实力一样 有什么限制吗 李晨秋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向黑玉龙 嗯 黑玉龙挠了脑脑袋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有吧 就是这些灵魂 一旦被人打得魂飞魂散 就会回到镜的魂间里 休息恢复 并不是像复苏者一样立马恢复 对了 那个魂间就和魂宫差不多 就是灵魂居住的地方 听到这话的李晨秋 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几分 把杀死的人变成自己的部下 而且还是拥有生前全部实力 且不死不灭 这能力有点离离原上谱啊 太逆天了吧 李晨秋咽了口口水 这么离谱的能力 你怎么还能被困在这里 你是不是撒谎了 黑玉龙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其实我也记不得 我怎么被困在这里了 时间太久了 我只知道 关于魂宫这方面的东西 李晨秋拍了拍黑玉龙的脑袋 那看来 你的新记忆 要从我身上开始书写了 你有名字吗 黑玉龙眼中闪过一丝追忆 我记得 从前有很多人叫我黑玉龙 那就是没了 我给你起一个吧 李晨秋思索了一会儿 李玄悠 如何 好 李玄悠乖乖答应 随后翅膀一扇飞到天空 发出一道怒吼 一瞬间 无数黑烟从四面八方袭来 请客间便将李玄悠包裹了起来 他的体型也以肉眼看见的速度变大 转眼间就成了体长百米的庞然大物 不过虽然恢复了体型 但看起来非常的唯靡不振 显然李玄悠还没有缓过来 因为任主的关系 李晨秋大概感知到了对方的实力 五镜 真实实力在六镜左右 这一刻 李晨秋心中莫名升起了出了名帝 和对方打一架的冲动 但尚存的李智将这荒唐的想法 暂时压了回去 主人 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到镜上 就能把它变成戒指带在身上了 李玄悠垂眸冲李晨秋喊道 闻言 李晨秋转头看向镜 将全部注意力放到他的身上 几秒之后 长达四米的镜在一阵黑光中缓缓缩小 最终变成了一枚不起眼的黑色戒指 出现在李晨秋的掌心中 主人 那我先进戒指里面待着了 您需要我的话 还下我的名字就好 说完 李玄悠庞大的身形 化作一缕黑烟 飞入了戒指之中 李晨秋将戒指 戴在自己左手食指的位置 目光深邃地看向漩涡的方向 他知道自己出去以后 一定会被人盘问 要是交代不清的话 甚至会被安统寺的人监视 或者软禁 毕竟先前有人从漩涡跑了出去 对方的身上 肯定有被积水攻击过的痕迹 当时的李晨秋 是想把对方尸体拉回来的 可那复苏者 就像卡在了漩涡里一样 就是拉不回来 无奈李晨秋 只好捏爆了对方的脑袋 阻止他乱说话 可李晨秋不知道的是 那个复苏者 已经把他是灾水的名声打出去了 北黄山 篝火广场 此时广场上的尸体 都被士兵们清理干净 四辆军用导弹车停在百米外 将导弹孔对准血色门户 一面面黑色的防暴盾牌连在一起 挡在导弹车前 冰冷的枪管从盾牌孔中伸出 随时准备开火 安统斯三人组坐在一辆机部车上 视线都透过车窗 聚集在血色门口的方向 大家注意警惕 灾水与大量复苏者 都在冥蒂之中 随时都有能出来 若发现异常火力无差别覆盖 不用征求我的 夜游还没把话说完 何路便夺过了他的对讲机 发现异常 先不要开火 等待我的命令 士兵们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听谁的命令 吉普车上 夜游一脸猛逼地看着何路 质问道 何叔你干什么 这次行动 我是总指挥 总指挥就能不在乎 无辜之人的生死吗 李晨秋还在里面 你下达这个命令 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安全 要是他死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怎么跟他的家人交代 何路义愤填膺地说道 将对讲机放在自己屁股后面 你 夜游攥紧拳头 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 他要是出来 我会用异能保护他 放屁 你来得及吗 我看你就没打算 放过里面任何一个人吧 何路怒气冲冲地说道 夜游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如何路所言 他的确没打算放过里面任何一个人 反正灾水就在里面 只要将里面的人全部捡 灭 灾水就会被肃清 根本不用调查灾水是谁 这是最省心省力 也是最稳妥的方法 夜游没有在跟何路理论 扭头看向坐在后排的郑康 把你的对讲机给我 郑康一脸不愿地摇了摇头 屁股朝后方挪动了一点 夜游 我觉得你的指挥 已经违背了安统斯保护人类的初衷 恕我不能从命 即便你是总指挥 你们 夜游瞪大眼睛 你们是不是疯了 为了一个李晨秋 放弃肃清灾水 和上百只复苏者的机会 你们知不知道 如果有复苏者 因为李晨秋的关系 逃出北黄山 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这些人死了 你们负得了责吗 空气陷入安静 几秒之后 何路打破了沉默 我去封锁西面 你们守在东面 我绝不会让任何一只复苏者 逃出北黄山 我也希望 你不要让士兵们的枪口 沾上无辜之人的鲜血 何路平静地说完 便推开车门 脉腿就要走出车里 夜游见状一把抓住何路 说完 何路便正脱开夜游的手 一拳一拐地 朝血色门户的东边走去 只留下夜游面色阴沉地 坐在副驾驶 他拿起对讲机 犹豫了一会儿道 如若发现异常 等我命令 血色门户前 何路一个人孤零零地 朝血色门户的西边走去 在旁人看来 他是个不思便通 甚至有些愚蠢的人 但也正是有这种愚蠢之人的存在 才让这个冰冷的社会 有了一丝人情味 让生命不是一串数字 而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独一无二 弥足珍贵 嗡嗡嗡 突然 一阵嗡鸣声在场上响起 高大的血色门户 突然泛起阵阵液 一时间 广场上所有人的神经 都紧绷了起来 一只只冰冷的枪管 对准血色门户 等待着夜游的命令 何路也停下脚步 警惕地看着涟液扩散的中心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众人的心跳越来越快 大 一只脚从中迈了出来 紧接着是膝盖 手臂 鼻子 直至整张脸 他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但在看到一只只 对准自己的枪管时 面部表情一僵 这 李晨秋嘴唇动了动 茫然无措地看着四周 眼中再无半点喜意 满是惊恐 为了让自己表演逼真一点 李晨秋还特意利用绝对掌控 让自己的身体 进行小幅度的颤抖 模拟人在恐惧时的反应 何路站在原地愣了一愣 随后大声朝李晨秋喊道 到我这边来 李晨秋猴杰微微滚动 看向何路所在的方向 何 何说 李晨秋放大瞳孔 颤抖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惊喜 他正想要动的时候 一道利和声从远处传来 站在原地不要动 紧接着 一道黑影闪身到何路面前 将对方拉到身后 此人正是叶幽 小叶 叶 让我来问 没等何路把话说完 叶幽便冷声打断了他的话 将目光锁定在李晨秋身上 怎 怎么 李晨秋停下脚步 一脸无辜地看着叶幽 透亮的眼眸中是压不住的无措 当然 这只是表面上的无措 对于现如今发生的一切 李晨秋其实早有预料 他知道 会有士兵堵在血色门户前 也猜到对方有极大可能进行 无差别火力覆盖 所以 李晨秋才会给何路与郑康说那些 很大意凛然的话 他就是在堵 堵何路与郑康会念他的救命之恩 但李晨秋并没有把自己的一切 都压到两人身上 他特意先将自己的左腿 先卖出门户 如果外界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 他就会立刻改变样貌 用灾水的方式脱身 不过一旦这样做了 之后李晨秋就再也无法 正大光明使用灵璇器了 毕竟没法交代灵璇器的由来 而且身份也会存在一点 你和灾水是什么关系 叶幽冷声问道 那狭长的双眸 一直紧紧盯着李晨秋 随时准备出手 灾水 李晨秋一脸猛逼地指了指自己 什么关系 叶幽眯起眼睛 你和灾水没关系吗 我 我和一只复苏者能有什么关系 这位姐姐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李晨秋慌张地张开双手 想要走近些去解释些什么 碰 一道枪响在场上响起 李晨秋看着脚下的弹坑 颤颤巍巍巍地朝后退去 叶幽放下自己的配枪 仔细观察着李晨秋的反应 你 你干什么 李晨秋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叶幽 为什么拿枪打我 叶幽眯起眼睛 李晨秋的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都被他一一捕捉 他对自己的观察里很自信 没有人能在他面前 做到完美的伪装 几秒之后 叶幽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没有破绽 他没有在李晨秋身上 察觉到任何异常 就仿佛对方 真的被自己的枪声吓到了一样 奇怪 叶幽喃自语 如果对方是栽水 肯定不会被子弹吓到 难不成先前那只复苏者 说的是假话不成 叶幽沉默了一会儿 但眼中依旧警惕 他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 和一副脚铐 扔在李晨秋面前 我们安统司 怀疑你和栽水有所联系 身份存疑 所以暂时对你进行关押审讯 希望你配合 李晨秋看了眼 地上的手铐和脚铐 又抬头看向河路 河叔 别害怕 只是审讯而已 河路出声安慰道 李晨秋点了点头 自己将自己拷了起来 任凭几个士兵 把他压到车上 开往特能斯的方向 云端之上 李清夏的视线穿过云层 静静地看着篝火广场 见李晨秋平安无事 李清夏鸣嘴一笑 单手划开空间 淡然离去 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11号城市 特能斯 冰冷狭小的球室内 李晨秋静静地坐在板凳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铁制的墙壁 他在这间球室内 已经待了将近六个小时 是说了什么吗 李晨秋在心中想到 自己表演得如此天衣无缝 可那女人眼中的警惕之色 并没有消失 这只能说明一点 先前那个复苏者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将他的身份说了出来 想到这点 李晨秋就一阵头大 有些疲乏地揉了揉太阳穴 李晨秋知道 就算自己能从这里出去 灾水这个名字 也会一直跟着他 这无关证据 安统斯已经确定 灾水就在明地 而血色门户自他以后 都不会走出任何人 加上复苏者的指认 这意味着灾水 这个马甲不能用了 一旦出现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放在他的身上 咔嚓 球室外面 传来要是扭动声音 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 对李晨秋吆喝道 出来吧 李晨秋平静地站起身 走出球室 球室外的过道里 几十个带枪的士兵 警惕地盯着李晨秋 为首的是一个青年 这个人李晨秋很熟悉 正是安统斯三人组里的郑康 郑大哥 我是不是能出去了 李晨秋一脸期待地问道 郑康神情复杂 你跟我来吧 如果你没问题 会放了你的 特能斯审讯士 刺眼的白光 打在李晨秋的脸上 冰冷的审讯椅 将他的双手双脚全部锁住 各种各样的金属圈 或者绷带固定在他的身上 一道道粗壮的数据线 从中伸出 连接到一台显示器上 李晨秋很清楚 这是特能斯的测谎仪 虽然不能做到百分百的测谎 但百分之八十 还是能保证的 咔哒 审讯士的铁门被推开 神情严肃的叶忧 率先走了进来 冷漠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紧随其后的是郑康 与李晨秋关系最好的合路 并没有来 两人走到桌前坐了下来 将视线投向李晨秋 要喝水吗 叶忧随意地问道 李晨秋扣了扣手指 装作怯懦地回答道 不用了 叶忧点了点头 指着显示器说道 这是全联邦最高端的测谎仪 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显示器就会出现正确 如果你说的是假话 则会出现错误 知道了吗 李晨秋嘴唇微张 低声询问道 我说完会放我离开吗 不清楚 或许要等几天 或许立马就放了你 叶忧目光平静 仔细观察着李晨秋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是复苏者 李晨秋抬起头 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我怎么可能是复苏者 说着 李晨秋用牙齿咬破嘴唇 鲜红的血液 顺着他的嘴角流下 你们看 我的伤口没有恢复 我是人啊 李晨秋急切地喊道 郑康健壮安抚道 李晨秋你先不要激动 我们只是简单地问几个问题 如果是简单的话 为什么要给我搞测谎仪 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李晨秋攥紧拳头 装模作样地挣扎了起来 叶忧鸣嘴一笑 因为我们怀疑你就是栽水 一瞬间 李晨秋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愣在了原地 场上因此逐渐安静下来 见李晨秋沉默不语 叶忧继续补充道 这是我们从安统寺带来的审讯椅 五尽以下都是无法挣脱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栽水的话 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好好回答问题 还自己一个清白 好吗 可我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我嘴巴上的咬痕 没有恢复啊 一些意志力强大的复苏者 可以通过主观意识 延缓伤口的愈合 这也导致很多强大的复苏者 藏匿在联邦之中 却无人能发现 栽水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句话后 李晨秋起伏的胸口逐渐平缓 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 好 你们问吧 多谢李简 血色门户的里面的灵玄器 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叶忧目光如刀 仿佛要把李晨秋看穿一样 李晨秋点了点头 是我 B 显示器上出现了正确两个字 叶忧深深地看了李晨秋 但并没有在追问什么 毕竟场合不合适 紧接着 叶忧又询问道 先前你拨打卫星电话 告诉特能斯 栽水在北黄山上 后来我们查了监控 发现你当时是被追杀的状态 也就是说 栽水救了你 李晨秋文言意念一动 利用绝对掌控 将身体的呼吸 血压 脉搏 汗线 眼球都维持在了正常的状态 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眨眼之间 算是吧 B 显示器继续显示正确 据郑康所说 他们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聚集在一座桥上 你在吧 我在 那之后 之后的半个小时之中 叶忧问了李晨秋 许多无关痛痒的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和李晨秋 根本就没有关系 但叶忧还是不厌其烦地问着 每当李晨秋回答完以后 他就会拿笔在一张纸上写些什么 由于遮挡的关系 李晨秋什么都看不清 在问完第43个问题后 叶忧伸了个懒腰 有些疲惫地看着李晨秋 回答得很不错 问题全部问完了 接下来我们闲聊一会儿 好 李晨秋点了点头 叶忧礼貌性地冲李晨秋点了点头 随后将一张写满字的纸张 递给旁边的郑康 出去核对核对 啊 郑康有些猛逼 核对什么 叶忧不耐烦地将纸张拍在郑康的胸口 不都说了吗 核对纸上的内容 找核书一起核对 还找核 赶紧去 没等郑康把话说完 叶忧便将其硬生生推出审讯室 碰 随着房门的关闭 十几平米的空间 就只剩下了叶忧与李晨秋两个人 叶忧似笑非笑地坐在桌子上 低头看着李晨秋道 你不好奇 我让他核实什么吗 李晨秋有些疲惫地抬起头 我不好奇 你不好奇 我也想告诉你 叶忧站起身来 走到李晨秋面前低难道 我问了你43个问题 根据这些问题编了一些故事 你要听听吗 李晨秋像睡着一般闭上眼睛 有气无力地说道 一夜没睡了 让我闭着眼睛听吧 叶忧见状也没有多言 而是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从前有一头披着羊皮的老虎 生活在羊群里 某一天 他和一群羊出去吃草 但很不幸的是 他们遇到狼 而这头披着羊皮的老虎 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 被十几头狼追杀 最终为了活命 他暴露了自己是老虎的事实 并咬死了这群狼 为了继续混在羊群之中 他谎称在山林之中遇到了老虎 是老虎咬死了这群狼 李晨秋 你说这只老虎聪明不聪明 知道用自己的正面目 去盖住假面目 你能想到吗 李晨秋睁开双眸 淡淡地开口道 他不聪明 山林之中有那么多只动物 老虎凭借自己的速度 完全可以祸水冬应 让狮子去解决这群狼 不 这头老虎很聪明 因为它醉翁之意不在酒 它的目的是 引来仇视它的动物 因为它发现了一棵 快要成熟的果树 它们就打了起来 而这头老虎 就偷偷摘走了这些果实 呵呵 李晨秋轻笑一声 挺有意思的故事 对了 你猜猜 为什么没有动物怀疑老虎呢 叶游眯起眼睛 期待地看着李晨秋 李晨秋咧嘴一笑 是不是老虎 把所有看到它偷果实的动物 都杀死了 叶游拍了拍手 羊庄惊讶地说道 猜对了 但是这个老虎很大意 放走了一头狼 而这头狼喊出了羊 就是老虎的事实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如何 李晨秋摇了摇头 不怎么样 虽然间距反转 但经不起推敲 首先羊和老虎体型就不一样 它怎么混迹在羊群中 其次 老虎是食肉动物 羊是食草动物 它们怎么可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此话一出 两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冷了下来 过了几秒之后 叶游开口打破了这片沉默 因为所有人都会这么想 所以老虎才不觉得自己很危险 但常在岸边走 哪有不失邪 总会有遗漏的地方的 说完 叶游便离开了审讯室 只留李晨秋一个人坐在里面 护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头巢后缓缓养去 眉宇间满是疲惫 他没想到 对方能用43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看透真相 甚至完全避开他所设置的陷阱 以脑补推理的方式 完整叙述了整个事件的脉络 如果没有镜像人这个变数 李晨秋有把握全身而退 可世上没有如果 聪明人还真是多啊 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 李晨秋在心中感慨道 他不觉得 安统斯能找出自己的破绽 但他担心 安统斯会从李晨 与李清夏身上展开调查 这也是现在李晨秋 唯一放心不下的地方 审讯室外 河路与郑康 沉默地站在过道两边 咔哒 叶游推门走出审讯室 听到动静的两人 立刻抬头看向叶游 我写的是不是还算合情合理 你们有没有 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叶游抬手示意两人 郑康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一旁 面色阴沉的河路 河路站直身子 摇了摇头 你所写的都符合逻辑 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但现如今 这都是你的猜测 并没有关键性的证据 郑康又补充道 李晨秋的异能等级还在平定 但八成就是A 而且他 还是摘星的人 他的分量代表着我们不可能关他太久 叶游没有反驳二人的话 而是话锋一转 朝二人问道 我敢肯定他 就是灾水 你们能相信我吗 两人面面相去 沉默了一会儿后郑康回答道 你是总指挥 规则之内 我们都听你的 好 叶游摸了摸下巴 视线透过单向玻璃 看向坐在审讯室里的李晨秋 不用把调查方向放到北黄山上了 往另一个方向查 另一个方向 河路有些不解的皱紧眉头 北黄山可是灾水出没的地方 我们不查了 我记得李晨秋给你说过 他突破到了二进了吧 叶游扭头问道 河路有些不明所以的回答道 对啊 怎么了 他上次在特能斯侧能的时候 还是一进 可为什么上了北黄山 就立马突破到了二进 叶游顿了顿 继续说道 只有一种可能 为了改变自己的基因 躲过DNA的核对 能如此精准地 把握自己破尽时间 这需要多么缜密的心思啊 这样的复苏者 不可能在北黄山上 留下自己的痕迹 找了也是浪费时间 一无所获 改变基因 郑康瞳孔一颤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后 抬头问道 另一个方向是什么 叶游目光深邃 鸣嘴一笑 两年前的炉江大桥上 一个名叫陈修的复苏者 被一个叫宫启的人 用异能击穿眉心 掉入河中 两年后 灾水横空出世 像是报仇一般 杀死了与当年那件事有关的人 从这就不难看出 灾水和陈修一家关系匪浅 说着 叶游从怀中掏出自己的手机 当着两人的面 放出一段音频 自从监控录像爆出来后 网上的网友对宫启 开始了铺天盖 那徐悦是不是也有可能活着 你们一家可以团聚了 B 音频结束 叶游将手机放进兜里 眼睛扫向两人 这是当时灾水与他人的对话 你们听完有发现什么吗 何禄沉思了一会儿 抬头道 灾水似乎很在乎徐悦这个女人 难不成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灾水全程没有问 关于陈修的事情 他明明和徐悦一家关系匪浅 为何只关注徐悦身上的疑点 对于陈修连提都不提 此话一出 何禄与郑康二人瞪大眼睛 仿佛想到了什么 见两人没有说话 叶游继续说道 只有一种可能 准确地说 他就是那个被打穿眉心的陈修 场上鸦雀无声 安静无比 这怎么可能 陈修当时被冻穿了眉心 怎么 可能还活着 郑康磕磕巴巴地反驳道 就是因为你们所有人都这么想 所以灾水才有事无恐 叶游平静地回应道 显然他已经预料到了两人的反应 毕竟一开始他推出这个答案时 也是惊骇万分 但想到 灾水连身体元素化这种事情都能做到 被打穿眉心不死 似乎也有了一丢丢的可能 河路压下心中的惊骇 尽量语气平缓地说道 所以你说的调查方向就是陈修 对 你们去调查和陈修有关的一系列事情 小燕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所有的推论都是空中阁楼 都是建立在里晨秋式灾水的基础上 可他是不是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啊 这是命令 昏暗破旧的出租屋内 齐明月疲惫地躺在床上 双目无神地开着天花板 安眠药也没用了吗 齐明月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光荡 桌上放着的药瓶子被尘风吹倒在地 手机闹钟也在此刻响起 叮铃铃 叮铃铃 齐明月疲惫地拉开被子 露出那缠满绷带的上半身 就在齐明月准备洗漱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传来 咚咚咚 嗯 齐明月闻声有些疑惑地 看向门口的方向 虚弱地应了一句 来了 他随意地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 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 房门外 郑康和一名负责记录的特能员 站在过道内 静静地等待着 咔哒 房门打开 齐明月那张苍白的脸 从门缝里伸出 他扫了眼两人所穿的衣服 有些不解道 有什么事情吗 郑康友善地笑道 你好 你是齐明月吧 我是安统斯的郑康 想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说完 郑康从怀中掏出安统斯的证件 给齐明月看了一眼 好 家里有些小 不嫌弃就进来吧 齐明月推开房门 转身将房间的乌丝灯打开 在昏黄色灯光的映射下 房间内的一切都暴露在了郑康面前 房间很小 一眼看去便望到了头 破旧的书桌 不足两米的木板床 半米多高的小冰柜 用来煮饭的电磁炉 整齐堆在一起的储物箱 这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就是齐明月现在的家 没有厨房 没有卧室 甚至连厕所都没有 这是人住的地 那名女特能员下意识地说道 言语中夹杂着一丝嫌弃 不过没等他把话说完 站在一旁的郑康 便有些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了 齐明月停下脚步 指着一扇孤零零的窗户平静道 是人住的地 只有人住的房子才有窗户 我家就有 说完 齐明月从房间角落 拿起两个凳子 摆在了书桌旁 冲两人招了招手 来坐吧 嗯 谢谢 郑康礼貌性地回复了一句 带着女特能员 走进房间坐了下来 齐明月给两人倒了两杯热水 顺势坐了下来 陈生问道 是要问昨晚的事情吗 不是 郑康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道 这次找你 主要是想了解一个人 了解一个人 齐明月眉宇间闪过一丝疑惑 自己这两年来 都是一个人生活 朋友什么的几乎没有 有什么人是 需要从自己这边了解的 见齐明月没有说话 郑康伸出手 在他眼前晃了晃 可以吗 可以 我能知道的 一定都告诉 齐明月后知后觉的回应道 好 郑康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 推到了齐明月面前 用手指着照片上 那个笑得灿烂的少年道 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上的少年 穿着蓝白色的校服 黑色的头发 随风朝后荡去 像海浪一般 透亮的眼睛 仿佛藏着繁星一样 明亮绚烂 齐明月死寂的瞳孔一阵 一股酸楚 瞬间涌上心头 他颤微微地伸出手 用指尖小心翼翼地 触碰着照片中的少年 我认识他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他叫陈修 齐明月目愣地回应道 郑康微微一笑 正准备继续询问的时候 齐明月先一步开口道 你们为什么要了解他 我们 你应该是被安统斯 派来肃清灾水的吧 陈修和灾水有什么联系吗 齐明月抬起头颅 目光直直地看向郑康 被打断的郑康有些不悦 但还是耐心地解释道 096灾水第一次出现 是为了帮陈修与徐月女士报仇 所以我们怀疑 灾水与这两人认识 想了解 你们安统斯觉得 灾水和陈修是一个人吗 啊 郑康神情一僵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但这一切都被齐明月 敏锐地捕捉到了 齐明月激动地站起身 抓住郑康的胳膊 陈修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你们觉得 他会是灾水 李晨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联 你 郑康拨开齐明月的手掌 起身朝后退了一步 吏声喝道 你干什么 抱歉 我就好奇问一问 齐明月低头到了生茧 坐回了原位 见此郑康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继续坐了下来 之后的时间里 两人一问一答 当郑康问到一些 不痛不痒的问题时 齐明月会如实回答 当郑康问到一些 比较敏感的问题时 齐明月则会 稀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你确定你忘了 郑康目光犀利地 盯着齐明月 齐明月伸手 拉开书桌的抽屉 里面摆满了大小不一 颜色不一的瓶瓶罐罐 这两年老是健忘 这都是些治神经的药 齐明月安静地回答道 郑康淡淡地扫了一眼 随后冷声道 神经不好就多吃药 别到最后 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 我们走 说完 郑康便带着特能云 离开齐明月的家 碰 伴随着房门关闭 狭小的房间内 只剩齐明月一人 他闭着眼睛 静静地回忆着 刚才发生的一幕幕 十分钟后 齐明月睁开眼睛 从怀中 掏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自己以前 下载好的视频 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视频中播放着 正是李晨秋在桥头 与特能斯基站的视频 是你吗 齐明月喃喃自语道 之后的几天 李晨秋一直被囚禁在特能斯 外界的舆论 也发酵得越来越严重 林玄器 灾水 李晨秋 当这三个热点 汇聚到一起的时候 整个11号城市都沸腾了 李晨秋的名字 彻底传遍大街小巷 成为了11号城市的流量密码 无数自媒体博主 开始深挖李晨秋的过往 日夜在特能斯大门口 蹲守的记者 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连带着李清夏与李继 也成为了焦点人物 两人所居住的酒店 也被挖了出来 不过等记者赶到的时候 李继和李清夏 早已逃之夭夭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此时的两人 正坐在一家炒菜馆的包间里 似乎在等待着谁 老板 你是不是说错地址了 这都快20分钟了 没人来啊 李清夏趴在窗前 朝四周张望着 李继端起一杯茶水 平静地抿了一口 会来的 我说的地址没错 应该是堵车了 话音刚落 一阵敲门声 从包间外传来 紧接着 包间的门把手缓缓扭动 身穿变装的叶幽 率先走了进来 紧随其后的河路与正康 李继放下茶杯 目光深邃地看向三人 来了 坐吧 李继露出一抹慈祥的微笑 抬手示意三人落座 他在窗前的李清夏 听到声音后 立马小跑到三人面前 笑嘻嘻拉出椅子 快坐 快坐 路上有些堵车了 抱歉 叶幽身子微弯 有些歉意地说道 李继浅浅一笑 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没关系 反正老头子 我的时间也不值钱 比不上你们这样的大人物 若李晨秋在此 一定会倍感惊讶 此时李继和以前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再也看不出一点怯懦和小家气 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着一股淡然与宁静 以至于叶幽三人看到李继的瞬间 下意识地联想到天元联邦的领导人 一时间倒有些拘谨 见三人落座之后 李继从一旁的塑料袋子里 取出一包廉价包装的茶叶 十五半斤的红叶茶 虽然便宜 但味道却不比那些几百几千的差 我很喜欢 清夏 给三位的水杯里扔几片茶叶 好嘞 李清夏伸手从茶包里捏了一小撮茶叶 面色和善地 给三人的杯子都扔了一两片茶叶 随后若无其事 走到了李继旁边坐了下来 夜游垂眸看了眼杯中之茶 笑着说道 看来老人家还是挺懂得节俭的呀 你要这么喜欢这红茶茶茶 我可以给你买几十斤 李继挥了挥手 不必了 我虽然没什么钱 但十五半斤的茶叶还是买得起的 每次有人来我店里吃饭 我都会让清夏给他们漆茶 毕竟来者是客 总不能怠慢了 此话一出 场上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安统斯三人不是傻子 自然听得出李继话中的尖锐 夜游与郑康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夜游面色不善地说道 李继先生 配合安统斯调查室 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希望您不要对我们那么敌视 摆正态度 安统斯是存活在联邦律法里的势力机构 如果是在律法之内的调查 我一定配合 因为这是义务 李继眯起双眼 眼角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 他停顿了一会后 继续道 但三位的调查 似乎已经跳出了律法了 没有证据的非法监禁李承秋 现在还动用特能斯与治安斯的能量 深挖他以前的精力 你们是不是犯法了 老头我实在不懂啊 夜游眸光暗沉 清亮的眸子里犯着一阵波澜 他知道李继说的没错 自己的确犯法了 但那又怎么样 为了更好的肃清灾害 保护民众的安全 就算游走在联邦律法之外 那又如何 联邦律法机构会跳出来说不合适吗 民众会指责自己吗 上头会因为这件事情给自己处分吗 治安斯敢关自己吗 都不会 因为自己是安统斯的人 代表着正义 建场上气氛有些不对 河路急忙跳出来打了个圆场 好了好了 不聊这个了 前几天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李成秋的情况 但却找不到您在哪里 这次您突然主动联系我们 时间仓促 也没买什么东西 您莫见怪 既然没买东西 那就把这顿饭钱掏了吧 礼继理所当然地说道 夜游攥紧茶杯 冷声说道 既然你差这点钱 我们掏了也无妨 不过接下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夜游瞥了眼郑康 郑康心领神会 走到窗户前拉上窗帘 十平米的包间立马陷入黑暗 坐在一旁的河路 窗户是开着的 正午的暖风将窗帘的吹得抖动 温暖的阳光透过帘子之间的缝隙 顺着瓷砖延伸到饭桌 茶水 衣领 直至李继的半张脸上 微风还在吹 窗帘还在抖动 李继那张松框的脸 在黑暗与光明之间不断徘徊 他静静地看着夜游 平静地坐在原地 你干什么 李清夏急切地站起身 看向站在窗帘边的郑康 郑康淡淡地看了李清夏一眼 随后一言不发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坐下 拉个窗帘遮个光而已 你激动了什么劲 李继拽着李清夏的胳膊 硬生生将他拉回座位 我 李清夏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李继一个眼神就瞪了过去 直接掐断了李清夏的念想 解决完李清夏后 李继才扭头看向夜游 这一次我叫你们来 不是来帮你们了解李晨秋的 而是想告诉你们 囚禁李晨秋是犯法的 所以呢 夜游嘴角勾起 你想让我怎么做 李继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道 我想让你们放了他 夜游吃笑一声 似乎在嘲笑着李继的不自量力 他用手指着脑袋道 我之所以尊敬你 是因为你占了老弱病残的老字 但做人不能蹬鼻子上脸 认不清自己 你不过就是个炒饭店的老板 我认这个老 你才是老人 我若不认 你就是 个人罢了 不要以为装腔做事 就能和安统斯平起平坐 你们这些人不配 小燕 好了 和路伸手搭在夜游的肩膀上 打断了对方的话 扭头看向李继 我们只是想问问李晨秋的事情 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 希望你们站在我们的角度理解一下 如果他真是无辜的 安统斯会给他补偿 李继放在桌上的手指 敲了敲茶杯 发出清脆的声音 沉默了一会儿后 他抬眸道 如果我不想说 还想把你们告上法庭呢 夜游从怀中拿出一副手铐 摆在桌上 那我只能请你们去一趟特能斯 顺便查查你们 你们这么竭尽全力地包庇一个人 该不会也是复苏者吧 夜游以玩笑话的形式说道 灵力的眼神 一直李继与李青夏身上徘徊 此话一出 李继面色如常 李青夏面色倒是有些不正常 深黑色的眼眸一颤 下意识地看向李继 也不知是真慌还是假慌 而这个明显的动作 自然是被夜游捕捉到了 他心头一颤 一个荒谬的猜想 突然在心头生起 难不成眼前这两人都是复苏者 自己误打误撞 说出了真相 想到这里 李继抬起头 目光平静地看着夜游 我发现你这个小女娃 真的很喜欢扣帽子 你们现在调查复苏者 就全靠猜疑了吗 你要是不满 可以去投诉我 夜游微微一笑 对身旁的郑康招了招手 郑康把他们拷起来 郑康抽出别在腰间的手铐 正要起身的时候 李继轻咳两声 抬起前臂 示意等一下 郑康扭头看向夜游 见对方点了点头 他才继续坐了下来 怎么了 你改变主意了 有话想说 夜游歪着脑袋 薄薄的嘴唇微微勾起 露出得逞的微笑 李继摇了摇手中的茶杯 轻声道 我给你们讲道理 是因为我觉得自己 是一个讲道理 守律法的良好公民 但这并不代表 我只能跟你们讲道理 夜游眉头一挑 怎么了 你还想做什么腰 李继没有说话 而是伸手从怀中 掏出一部老式的按键手机 将脑袋凑到手机前 似乎在翻着些什么 你在找帮手吗 夜游好奇地问道 眼中夹杂着一丝不屑 嗯 李继随意地坑了一声 稍等一下 我找找 好久没联系了 夜游双手环抱于胸 没有说话 就这么看着李继 不知是因为老花眼的缘故 还是啥 两分钟过去了 李继依旧保持着 两分钟前的动作 夜游脸上露出一抹不耐 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李继突然支起身子 伸手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拿起手机贴在耳边 喂 是我 李继平静地说道 之后的时间里 李继像个机器人一样 一直重复着 嗯 像是在敷衍电话那头的人 好了 抱个忙 等一下我把电话给别人 你说一句放人 说完 李继便将拿开手机 递到李青下面前 拿给他 好嘞 李青夏点了点头 在安统斯三人的注视下 将手机放到了夜游身前 什么意思 夜游诧异地看向李继 李继用手指了指手机 又点了点自己的耳朵 示意对方接电话 夜游半信半疑地 将手机放到耳边 道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 中气十足的声音 放人 声音响起了一瞬间 夜游巴掌大的脸 像被电了一般 止不住地抽了一下 连带着攥着手机的手 也下意识地松了开了 碰 手机掉在桌子上 电话那头的人微微一愣 随后挂断电话 嘟嘟嘟的声音 在安静的包间内回荡 怎么了 何路抓着夜游的胳膊 关切地问道 是啊 怎么了 郑康一脸疑惑 他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话 能把夜游搞成这样 夜游没有理会两人的询问 而是咽了口口水 一脸惊骇地看向李继 捉对面 李继还是那般从容淡定 就如同先前一样 眼眸骨颈无波 没有一丝波澜 一旁的李青夏 用手掌伴舞着脸 咬着嘴唇 拼命地憋着笑意 夜游瞳孔颤动 颤声朝李继问道 你 你是谁 一个喜欢讲道理的普通老头罢了 说完 李继便提着脚下的塑料袋站起身 对三人说道 之后有关李晨秋的事情 我会打电话联系你们的 对了 不要告诉别人我的身份 不然 李继停顿了一下 走到夜游身后 拿起自己的手机 和蔼地笑道 小女娃 你以后就做不了人上人了 清夏我们走 老板等等我 李清夏急忙起身跟了上去 碰 伴随着包间房门的关闭 夜游像失去了支撑一般 双手交叉至着脑袋 即被无力弯了下来 到底怎么了吗 电话那头说什么了 郑康晃了晃夜游的身子 是不是那边有人威胁你了 何路试探性地问道 夜游闭着眼睛 眼睫毛轻微地震颤着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他才逐渐恢复平静 缓缓睁开双眸 准备放人吧 放人 郑康皱了皱眉头 你不查了吗 夜游回应道 可以查 但不能再非法监禁李晨秋了 会出问题的 郑康再次重复问道 电话那头到底说了什么 夜游深深地看了眼杯中的茶水 沉声道 说了放人两个字 啥 郑康一脸猛逼 就这 夜游扶着桌子站起身 朝包间外走去 同时开口道 这是战略指挥部的命令 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内 十几个气势不凡的人类 坐在会议桌的两旁 这些人男性居多 老龄占据绝大多数 其中一位头发有些斑白 但还夹杂着 一些黑色的老者 放下手中的电话 目光深邃地看着天花板 不知在想些什么 是他吗 有人问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到老者身上 老者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无奈地点了点头 除了他 还能有谁 那件事过后 他都多少年没联系我们了 这次怎么会突然打电话过来了呢 是不是想干涉安统斯的司统竞选 今时不同往日 他就算想 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毫无阴影的求是里 李晨秋盘坐在地 靠着冰冷的墙壁 求是里没有钟表 李晨秋并不知道 他被关在这里的具体时间 只能通过二日一餐 得知自己被关的天数 四天 李晨秋睁开眼睛 有黑的眸子中 是掩盖不住的虚弱 藏于袖中的手 已经有了衰老的痕迹 一道道浅浅的皱纹 浮于皮肤表面 长时间的饥饿 已经让他体内的生命能量消耗殆尽 再也无法延缓自身的衰老速度 原本李晨秋以为 这三人顶多关自己两天 但他没想到 这三人这么不要脸 能顶着媒体的压力 非法囚禁自己四天 李晨秋清楚 自己要是再被关个三四天 那复苏者的身份 必定暴露无疑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主动出击 想办法逃出特能斯 反正对方都是非法囚禁 自己逃出去 也算不上违法 自从李晨秋经历完 上次的审讯之后 他被关押的地点 便发生了改变 虽然依旧是囚士 但囚士外面 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门之外 不再是狭小的过道 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尽头 就是李晨秋所在的囚士 走廊内 五米一个带着枪士兵 由高强度钢铁打造的墙壁 在头顶灯光的照耀下 泛着亮银色的光泽 除此之外 走廊的天花板上 还有着子弹大小的孔洞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这些孔洞 就会由AI操控 自动发射子弹 这些对096灾水来说 并不算什么事 但对天命者李晨秋来说 却有着致命的威胁 强闯必定会暴露复苏者的身份 所以只能智取 咚咚咚 囚士大门从内敲响 站在门口的士兵 点开囚士门上的显示屏 李晨秋那张虚弱的脸 士兵摇了摇头 很抱歉 两日一餐 是夜游长官要求的 那 李晨秋弯下腰 一脸不甘地继续道 我想见见夜游长官 士兵冷冰冰地说道 夜游长官目前不在特能斯 他回来了的话 我们会向他告知你的诉求 李晨秋咬紧牙关 神情痛苦地说道 见不了夜游长官 见何路和郑康两位长官也行 很抱歉 他们三人一同出去了 目前都不在特能斯 此话一出 李晨秋神情一正 深邃的眼眸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意 自己这运气还不错呀 于是乎 李晨秋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多多 不在吗 李晨秋捂着肚子蹲下身来 那张本就苍白的脸 变得更加没有血色 你再忍忍吧 肚子饿一会儿就不饿了 士兵随意地安慰了一句 正要关闭显示器的时候 画面里的李晨秋 突然痛苦地大喊一声 啊 李晨秋双手死死抓着自己的心脏 模样猙獰地躺在了地上 那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球室门口的摄像头 这 士兵一脸猛逼地看着李晨秋 那只要关闭 显示屏手也将在了半空中 你怎么了 士兵诧异地问道 我 李晨秋艰难地抬起手 我难 瘦 舅舅 可爱 咸红的血液 从李晨秋的嘴角鼓鼓冒出 像止不住的拳眼一样 染红了他的脖梗与衣领 看到这一幕 士兵瞪大眼睛 下意识地伸手摸向大门的指纹锁 但距离指纹锁 还有一厘米的时候 他又停了下来 脑海中出现了夜幽交代自己的话 任何情况都不要打开球室 送饭用球室的窗口传送代送 一时间 士兵的手仿佛被两股力量拉扯着似的 一会儿朝前 一会儿往后 而这反常的举动 很快引起了其他士兵的注意 很快十几个士兵便围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李晨秋不断吐血的画面时 都不淡定了起来 这 这什么情况 张喜 这李晨秋怎么了 有人诧异地问道 守门士兵张喜 无助地看向其他人 我不知道 他就说自己 呃 然后 然后就吐血了 这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当然是先去拉到医务室啊 不能打开 也有长官说了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能打开球室大门 那怎么办 就这么看着吗 不好吧 万一这李晨秋 真出什么事情了 我们也不好交代吧 众人犹犹豫豫豫 谁都不敢拿定主意 躺在球室疯狂咳血的李晨秋 面色一黑 自己故意咳了这么多血都没用吗 还是说 自己表现的还不够严重 罢了 那就再严重一点 李晨秋在心中暗暗说道 下一秒 李晨秋瞳孔剧烈震战 那张脸突然从惨白 转变成血红 一道道深红色的线条 出现在他的皮肤之下 像小蛇一般有动 紧接着 李晨秋眼睛一闭 脑袋一歪 双脚一蹬 一气合成 你妈 这这这 怎么回事啊 要不要开啊 赶紧开啊 再不开人 真没了 在众人的催促下 张喜伸出手指按了上去 闭 解锁成功 咔嚓 门开的一瞬间 一群人一窝蜂地涌了进去 跑到李晨秋身边 最前方的张喜跪倒在地 俯身将耳朵贴在李晨秋的胸口处 下一秒 他惊恶地抬起头 颤声道 好像 心跳声越来越弱了 闪开 一个士兵推开张喜 双手交叉 按压在李晨秋的胸口上 做起了心脏复苏 同时大声喊道 去找个担架 快 好 站在门口的士兵 应了一声 便焦急地跑了出去 张喜紧张地问道 他怎么样了 我又不是专业的医生 我怎么知道 但情况应该不是很好 我能感觉到 他的心跳越来越弱了 张喜有些凝重地说道 那我要不要给他做个人工呼吸 嗨嗨 躺在地上的李晨秋 猛咳了两声 原本微弱的心跳声逐渐变大 但相比于正常人来说 还是很弱 我的心脏复苏起效果了 快快 趁热打铁 快做人工呼吸 那人转头朝张喜大声喝道 好 张喜目冷地点了点头 急忙跪倒在李晨秋的旁边 李晨秋的眉头一皱 就在他准备张口吐鞋的时候 一道 让他期待已久的声音 从囚室门口传来 担架来了 先别坐了 送他去医务室 很快 李晨秋便被人抬上担架 离开了囚室 拥挤的马路上 一辆车挨着一辆车 缓缓前进着 安统斯三人组的车辆也在其中 郑康坐在驾驶位 不耐烦地按着汽车的喇叭 嘴里抱怨道 我们调查的李晨秋 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不给我们排除错误答案了吗 有什么好抱怨的 说不定真正的灾水 都死那名地里面了 叶优支着脑袋看着窗外 冷声道 不管怎么说 李晨秋身上的疑点还是很多 放出来后 我们也要继续调查 如果他真的没问题 那时才能说灾水死灾民 叮铃铃 叮铃铃铃 一阵手机铃声 打断了叶优的话 叶优从兜里拿出手机 扫了眼电话号码后接起电话 喂 再给我打电话吧 说着 叶优便伸手挂断了电话 可还没等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叶优不耐烦地接起电话 语气冰冷道 怎么了 长官 那个 那个李晨秋快不行了 哦 不行了 叶优靠着窗户淡定地说道 几秒之后 他突然瞳孔放大 坐直身子 惊骇地喊道 不行了 这一喊 把开车的郑康吓得一个机灵 副驾驶的河路 也好奇地扭过头 看向叶优 叶优着急地问道 怎么不行了 你说清楚 是不是身体衰老了 没 李晨秋就突然说自己肚子 然后就突然张口吐血 昏死了过去 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的心跳非常微弱 感觉好像不太行了 现在被拉去医务室急救去了 听到这话的叶优 只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恢复的红润面色 又白了下来 战略指挥部的领导 前脚让自己放人 后脚人就出事了 这李晨秋要是死在特能斯 自己在安统斯 还有未来可言吗 想到这里 叶优感觉一股良意 顺着他的脚底板 直冲天灵干 他严肃地说道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他稳住 就算是死 也不能死在特能斯里 话落 叶优便伸手挂断了电话 用手拍了拍郑康的肩膀 快 开快点 怎么了 出什么大事了 郑康头也不回地问道 叶优稳住心神 陈卓气说道 李晨秋出事了 好像快不行了 什么 何路与郑康两人 齐声喊道 特能斯 医务室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医生 救护车来了 医务室的大门外 一群士兵挤在门口 咔哒 医务室的自动感应门 缓缓打开 一辆急救推车从中推出 紧接着 一个高高瘦瘦 穿着白大褂 这李晨秋怎么满脸是血啊 医生平静地回答道 中途他吐了几口血 不打紧 你们快把他送上救护车吧 说完 医生刚要转身走回医务室的时候 他的胳膊却被张喜一把抓住 您不跟着过去吗 我要整理李晨秋各项指标的数据 之后要提交给医院 明白吗 医生毫不客气地拍开张喜的手 双手插都走进医务室 几秒之后 伴随着咔哒一声 医务室的感应门缓缓关闭 这 医生 好了 赶紧送李晨秋上救护车 他要死了 我们怎么去跟上面交代 很快 门口的士兵便推着急救推车 离开了医务室 医务室内 医生走到水龙头前 摘下手套 洗了洗自己的双手 随后伸手拉下口罩 那张俊秀冰冷的脸 彻底暴露在空气中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晨秋 先前被推进医务室后 他便出手打晕了 准备救治自己的医生 并调换了两人的衣服 将对方伪装成自己 来了个瞒天过海 听到走廊外在无声音后 李晨秋拉上口罩 重新走出医务室 朝特能斯的食堂走去 特能斯的食堂很大 小炒 快餐 麻辣烫 油泼面 饺子等等 只要是11号城市有的 这里都有 李晨秋用那名医生的饭卡 点了一大堆小炒 坐在最角落的阴影处 大块躲移起来 补充着体内匮乏的生命能量 吃饱喝足后 李晨秋掏出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李晨夏的电话 嘟嘟嘟 别 喂 我逃出来了 李晨秋压着嗓子说道 电话那头的李晨夏 有些惊讶地说道 哎呦 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安筒 等等 逃出来 李晨秋认真地说道 嗯 再不逃出来 我身体就开始衰老了 只能这么做了 这几天你和老板 不要跟我联系了 避避风头 电话那头的李晨夏 听到这话后 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他看了眼 坐在旁边的李记 默默地打开了手机的免提 小秋子 你确定你是自己跑出来的 李晨秋没好气地说道 我不跑出来 还等你救我吗 一时间 李晨夏这边的空气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没啥事 我就挂了 李晨夏急忙开口道 别别别 李晨秋不耐烦地问道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情就赶紧说 那个 你能不能回去啊 李晨夏小心翼翼问道 啊 李晨秋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你再开玩笑吧 他们非法监禁我 我好不容易跑出来 还会去干什么 等他们良心发现放了我吗 他们 好像的确良心发现了 如果你不逃的话 他们过会儿也会放你 啥 李晨秋小嘴微微张开 眼眸之中闪过一丝不解 什么意思 李晨夏含糊气词地说道 今天中午 我和老板与他们见了一面 聊了一些你的事情 后来走的时候 老板问什么时候放了你 他们就说 今天中午就放 食堂内 李晨秋抿着嘴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李晨夏试探性地问道 小秋子 要不你回去 李晨秋促眉思索了一会儿后 沉声道 他们能放了 我估计是碍于媒体压力吧 就算我出去 他们一样会调查我 监视我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我偷偷溜走 然后想办法 在离开11号城市之前 把公然一家给解决了 好了 你最近别联系我了 挂了 说完 李晨秋便挂断了电话 起身离开了食堂 在特能斯偷了件便服穿上后 他便戴着口罩 正大光明地从特能斯大门口离开 迈步走进人潮之中 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与此同时 一家咖啡馆里 两个较为年轻的男女对视了一眼 拿起尚未喝完的咖啡 离开了店里 朝李晨秋所在的方向跟了上去 嗯 走在人行道上的李晨秋轻易一声 迈开的腿又收了回来 停在了原地 到底是谁呢 李晨秋脑袋微微一歪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解 敏锐的第六感 让他发觉有两个人在跟踪他 但他能感受到 这两人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李晨秋转过身去 那深邃的目光越过众人 锁定到几百米开外的一对男女身上 百米之外 那个年轻男子身形一颤 一抹慌乱从他眼底升起 像木头一般处在了原地 男子侯杰微微滚动 颤声道 塌塌塌 好像在看我 一旁的女人鄙夷地看了男子一眼 你害怕什么 不是还有我吗 谁说我害怕了 男子挺起胸膛 瞪着眼睛看着女子 走 话落 男子顶着李晨秋的目光 硬着头皮朝前走去 女人嘴角勾起一个迷人的弧度 脉步跟了上去 双方的距离不断被拉近 二百米 一百五十米 一百米 李晨秋眸光逐渐地变得凌厉 左手食指上的镜微微闪烁 一股淡淡的寒意从周身散发而出 哎 怎么感觉突然变冷了 好像真的有点冷啊 李晨秋周围的人纷纷打了一个哆嗦 伸手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男子已经走到了李晨秋身旁 正当李晨秋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男子不留痕迹地将一张纸条 塞到李晨秋的手里 同时低声说道 等你 说完 那名男子便急步窜进人群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李晨秋一人站在原地 他看了眼手中的纸条 迈步走到一旁的小巷子 停在了监控的死角处 打开了手中的纸条 我们能帮你洗清灾水的嫌疑 连C76454 连C76454 李晨秋喃喃自语道 也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一阵鸣笛声从路边传来 李晨秋扭头看去 一辆绿白相近的出租车闯入眼帘 那辆黄色的车牌 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显眼 正好和纸条上说的车牌号一模一样 李晨秋看到这一幕后 并没有任何动作 低着头眸光深沉地看着纸条 在沉思了十几秒后 李晨秋手指一搓将小纸条烧成灰烬 脉步走向出租车 咚咚咚 李晨秋伸手敲了敲关闭的车窗 师傅 走吗 中年司机瞥了李晨秋一眼 道 走 上车吧 李晨秋点了点头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 车内开着冷气 密闭的环境中 飘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李晨秋的嗅觉很灵敏 一下子便辨别出 这是人血的味道 他深深地看了眼中年司机 但并没有开口说话 中年司机擦了擦嘴角流出了血液 冲李晨秋咧嘴笑道 小伙子去哪里啊 你们叫我来的 却问我去哪里 李晨秋语气平静地反问道 呵呵呵 中年司机乐呵呵地笑了几声 一脚油门驶离路边 李晨秋将脑袋靠着窗前 沉默了许久后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中年司机握着方向盘 笑着说道 当然是和你一样的人 李晨秋醋眉 深邃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淡淡的冷意 说清楚一点 你是什么人 目的是什么 是哪个势力的 你这人真有意思 会有人告诉你的 但这个人不是我 中年司机眯起眼睛 继续若无其事地开着车 李晨秋嘴角微微勾起 你这人也挺有意思的 你觉得我是在询问你吗 呼 一道黑影在车厢内闪过 下一秒 中年司机额头前的头发 被风吹得朝上飘起 李晨秋左手臂的食指 停在中年司机的额头前 擦 刺耳的刹车声在马路上响起 正常的行驶的出租车 一个急刹 直接停了下来 好在出租车后面 并没有紧跟着的车辆 否则就要发生追尾了 车内 中年司机瞳孔骤然缩成针间的大小 一滴滴冷汗 从其额头下缓缓渗出 那指尖之上所涌动的寒意 让他浑身发颤 汗毛乍起 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蔓延他的全身上下 中年司机咽了口口水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实力怎么和情报上说的不一样啊 泥马 假情报骇人啊 嘟嘟嘟 前面倒是动他 当马路是你家停车位呢 嘟嘟嘟 急促的鸣笛声 从出租车后方传来 愣着干什么 继续开啊 李晨秋笑着用手指 点了点中年司机的眉心 好好 中年司机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发动了车辆 朝前方缓缓行驶着 李晨秋收回手指 翘着二郎腿坐在副驾驶 淡淡地说道 你不过是一个四镜的 复苏者罢了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装高深莫测 我说的话不是在询问你 而是在命令你说出答案 说得好了 我让你活 说得不好的话 你就准备躺着从这里出去吧 中年司机深吸了几口气 壮着胆地说道 我们是来帮你洗清嫌疑的 要是你敢杀我 李晨秋没等司机把话说完 便抬起手搭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五根手指就这么紧紧贴着脑门 李晨秋弯着腰将头伸到司机眼前 怎么不说了 我还等着捏爆你脑袋呢 中年司机嘴唇发白 印记出一抹苍白的笑容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李晨秋冷声质问道 我问你最后一遍 你们是什么人 有什么目的 中年司机急切地说道 我们是地府的人 目的 目的就是帮你洗清嫌疑 李晨秋眉头一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是 灾水 中年司机磕磕巴巴地说道 此话一出 李晨秋眉宇间露出一丝疑惑 自己是096灾水的这个消息 目前都是猜测 从无定性一说 但听地府此人的口气 明显是认定自己就是096灾水 他们从哪里得知的 难不成是自己没把明地里的复苏者都杀光 有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中年司机似乎察觉到了李晨秋的不解 张嘴解释道 是马面大人说的 马面 李晨秋眉头一皱 脑海里立马浮现出 明地里那个面容阴影的男人 这家伙不是被自己杀死在了明地之中吗 怎么可能还活着 李晨秋眼眸低垂 怀疑地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糊弄啊 说着 李晨秋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如阴笋般灵力的目光 就这么直勾勾盯着中年司机 中年司机握紧方向盘 忐忑不安地说道 大大大哥 我就是一个开车的 具体什么情况 我真不清楚啊 李晨秋冷声喝道 你要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断定我是灾水 还能说出来 是谁传出这个消息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中年司机皱巴着脸 一脸无辜地说道 您听我解释 其实我是地府牛头大人的手下 一直活跃在14号城市 和马面大人根本就不熟 三年前 牛头大人把我们聚集起来 说马面大人在11号 被高危灾害096灾水中伤了 一方有难 一方自然要出手相帮 所以我们就来了11号城市 刚来这边 我就听到很多媒体 传您是灾水 我当时还问过牛头大人 这个消息的真假 牛头大人没有肯定 但也没有反驳 我就下意识觉得 您就是灾水 李晨秋文言 盯着中年司机看了一会儿 随后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摸着下巴看着窗外 若司机没有骗自己的话 那马面应该是通过 什么手段活了下来 而自己的身份 也肯定被对方知晓 之后叫人报仇 也合情合理 想到这里 李晨秋梅雨间 闪过一丝凝重 随后又问道 那你这么说的话 你们应该是我的敌人 怎么现在又要帮我洗清嫌疑了 中年司机迷茫地摇了摇头 这我真的就不知道了 牛头大人突然就说不报仇了 要帮你洗清嫌疑 之后我就被派到了这里 负责接应您 你说的是真话吗 李晨秋眯起眼睛 该不会是想 把我骗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把我给做了 都是真话啊 每个字都是真的啊 中年司机慌张地说道 李晨秋垂眸沉思了一会儿 随后一言不发地闭上了双目 靠着座椅仿佛昏睡了过去 11号城市 第一中心医院 清亮干净的走廊里 叶忧三人和几十名士兵 守在急救室门口 叶忧坐在等候椅上 紧张的情绪 让她的双手交叉在一起 那双有黑的眼睛 一会儿看看瓷砖 一会儿看看急救室的大门 进去多长时间了 叶忧扭头朝着在一旁的郑康问道 郑康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两分钟了 叶姐 你不要太过担心 就少吃点饭而已 怎么可能会死呢 叶忧弯腰用双手抵着额头 低声喃喃道 希望如此吧 话音刚落 急救室的灯便灭了下来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急救室的门口 神情各异 这 这不才刚进去吗 是啊 急救结束了吗 急救哪有这么快的 这该不会死了 那人还没把话说完 便被人捂住了嘴巴 等候一上 叶忧扶着膝盖站起身来 面色难看的 看着急救室的大门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她心中升起 咔哒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 皱着眉头走了出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众人 叶忧走上前 抓着男医生的胳膊问道 医生 李晨秋他怎么样了 他 男医生眉头拧巴在一起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医生 这孩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一脸担忧的河路 也凑了上来 男医生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 试探性地问道 你们是不是搬错人了 场上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脑袋上 都挂着大大的问号 鹿鹿 车轮滚动的声音 从急救室里传来 紧接着一辆急救推车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青年男子 男子一眼 指着对方不解地朝医生问道 李晨秋呢 男医生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啊 一个士兵冲出人群 立声喝道 你不知道谁知道 我们可是亲自把人交到你们手上的 人呢 你们交给我的 也不是李晨秋啊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男医生无辜地摊开双手 同时有力地反击道 我还想问你们呢 这人屁事没有 你们打击就电话 说他快死了 是在玩我们吗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士兵张喜走到急救推车旁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 你是特能私医务士的医生 青年男子有些目愣地点了点头 嗯 郑康皱着眉头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这 青年男子挠了挠头 不知道啊 我本来是和李晨秋待在一起的 然后 然后 好像就晕过去了 郑康不是傻子 一瞬间便明白自己等人都李晨秋被耍了 他万分不解地看向众士兵 你们 你们班人都不看脸吗 此话一出 士兵们一个个像粘掉的豆芽一样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胡叶忧长出一口气 用手拍了拍郑康的肩膀 跑了就跑了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中年司机开着出租车 在11号城市行驶了一个小时后 停在了一栋废弃的居民楼下 这里没有监控 荒芜人烟 遍地都是粘在地上 散发着腐臭的垃圾 微风吹拂而过 卷起地上的塑料袋 吹向远方 发出刷刷的声音 中年司机低着头 朝李晨秋谄媚一笑 大哥 我们到了 李晨秋扫了眼车窗外 推门走下出租车 李晨秋有所回复 中年司机一脚油门 便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了两排车窟路印 李晨秋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 这栋废弃的居民楼 深邃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诧异 不知为何 站在这栋居民楼前 他的心中莫名升起一种 说不明道不清的熟悉感 甚至在这种熟悉感中 还夹杂着一丝亲切之意 奇怪 李晨秋喃喃自语 虽然心中有疑惑 也有顾虑 但他还是迈步 走进了这栋废弃的居民楼 楼梯间 因为常年不住人的缘故 昏暗又阴寒 脱落的墙皮 散发着一阵怪异刺鼻的味道 在某些角落 还能看到不明生物腐烂的尸体 李晨秋踩在布满灰尘的台阶上 每走一步都能带起些许尘土 沉闷的脚步声 静静地回荡在空旷的楼梯间 一楼 三楼 四楼 六楼 李晨秋走到一扇 满是刮痕的木门前 伸出手指敲了敲 咚咚咚 几秒之后 木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被人从里面用力拉了开来 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 出现在李晨秋面前 此人正是先前给他递纸条的那个青年 请进 青年侧身站到一旁 恭敬地让开了位置 李晨秋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 好奇地问道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监管 啊 青年尴尬一笑 对啊 就刚才啊 李晨秋鸣嘴一笑 迈步走进房间 房间不大 到处都是沾满灰尘的家具 除了摆在客厅中央的沙发和茶几 除了青年以外 房间里还有一男一女 女的李晨秋先前见过 正是与青年同行的人 此时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沙发旁 给那名中年男人捏着肩膀 中年男人皮肤白皙 五官轮廓如刀削般立体 穿着一身考究的复古格子西装 翘着二郎腿 闭着眼睛优雅地靠在沙发上 听到门口传来的动静后 中年男人缓缓睁开眼睛 中年男人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指着沙发另一头道 坐吧 不必拘谨 嗯 李晨秋随意地应了一声 走到沙发旁稳稳地坐了下来 然后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目光柔和地看向房门口 马面给这位客人沏茶 房门口的青年身形一颤 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好 说完便低着头走到茶几前 用较为生疏的手法 细心地给李晨秋沏着茶 马面 李晨秋弯下身子看向马面 马面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 不敢和李晨秋发生对事 中年男人笑着解释道 马面拥有一件玄器 名叫环魂针 只要将这枚针插进随便一个人的眉心 一旦马面被人杀死 他就会在被插针的人身上重生 而且能精准定位杀人者的位置 李晨秋恍然大悟 笑着点了点头 有意思 没想到还有这种逆天的玄器 一次性的玄器罢了 要是能无限重生 我也不会给他 中年男人眉眼如月牙般弯起 对着李晨秋继续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地府十点阎罗之一的阎罗王 你叫我阎罗就好 我身后 这位是地府牛头 和马面一样 都是地府的阴帅 站在后方的女人 冲李晨秋点了点头 李晨秋靠在沙发上 沉声道 又是阎罗王 又是阴帅的 你们地府植物的名字还挺多的 你们叫我来 是想干什么 纸条上不都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们是来帮你洗脱 关于栽水的嫌疑的 阎罗王有些诧异地说道 李晨秋困惑地看着阎罗王 我杀了你们地府的人 还夺了你们的灵玄器 你们现在不仅不找我报仇 还要帮助我洗清嫌疑 有点让人没办法理解啊 有什么无法理解的 一个天赋妖孽 拥有双重身份 并且还掌握着灵玄器的复苏者 我们地府自然要招揽一下 阎罗王理所当然地说道 就算我天赋妖孽 但如今也不过一个二镜 天命者的身份也饱受质疑 至于所谓的灵玄器 你杀了我 他也就变成了无主之气 我还是无法理解 李晨秋摇了摇头 喝茶吧 阎罗王抬手示意桌上的热茶 李晨秋文言端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小口 见李晨秋在喝下自己的茶叶后 阎罗王期待地问道 这是我亲手中的 怎么样 李晨秋低着头回味了一会儿 淡淡道 我不懂品茶 但感觉挺好喝的 阎罗王满足地笑了笑 随后解释道 如果光凭你的天赋和双重身份 确实还不够有分量 顶多让地府心动一下 但家 上你的灵玄器 就完全不同了 这件灵玄器上一任主人 就是我们地府的人 说是一日千里也不为过 若再给他几年时间 这个复苏者 一定能成为地府的中流砥柱 可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一个普通的鬼族 凭什么拥有这么强的灵玄器 后来他就被人杀了 准确地说 是被地府的人杀了 但让人意外的是 随着那个复苏者的死去 那件灵玄器 也化作了血色的雾器 凭空消失在了天地间 再次出现 就是百年后的今天了 血色雾器 李晨秋不解的皱紧眉头 阎罗王点了点头 灵玄器都有自我保护机制 如果主人被杀死 他便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 但一般也就像真心的反抗一下 不会像你那件灵玄器般刚裂 听到这里 李晨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镜 他没想到 镜的上一任主人 竟然是地府的人 阎罗王笑着向李晨秋伸出手 加入地府吧 我们会给你提供奄奄一息的尸体 让你宰杀 也能帮你洗清灾水的嫌疑 让你可以在人类社会中 过上优渥的生活 李晨秋低着头 似乎是在犹豫着什么 几分钟后 他缓缓抬起头 那双淡漠冰冷的眼眸 从阴影中一点一点显露出来 如果我加入地府 你们能帮我杀掉安统寺的那三个人吗 李晨秋将自己的手伸了出去 但却没和阎罗王握在一起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既然要帮你洗清嫌疑 他们三个自然不能活着 就算你不说 地府也会解决掉他们 阎罗王平静地说道 脸上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随后阎罗王眉头一挑 像是想到了什么 补充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尽量让他们死在你的手里 就当我个人送给你的礼物 如何 多谢 李晨秋咧嘴一笑 伸手握了上去 欢迎加入地府 阎罗王友善地点了点头 随后把手伸了回去 从怀中掏出一张被卷起来的羊皮纸张 放到李晨秋面前 地府除了那些鬼族以外 其他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神明 就比如我的神明是阎罗王 像他的神明就是马面 阎罗王伸手指着马面说道 明白了 李晨秋眼眸之中闪过一丝明雾 意思是 我得自己取个神明 阎罗王笑着地摇了摇头 地府的神明都是定好的 神明之间都有高低之分 就好比我的阎罗王 是凌驾于他们这些英帅之上的 李晨秋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询问道 那我的神明是不是最底层的神明 并不是 阎罗王优雅地笑了笑 不是人选神明 而是神明选人 被神明所选中的人 一辈子都会是这个神明 无法摒弃 等人死后 这个神明就会变成无主神明 再次等待他下一任主人 周而复始 说完 阎罗王便伸手拉开李晨秋面前的羊皮纸 朴黄色的纸上 画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圆 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阎罗王看着羊皮纸解释道 张开左手放进圆圈里 你的意识会来到一片星空之下 那里每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个神明 星星越亮 神明的地位越高 去到那里之后 你站在原地等待就好 选中的你的神明自然会有所动作 祝你好运 希望如此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正要将手放到羊皮纸上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戒备地看着阎罗王 你应该不会趁我没有意识的时候 对我动手吧 原本气定神仙的阎罗王 听到这话后 嘴角一抽 颇微无语地说道 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也觉得 说完 李晨秋便将自己的左手按在了纸张上 一瞬间 他像是被抽走了魂一般 双眸逐渐地变得无神 集中在羊皮纸上的视线 缓缓朝四周扩散 大人 您觉得 他会获得什么神明呢 牛头好奇地问道 阎罗王摇了摇手中的茶杯 不知道 但应该不会是太好的神明 现如今十点阎罗 与五方鬼地的神明 都被人占据 大概率是某个英帅的神明吧 幽蓝色的夜空 在繁星的点缀下 格外璀璨 清冷的月光 穿过薄如纱布的云层 落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上 带着丝丝凉意的夜风吹拂而过 成片成片的绿草 都倒向风离开的方向 如海浪一般 此起彼伏 李晨秋孤身一人 站在平原上 抬头仰望着天上繁星 感觉都很暗啊 李晨秋皱了皱眉头 星空之上 虽然星星很多 但基本都是暗淡无光 像垂暮的老人一般 死气沉沉的 罢了 顺其自然吧 不过一个名字而已 李晨秋势然一笑 张开手臂直指 倒在草地之中 惬意地闭上眼睛 小时候每到七八月 李晨秋都会抱着梁席 去到桶子楼的天台 将梁席扑在水泥地上 就像现在这样躺在上面 看着夜空 吹着夜风 享受着免费的空调 但每吹一次空调 李晨秋就会被蚊子钉一身包 为此 他特意将齐明月叫了上来 用来吸引蚊子的注意力 每齐明月分享秘密基地 想到这里 李晨秋下意识地伸手 拍向自己的脑门 期待着能打死一只 想吸自己的血的蚊子 啪 他将掌心放到自己眼前 缓缓睁开双眸 掌心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蚊子不在了 李晨秋喃喃自语 藏于眼底的一丝亮光 迅速暗淡了下去 嗡 就在这时 一道嗡鸣声 在他脑海中突然响起 嗯 李晨秋坐起身子 诧异地摸向自己脑袋 下一秒 星空之上的繁星 与月亮骤然放亮 冷白色的星光 像流动泉水一般 涌向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这是 李晨秋满头雾水 就这一愣神的功夫 星光奔腾而下 将他完全淹没 刹那间 李晨秋感觉自已 像是陷入了沼泽一般 周围的一切都压迫着他 包裹着他 但奇怪的是 这种感觉并不痛苦 反而有些舒适 一种清凉之意 在四肢百还蔓延 李晨秋能感受到 这些星光像溪流一般 融入自己的身体 朝眉心缓缓靠近着 就在星光抵达眉心的瞬间 李晨秋的眼前 被纯粹的黑暗所剥夺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来到了 脑海中的那座宫殿里 怎么会来这里呢 李晨秋疑惑地挠了挠头 迷茫地朝四周看去 几秒之后 他身形一将 视线聚焦到一面 还未上色的碧客上 索客之人是一名女人 她面容风润 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头戴玉冠 手里拿着一柄玉如意 神态庄严肃母 那双丹凤眼 透露出一种温和又庄重的气质 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虚妄 而此刻的这面碧客 里里外外都被星光所包裹 正缓缓吸纳着周围的星光 与此同时 碧客的边角缓缓出现颜色 潮里逐渐蔓延 李晨秋有些不解 这碧客不是只有靠杀戮才能上色吗 怎么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杀 就有了颜色 不过他的疑问 注定得不到胆 几分钟之后 那面碧客在星光的辅助下 完成了上色 成为了李晨秋第三面 恢复颜色的碧客 但因为没有死亡的缘故 他并没有觉醒第四异能 李晨秋迈步走到第三面碧客面前 上下打量碧客中的女人 寻找着有关第四异能的线索 到底是什么异能 又要怎么死呢 李晨秋看了几分钟碧客后 有些失望地挪开了视线 见宫殿内其他碧客 没有上色的迹象后 李晨秋意念一动离开了宫殿 意识再次回到了那片星空之下 星空还是那片星空 平原还是那片平原 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李晨秋揉了揉有些发昏的脑袋 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周围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阎罗王告诉他 只要等着就会获得神明 那刚才星光倾泻 是不是代表着有神明选择了自己 如果有神明选择了我 那为什么我还不能出去呢 难不成刚才那个与神明无关 我其实还没获得神明 李晨秋伸手摸了摸下巴 深邃的目光掠过一颗颗星辰 思虑无果后 李晨秋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阎罗王你在吗 无人应答 只有叶峰有所回应 李晨秋面色一沉 扶着膝盖站起身 瞧准一个方向迈步走去 奇怪 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出来 马面将脸凑过来 小声猜测道 大人 是不是没有神明契合他 阎罗王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一个神明契合他 他早就出来了 难不成是幻名指出什么问题了 说着 阎罗王起身走到李晨秋面前 弯腰朝幻灵指看去 嘟嘟嘟 这时 一阵手机震动声 从阎罗王西府内都传来 嗯 阎罗王轻易一声 挺直腰杆走到客厅窗前 接起了电话 喂 阎罗 阎罗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慌乱的声音 阎罗王眉头一挑 差一的问道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竟然慌张成这个样子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这不合理啊 阎罗王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再不说我就挂了 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做 我 我识点阎罗楚江王的神明 好像不见了 原来是神明不见了 等等 阎罗王瞳孔放大 神明怎么会不见呢 难不成你死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坑 我要是死了 现在谁在给你打电话 鬼吗 电话那头的楚江王大声骂道 等一下 你让我缓一缓 阎罗王拿开手机 伸出手揉了揉太阳穴 神明怎么可能消失不见 就算要消失不见 也得庸命者死后才可以啊 私立无果后 阎罗王拿起手机贴在耳前 认真地询问道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能拿这种东西开玩笑吗 我神明真没了 他真没了 阎罗王质疑道 你怎么知道 你神明没了 神明赐于我的异能寒冰地狱 没了 我利用神明给属下烙印的奴印 也都消失了 阎罗 你是我在地府最好的朋友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闻言 阎罗王的面色 在转瞬之间凝重了下来 先别着急 你用幻名纸 再去一趟复明之地 看能不能再次获得楚江王这个神明 如果不行的话 你再联系我 好 我现在就去 别 电话被挂断 阎罗王将手机放进那口袋 沉默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平静地看着天花板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复明之地 李晨秋漫无目的地 行走在星空之下 他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 也不知道要怎么出去 更不知道所谓的神明在何处 呼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皱着眉头环顾四周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他此刻烦闷无比 看着一望无际的毕律 心中突然升起一把火烧掉 全部的冲动 但尚存的理智 还是压制住了这个疯狂想法 就在李晨秋 准备换个方向继续走的时候 百米之外的空间 突然出现一道裂缝 紧接着一个身材魁梧 面容粗犷的中年大汉 从中走了出来 两人相隔百米 四目相对 你是谁 中年大汉率先开口问道 李晨秋犹豫了一会儿后道 地府李晨秋 正在 正在等自己的神明 你又是谁 我是地府楚 中年大汉声音一顿 我也是等神明的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喜意 迈步走到中年大汉身边 询问道 大叔 你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 离开 中年大汉脸上露出一抹疑惑的表情 敷衍道 等着吧 最终都会离开的 说完 中年大汉便不再搭理李晨秋 中年大汉的出现 那一颗颗星辰微微闪动 似乎在和他打着招呼 但中年大汉却对此置之不理 灵力的目光在星辰之间来回穿梭 为什么没有呢 中年大汉眉宇间闪过一丝慌乱 如果自己的神明不见了 那神明肯定会回到复明之地啊 为什么没有呢 站在一旁的李晨秋 伸手戳了戳中年大汉 大叔 打扰一下 你看我像有神明的人吗 中年大汉扭过头 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李晨秋 你有没有神明 自己不知 就在此刻 一颗璀璨的星辰 突然出现在星空之下 爆发出刺眼的星光 周围暗淡的星辰 仿佛老鼠见到猫一般 朝一旁退去 拱卫着这颗璀璨明亮的星辰 察觉到异样的中年大汉抬头看去 在见到那颗星辰之后 瞳孔逐渐放大 兴奋地攥紧拳头 果然在这里 果然在这里 中年大汉张开双手举过头顶 大声呼喊道 楚江王 我在这里 天上那颗星辰 仿佛听到了中年大汉的呼唤一样 闪动了起来 楚江王 李晨秋抬头看向那颗星辰 一瞬间 那颗星辰像是受到什么召唤一样 突然震战起来 一条由星光凝聚而成的白色光带 从中延伸而出 朝两人所在的方向飘来 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中年大汉眼神火热地走上前 左手握拳举过头顶 李晨秋看到这一幕恍然大悟 原来还有特定姿势啊 于是 李晨秋也学着中年大汉的模样 左手举过头顶 朝天上的星辰打着招呼 星空之下 白色光带距离中年男人越来越近 400米 200米 100米 50米 10米 来吧 中年大汉激动将自己的手腕伸到光带面前 然后亲眼目睹光带从他眼前无情地飘过 飞向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啊 中年大汉瞳孔逐渐放大 僵硬地扭过头去 只见那条光带在越过中年大汉后 一圈一圈缠绕在了李晨秋的手腕上 这算是获得神明了吗 李晨秋眉宇间露出一丝不解 抬头遥望星辰 同时好奇地伸出手抓向光带 可没等完全抓住光带 光带突然绷紧 仿佛那头有人再再用力扯着光带 中年大汉看到这一幕大惊失色 迈步跑向李晨秋 不要 不要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中年大汉即将摸到李晨秋一脚的时候 那条光带撕裂空气朝回急速缩去 而李晨秋也双脚离地 被光带拽着手腕冲天起 呼呼呼 叶峰在此刻袭来 李晨秋的发丝横飞 身上的衣服被吹得烈烈作响 整个人像野草一般在星空下摆动 中年大汉绝望的跪倒在地 撕心裂肺地大声喊道 为什么 楚江王 为什么 可任凭他喊得如何大声 那颗璀璨的星辰就是不为所动 情绪稳定的就像一块木头一样 光带收回的速度很快 李晨秋与星辰之间的距离急速拉近 他的眼前也被要目的星光所占据 什么都看不清 大人 李晨秋有所反应了 马面伸手指着李晨秋 闻言 阎罗王收回视线 扭头看向李晨秋 开始和神明融合了 不知道是什么神明 此刻的李晨秋满头是汗 像是在做噩梦似的 眉头时不时移皱 一道道蓝色的线条 出现他的皮肤之下 像小蛇一般涌向眉心处 随后揉杂在一起 仿佛要勾勒出什么图案一样 与此同时 李晨秋的瞳孔突然一颤 那双有黑眼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变成了冰蓝色 茂密的黑发朝向海浪一样 朝后飘去 在顷刻之间 化为最纯粹的白色 这 哪面挠了挠头 我怎么感觉 这幅画面这么熟悉呢 坐在沙发上的阎罗王 沉着脸 缓缓开口道 白色头发蓝色瞳孔 这是十殿阎罗楚江王的 寒冰地狱 什么 十殿阎罗楚江王 牛头心头一跳 神情惊害道 楚江王的神明 不是已经被占据了吗 难不成原先的楚江王死 说到这里 牛头停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 看向阎罗王 原先的楚江王没有死 他的神明 阎罗王眉头微微皱起 顿了顿开口道 似乎被眼前这个小子抢走了 牛头马面的面色一僵 齐声道 抢了 牛头强压着心中的震惊道 这神明怎么可能被抢呢 不是只有庸民者死掉 才能重新继承吗 我也不知道 可事实就是如此 寒冰地狱做不了价 阎罗王端起桌上的茶杯 一饮而尽 得知这一消息后 马面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开玩笑吧 这家伙怎么摇身 已变成自己的上司了 完了 马面抬手抵在自己的额头上 冥地里的一幕幕 像电影一样 在他脑海里播放 宫殿前的威胁 桥上的辱骂 一幕都不辣 这 马面慌乱无助地看向阎罗王 大人 我 我先前在冥地里得罪过他 阎罗王无语得了马面一眼 能被楚江王这个神明认可的人 你觉得他的气量会这么小吗 那我 之后你好好道个歉 帮楚江王办些事赔罪就好 阎罗王抬手打断了马面的话 马面露出一抹难堪之色 大人 重生后 我的实力只有一镜 感觉好像办不了什么事 现在的我除了钱以外 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那就花钱赔罪 别说话了 安静一些 阎罗王冷声说道 几分钟后 咔嚓咔嚓的声音 从李晨秋身上响起 他额头上的汗叶 在刹那间凝聚成一粒粒冰渣 掉落在茶几上 摔个粉碎 紧接着 以李晨秋为原心 寒气在其中生生不息 阎罗王意念一动 一股奇异波动 从他周围扩散而出 驱逐了牛头 与马面身边的寒气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一道冰蓝色的怪异符文 出现在李晨秋的眉心处 他的双眸 逐渐恢复了神采 十电阎罗楚江王 李晨秋喃喃自语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消化着脑海里的记忆 在你伸手触摸到那颗星辰后 自己是什么神明 神明的能力是什么 你应该都清楚了吧 阎罗王平静地开口道 差不多 李晨秋抬起脑袋 用那双冰蓝色的眼眸 打亮着周围的一切 这就是楚江王的寒冰地狱吗 这一刻 他感觉百米之内的一切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即便不回头看 也能感知到 几十米外有一粒灰尘缓 缓飘落 有意思 李晨秋展颜一笑 伸出手指凭空虚点 一缕寒气在他指尖凝聚 寒冰地狱 之所以叫寒冰地狱 并不是因为他里面有兵 而是因为 游荡在寒冰地狱内的寒气 这些寒气 冻的不是物和人 而是虚无缥缈的灵魂 踏进其中的生命 都会受到寒气的侵蚀 强大的人 会因为寒气的原因 反应速度越来越慢 亦能威力越来越小 而弱小的人 根本不会有出手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灵魂 会死在寒冷之中 这便是楚江王的寒冰地狱 楚江王与我平级 地位非凡 可以命令所有英帅鬼族 没想到你 竟然得到了他的认可 阎罗王惊叹道 运气好罢了 李晨秋浅浅一笑 继续开口道 对了 想要展开寒冰地狱的话 对周围环境有要求吗 比如空气湿度或者温度 没有要求 寒冰地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 怎么会依赖周围环境呢 小世界吗 真好啊 李晨秋嘴角缓缓勾起 寒冰地狱不依赖环境 这不意味着 自己以后想使用积水 再也不用找什么消息了 寒冰地狱里的冰块 不都是现成的水吗 见李晨秋迟迟没有收回 寒冰地狱的意思 阎罗王开口提醒道 楚江王 在城市之中 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寒冰地狱 毕竟动静挺大的 李晨秋点了点头 一念一动 周围的一切 在眨眼之间 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没留下一丝痕迹 他的样貌 也在此刻恢复如初 眉心的符文也消失不见 随着寒冰地狱的消失 马面那苍白的脸上 有了些许红润 在使用玄气重生后 他的实力就掉到了一径 面对李晨秋的寒冰地狱 就算有阎罗王驱赶寒意 但身体上 还是有些吃不消 楚江王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阎罗王伸手示意 有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我想问问 这些神明的来历 没等李晨秋把话说完 阎罗王便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神明就是神明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不是 李晨秋先是一愣 随后轻声笑道 明白了 他原本想通过神明的来历 推测一下第三面必克的异能 现在看来是行不通了 对方似乎没对自己放下戒心 并不打算告诉自己 有关地府的任何事情 你生活在联邦之中 游走在人类之间 时时刻刻都有暴露的风险 对地府越不了解 反而越安全 毕竟祸从口出 说完 阎罗王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 放到了桌子上 这个人 你应该很熟悉吧 李晨秋低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面容阴翼的中年男子 公然 特能斯的私统 我打算在最近杀了他 李晨秋目光伶俐 声音低沉地说道 你第一次出手 杀了他的儿子 灭了特能斯第四行动小组 目的 应该就是为了给一户人家报仇吧 阎罗王仔细观察着李晨秋的反应 李晨秋抬眸瞥了眼阎罗王 不知可否道 我在11号城市流浪的时候 那户人家帮过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想要调查我 阎罗王似笑非笑 我不关心你的从前 问这些 只是想帮你洗尽灾水的嫌疑 李晨秋用单手支着脑袋 怀疑道 阎罗王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暴露在明面处 然后你动手杀了他们 栽赃给栽水 阎罗王有些差异的点了点头 你倒是和我想一块去了 这计划 李晨秋摇了摇头 现在栽水是生是死 还没个定性 只要我不出手 栽水的生死就永远是个谜 安统斯的三个人 就算再怀疑我 也没法证明我是栽水 但你要是出手 杀了公然他们 一来证明了栽水没有死 让我的嫌疑加深 二来目的性太强了 我暴露在明面中 你被弟弟出手杀人 怎么看都有点帮我洗白的嫌疑 别人或许不会在意 但那叶忧可说不准 他似乎已经认定我是栽水了 提到叶忧的名字时 李晨秋眼中露出一丝疲惫 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那女人的脑子是怎么转的 正常人不管是推论还是调查 肯定是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 朝外蔓延 这女人不一样 一切的推论和调查 都是建立在自己是栽水的基础上 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直接越过重重障障碍 锁定到自己身上 真的是太抽象了 这时 马面殷勤地端着一杯热茶 放到李晨秋身前 大人 看您口有些干了 给您沏了一杯茶 谢了 李晨秋有些意外地说道 随后扭头看向阎罗王 你帮我杀掉安统斯三人就行 洗白不洗白都不重要 时间长了 自然就无人在意了 不管有没有人在意 我都必须帮你摆脱栽水的嫌疑 这是上面给我的命令 阎罗王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李晨秋双手交叉在一起 眉头微微皱起 所以 你没想帮我洗清嫌疑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才制定了这个粗糙的计划 不管我答应与否 你都去做 阎罗王淡淡地看了李晨秋一眼 伸手将其面前的茶杯 挪到自己身前 我只是说得比较粗糙 但不代表我的计划很粗糙 说着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 轻轻弹了一下茶杯 蹦 清脆的声音 回荡在房间之中 一滴滴茶水 从茶杯之中一跃而起 悬停在了半空中 李晨秋瞳孔一颤 惊讶地看向阎罗王 你的意能 再看看 阎罗王淡定地说道 随后抬手往外一挥 鸡 咻咻咻 水滴像子弹一般 撕裂空气 击视而出 只听砰砰几声响后 一个个小窟窿出现在墙壁上 天花板上 瓷砖上 还凑合 阎罗王嘟囔了一句 并止对准茶杯 下一秒 茶杯里的水都倾巢而出 短短几秒的时间 在空中凝聚出一支 有水的做的钢笔 李晨秋起身走到水做的钢笔前 深邃的目光落到阎罗王身上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听说过念力吗 阎罗王平静地开口道 轰隆隆 突然 电 面开始晃动 墙上的灰尘不断被抖落 一道道裂纹出现在天花板上 李晨秋惊讶地看向窗外 只见对面的居民楼不断向下 更准确地说是 自己所在的位置正在不断上升 我的意能就是念力 可以用一年控制周身的一切 模仿一下你的意能 对我来说很简单 阎罗王面色轻松地说道 伸出手指在膝盖上点了一下 一股奇异的波动 从其周身扩散而出 刹那间 一切都仿佛按下了回退键一样 桶子楼缓缓下沉 在空气中飘荡的灰尘 又回到了从前的地方 就连天花板上的裂缝不消失不见 李晨秋看到这一幕 表面不动于色 内心却掀起滔天海浪 在他的印象中 念力就是扔扔东西什么的 但这个想法 在今天彻底被阎罗王打破了 空水凝笔 灰尘回退 裂缝如出 这种细致如微的操控 简直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如你所说 我的确会出手 杀了公然一家 但并不是在背地里 我会光明正大地杀了他们 在11号城市所有人面前 就像电影里面一样 预告杀人 阎罗王神情惬意 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预告杀人 李晨秋心头一跳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什么意思 阎罗王眉眼弯起 缓缓靠在沙发上 我会提前告诉所有人 公然一家的死亡时间 让他们做好十足的准备 然后 我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死他们 这样你就能彻底洗清嫌疑了 毕竟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在水 阎罗王的话轻飘飘的 但话中的内容 却像一把锤子一样 敲击着李晨秋的心脏 李晨秋上下打量了阎罗王一番 质疑道 你能做到吗 阎罗王伸出手臂 当着李晨秋的面翻过手掌 这对我来说并无难度 若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 应该是一如反掌吧 李晨秋双眼微微眯起 你的样貌和栽水不一样 我有变换样貌的手段 你却没有 还有 我在卢江大桥上 化作漫天水雾脱身 你能吗 阎罗王摊开双手 自信地笑道 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我既然能想出这个主意 自然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你要做的 就是静静看着 静静看着吗 李晨秋重复道 对 阎罗王点了点头 就静静看着 李晨秋眸光暗沉 如看不见底的深渊 他沉默了一会儿 道 你们这么帮我 需要我为地府做些什么 阎罗王鸣嘴一笑 什么都不用做 走好自己的路就行 此次事件过后 灾水的灾害等级 便会提升到特威 你以后想用这个马甲的话 要小心一点 毕竟地府不可能 每次都帮你擦屁股 说完 阎罗王侧眸撇了眼马面 宋楚江王离开吧 马面眼中闪过一丝窃喜 小跑到李晨秋面前 露出一抹标准的笑容 大人 我送您离开吧 好 李晨秋应了一句 随后看向阎罗王 多谢了 阎罗王点头示意 任务罢了 不用放在心上 两人客套了一番后 马面带着李晨秋 离开了桶子楼 破旧的房间内 只剩阎罗王与牛头 两个人待在其中 大人 需要我做什么吗 牛头恭敬地开口道 先开场直播 杀个人助助性 不然预告的可信度太低了 阎罗王摸着自己的下巴 思索了一会儿后道 他不是有个二儿子吗 就从他开刀吧 废弃的桶子楼下 李晨秋与马面 一前一后站在一起 等待着出租车 相比于李晨秋的从容不迫 马面显得格外拘束 双手攥在一起 放在胸前 像个饭头的学生一样 站在原地 时不时抬头 偷偷看看李晨秋 你回去吧 李晨秋头也不回地说道 啊 马面有些慌乱地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不是有些不喜欢我 喜欢 李晨秋面色古怪地转过头 下意识朝后退了一步 你喜欢男人 不不不 马面急忙摆了摆手 手足无措地解释道 我不喜欢男人 我就是想问问 您是不是喜欢我 李晨秋嘴巴微微张开 一时间有些没跟上 马面的脑回路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下额 匪夷所思地问道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喜欢你 那个 马面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我不是那个意思 之前我不是在明帝得罪过您 所以 说到这里 马面不再言语 有些畏惧地低下了头 李晨秋闻眼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伸手搭在了马面的肩膀上 我要想报复你 你现在也不可能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了 马面浑身一颤 激动地抬起头 您的意思是 不怪我了吗 怪是不会怪的 毕竟在明帝里 你也没能力伤到我 但 李晨秋双手插都转过身去 但什么 马面吼解滚动 忐忑不安地看着李晨秋 但好感肯定是没有了 毕竟我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你带人 趁我虚弱的时候威胁我 这个事情 我是一定无法忘怀的 李晨秋认真地说道 大人 我当时真的没想对您动手 都是新世界沈渊国内家伙 一直蛊惑我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马面抓着李晨秋的胳膊 焦急地解释道 李晨秋伸手推开马面 冷漠地说道 正不正直 可不是用嘴说的 得看你的行动 马面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李晨秋话中的含义 他试探性地问道 您想让我做什么 李晨秋笑着伸出左手 当着对方的面搓了搓手指 我听人说 你在11号城市有些影响力的 应该挺有钱的吧 马面乖乖地点了点头 还可以 您想要多少 这个数对你来说 应该挺简单的吧 李晨秋伸出五根手指 似笑非笑地看着马面 马面咽了咽口水 眼中闪过一丝肉疼 五千万不是个小数字 但他咬咬牙还是能 拿出来的 好 五千就 等一下 正当马面想要咬牙 答应下来的时候 李晨秋直接开口 打断了他的话 五千 李晨秋勾起嘴角 眼中泛起一阵寒光 你看我像是差五千的人吗 还是说 你觉得我很廉价 他一个没学历的人 去外面兼个职 都能赚一百多块 甚至几百块 一个在十一号城市 有些势力的人 拿五千块赔罪 这不是糊弄人吗 此话一出 马面浑身冷汗直冒 颤声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想要多少告诉我就好 五千后面再加个零 我今晚之前 就要见到这些钱 李晨秋冷声说道 对了 我要现金 要是你做不到的话 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 马面瞳孔 骤然缩成针尖大小 整个人像试了魂一般 愣在原地 五亿联邦币 他去哪去弄五亿联邦币 这和要自己的命 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里 马面硬着头皮说道 楚江王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我是阎罗王的人 你这么对我是不是有些过了 呵呵 你可以不给啊 我又没逼着你给 是你自己想给我赔罪的 李晨秋摊开双手 一脸无辜地说道 鹿鹿 车轮滚动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 接送的李晨秋的出租车来了 开车的还是那个中年司机 他稳稳地将车停在马路边 放下车窗 冲李晨秋招了招手 走了 不要送我了 李晨秋迈步朝出租车走去 背着身冲马面挥了挥手 随后坐上出租车 离开了这里 混蛋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马面脖子上青筋爆起 砰的一声 在墙壁上砸出一道浅浅的小坑 什么话让你连主刺都分不清啊 这时 一道低沉浑厚的声音 从楼道内传来 马面慌张地转头看去 只见一双正亮的皮鞋 从楼道拐角处迈出 紧接着 阎罗王那张冰冷的脸 出现在他的眼前 大大 人 我冲动了 马面连忙低下头 颤颤巍巍地说道 阎罗王迈步走到马面身前 眼神冷漠地看向对方 马面抬头 正想解释些什么 突然一股骇人如山般的压力 降临在他的肩膀上 碰 刹那间 阎罗王的脚下尘土四起 马面像一滩烂泥一样 紧紧贴着地面 鲜红的血液 从其眼睛中溢出 咔嚓咔嚓的鼓励声 像鞭炮一样响着 一旁的牛头 见状急忙劝道 大人 马面也是一时冲动 我以后绝对不让他再犯了 您给他个机会吧 我就是给他机会 所以他现在才能活着趴在我脚下 阎罗王神情淡漠地扫了马面眼 意念一动 收起了异能 多谢大人 牛头感激地到了声泄 将躺在地上 马面小心翼翼地搀扶起 马面胸口不断起伏 颤抖地抬起手揉了揉眼睛 再缓了几秒之后小声道 多 多谢大人 地府所有人都尊崇神明 以下犯上那是大计 若有下次 我不会再给你活命的机会了 明白了吗 阎罗王沉声说道 马面勾搂着身子 在牛头的搀扶下点了点头 阎罗王伸手拍了拍马面的肩膀 正要迈步离去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朝马面问道 楚江王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马面抬起脑袋 虚弱地回应道 我先前在鸣地里得罪了楚江王 刚才就想给他赔个罪 然后楚江王就跟我要钱 阎罗王眉头一挑 你不是说自已 除了钱一无所有吗 这不刚好如了你的意了吗 可 可楚江王要的太多了 他问我要五一连帮币 这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马面声音越来越小 脸色越来越苍白 五一 牛头瞪大眼睛 楚江王亲口说要五一 马面一脸委屈 可怜巴巴地对牛头说道 对啊 亲口给我说的 我说我给五千万 他就说我看他廉价才给这么点 马面神情懊悔 早知道我就不提这档子事了 现在提了又不给钱 没梁子也成有梁子了 若李晨秋在此 一定会被马面的话 惊得目瞪口呆 他什么时候提过五一这个词 五千块加个零不是五万联邦币吗 大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把自己卖了都错不够五一啊 马面无助地看着阎罗王 楚江王的潜力 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怎么做你自己判断 说完 阎罗王便头也不回地走向远方 牛头见状拍了拍马面的肩膀 小跑到了阎罗王身边 只剩马面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地上 车树人熄的公路上 在着李晨秋的出租车缓缓行驶着 车内开着冷气 气氛稍显压抑 李晨秋透过车窗扫了眼窗外 停路边吧 您要在这里下车 中年司机有些诧异地瞥了眼李晨秋 同时脚下放开油门 轻点刹车将出租车稳稳停在路边 嗯 谢谢了 李晨秋应了一声后 推门走下出租车 没事没事 中年司机摆了摆手 试探性地问道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李晨秋点了点头 文言 中年司机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 客套了几句后 便一脚油门离开了此地 似乎一刻都不想和李晨秋多呆 李晨秋从怀中掏出医用的蓝色口罩 戴在脸上 拿出手机拨打李晨夏的电话 嘟嘟嘟 别 喂 小秋子 李晨夏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李晨秋出声询问道 你和老板在哪里呢 我去找你们 嗯 李晨夏微微一愣 你不是说你要对付公然一家 让我们最近不要联系你们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觉得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你们在哪里呢 我和老板待的地方比较难找 你说你的位置 我来接你 行 等一下把定位发你 我戴着蓝色口罩 穿着黑衣服 你来了一眼就能看到 路上小心一点 别被那些记者发现了 李晨秋叮嘱道 李晨夏自信一笑 放心吧 你二哥做事就两个字 稳妥 说完 电话便闭得一声被挂断 李晨秋将手机揣进兜里 随意靠在路标牌上 摸着下巴喃喃自语道 五万联邦币不多吧 那家伙怎么感觉很肉疼的样子 是我高估他的财力了吗 正无所带来的高温缓缓下降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靠在路标牌前的李晨秋 耳朵一动 转头朝某个方向看去 由于地势的原因 这条公路像曲线一样有所起伏 李晨秋一眼望去 只能看个几百米远 奇怪 李晨秋眉雨间闪过一丝疑惑 沿着公路朝前方走去 就在刚才 他的耳朵捕捉到了车辆 在公路上行驶的声音 不一辆车 是许多辆车 这引起了李晨秋的警觉 如此荒无人烟的公路 怎么可能一次性 有这么多辆车试过 随着李晨秋所在位置越来越高 他的视野也越来越宽阔 起伏的公路 再也无法挡住他的视线 宽广的公路上 一辆接一辆的汽车 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那速度慢的 就像遛狗一般 百米之外 一辆城市共享电动车 孤零零地前进着 骑着电动车的青年满头大汗 神色慌张 时不时回头看一下身后 很明显 他是被溜的一方 李晨秋看到青年后面色一黑 这个人他太熟了 不正是稳妥哥李晨夏吗 真特么稳妥呀 李晨秋咬着牙赶开道 他想不明白 就接个人 这个简单的事情 这都能暴露 还引来这么多记者 自己这二哥 怎么有脸说稳妥的 不知是命运的驱使 还是碰巧 李晨夏鬼使神差地扭过头 直直对上了李晨秋的视线 他面色一喜 激动地松开车把手 朝李晨秋挥了挥手 小秋子 快上车 话音落下的瞬间 李晨秋感觉无数道目光 落到了自己身上 那些跟在李晨夏背后的汽车 纷纷弄下车窗 一台台摄像机从中伸出 对准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是李晨秋 快把车开过去 卧槽 真钓到大鱼了 司机开快点 别让其他人抢线 一瞬间 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公路上响彻 一辆辆汽车越过李晨夏 冲向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李晨秋强压住 想要骂人的冲动 胯部带动大腿 身体如离弦之剑一般冲了出去 以一个恐怖的速度 从车与车之间的缝隙穿过 跑到李晨夏身边 你大爷的 跟我走 李晨秋怒骂一声 伸手拽住李晨夏的胳膊 正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对方直接开口喊停 别走啊 我好不容易把人引过来的 生怕他们有人掉队 你走了我不是白影了吗 李晨秋错愕地转过头 你脑子没问题吧 李晨夏跳下电动车 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直接贴在了李晨秋的大腿上 你别走 听我解释 老板说了 你现在活跃在媒体前 是最安全的 这样安统司就玩不了阴的了 那你先跟我商 李晨秋话还没说完 密密麻麻的记者 就把他围了起来 一台台摄像机 直直对了上来 你好 请问您是李晨秋先生吗 可以摘下口罩 让我们看看脸吗 我们是名剧专访的栏目组 想邀请您 现在11号城市 有许多您的粉丝 他们成立了李晨秋粉丝后援会 您对此有 场上众说纷纭 李晨秋只感觉自己耳边 有一群蜜蜂徘徊 嗡嗡嗡地叫 11号城市 南山高级中学 占地几百平的室内体育馆内 七八个穿着运动服的高中生 围成一个圈 每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戏血的表情 在几个人围成的圈内 一个少年孤零零地站在其中 他戴着厚厚的黑矿眼镜 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校服 和一双破旧的运动鞋 与周围其他高中生 就仿佛两个世界的人一般 薛瑞 真是厉害啊 不靠爹不靠娘的 靠好成绩来到南中 不仅不用交高昂的学费 还有奖学金哪 大家说厉不厉害 为首的寸头高中生 笑着吆喝道 他叫宫星 是特能斯公然的二儿子 这火人的头 厉害啊 每课都出色 妥妥的学霸 薛瑞 你是怎么学的呀 教教我们呗 我们也想考好成绩 薛学霸怎么站原地不动啊 我们在夸你啊 你不该磕磕头表示一下感谢吗 面对几人的调侃 薛瑞攥紧拳头 硬着头皮的说道 你们考不好 是因为平时没有好好学习 作业不会写实上课 没有认真听讲 我没有义务帮你们写作业 帮你们作弊 啪啪啪 宫星拍了拍手掌 笑着走到薛瑞面前 说得真好啊 薛瑞往后退了几步 我要去上课了 说完他正想绕开宫星的时候 却被对方一把抓住肩膀 我让你走了吗 薛瑞皱了皱眉头 我要去上 上课 宫星眼中露出一丝讥讽 一把推开薛瑞 没等其反应过来 抬腿狠狠踹向他的腹部 碰 猝不激方之下 薛瑞直接被踹倒在地 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体育馆回荡 连带着他的黑旷眼睛都被甩了出去 嗨嗨 薛瑞干咳了几声 一只手小腹蜷缩在地 另一只手抓向身旁的眼睛 就在他即将碰到自己的眼睛时 一只运动鞋从空而落 咔嚓一声将那黑矿踩得粉碎 你个混蛋 薛瑞目光愤恨 双手撑着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像一条疯狗一样扑向宫星 宫星双手环抱于胸 鼻疑地看着薛瑞 没等薛瑞靠近宫星 一个皮肤有黑的高中生 从一旁冲出 抬肘砸向薛瑞的后背 你算个什么东西 啪 咔嚓 清脆的骨折声响起 啊 薛瑞吃痛一叫 侧身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宫星笑着走上前 一脚踩在薛瑞的脸上 用斜肩不断在起脸上摩擦 你一个平民窟里的下等人 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不呢 薛瑞额 头轻轻抱起 忍着腰间传来的剧痛 死死用手抓着宫星的小腿 我会告诉老师的 此话一出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几秒之后 张狂讥讽的笑容 响彻整个体育馆 哈哈 这傻帽说什么 告老师 我的妈 我当他会说出什么 惊世骇俗的话呢 搞半天就别说个告老师 你去告 特能寺的司统是宫星他爸 治安寺的司统和他爸是好朋友 你个傻帽想 让谁给你出头啊 好了 宫星抬手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打他 我看这傻帽能有多硬气 文言 其余几人的眼中 都闪过一抹兴奋 一窝蜂涌涌了上去 对着薛瑞拳打脚踢 更有甚至骑在薛瑞身上 一巴掌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啪吃 啪吃 鲜血混杂着拳头的声音不断响起 红色的血液 像一条条柔滑的丝带一般 从薛瑞身下流出 又被其他人用脚掌踩的吸碎 宫星蹲坐在一旁 神情惬意地抽着烟 静静地看着薛瑞 即便有鲜血溅在他的脸上 他也毫不在意 啪哒啪哒啪哒 一阵脚步声由远至近 宫星不用回头 都知道谁来了 自己老爸的手下 特能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 张空 宫星不耐烦地说道 张叔 我老爸让你保护我 没让你管我的事情吧 张空一脸冷漠地瞟了薛瑞一眼 体育馆都有监控 传出去影响不太好 要打换个地方打 宫星抬手拍了拍张空的肩膀 无所谓道 张叔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就算把这个小子弄死在这里 我爸也能给我摆平 你心里有数就好 对了 你最近放学就老是回家 不要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现在栽水在岸 我们在明 即便有安统斯坐镇11号城市 也不能放松警惕 张空认真地叮嘱道 说完 他便走到一旁的休息椅上坐了下来 闭着眼睛不再说话 在持续殴打了三分钟后 几人才陆陆续续停下了手 那被围在其中的薛瑞 像死了一般 侧身蜷缩在地 打死了吗 宫星漫不经心地问道 其中一人用脚踢了踢薛瑞 瞧了一会儿道 没 这小子身体还打着颤呢 哦 宫星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还挺抗打的呀 我草 哥 你看这个锁屏壁纸 其中一个尖嘴猴塞的高中生 小跑到宫星面前 将薛瑞的手机放到了其眼前 什么锁屏壁纸呢 我透 宫星突然瞪大眼睛 将手机从对方手里抢过来 眼神贪婪地打亮壁纸 那是一张合照 准确地说是薛瑞 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合照 手机中的女人 面旁精致如画 笑起来如一朵绽放的牡丹 令人陶醉 宫星嘴角勾起 扔下手中的烟头 走到薛瑞面前 将手机的壁纸 拿到其眼前 小子 这女的是谁 薛瑞虚弱地睁开眼 在看到壁纸上的女人后 那双暗淡的毛子微微一颤 几秒之后 又闭上了眼睛 喂 宫星伸手拍了拍薛瑞的脸 说话呀 闭着眼装死呢 薛瑞沉默不语 依旧闭着眼睛 一句话不吭 好好 不说是吧 宫星笑着站起身 冲其他人吆喝道 把他头给我扶起来 我来咨醒他 对了 记得给这小子脸不来的特写 好嘞 很快 几个人便合力将薛瑞扶到宫星面前 宫星冷着脸沉声问道 你确定不说 这要被我录了视频 你以后可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没有回应 好 开路吧 宫星咧嘴一笑 正要解开裤腰带的时候 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从体育馆的阴影处传来 哇哇哇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现在的人都这么坏吗 阴影之中 一个穿着黑色连帽卫衣的青年 往外缓缓走着 青年左手捏着一杯奶茶 右手拿着手机 将摄像头对准几人所在的方向 你们不用录了 我都录下了 宫星停下手中的动作 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着青年 你是谁 青年神态从容地打句道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 来记录一下 你让人厌恶的点 我看你真是脑子 都瓦特了 什么都敢拍 那名尖嘴猴塞的狗腿子 正要上前 却被一旁的宫星一把拉住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宫星好奇地询问道 呵呵呵 青年笑了笑 应该是在网上吧 毕竟我的视频 在网上传得挺火的 说完 青年将挡在自己脸上的手机 缓缓拿开 同时彻底走出阴影 将自己的脸暴露在了阳光下 认识我吧 青年眉眼弯起 露出一道灿烂的笑容 刹那间 几人好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 呆愣在了原地 体育馆里落针可闻 宫星身体不断站立 脸上的肉 像发动机一样抖动起来 灾灾 水 是灾水 是灾水 快快 宫星慌弯地扭过头去 大声嘶喊道 张叔救 嗯 座位上空空如也 而他心心念念的张空 正迈着大步 朝体育馆门口逃窜 宫星 快跑啊 张空头也不回地大声喊道 完全没有想要施救的打算 让他冒着生命危险 去抵抗灾水 这不是开玩笑吗 自己一个拿死工资的普通人 犯的这位工作牺牲生命吗 一旦激起千层浪 其余人在听到张空的话后 一个个神情慌乱地 朝体育馆大门跑去 转瞬之间薛瑞身边便空无一人 只有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我长得就这么可怕吗 青年摸了摸自己的脸 随后笑着 将手中的奶茶杯 抛向空中 哗啦啦 如丝绸般柔滑的奶茶 在空中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哭哭哭哭哭哭 破肉声不断在体育馆内响起 精英的血花在场上绽放 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摔倒在地 发出阵阵凄厉的哀嚎 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这些学生被冻穿的部位 都不是致命的地方 似乎贾宰水 并没有想把他们赶尽杀绝 跑在最前方的张空 在听到身后的破风声后 抓起腰间的横刀 扭动腰胯 朝身后挡去 棒 泛着寒光的刀刃 接住了土黄色的水珠 可并没有挡住 喂 什么 张空眼中的生机急速退散 直挺挺地摔倒在地 到死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连一滴水珠都挡不住 不到片刻的功夫 体育馆里的所有人 都丧失了行动能力 趴在地上像毛毛虫一样 朝大门口蠕动着 甲仔水端着手机 迈着步子 缓缓朝众人靠近 别害怕 我怎么会让你们死得如此安静呢 轰轰烈烈的才行啊 11号城市 电视台 一间宽敞明亮的化妆间内 李晨秋像个手办一样 端坐在椅子上 任由身旁的化妆师 在他脸上摆布 之所以他会坐在这里 还得从两个小时前说起 您好 我们是明具专访的栏目组 想邀请您 抱歉 我没有时间 而且 我不喜欢被人关注 您再考虑考虑 专访只需要半小时的时间 具体时间由您定 酬劳50万联邦币 我确实没有时 等等 你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串数字 于是乎 在金钱的胁迫下 李晨秋被迫坐在了这里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专访要化妆呢 李晨秋皱着眉头不解地问道 正在给李晨秋化妆的女人一愣 笑着解释道 形象好的人 说出的话的可信度就高一点 虽然您本身就很好看 但缺少了一些点缀 我的工作就是让您更抓眼 李晨秋文言眯起眼睛 细细打亮着镜中的自己 虽不知道 女人在自己的脸上捣吃了什么 但确实如对方所说 自己的五官好像更抓眼 更清晰了一些 就像从流畅画质 变成了超清画质 厉害 李晨秋发自肺腑地赞叹道 同时瞥了眼 坐在他旁边的李清夏 不是专访吗 他化什么妆 没等女人解释 李清夏不满地开口道 一口一个你 一口一个李清夏 你眼里有没有长幼尊碑了 什么叫他化什么妆 人家说某些环节 我也需要露脸 不然我早就回去睡大觉去了 稳妥哥我错了 我以后都叫你哥 李晨秋敷衍道 李清夏被逗乐了 回怼道 呦呦呦 哪里比得上你啊 实力哥 化妆师的速度很快 十分钟的时间 便帮两人化完了妆 太帅了吧 我这颜值当明星 都不是问题啊 那你帅得可太不明显了 同床共整两年 我硬是没看出来 李晨秋无语地说道 赶紧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 说完 李晨秋便跟着工作人员 朝化妆室外走去 等等我啊 咱们两个合个照再走啊 明亮的演播厅内 两张黑色的沙发 侧摆在台上 一名气质端庄的女主持人 带着麦克风 拿着手卡 静静地站在沙发前 演播厅的台下 座无虚席 上百名各行各业的观众 都期待地看着 女主持人杨子肖 在最后排的位置 叶优与郑康两人 戴着口罩并排坐在一起 郑康把脑袋侧过来 小声问道 叶姐 我们之后就这么盯着吗 复苏者会通过吃人肉 来补充身体的生命能量 从而延缓衰老 零酒六灾水也不例外 如果李晨秋在这半个月 都规规矩矩的 我们再换个方向调查 对了 何叔那边什么情况 有发现什么吗 叶优秒头看向郑康 郑康摇了摇头 没什么情况 李季一直缩在宾馆里 一直都不出来 叶优眼眸闪过一丝淡淡冷意 让何叔小心一点 别暴露了 那老家伙很不简单 明白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当钟表的时针 咔哒一声 落到数字六的时候 主持人杨子肖明媚一笑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名剧专访 我是主持人杨子肖 说完 杨子肖冲着观众席 微微弯腰 啪啪啪 热烈的鼓掌声 从台下传来 主持人 这次的专访的嘉宾 真的是李晨秋吗 对啊 是不是李晨秋啊 我们都是冲他来的 是的话快 让他请出来吧 杨子肖甜甜一笑 声音轻柔地说道 这次我们在节目开始前 放出了是三个提示 分别是怪力少年 北黄山上的英雄 黑白不清的人 其实这些提示的指向性 都很明确 大家掌声有请李晨秋 杨子肖率先鼓起了掌 侧身看向左方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个穿着整气干净的少年 从中走出 他五官如雕塑般棱角分明 深邃明亮的眼睛 如夜空下幽蓝色的海洋 暗流涌动 却又射人心魄 身材虽然看上去并不见朔 但挺拔的体态 却让人难以忽视 如同一座孤傲的冰山一般 骨子里散发着淡淡的疏离感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化完妆 换上新衣服的李晨秋 随着李晨秋的出现 嘈杂的场上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仿佛看呆了一般 直勾勾的盯着李晨秋 只剩摄像机咔嚓咔嚓的声音 不断响起 几秒之后 一道惊呼声从观众席里传来 卧槽 刹那间 仿佛什么被激活一般 观众席瞬间沸腾起来 呃 怎么感觉哪里不太样 我偷 李晨秋本人这么帅吗 这模样明明和网上一样 怎么两者差距这么大 观众席上惊叹连连 一道道火热的目光 在李晨秋身上不断徘徊 之所以李晨秋能给众人 带来这么大的震撼 并不是因为他的五官有多么精致 而是他所周身所散发出的气质 那种孤傲高绝的气质 就像豪门世家的人 浑身都透露着贵气 身居高位的人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莫名 得威呀 与此同时 该节目的直播间也炸开了锅 他就是那个干碎侧能踢的李晨秋啊 终于见到能动的了 这颜值怪高的呀 我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隔着屏幕都感觉有点冷啊 正常人是这样的吗 该不会真是网上传的灾水吧 楼上是我家养的狗 请大家不用在意他的狗肺 陈秋就是外冷内热 当时在北黄山的时候 就是他救的我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灾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演播厅内 李晨秋看着众人的反应 疑惑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自己长得很好看吗 不应该啊 要是好看的话 为什么之前没人垮 虽然疑惑 但李晨秋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深究 迈步走到台上 站在台上的杨紫霄 见到李晨秋靠近 下意识地朝后退去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笑着迎了上去 您好 我是主持人杨紫霄 杨紫霄伸出手 您好 李晨秋 李晨秋伸手握了上去 两人在客套了一番后 便坐在了沙发上 晨秋看着很帅气呢 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紫霄抬手示意抬下观众 嗯 李晨秋一时雨色 深邃的双眸 在煞时间变得有些空洞 愣了几秒后 他露出一抹自然的笑容 在观众们期待的眼神中开口道 我今年19岁 现如今在一家炒饭店工作 是11号城市的一个普通居民 杨紫霄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陈秋您可真是谦虚了 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 11号城市可能都没几个普通人了 大家请看大屏幕 说完 杨紫霄扭头看向身后 演播厅内几百寸的大屏幕微微一闪 一道背影出现在大屏幕上 正是李晨秋在特能斯侧能的视频 与此同时 距离演播厅几十公里外的荒废厂房内 不断铺扇的工况灯下 七八个浑身血污的高中生 被捆着双手双脚 被吊在半空中 因为嘴都被交代缠住的原因 他们无法呼救 只能发出沉闷的呜呜声 在他们的脚下还摆着一张椅子 先前那个被群殴的薛瑞 搭拉着脑袋正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般 但微微起伏的胸膛证明 他还暂时活着 不远处 贾崽水正蹲在地上 拿着手机 看着名剧专访的直播 时不时还笑一下 大人 差不多了 这时 一个带着鬼脸面具的女人 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走到贾崽水身边 贾崽水挥了挥手 别急别急 等我看完新人的直播 要不要一起看啊 女人扫了眼 被吊在半空中的几人 随后蹲下身道 我们家大人让我转告您 立刻开始 收起玩乐的心思 小心阴沟里翻船 贾崽水撇了撇嘴 阴阳怪气地重复道 收起玩乐的心思 小心阴沟里翻船 女人 你给阎罗王带句话 就说你呀 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不是说 让我本色出演吗 我现在就是本色出演 你看不惯 我还不想演呢 说完 贾崽水摸着自己的下巴 又揣摩了一会儿 补充道 在我还不想演的后面 再补一句话 别逼我扒演 去 就这么原封不动地告诉他 女人面具下的嘴角一抽 呃 好 李晨秋很久都没有体验到 坐立难安这个词了 起码近一年没有 他原本以为大屏幕 就播放一下他测能的视频 却没想到 远不止如此 播放完这段视频后 大屏幕上又开始 他在北黄山上救人的视频 如果只是单纯的救人视频 这也没啥 但这些视频 都是被救者用手机拍摄的 当时的李晨秋 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 说了不少大意凛然的话 比如 不用怕 只要我还活着 我便不会让复苏者 伤到你们分好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既然上天赋予了我 超越常人的力量 那我就应该去履行我的义务 收起眼泪 不用来担心我 纵使一人 我也能将他们全部肃清 身为天命者 就应该竭尽全力的必有普通人 这是我生来的使命 也是我最后的结局 坐在台上的李晨秋 越听越沉默 搭在膝盖上的手指 不由自主地扣了起来 心中的懊悔像 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 无法熄灭 越来越旺盛 他要知道 今天要搞这么一出 把嘴撕烂 都不会在北黄山上 多说一句话 呼李晨秋长嘘一口气 正要屏蔽自己的听觉时 一阵抽气声 从他身旁传来 李晨秋有些猛逼的扭头看去 只见主持人杨子霄 眼眶泛红 一滴滴眼泪 从他的眼角滑落 杨子霄察觉到李晨秋的注视 转过头去 递给李晨秋 一个情绪复杂的眼神 那种敬佩感动的眼神 把李晨秋大脑都弄凌乱了 自己应该没干什么 感动的人事情吧 不就说了几句大义凛然的话吗 怎么还把人整哭了 李晨秋颇为无语的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卫生纸 递给杨子霄 别哭了 还拍着呢 杨子霄汗手低眉 伸手接过李晨秋递过来的纸 就在李晨秋刚以为 这场闹剧结束的时候 一阵阵抽气声从台下传来 并且还有扩散的趋势 他僵硬地侧过去身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双饱含情感的双眸 李晨秋应挤出一道笑容 大家不用这么激动 我还没死呢 哭丧这个环节有点太突兀了 坐在后台里倾下看到这一幕后 那嘴角歪得比AK都难压 若不是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他能当场笑倒在地 在经历过漫长的五分钟后 视频终于结束 李晨秋心中长舒一口气 攥起来的拳头缓缓舒展开来 笑着看向主持人杨子霄 杨子霄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温生感慨道 我19岁的时候刚上大衣 每天想的都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节假日去哪里转转 看到的是繁华 听到的是欢笑 在此之前 我一直以为这很平常 直到今天看到这些视频片段后 我才明白这不平常 没有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杨子霄情深意切地看向李晨秋 一个19岁的孩子 用自己不算宽阔的肩膀 挡住了风雨 避佑了许许多多的人 请大家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李晨秋 啪啪啪啪 说得好 多好的孩子啊 这种舍己为人的品质 就应该让特能斯多学选 11号城市为你而教 我们为你而自豪 这样的孩子 竟然被安统斯污蔑是栽水 我看那个叶佑是眼睛瞎了 脑袋糊涂了 对啊 竟然还监禁这样的好孩子 我们教的税 养的都是这种人吗 坐在后排的叶佑 与郑康一言不发 与周围情绪激动的观众 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 喂 你怎么不说话 也不鼓掌啊 挨着叶佑坐的中年男人 好奇地问道 叶佑冷漠地看了对方一眼 我不认同主持人的话 所以不想鼓掌 也不想说话 不认同 中年男人坐直身体 你意思是你觉得主持人说的是错的 我觉得安统斯能怀疑 李晨秋是栽水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或许没有视频里那么大意凛然 叶佑平静地回应道 真是放屁 中年男人指着叶佑骂道 我看你真是和那个叶佑一样 头小无脑 叶佑瞳孔放大 指着中年男人的鼻子道 你说谁头小无脑呢 中年男人不甘示弱地回怼道 谁头小谁心里清楚 你 叶佑握紧拳头 就要站起来的时候 将他拉回位置 稳住稳住 我们不傲气 正康出声安慰道 叶佑保持着半吨的姿势好一会儿后 才平复好心情坐了下来 其实也不怪他如此激动 毕竟以前有人骂他 都是寒沙摄影的骂 哪像这一次直接指名道姓的骂 中年男人听到正康的话后 撇了撇嘴 我才不跟傻骂傲气呢 刚坐下的叶佑听到这话 刚松开的手掌又攥了起来 但在主观意识的克制下 并未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举动 将注意力转回到了台上 热烈的鼓掌声 在持续了十秒之后 才弱了下来 李晨秋嘴角勾起 有了一道不明显的弧度 这煽情的环节终于走完了 接下来该进行正常的专访了吧 在李晨秋期待的眼神中 杨子消瞄了眼自己的手卡 随后看着李晨秋道 陈秋 你知道11号城市 现在有你的粉丝后援会吗 李晨秋愣了一下后 笑着说道 今天有记者在我面前提过这件事 杨子消眉眼微弯 目光温润地看着李晨秋 在天原联邦发光发热 为大家谋求幸福 李晨秋非常官方地回应道 陈秋说得真是太好了 我相信 你一定很想见见你的粉丝后援会吧 杨子消浅浅一笑 嗯 听到这话的李晨秋心头一跳 一种不好的预感在他心中生起 看陈秋你的反应 应该是很想见他们一面吧 杨子消笃定一笑 今天我们节目组就圆了你这个梦 大家掌声有请李晨秋的粉丝后援会 啪啪啪啪 还没等李晨秋反应过来的时候 如海浪般汹涌的掌声 在演播厅内响起 十几个模样年轻的男男女女 从观众洗礼站起 在众人的欢呼下 激动地朝台上跑去 李晨秋看到这一幕脸色一沉 好不容易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自己上的不是访谈类节目吗 这怎么不问棘手的问题 改成连衣会了 很快 这些人便跑上了台 整齐地站成一排 一个个眼含热泪 直愣愣地盯着李晨秋 李晨秋甘大地揉了揉鼻子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正当他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那些年轻人突然鞠躬下腰 扯着嗓子齐声喊道 谢谢 这一刻 李晨秋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杨子霄缓缓站起身 来到李晨秋面前 伸手朝他解释道 这些人 晨秋应该很熟悉吧 他们都是在北黄山 被你救下的人 哦 怪不得感觉好熟悉啊 李晨秋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 大家快起来吧 拘着弓腰也怪难受的 听到李晨秋的话后 这些人才直起身子 您还记得我吗 李晨秋文言上下打量了一番女孩 想起了北黄山那个 差点被复苏者在车里强暴的女孩 他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 那个出租车里的女孩 对 就是我 女孩急切地点了点头 要不是您出手杀死了那只复苏者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女孩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已经气不成声 痘大的泪珠从两颊滑落 李晨秋走到女孩旁边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卫生纸递给女孩 并伸手搭在对方肩上 既然活下来了 就不要注意那些痛苦了 毕竟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了 前方的路就算再过曲折 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花音落下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暗淡 但并没有人察觉到 嗯 谢谢 女孩语气真挚 退回到了队伍里 听说你们为了答谢晨秋 还准备了一首歌曲 想在这里唱给她 是吗 主持人杨子霄 沉声问道 此话一出 李晨秋的面色一致 不是 这怎么还恩将仇报啊 对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写的 名叫 谢谢你 根本没有给李晨秋反应的时间 是你 带我们走向和平 是你 让我们看到希望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李晨秋 我们感谢你 我们铭记你 我们无法忘掉你 之后的三分钟 是李晨秋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分钟 他站在众人身前 时刻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听着让人脚趾扣的的歌 曲 并在歌曲结束后 送上来最热烈的掌声 亲自将这些粉丝 一个一个送下台去 陈秋 你觉得他们唱得怎么样 杨子霄笑着问道 李晨秋扯唇一笑 唱得很好 下次别 让他们独自唱了 我也想跟着唱 好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跟着唱 杨子霄期待地说道 陈秋啊 刚才你看到了粉丝眼中的自己 那你好不好期在你歌眼中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晨秋瞳孔一颤 急忙抬手否认 这有什么好奇的 我完全不好奇 啊 杨子霄正要看手卡的头 突然抬起 诧异地看向李晨秋 不好奇 对 我好奇的话 可以直接去问他 反正我们私下也住在一起 观众的时间这么宝贵 没有必要在我歌身上浪费时间 李晨秋连忙解释道 李晨夏什么脾性 他不了解吗 这要真让对方上来 自己这连往哪里放 杨子霄咬着嘴唇笑了笑 扭头看向导演所在的方向 可没等节目组的导演有所回应 李晨夏便从一次的阴影中冲了出来 气喘吁吁地跑到李晨秋身边坐了下来 搂着李晨秋的肩膀道 这个环节 是观众想从我的口中去了解你 你好不好奇重要吗 李晨秋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锤人的冲动 对不重要 李晨夏冲杨子霄和善地点了点头 我这个弟弟啊 真的什么都好 心地善良 为人单纯 正义感爆棚 而且非常非常的痴情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当时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生走进店里 我这个弟弟啊 一下子就叮咚 就在这时 一道手机提示音在台上响起 一秒之后 叮咚叮咚叮咚 此起彼伏的提示音像海浪般在演播厅内响起 哎 手机怎么响了 我不是开静音了吗 对啊 我也开静音了呀 怎么也响了 这 好像所有人的手机都响了 怎么回事 我的手机一直是黑屏啊 我的也是 一直黑着屏 这是节目组搞的吗 台下的观众面面相去 拿着自己的手机不停按着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手机所吸引 无人关注台上 主持人杨子霄 从怀中掏出自己的手机 用手指点了点屏幕 和台下观众一样 毫无反应 这 杨子霄疑惑地看向导演组的方向 可导演组的人也是一连猛圈 拿着各自的手机胡乱瞎点着 小秋子 我手机也点不开了 我手机没电了 就算不出这档事 我也打不开 李晨秋摇了摇头 随意地敷衍道 他那双深邃的双眸 看向李清夏手中的手机 眼中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先前阎罗王说过 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公然一家 难不成和这些黑屏的手机有关 与此同时 11号城市像被按下暂停键一样 行走在路上的低头族们 纷纷停下了脚步 边看手机边吃饭的人 纷纷放下手中的筷子 网吧里像鞭炮一样 响得键盘声突然安静下来 高楼上的LED屏不再播放广告 像卡顿一样黑了下来 一切和电子用品有关的 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卧槽 手机怎么黑屏了 什么情况 电视机怎么灭了 刚看到高潮啊 竞技赛啊 我特吗 嘈杂的怒骂声 从城市各个角落响起 电子产品的失灵 让躁动像瘟疫一样 在城市中蔓延 窜进人们的鼻腔 直冲人们的大脑 演播厅内也是如此 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 纷纷站起身 互相交头接耳着 坐在后方 郑康与叶幽也不例外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幽看着手中黑屏的手机 心绪不定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他心头生起 该不会有人在附近作祟吧 郑康警惕地朝四周张望着 叶幽朝郑康叮嘱道 我去附近看看 你在这里继续叮着 说完 他站起身正要离去的时候 叮咚的手机提醒音 再次响起 不止叶幽的手机 在场其他人的手机 也是如此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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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响了 等等 这次不是黑屏了 上面有字 抬上李晨秋眯起眼睛 静静地看着李清夏的手机屏幕 只见那黑色的屏幕微微一闪 一行往下淌写的红色的小字 出现屏幕中央 在学生时代 你是否被同学欺负排挤 这是什么情况 是节目组的调研吗 欺负和排挤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吧 但都是小摩擦而已 还没等在场的众人反应过来 屏幕中央的红色小字 缓缓如动 变成了其他问题 若欺负排挤上升到霸凌 你会如何做 看样子 好像真是节目组的调研啊 被霸凌肯定是告诉家长或者老师 应该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吧 是啊 再不行就去找治安司 他们肯定能解决 红色小字继续如动 组成了第三个问题 若对方的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你 你所依仗的所有手段 都是对方的保护伞 你甚至没有决定自己去留的能力 你该如何做 这一次 众人沉默了 没有人迅速给出答案 呃 不太可能吧 这都什么时代了 被霸凌怎么可能没人管呢 对啊 要是真的没人管 那就发在网上 这肯定有用 就是的 一群孩子能有多大能耐 随着众人议论声越来越大 屏幕上出现了四个大字 回答错误 紧接着 11号城市的所有电子屏幕都突然一闪 同时开始播放一个视频 视频中 一个带着眼镜框的高中生 被七八个人围在中央 被人肆意调侃着 站在其中的高中生不是别人 正是先前被打的半死薛瑞 一时间 所有人都被视频所吸引 这好像是11号城市的贵族学校 南山中学的校服 对 我朋友的孩子 就在里面上学 就是南山中学的校服 站在最里面的小孩 是被欺负了吗 好像是啊 感觉其他学生对他说话 都不太友好啊 台上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视线锁定在其中一个学生的身上 这个人他很熟悉 公然的二儿子 公星 事到如今 李晨秋也明白 这是谁的手笔了 除了阎罗王 还有谁会做这种事情 不过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如果对方只是想给自己自证清白的话 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呢 直接一口气 把公然一家都抓起来 然后当着安统斯三人的面 用灾水的手段杀掉 逃脱 这不就好了吗 虽然不解 但李晨秋也没有太过深究 管他三七二十一 只要最后的结果 是有利于自己的就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视频中的几人 从一开始的调侃 逐渐上升到动手 情况也越来越恶劣 我 我会告诉 老师 你去告 特能斯的司统是工心他爸 治安斯的司统和他爸是好朋友 你个傻帽想 让谁给你出头啊 打他 我看这傻帽 能有多硬气 视频播放到这一段的时候 所有人瞳孔一颤 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 先前第三个问题的保护伞 是什么意思 11号城市特能斯司统办公室 混蛋 公然抓起摆在办公桌上的瓷瓶 啪的一声 摔得粉碎 待在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低着头站在原地 动都不敢动一下 生怕公然把火撒到自己身上 这治安斯的网络部 是吃干饭的吗 这么简简单单就让人入侵了 他们是猪吗 碰 公然一拳砸在桌子上 石木座的桌子瞬间断成两截 纷飞的木屑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有人见状 硬着头皮站出来说道 司统 您先别着急 我们联系过治安斯那边了 他们说正在处理 半小时内就能修复 半小时 公然泛红的眼睛看向说话之人 拿起自己的手机 静止砸向对方的脸 碰 碰 鲜红的血液从那人的额头滑落 顺着下额线啪哒啪哒滴落在地 见起精英的泄化 谁给我半小时 谁 公然扯着嗓子喊道 这视频放完 我怎么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都给我滚去找张空和那扶不上墙的烂泥东西 都给我滚 是是是 众人如释重负 一个个小跑出办公室 只剩公然一个人站在原地 啊 公然突然大喊一声 随后像疯了一样 摔杂着能看到的一切 办公室外的特能云 听到动静后 都纷纷绕开了公然的办公室 不敢靠近 视频还在继续 舆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什么意思 这个高中生的父亲 是特能斯的公司统 公司统电视上那么和善的一个人 怎么叫出这样孩子 你把这些人叫孩子 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我的天啊 这 这打得也太狠了嘛 这孩子眼睛都被扇得冲血了 这些畜生 不怕把人打死吗 没人管管吗 等等 门口好像有人来了 一时间 这是特能斯的第一行动小组的队长张空 我知道他 他是荣获11号城市 杰出贡献奖的张空 这孩子有救了 张队长可是出了名的板证 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人 是啊 有救了 张队长为人正直心地善良 这个攻心看来是要完蛋了 在过百万民众期待的目光中 张空一脸严肃的走到攻心背后 冷漠到 体育馆都有监控 传出去影响不太好 要打换个地方打 攻心抬手拍了拍张空的肩膀 无所谓道 张叔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就算把这个小子弄死在这里 我爸也能给我摆平 此话一出 手机前 电脑前 电视机前的民众 陷入了死记一般的沉默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盯着屏幕 我 我没听错吧 张队长怎么会包庇这个畜生 就因为他是公司统的儿子吗 这视频是不是假的呀 怎么这么荒唐啊 你们是傻貌吗 这不明摆着同流合污吗 还假的 那按这个畜生说的 岂不是他已经弄死过了人 秦克坚 克能斯高大的形象 在众人心中轰然崩塌 化作一片废墟 仅仅只有一小部分人 还对其抱有希望 并诉说着自己的质疑 这些质疑声在 一开始还有些响动 直到宫星说出那句话后 把他头给我扶起来 我来自醒他 对了 记得给这小子脸不来的特写 一瞬间 一股难以言明的怒火 充斥着每个人的胸腔 喝骂的声音 在十一号城市的各个地方响起 这些狗杂种 眼里还有律法吗 这狗屁律法有什么用 就光用来约束普通人吗 特能斯都是这种玩意吗 我们教的睡痒的 就是这种臭虫吗 妈蛋 这公然怎么做上特能斯的私筒 我们的安全 就是靠这种人守护吗 这宫星现在哪里呢 我看他敢不敢往我脸上滋尿 眼波厅内 和外界一样都是骂声一片 坐在台上的李晨秋心静如水 但为了和群 故意攥紧拳头 装出一副气氛的模样 这 主持人杨子小五这嘴巴 特能斯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李晨秋神情严肃地附和道 对啊 特能斯一向公正言明 公司统为人亲和友善 张队长正直可靠 怎么会 说到这里 李晨秋皱起眉头 不敢置信地说道 难不成一切都是他们装出来的 李晨秋的声音 通过别在胸前麦克风传遍演播听 引来不少人的赞同 这些人是真能装啊 把我当傻子户吗 我真是瞎了眼了 当时的杰出贡献奖 我还给张空投票 我呸 坐在后排的夜忧 用手指着下巴 仔细地看着手机里播放的视频 那双狭长的双眸 时不时抬头看看李晨秋 这特能斯 还真是刷新人的下线啊 郑康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叶姐 我们要不要 要什么 叶游侧过头反问道 特能斯的职位调度 有专人负责 我们的任务是 肃清灾水 联邦之所以能正常运行 靠的就是明确的分工 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去插一脚的话 这成什么样子了 哦 郑康老老实实应了一句 灾水第一次出现 就是冲报仇去的 王仲山一家 已经被全杀了 但公家只死了一个公器 你说 这次的黑屏事件 和灾水有没有关系 叶游低声问道 郑康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有些不确定道 或许吧 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 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来佐证 只能当着逻辑上的猜测 如果我们假设 叶游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手机中正播放的视频 突然暂停 停在了宫星扭头 看向摄像头的瞬间 一切都戛然而止 随后直接黑屏 所有人皆是如此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三行血色小字 出现在了所有电子屏幕上 你是否愿意代替律法审判罪恶 甲仔水眼脚下垂 笑着坐在了椅子上 白皙修长的手指 放在了笔记本的回车键上 是按这个吧 对 女人微微汗手 随后退到了一旁的阴影处 甲仔水嘴角勾起 翘起二郎腿 姿态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放在回车键上的手指 往下压去 只听搭的一声 一道长长的进度条 出现在屏幕上 1% 23% 67% 89% 100% B 在进度条到达百分百的瞬间 11号城市内所有点击时的人 手机屏幕一闪 紧接着 甲仔水那张看起来 玩世不恭的脸蛋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甲仔水摊开双手 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 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斋水 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你们应该还没忘了我吧 斋水 叶幽不敢置信地 看着屏幕里的人 瞳孔不由自主地放大 正康面色阴沉地 将手机揣进兜里 叶姐 我不否认你的看法 这个灾水 或许不是真的灾水 但它也有可能是 你继续监视吧 我先走了 说完 正康便起身绕开人群 离开了演播厅 只剩叶幽一个人待在这里 台上 李晨秋眉宇间 闪过一丝诧异 仔细盯着这个甲仔水的脸 变换容貌 阎罗王还有这种能力的玄器吗 李晨秋在心中暗道 一旁的李青夏 在见到甲仔水后 浑身一震 时不时偷偷瞟一眼李晨秋 甲仔水的露面 就像给十一号城市 抛了一枚炸弹 让所有人都沸腾起来 我透 长得真的跟网上的 096灾水一模一样 天哪 我还是第一次 以这种形式 见到高危灾害 你们看灾水的后面 好像在半空中 吊着一些人 真的 好像是先前那几个小畜生 等等 那几个小畜生的底下 还坐着一个人 但看不清啊 这好像还能发弹幕 有人在左下角 发现一个白色的文字输入框 随后试探性 打了一个灾水 点击发送 很快 一条孤零零弹幕 从屏幕右边滑出 坐在厂房内的甲仔水 咧嘴一笑 对 我是灾水 几秒之后 原本干干净净的屏幕 突然一卡 密密麻麻的弹幕 从屏幕左边滑出 占满了所有空隙 甲仔水见状眉头一条 打开了弹幕付费模式 当11号城市的民众 想要再次发弹幕的时候 突然弹出一个 要求实名认证的弹窗 众人虽然心中不解 但还是乖乖 进行了实名认证 完成实名认证后 正当众人满心欢喜 正准备发送弹幕时 一个支付弹窗跳了出来 一条弹幕等于十万联邦币 支付方式 联邦卡联信 这这 弹幕怎么还要钱啊 十万联邦币一条弹幕 这和抢劫有什么区别 这谁付得起 厂房内 甲仔水平静地笑道 我又不是慈善家 想问我问题就付费 话音刚落 一条弹幕就飘了出来 哎哟 我看看谁这么有钱 甲仔水将投身到 笔记本屏幕前 公然 一个高危灾害 还会搞这种冤枉人的手段 痛恨我重创你 直接对我动手就好 何必去诱骗群众 伤害他人 污蔑特能斯 屏幕前的甲仔水眼中 闪过一丝鄙夷夷 不就杀几个人吗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咋了 你还怕这些蝼夷 咬到你不成 公然 故意弄出这些假视频 来造谣我 污蔑我 你真当11号城市的民众 都是傻子不成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呵呵呵 甲仔水单手 支着脑袋笑了笑 污蔑你 你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个挥手极灭的货色罢了 能和我对话 都是你祖坟冒清烟了 至于我的目的 我也不知道 本来想直接上门 图了你们公家 为我的恩人报仇 但我觉得 这样太无聊了 说到这里 甲仔水脸上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很多时候 谁善谁恶 谁该死谁不该死 都是由一小部分人来决定 我不喜欢这样 所以想来变一变 谁善谁恶 谁该死谁不该死 由大部分人来决定 说完 甲仔水双手一摊 所有人的屏幕的右下角 都出现两个数字零 一个零是蓝色的 一个零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你们口中的 那几个畜生 蓝色代表 那个被霸凌的学生 等会儿会跳出来 一个投票弹窗 大家想杀死谁 就给谁投票 如果红色高 我就会杀了被吊起来的几个人 放了那个薛瑞 反之亦然 不过 甲仔水画风一转 不过这个投票 不是按人头算的 是按钱算的 一元联邦币算一票 谁生谁死 就看谁票高了 公然 混蛋 你怎么能逼迫民众 做你的帮凶 人命的珍贵 岂能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公然 这安司的网络部 马上就会锁定你的位置 你往大家手机里植入的病毒 也会被很快消除 你这家伙是真有钱啊 一句话分两个弹幕发 私桶的工资这么高吗 甲仔水一脸好奇 你该不会有什么灰色收入吧 远在几十里外的公然 面色铁青 双眸如锁命的恶鬼一般 百毒鹰狠 他拿着手机的手不断颤抖 一道道青筋 在手背抱起 咔哒 这时 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 公然听到动静后 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人都不看 扯着嗓子骂道 混蛋 我有让你们滚进来 可他的怒火还未宣泄外 便熄灭在了嗓子眼 像是哑巴了一样 何璐冷着脸站在门口 我不能进来吗 抱歉 五 情绪有点太激动了 公然应几出一道笑容 安排你的人 去11号城市各个厂房搜寻 有问题吗 虽然是询问 但何璐的目光格外伶俐 更像不容拒绝的命令 公然猴姐滚动 硬着头皮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搜厂房啊 你看不见 直播画面里的工矿灯吗 说完 何璐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在听到假灾水所说的规则后 11号城市的群众一片哗然 用投票来决定生死 而且还是用联邦币来当票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会不会就像公司桶说的那样 是灾水在污蔑陷害 视频都放出来 铁证如山 你脑子被驴踢了 还要洗公然 你们真的是疯了 那可是复苏者 你们竟然会相信他的话 与其他人所关注的点不同 李晨秋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飘过的弹幕上 11号城市的有钱人很多 不止公然一个人 几分钟的功夫 又有十几条弹幕 陆陆续续的出现 有些是询问的 有些是谩骂的 假灾水都一一进行了回复 这 李晨秋猴杰微微滚动 37条 那就是370万 370万 自己在炒饭店 没日没夜干几百年 也赚不到吧 呼李晨秋深吸一口气 抛开脑子里的杂念 继续观看直播 废弃厂房内 假灾水环抱双手 一脸细血地 看着飘过来的弹幕 牛爱花 据我所知 灾水已经死在北黄山了 你应该不是灾水吧 竟然被你猜到了 假灾水面色一白 瞬间直起身子 远在几十里外的夜幽 看到假灾水这副反应 微微一愣 自己猜到了 没错 这个牛爱花 就是夜幽的真名 在夜幽期待的目光中 假灾水继续开口道 我确实不是灾水 我是牛爱花 你亲爱的父亲 哈哈 夜幽闻眼面色一黑 拿着手机的手 多略为有些发颤 假灾水咧着嘴 笑了一会儿后 双手撑着椅子的扶手 站起身来 好了 不回答问题了 毕竟时间有限 说完 他便转身朝后走去 察觉到假灾水靠近后 被吊着的几人 眼中纷纷流露出 深深的恐惧 在空中不断晃荡着身子 怎么了 干嘛这么怕我啊 决定你们生死的 又不是我 假灾水眼中 闪过一丝脚霞 背着身继续说道 我知道有些观众 拿不定主意 甚至有些观众觉得 我是在骗人 没关系 既然我说的话 没有可信度 就让他们说吧 假灾水抬起胳膊 单手一挥 缠着几人嘴巴的胶带 从中间断裂 就像是被刀刃划过一般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 错了 我还是孩子 什么都不懂 您放了我吧 我可以让我爸给您钱的 我和薛瑞平常 关系很好的 您不幸可以问问他 一时间 原本安静的厂房 突然变得嘈杂 哭喊声不绝于耳 刚才我说的话 你们应该听得很清楚 你们的生死 是由投票来决定的 假灾水画风一转 伸出一根手指 我可以给你们其中一个人 百分百活命的机会 此话一出 原本嘈杂的厂房 瞬间安静了下来 被吊着的几人 眼睛瞪得大大的 直勾勾的盯着假灾水 您 您说 宫心颤颤巍巍地说道 很多观众都不相信 我说的话 也不相信你们 殴打薛瑞的视频 说我在污蔑 在造谣 我很冤枉啊 假灾谁摆出一副苦恼的样子 在几人面前来回踱步 突然 他停下脚步 仿佛想到了什么事的 扭头惊喜地看向几人 这样吧 你们几个人接短 把对方所做的坏事说出来 谁最后黑料月手 我就放谁离开 几人 闻言瞳孔一颤 面面相去 无一人开口说话 怎么了 还不好意思呢 那你们就把生的希望借 拖在投票上吧 假灾水转身走到椅子旁坐了下来 看着摄像头说道 我都把视频放出来了 还有傻貌污蔑我 比如公然 我都把脸摆在镜头前了 还有傻貌说我不是灾水 比如牛爱 没等假灾水把话说完 一道急切的声音 从他身后响起 我说 一年前 有一个19岁的女生 浑身赤裸地躺在河边 那也是他们干的 宫心神色慌张地反驳道 你胡说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意外 治安司已经定性了 对 这就是意外 你不要血口喷人 灾水大哥 我手机里有录音 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伪 你 混蛋 你又能好到哪里去 两年前你开车撞死一个孕妇 这件事 还是我爸出面给你摆平的 你们两个有什么吵的 都是手里沾血的罪行 我一个人都没弄死过 你还有脸出这话 把一个捡垃圾的老头 打成植物人 你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起码他家人签了谅解书 我没犯法 你呢 带着一伙人在各个学校门口搞勒索 男的没钱就打 女的就拍裸照 最该死的就是你 仅仅片刻的功夫 几人之间便从沉默上升到争论不休 一个个嘴巴里 像是安了机关枪一样 无差别射击着 各种猛料层出不穷 听得贾灾水目瞪口呆 啪啪啪 贾灾水拍手叫好 厉害啊 这治安司和特能司真是厉害啊 说是一手遮天都不为过呀 人随便杀 火随便放 佩服佩服 公然 栽水 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米魂汤 叶红 公然你个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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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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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君 这些人渣有什么资格活着 连复苏者都不如 公然 我去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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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 辱骂公职人员是犯法的 我可以直接让治安司逮捕你们 康乐 快开始投票吧 公苟我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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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心市民叶红的带领下 公然和他的祖宗十八代 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贾宰水嘴角微微勾起 脚下一栋将椅子转了个方向 看向正在激烈争吵的几人 好了 不用吵了 这活命的机会 给谁我心里有数了 贾宰水冷声喝道 几秒之后 吵得头破血流的几人才 逐渐安静下来 忐忑不安地看向贾宰水 在几人的注视下 贾宰水迈步走到其中一人的身前 询问道 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在你们七人之中 你是唯一一个手上没有命案的 高龙神情激动地点了点头 对对对 我没杀过一个人 你放屁 不管是那个女生 还是当时的纵火 你他妈都参与了 这些是和你没关系吗 和我有什么关系 人又不是我杀的 火也不是我放的 我顶多就算个旁观者 高龙扯着嗓子骂道 你个混蛋 吃干抹镜说和你 秀 那人还没把话说完 一滴水珠从贾宰水的指尖抱射而出 扑斥一声洞穿他的眉心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后 瞬间被吓得六神无主 连呼吸的声音都弱了几分 贾宰水眉头一挑 谁有意见 无人回应 开玩笑 前车之剑摆在眼前 谁敢回应 呵呵呵 贾宰水比翼一笑 抬起手臂打了个响指 啪 下一秒 绑着高龙的绳子硬生断裂 他整个人砰的一声 从一米多高的位置摔倒在地 啊 高龙五官猙獰的 捂着自己的脚踝 宰水低着头 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 你算是善良的了 毕竟最大的恶行 就是把人打成植物人 高龙忍着剧痛 期待地问道 那我能走了吧 当然能走 但不能就这么走了 宰水蹲下身来 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玻璃片 高龙咽了口口水 双手撑着地面 将屁股小心翼翼地朝后挪动 娜娜 我要怎么才能走 贾宰水抿嘴一笑 握着碎玻璃片 朝高龙的大腿扎去 噗哧 啊呀 高龙脖子上的血管抱起 下意识地伸手抓紧贾宰水的手腕 却没有一丝温度 在说完这句话后 他伸手往下一拉 锋利的玻璃片 像鲨鱼的鱼鳍一样 在高龙的皮肤表面驰骋 鲜红的血液像海水一般 朝两边排开 鼓鼓 啊 别扁 高龙用力掰扯着贾宰水的手腕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他的力气太小了 在高龙哀求的目光下 贾宰水露出一道灿烂的笑容 将被鲜血染成红色的玻璃片拔了出来 随手扔在一边 我用玻璃片划破了你的大动脉 你止住血 大概还能活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不等 所以快跑吧 如果救治及时 还能活 贾宰水抽出口袋里的手帕 擦了擦手上的血液 你 高龙捂着不断涌出血的伤口 死死盯着贾宰水 贾宰水无辜地看着他 怎么 你想现在死 喂 我现在就走 高龙咬紧牙关 捂着大腿 肩难站起身 一蹶一拐 朝场房门口跑去 可没等他走出多远的距离 贾宰水伸手凭空一弹 噗哧 啊 下一秒 一道血花在高龙脚踝处绽放 那一你八几的高大身躯 狠狠摔在地上 我见不得人站着 你还是爬着走吧 贾宰水冷冷说道 眼中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高龙扯着嗓子大声嘶喊道 你个混蛋 混蛋 畜生 可贾宰水就像没有听见一般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高龙躺在地上挣扎 11号城市的民众 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拍手叫好 干得漂亮 就应该这样对付这群畜生 恶人还得恶人魔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毕竟是一条人命 应该物尽其用啊 把身上的器官给需要的人 这也算一种赎罪 赶紧开始投票吧 站在破旧厂房内的贾宰水 似乎听到众人的呼喊 笑着开口道 我知道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投票了 那我就开始了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手机屏幕上 都跳出一个支付小窗 小窗不会消失 上面有提供选项 想让谁死就给谁投票 30分钟后投票截止 所以 贾宰水摊开双手退到一旁 请大家来定一额吧 几秒之后 屏幕左下角的数字开始跳动 红色的数字快速拨动着 一票一票往上叠加着 与红色数字不同 蓝色数字则是几十万几十万往上增加着 仅仅几秒的时间 便远远超过了红色数字 达到了一千万 而红色数字此刻才刚过三百万 这 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么多人 为什么还比不过 这是不是有黑幕啊 为什么蓝色数字增长了这么快 贾宰水看到两个数字的涨幅情况后 并不意外 显然是早有预料 同情薛瑞的 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 的普通人 虽然人数多 但他们加起来 只掌握着11号城市20%的财富 而剩余的80% 都被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掌握着 公然就是其中之一 而他的妻子周华秀 更是周氏财团的人 那可是能左右天元联邦走向的巨无霸 那些同属一个圈层的人 基本都会出手帮帮公然 毕竟花点钱 就能和周氏财团搭上线 这种好事打着灯笼都难找 与此同时 特能斯的私筒办公室内 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女人 像泼妇一样 用双手拍打着公然 我已经死了 一个儿子了 你还要让我再死一个儿子吗 此人正是周氏财团的 旁戏子女周华秀 也是宫星的母亲 好了好了好了 公然举着双手朝后退去 我没有救吗 我这么一会儿 就往镜砸了几千万了 我没有救吗 周华秀红着眼质问道 那灾水喜怒无常 想杀谁就杀谁 投票顶什么用 公然双手抓着周华秀的胳膊喊道 那我能怎么办 我除了投票能怎么办 你告诉我 我立马去做 我 周华秀抿着嘴巴 支支吾吾 一句话都说不出 公然深吸一口气 松开了周华秀的胳膊 我有些激动了 孩子我会想办法救的 你回去歇着 叮铃铃 清脆的手机铃声 从茶几上传来 那是特能斯专用的卫星电话 不联网 拥有独立的系统 所以并没有被直播波及到 公然冷着脸接起电话 喂 什么事情 电话那头的中年人小声说道 司统 发现了灾水的藏身地了 海川路的废弃厂房 公然闻言瞳孔一阵 压着嗓子问道 厂房情况如何 夜间侦察无人机 暂时没有在周边发现异常 厂房内部根据热成像探测显示 里面除了灾水和几个人质以外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女人 大概率是灾水的同伙 好 明白了 有情况立马向我汇报 注意安全 说完 公然便挂断了电话 迈着大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 几分钟后 密密麻麻的特战队员 从大楼内跑了出来 有序不稳地坐上军用卡车 几十架直升机从大楼后方升起 飞向海川路的方向 一辆辆装甲车 拱卫着公然所乘坐的吉普 驶离特能斯的大门 公然清楚 这些手段根本奈何不了灾水 要对付灾水 还得看安统斯的人 但样子起码要做一做 这样媒体拍上去也好看 特能斯的行动并没有遮遮掩掩 民众看到后 立马通过直播将这则消息 告诉了甲载水 张四喜 特能斯已经发现你的位置了 没有时间投票了 废弃厂房内的甲载水 看到弹幕后 面色淡定如常 没有一丝慌乱可言 大家放轻松 安心投票就好 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到审判的 甲载水语气轻松地说道 随后低头看了眼屏幕左下角的数字 失望地摇了摇头 蓝色数字已经七亿了 红色数字才三亿啊 看来要死的是薛瑞啊 王雪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是不是有黑幕啊 牛庄 真是让人太气愤了 我之后会推出一个名叫 拒绝霸凌的团购套餐 订购电话为145 胡勇 我们这么多人 有能力地投个几百票 没能力地投个十几票 会追上去的 江国安 这种恶魔绝对不能回归社会 他们就是定时炸弹 你敢保证 他们爆炸的时候 不会伤到你吗 在众多弹幕的号召下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投票 红色数字与蓝色数字之间 越拉越近 但每当快赶上的时候 蓝色数字就会突然暴涨 从而拉开差距 与此同时 李晨秋所在的演播厅内 开玩笑的吧 蓝色数字破十亿了 不会是有黑幕吧 不知道啊 但照这个趋势 死得应该是薛瑞了 台上 李晨秋与李清夏兄弟俩靠在一起 目瞪口呆地看着 左下角那长长的数字 陷入了沉默 小小 秋子 李清夏咽了口口水 指着屏幕左下角道 你叔叔 好像是上一了 李晨秋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看着那不断跳动的数字 李晨秋感觉自己的心脏 仿佛被什么捏住了似的 喘气都困难了几分 自己还在为半小时 五十万的薪酬沾沾自喜时 隔壁阎罗王一秒钟 几十万几十万地赚 这就是世界的层次吗 差距也太大了吧 远处 叶幽在盯着李晨秋看了一会儿后 起身离开了演播厅 随着时间缓缓地流逝 距离投票截止的时间 只剩下了五分钟的时间 废弃厂房内 隐隐约约已经能听到 车轮碾过杂草的声音 特能斯与助手在 十一号城市的兵团进了 来得倒是挺快的呀 甲仔水眉头一挑 扭头对着站在不远处的女人道 没你是了 嗯 女人点了点头 话音刚落 她便转身步入了黑暗之中 彻底消失在了几人的视线里 就在女人离开不久之后 一道道刺眼的白色光束 透过厂房的玻璃射了进来 从高空朝下俯瞰 一架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黑压压一片的持枪士兵 将厂房彻底封锁 十几辆导弹发射车 纷纷瞄准厂房 等待发射的命令 由于废弃厂房地处 11号城市的边缘 这里并没有居民楼 自然没有什么商圈 部署一切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距离厂房百米之外的公路上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从远处驶来 擦的一声 稳稳停在了路边 咔哒 叶幽率先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郑康宇和路紧随其后 在路边等候的公然 急忙迎了上去 三位 栽水 没等公然把话说完 叶幽便抬手打断了对方的话 把你的人都撤出厂房300米外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靠近 说完 叶幽便带着二人 直直走向废弃厂房的方向 很快 在公然与驻军团长的安排下 直升机 士兵 装甲车都撤出300米之外 与此同时 一道蓝色的射线冲天起 通过延伸的方式 在极短的时间内 构建出一个蓝色的正方体 将废弃厂房笼罩在其中 这 是安统斯将天命者的异能 与科技相结合 研发出的人工玄器速封体 用于封锁地域 肃清一些难对付的灾害 哐当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声响 厂房的铁制大门缓缓打开 蓝色的光辉 顺着大门落在厂房地面 将粒粒灰尘都映得清晰 啪哒 啪哒 叶幽冷着脸走进厂房 灵力的目光 一下子锁定在了假灾水的身上 翘着二郎腿的假灾水 上下打亮了叶幽一番 玩味地笑道 我猜猜 你是不是叫牛爱花 叶幽嘴角勾起一道耐人寻味的弧度 那我也猜猜 你是不是假冒的灾水 话音落下的瞬间 沉闷的脚步声在厂房内响起 郑康宇和鹿从后方走来 以三角的站位包围了假灾水 呵呵呵 你们要对我动手吗 假灾水缓缓站起身 叶幽眯起眼睛 冷声道 把那些人都放了 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 体面的死法 假灾水双手插进兜里 脑袋朝左边歪去 你为什么觉得能杀死我呢 特能似会高估你的实力 但安统似不会 叶幽拔出腰间的横刀 那双狭长的眼眸泛起淡淡的金光 静静注视着假灾水 废弃厂房的空气越来越压抑 而直播间却越来越活跃 因为距离投票截止 只剩下不到两分钟时间 此时的蓝色数字为11.73亿 红色数字为8.87亿 两者足足拉开了几亿的差距 赶不上了 投票截止之后 灾水该不会真的杀了薛瑞吧 灾水都被安统似的人包围了 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你觉得他还会考虑投票结果吗 那我们岂不是白投票了 白投票不好吗 起码薛瑞不会死 在众人的讨论声中 投票截止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半 假灾水低头瞟了眼屏幕上的时间 轻声开口道 还有一分半 你们也很气 蹦 震耳的音爆声在厂房内响彻 叶幽的位置爆发出一阵烟雾 假灾水嘴角勾起 身形一晃像幻影一般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一道银白色的轨迹撕裂空气 挥砍到了假灾水原先头颅所在的位置 呼呼呼 一股恐怖的气浪从刀刃周围爆发 吹得叶幽衣袍烈烈作响 掀得尘土飞扬 怎么会 叶幽看着空无一人的刀下 瞳孔猛的一阵 灾水的真正实力 他很清楚 就是中危灾害的水准 之所以定位高危 只是因为其潜力很强 怎么可能躲过自己的刀 怎么 你似乎很意外啊 口鼻喷吐出来的热吸 打在叶幽的耳朵 温柔的声音 就像爱人的轻语一样 远处的河路面色一白 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身后 叶幽浑身一阵 手腕快速翻转 拧动腰部 向陀螺顺势朝后挥砍 紧贴着叶幽的甲宰水 不屑一笑 左脚轻轻抬起 像风暴里的小船一样 显而又显地避开了刀刃 叶幽借此机会 小腿瞬间绷紧发力 砰 伴随着一阵巨响 叶幽脚下的地面 像蜘蛛网一样裂开 而他本人也退到百米之外 哈呼 哈呼 叶幽大口喘着粗气 神情惊恐地盯着甲宰水 不远处的郑康抬起手臂 一道银白色的透明屏障 在厂房内升起 将甲宰水与厂房内的其他人隔开 这是正康的异能 银色庇佑 与此同时 河路将被绳子绑着的几人 全部救了下来 去后面待着 可 大门在那边啊 宫星颤颤巍巍的指向灾水的方向 那你往那边去 说完 河路没有理会宫星几人 抱着昏迷不醒的薛瑞 跑向厂房后方 将其放在了一根承重柱后 之所以不将薛瑞送出去 是因为一旦使用速封体 开启封锁结界 里面的人和外面人都无法自由出入 想出去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等十分钟后 速封体自行解除结界 第二种是凭借自身硬实力打破结界 在安顿好薛瑞后 河路才跑到叶幽的身边 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个灾水的实力 和安统斯给我们的情报不符 实力在七境之上 具体我不清楚 叶幽强压住心中的惊骇 缓缓站起身 七境之上 那岂不是月级的高危灾害 河路瞳孔一阵 在天元联邦 高危灾害之间也有强弱之分 安统斯内部将高危灾害 他们这支三人小队 叶幽是七境天命者 河路与郑康是六境天命者 这种1726配置 对应的是高危性及灾害 贾宰水没有理会安统斯三人 迈步走到笔记本电脑前 此时距离投票截止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蓝色数字依旧领先红色数字一大截 看来要杀好人了呀 贾宰水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正当他要挪开视线的时候 屏幕的红色数字突然一卡 原本九亿多的票数 突然暴增到13亿之距 一道弹幕从右边缓缓飘来 星号星号星号的确该死 嗯 贾宰水脸上第一次露出诧异的神情 怎么会没有名字呢 叮 投票小窗消失不见 投票截止 突然暴增的票数 就像起起伏伏地过山车 让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 心脏都猛地跳了一下 我草 我是不是眼花了 怎么突然涨了 涨了四个亿 你没眼花 红色数字真的反超了 这三个星号是什么意思 弹幕不都是实名制吗 不知道啊 是不是系统故障了 按票数来看的话 那灾水就得杀了那几个人 可他现在被安统斯的人拦住了 这还能杀吗 一打三 感觉杀不了啊 因为刚才贾宰水 与夜游短暂交锋的画面 并没有展示在镜头前 所以观看直播的观众 并不知道贾宰水的真正实力 废弃厂房 那贾宰水在愣了一会儿后 咧嘴一笑 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很有钱啊 硬生生扭转了投票结果 看来我得杀坏人了 躲在远处的宫星 在听到这个结果后 瞬间被吓得通体冰凉 瘫倒在地 宫哥 我们 我们不会真的被杀死吧 蹲在一旁的高中生颤声问道 宫星没有回应 应该说他 没有听到对方所说的话 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像是被车撞了一样 嗡嗡作响 灾水和夜游的战斗他看到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谁强谁弱 要是灾水要杀自己 安统斯能挡得住吗 在得到投票结果后 贾宰水将笔记本的摄像头 对准宫星等人所在的方向 让观众能够看得更清晰 做完一切后 贾宰水笑着从几人所在的方向 友善地挥了挥手 我要来了咯 你们准备好了吗 刹那间 贾宰水像被抽针了一般 生硬地消失在原地 连影子都没有 夜游瞳孔一缩 提着横刀闪身到一旁 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分散站位 和书牵制 我主 啪叉 没等夜游把话说完 正康的银色屏障 像溢碎的玻璃一样炸裂开来 化作漫天的点点荧光 站在原地的夜游 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意扑面而来 紧接着那双淡金色的眼眸 捕捉到一只手的残影 不好 夜游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刚想抬刀挥砍的时候 那只白皙修长的手掌 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 转瞬之间 夜游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碰 突然之间 一阵如雷阵般恐怖的声响 在厂房内响彻 几十米外的混凝土墙壁上 一道道粗壮的裂缝 像崎岖的山脉一样 爬满了整面墙壁 这些裂缝的源头处此刻 被烟尘覆盖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 站在其中 呼 夜风顺着破碎的窗户 窜进厂房 那浓重的烟尘 像海浪一样 朝四周蔓延而去 站在其中 黑影缓缓清晰 甲宰水神情淡然地静静站立 那只胳膊 像钳子一样 牢牢扣住夜游的脖子 将对方嵌入墙壁之中 混蛋 大脑的缺氧 让夜游面色憋得通红 他双手死死抓着甲宰水的小臂 双腿无力蹬踹着 可夜游越挣扎 心中就越无力 对方的强大 就像看不见底的深渊一样 深不可测 根本无法触底 为什么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夜游在心中问道 这一刻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涌上他的心头 连带手上的力气 都少了几分 甲宰水歪着脑袋 一脸细血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要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 死了 一道寒光撕裂空气 朝甲宰水的手臂挥砍而下 甲宰水嘴角勾起 单手提着夜游迎了上去 不好 河路面色一变 当他想要往回收利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噗哧 一条手臂高高抛起 森寒的刀刃裹上了一层 粘稠的红色糖衣 啊 淒厉的喊叫声 在厂房久久不散 甲宰水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河路 真是心狠手辣啊 说完 没等河路反应过来 甲宰水扭动身躯 左腿如长鞭一样 抽在河路胸膛 两者触碰到的一刹那 河路拱着身子暴射而出 只听喷喷两声响后 厂房的天花板 多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郑康瞳孔猛地一颤 河 可没他把话说完 甲宰水那张脸 便对到了起眼前 并笑着问道 想他了吗 碰 伴随着一阵巨响 郑康也步入了河路的后尘 做完一切后 甲宰水将夜游提到自己面前 此时的夜游像被吓傻一般 眼神呆滞无神 毫无血色的嘴唇不断打着颤 见到这一幕的甲宰水 出声安慰道 别害怕 我不会杀了你的 毕竟你还有点用处 说完 甲宰水当着摄像头的面 伸手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 夜游喷的一声化作白色器物 消失在镜头前 厂房外的河路与郑康也是如此 他们刚艰难地站起身 便喷的一声消失在了原地 只有空气中残存的湿润 曾证明他们曾在这里停留过 距离厂房一公里外的公路上 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 公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震惊地看着手机中的直播画面 开玩笑吧 公然瞳孔逐渐放大 身体止不住地站立起来 这 这怎么和自己想象中的灾水不太一样 司徒 这下怎么办 我们要上吗 开车的特能源慌张地询问道 啪 公然伸手抽了下对方的后脑勺 怒骂道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赶紧开车跑啊 啊 哦 特能源愣了一会后 立马反应过来 一脚油门 带着公然逃离了这里 假载水所造成的影响 还远不止如此 11号城市的民众 在看到这场近乎碾压的战斗时 一片哗然 这就赢了 这三个人 不是安统斯的人吗 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输了 那不挺好的嘛 这样灾水 就能杀掉这三个畜生了 你脑子坏了吧 那是复苏者啊 是吃人的怪物啊 废弃厂房内 假载水在解决掉三人以后 扭动看向 公星等人的藏身地 笑着招了招手 过来 在摄像头前露个脸 无一人回应 几个人蜷缩在一起 每个人的眼眸中 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假载水 假载水若有深意地 看向几人 既然不想露脸 那就算了 你们不是喜欢打架吗 那就打吧 话音刚落 和其他几人挤在一起的公星 突然面色一僵 以一个诡异的姿势站了起来 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这 公星不解的瞪大眼睛 眼中的茫然与恐惧 一览无余 公星控制着自己蹲下身来 可身体就好像 被别人拐走了似的 即使他拼尽全力 也顶多只能让身体 发出微微的颤抖 随着公星缓缓站起 其他几人也紧随其后 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 都和公星一般 无措有茫然 怎么回事 我身体怎么自己动了 我也是啊 这是怎么了 崽水大人 我们错了 您放过我们吧 假载水没有回应 而是站到了笔记本旁边 让直播的观众 可以拥有更好的视野 开打吧 假载水笑着说道 几秒之后 几个人像中了鞋一般 互相扭打在一起 拳拳见血 没有任何留守的意思 你干嘛 都别打 不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直播间的观众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幕 议论纷纷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会自相残杀啊 不知道啊 他的异能不是控水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血液也算水 那这 有点太变态了吧 呼哦 还在继续 咔嚓 其中一个人的脖子 在混战之中直接被人折断 鲜红的血液 顺着断裂的伤口喷涌出 溅在其他人脸上 可即便死去 这个人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依旧和其他人打斗着 血腥暴力的画面 像兴奋剂一样 刺激着直播间观众的神经 一些胆大的人 还能正常观看 一些胆子小的人 已经挪开了视线 更有甚者出现了干呕 演播厅内 李晨秋目不转睛地 看着几人的打斗画面 倒不是他对这些很感兴趣 而是对阎罗王的这个手段 很感兴趣 对方是通过念力来 直接操控别人的行动 从理论上来讲 自己也能做到 毕竟血液也算水 但理论终究是理论 这个猜想 李晨秋很久以前就有了 但并没有成功过一次 他感应不到别人体内的血液 就好像有一层薄纱 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李晨秋用手织着脑袋 在心中暗暗想到 不知道阎罗王的念力 能不能控制别人体内的血液 时间缓缓流逝 直播间的动静越来越小 最终归于平静 废弃厂房内的假灾水 收回目光 笑着走到屏幕前 审判结束 现在开始倒计时 在假灾水说完这句话后 所有人的屏幕中央 出现了一个小红框 48 0点 47比59 59 47比59 58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红框里的数字 是一个48小时的倒计时 解决几个小杂鱼 有什么好玩的 要玩就玩大的 两天之后 也就是48小时之后 我会再杀两个人 假灾水笑盈盈地 伸手比了一个眼 这一次并没有弹幕 在直播间划过 并不是没人能掏起 十万联邦币 而是所有人 在此刻都恢复了理智 先前攻心几个人的恶行 让11号城市的民众们 都短暂丧失了理智 被愤怒占据了高点 而假灾水身为审判者 也被所有人 自然而然地判定为正义 忽视了对方复苏者 与高危灾害的身份 可在假灾水 解决掉安统斯三人后 众人才渐渐恢复清醒 安统斯是什么 是贯彻着肃清灾害 保护人类的联邦顶梁柱 而灾水呢 一个吃人的怪物 一个漠视人命的复苏者 一个危险强大的高危灾害 这才是真正的恶啊 宫星几人与他相比 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假灾水看着空空荡荡的屏幕 咧嘴一笑 大家好奇不好奇 我48小时之后要杀谁 你们不用猜 我直接告诉你们 观看直播的观众 闻言纷纷屏住呼吸 紧紧盯着屏幕 假灾水没有卖关子 直接了当地开口道 宫然 你在看吗 我知道你在看 屏幕那头的宫然 面色一白 急忙用手晃了晃开车的特能源 快快 不要回特能斯 现在去机场 现在吗 特能云不确定地问道 对 就现在 这时 假灾水戏血的声音 再次在直播间响起 宫然 你是不是现在想要跑 宫然像是被电了一下似的 手机哐当一声 掉在了脚下 特能云关切地问道 司统 你没事吗 没没事 宫然目愣地印了一句 伸手将手机从脚下捡起来 颤颤巍巍地打起字来 几秒之后 一条孤零零的弹幕 从左边飘来 宫然 你真是狂妄 杀了安统斯的人 还敢继续留在11号城市 威胁公职人员 安统斯很快会 就派更厉害的人肃清你 你有本事就别走 假灾水淡定地点了点头 那你也不能走 毕竟我要杀的人 就是你和你的妻子 你们要是背着我离开的话 那我只能拿11号城市泄愤了 48小时后见 假灾水冲着屏幕挥了挥手 随后像叶幽等人一样 砰的一声 化作漫天气舞 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直播间也随之关闭 那个红色小框的倒计时 挪动到了每个人的屏幕左上角 审判正式结束 公然的性命开始倒计时 在直播结束之后 无数关于灾水的话题 在短短半分钟的时间冲上热搜 48小时的死亡倒计时 安统斯三人变成气舞 疑似死亡 灾水异能的另类开发 血液操控 灾水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公家到底和灾水有什么恩怨 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讨论有关灾水的事情 演播厅也不例外 观众席上的观众交头接耳 让人分不清 此地是演播厅还是菜市场 台上的李晨秋起身 走到主持人杨子霄面前 杨子霄见状急忙站起身 以为演播厅的吵闹 引起了李晨秋的不满 抱歉 我这就让人去维持 半小时了 我能走了吗 李晨秋开口打断了对方的话 杨子霄面色有些为难 可流程还没走完 说完便扭头看向导演组的方向 很快 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 气喘吁吁的小跑上台 对着李晨秋露出一道友善的微笑 您跟我来吧 之后 青年男子带着李晨秋与清夏 核实了一些信息 交代了一些事情后 将两人安静了一辆出租车里 驶离电视台 出租车内 李清夏拿着一张银行卡 左摸摸又摸摸 同时嘴里不停嘟囔着 五十万啊五十万 一辈子都花不完 李晨秋无语地瞥了眼李清夏 道 定证一下 是我的五十万 和二哥你没有什么关系 一听这话 李清夏立马坐着身子 什么叫和我没关系 我也参加访谈了 而且还是我把这些记者引来的 按理说 这些钱应该都是我的 嗨嗨 李晨秋猛地咳嗽了两声 他没想到 自己的二哥能这么不要脸 李清夏一脸疑惑 你咋还咳嗽上了 身体这么虚吗 我为什么咳嗽你心里 嗯 李晨秋眉头一挑 余光看了眼车窗外 怎么不说了 李清夏好奇地问道 李晨秋没有理会李清夏 伸手拍了拍中年男人的肩膀 师父 就在这里停车吧 在李晨秋的要求下 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 坐在后排的两人 在戴好口罩后 便下了车 川流不息的街道上 李晨秋与李清夏并肩行 李清夏扭头看向李晨秋 干嘛在这里下车啊 这里距离宾馆还要好远呢 你是有什么事吗 嗯 李晨秋点了点头 伸手拉住李清夏的胳膊 二哥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说完 李晨秋便像一条小鱼一样 窜进人群 完全没给李清夏追问的机会 呃 这又把我扔下了 李清夏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和北黄山上的那次无情抛弃 多么的相像 昏黄的路灯下 一个戴着黑色口罩的销兽青年 站在马路边 青年的眼神黯淡无光 就好像被抽了魂一般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朝气 他看着过往的车辆 露出一抹苦涩的微笑 没了 都没了 全没了呀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地府的马面 之所以李晨秋中途下车 也是因为马面在人群中 多看了他一眼 很快 李晨秋便来到了马面旁边 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倒是还挺主动的 马面小幅度地弯腰 恭敬道 您的事情自然得主动一些 这边 地府之人倒是谨慎 五万块都如此小心 李晨秋在心中暗暗称赞 迈不跟了上去 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内 李晨秋环抱双手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马面则坐在驾驶位 李晨秋扭过头 正想开口索要五万元联邦币的时候 坐在驾驶位马面 直接扭动车钥匙 一脚油门插入旁边的车道 嗯 李晨秋一脸猛逼地看着马面 这是要干啥 不是要在车上给自己五万块钱吗 怎么突然就上路了 马面听出了李晨秋的疑惑 开口询问道 大人 怎么了 你不是要给我钱吗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马面点了点头 对啊 怎么了 李晨秋眉宇间闪过一丝错愕 那在这里直接给不就行了 这里 马面一脸诧异 随后有些迟疑地说道 这里不太方便吧 毕竟是几亿现金 有什么不方便的 不就几亿 李晨秋声音一顿 六只乌鸦从他额头飞过 几亿 李晨秋阴调拔高 瞳孔骤然放大 自己要的不是五万吗 怎么变成几亿了 刹那间 无数问号出现在李晨秋的头顶 马面咽了口口水 以为李晨秋在质问自己到底是几亿 忐忑不安地回应道 大人 您要的五亿现金 我的确凑不来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给您一亿现金 再给您六张银行卡 每张银行卡里有六千万 剩下的四千万 我一个月后给您打卡上 可以吗 车内的空气 在此刻格外的安静 李晨秋没有任何回应 马面轻声唤道 大人 大人 李晨秋愣了一会儿后 随即立刻反应过来 故作淡定地回应道 你继续开 说完 李晨秋便侧过脑袋 云淡风轻地看向窗外 深邃的眼眸 看不出一丝波澜 虽然他的外表波澜不惊 但内心却正刮着十八级的大狂风 扑通扑通扑通 急速清晰的心跳声 在车厢内响起 像有节奏的摇滚乐一样 越来越大 李晨秋试图用绝对掌控 放缓自己的心跳 可一向无往不利的绝对掌控 在此刻却适用了作用 连最简单的心跳都无法控制 李晨秋无奈地闭上双眸 索性不再去管 任其自然发展 几秒之后 正在开车的马面耳朵一动 嘀咕道 奇怪 什么声音 说着 马面头也不转地 拍了拍面包车的音乐播放器 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扑通扑通扑通 心跳声越来越大 正在开车的马面放缓车速 扭头看向副驾驶的李晨秋 察觉到马面的目光之后 李晨秋从容淡定 翘起二郎腿 不好好开车 你心跳为啥那么快啊 李晨秋冷声道 怎么 吵到你了 没没没 您继续跳 马面急忙否认道 不再追问心跳的事情 李晨秋侧着脑袋看向车窗外 嘴角像夹了弹簧一样 时而朝上 时而朝下 来回蹦迪 难以言明的激动 像海水一样淹没了李晨秋的脑袋 所有不重要的事情 都被他抛之脑后 比如正站在寒风中等待的李清夏 这小子 怎么还没回来啊 李清夏搓了搓手 孤零零地蹲在一家面包店的门口 特能斯 一回事 宫然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 两边的下属纷纷低着头 生怕一句话点燃宫然这个没器官 本来宫然是没打算留在11号城市的 可在假宰水说完那句话后 没过多久安统斯灾害评级部就来电话了 要求宫然留在11号城市 并且 还要现在召开视频会议 没有办法 宫然只好回到特能斯 不情不愿地坐在这里 B 会议室的屏幕一闪 一个面向威严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屏幕上 此人正是先前给灾水定级的白蒙 长官 众人纷纷站了起来 齐声说道 白蒙脸上露出一抹苦涩又无奈的笑容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坐吧 众人闻言 纷纷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长官 您要了解什么吗 宫然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 白蒙摇了摇头 不用了 直播视频我们都看到了 灾水 什么实力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那灾水 宫然欲言又止 眉宇间积蓄着厚厚的阴云 白蒙不是傻子 自然看得出宫然心中的担忧 出声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 那个48小时的死亡倒计时 安统斯的人很快就到了 宫然应挤出一抹惨白的笑容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既然长官已经了解到了灾水的真正实力 那这次视频会议想 下达一些上面的命令 哦 那您讲 宫然坐直身子 神情认真的看向白蒙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第一点 白蒙抬眸看向宫然 为了11号城市其他民众的安全 你和你的妻子不能离开11号城市 若是离开的话 公司统应该清楚自己的下场吧 清楚 公然面色难看地回应道 第二点 在城区里战斗难免会伤到民众 你和你妻子等会收拾一下 就去北黄山吧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公然咬着牙答应下来 第三点 封锁北黄山 附近30公里内不能留有任何民众 可以做到吗 这 公然皱了皱眉头 长官 几公里还行 这30公里是不是太夸张了呀 栽水的实力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宁可高估也不能低估 不能拿民众的性命开玩笑 这个决定没有商量的余地 白蒙斩钉截铁地说道 十分钟后 白蒙交代完了所有要注意的事项 结束了会议 深沉的夜空之下 一栋百米高的大厦 像长枪一样屹立在城市中央 俯瞰着周围七八层高的矮楼 这 这楼是你的 李晨秋惊讶地看着眼前这栋大厦 昨天还是的 今天不是了 卖了 说到后两个字的时候 马面眼底涌出浓浓的哀伤 李晨秋见状 颇为暖心地安慰了一番 没关系 钱没了可以再赚 只要人活着就好 马面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尴尬地笑了笑 也是啊 您跟我来吧 之后 两人走进大厦 坐上了一步无人的电梯 马面扭头冲李晨秋叮嘱道 您站稳了 李晨秋虽然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但还是点了点头 马面走到楼层按钮前 伸出两只手像熊孩子捣乱一般乱案一通 不一会儿的时间 所有楼层灯都亮了起来 哐当 电梯上方突然传来一阵铁锁碰撞的声音 紧接着电梯便朝下坠落而去 迅急的速度 让李晨秋的心头猛的一跳 这是出事故了 没 正常现象 马面淡定地比了个OK的手势 几秒之后 电梯颈上方的锁链绷紧 急速下垂的电梯也停了下来 嗡 电梯门缓缓朝两边打开 明亮刺眼的白光照进电梯 当李晨秋看清电梯外的一切后 瞳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放大 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转变成O型 电梯外是一个类似密闭仓库的地方 嵌入天花板的LED灯管 将这里照得通明 没有任何黑暗的死角 一张张蓝色的百元钞票 垒成一落一落 堆在仓库中央 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李晨秋猴杰微微滚动 一步一步走出电梯大门 视线一刻都没从钞票身上挪开 我痛 李晨秋发自内心感慨道 比人还高的钞票啊 这太夸张了吧 马面并没有察觉到李晨秋的一样 他落寞地走到这堆钞票前 眼神贪恋地看向每一落钞票 哎 马面长叹一口气 迈步走到一个紧闭的保险柜前 伸出大拇指按在了液晶屏幕上 嗲嗲嗲 咔哒 柜门打开 马面从中取出六张黑色的银行卡 欲哭无泪地走到李晨秋面前 大人 秘密密码十六个六 李晨秋展颜一笑 你做得很好 说完 李晨秋便伸手接过马面递过来的银行卡 正要往回收的时候 马面的手指突然发力 抓住了银行卡的一个小脚 不肯松开 你后悔了 我 没有 马面肉疼地松开手 眼睁睁看着李晨秋 将自己的银行卡揣进兜里 马面退后一步 指着身后那堆钞票问道 大人 这些现金我要给你送哪里去啊 李晨秋看着可怜巴巴的马面 阔绰地说道 现金你留着吧 我有这几张银行卡就行了 马面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说道 真的 李晨秋点了点头 真的 马面文言浑身一震 激动地冲李晨秋拘了个弓 多谢 没事 马面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告诉我 毕竟同事一场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李晨秋笑着 将马面扶了起来 看待对方的眼神 都有善了几分 原本心情低落的马面 在听到这句话后 暗淡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亮光 惊喜地看着李晨秋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李晨秋强压着上扬的嘴角 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不用不好意思 其实一开始 我伸五根手指头的意思 给我五万 我没想到 你能联想到五亿 现在白白拿你四亿 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一片安静 马面像是被石化了一样 彻底呆愣在原地 几秒钟后 五万 马面当着李晨秋的面 竖起五根手指 是五万 是五万 不对不对 马面摆了摆手 我记得您亲口说 在五千万后加个零啊 我说的是五千 从来没提过万 那是 你自己挠不出来的 李晨秋同情地拍了拍 马面的肩膀 此话一出 马面如遭雷击 一连朝后退了好几步 李晨秋见状安慰道 是一欠掌一掷 下一次你再勒索我的话 一定问清楚 我要多少钱 不要再自己脑补了 我 破 鲜红的血液 从马面嘴里喷出 像人工喷壶一样 见了一地 五万成五亿 这尼玛是自己干出来的事情 真是离离缘上谱啊 为什么当时 自己不问问呢 为什么呢 马面越想越气 喘气声越来越大 脸色由深红 转变成身子 这惊悚的一幕 只有一条 可别为了一点钱 才想不开啊 李晨秋出声劝道 我 让我运一会 说完 马面眼珠朝上一番 一头栽倒在地 不一会儿 便打起石高石低的憨声 李晨秋 在装好银行卡后 李晨秋走进了电梯间 尝试着按了几下楼层按钮 可让人失望的是 电梯并无反应 正当他打算 顺着电梯紧爬上去的时候 眼前的空间 像纸张被对折似的 扭曲交叠在一起 等李晨秋视线 恢复正常的时候 眼前已经没有电梯 取而代之的是 一间豪华的房间 巨大的落地窗外 是灯火通明的11号城市 阎罗王翘着二郎腿 坐在落地窗前 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 在阎罗王的旁边 还坐着一个 穿着黑色的卫衣青年 此刻对方正单手 持着手机 无聊地刷着短视频 这个人李晨秋很熟悉 灾水 准确地说是 扮演成自己的假灾水 来了 阎罗王放下手中的红酒杯 缓缓站起身来 嗯 来了 假灾水惊喜地放下手机 扭头看向李晨秋所在的方向 并热情地挥了挥手 你好啊 我叫千面 李晨秋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你好 李晨秋 阎罗王充满歉意地说道 抱歉啊 非常时期 所以只能用一些非常手段 将你带到这里 见谅 没事 李晨秋摆了摆手 这位千面也是地府的人吗 我 千面指着自己 笑着解释道 地府边外人员 半个地府人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多谢湘邦 千面大大咧咧地笑道 没事 我也是觉得好玩才去搞的 不是完全为了帮你 几人在客套了一番后 这才落在于沙发 咕咕咕 滚烫的开水浇在茶叶之上 淡淡的清香从杯中蔓延而出 茶叶嫩度比较高 需要用开水冲泡 比较烫 过会儿再喝吧 阎罗王将泡好的茶推到李晨秋面前 李晨秋笑着点了点头 好奇地问道 阎罗王 这次你叫我来 应该不止品茶吧 阎罗王微微汗手 你还记得我先前答应送你的礼物吗 礼物 李晨秋眉头一挑 瞬间联想到消失的安统斯三人 毕竟先前在那桶子楼里 阎罗王就说过 尽量让他们死在自己手里 成为静的魂兵 也算是以他个人名义送出的礼物 阎罗王似乎是猜到了李晨秋心中所想 平静地道 身为地府的十殿阎罗 自然得有些拿得出手的底牌 一个七镜两个六镜 勉勉强强 话音落下 沙发旁边的空间像湖面一样 泛起阵阵液 三个模糊不清的身影逐渐清晰 这三人双手双脚都被锁链捆绑 神情维米不振 衣服都被鲜血浸湿 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浓烈扑鼻的血腥味 蔓延整个房间 茶香与血腥味揉杂在一起 形成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安统斯的叶忧 正康 何路 突如其来的亮光 让三人都下意识地锁紧双眸 叶忧皱了皱眉头 率先睁开了眼眸 恢复了视线 宽敞明亮的客厅 泛着光泽的皮质沙发 冒着热气的茶杯 还有注视着她的 李晨秋 叶忧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 不敢置信地盯着 坐在沙发上的李晨秋 这 你怎么会 李 李晨秋 此刻其他两人也恢复了视线 当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李晨秋时 反应和叶忧一样 都是一脸震惊 你可要记我的人情啊 说完 前面冲李晨秋挑了挑眉 随后偷偷瞟了瞟身旁的阎罗王 李晨秋心领神会 鸣嘴一笑 扭头看向阎罗王 这人情 你得找阎罗王讨要了 毕竟 这是他以个人名义丢的礼物 前面文言 扯了扯阎罗王的胳膊 听到没有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阎罗王不耐烦 往旁边挪了挪位置 听到了 听到了 坐在地上的夜幽瞳孔不断震战 楚江王和阎罗王这两个名字 他怎会不熟悉 地府的十点阎罗 天元联邦的特为灾害 这些恐怖的存在 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 为什么灾水叫李晨秋为楚江王 地府现任的楚江王 不是特为灾害吗 李晨秋是特为灾害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夜幽感觉自己的脑袋 仿佛都要炸开一般 什么都串联不在一起 什么都想不明白 李晨秋 你 怎么会在这里 何路颤声询问道 浑浊的眼眸 像被打翻的调色盘一样 混乱又复杂 李晨秋端起茶杯 抿了一小口 何叔 我在这里 不是如你们的愿了吗 你们不是一直想证明 我是灾水吗 何路侯杰微微滚动 你真的 真的灾水吗 在何路心中 他一直不认为 李晨秋是灾水 不管夜幽说的多有逻辑 之所以配合夜幽调查 其实更多的是 想证明李晨秋的清白 而不是想找出 李晨秋是灾水的证据 李晨秋不置可否 一言不发地将茶杯 放在茶几上 抬眸看向阎罗王 三个都是吗 阎罗王笑着点了点头 起身站到一旁 千面见状 也识去地离开沙发 李晨秋 你如果是灾水的话 为什么要在冥地里救我 为什么不看着我去死 何路不甘心地问道 李晨秋走到三人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何路 我也想问问你 既然我救了你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为什么偏偏咬着我不放 将我逼到这个地步 我想证明你不是灾水 何路的声音越来越小 直至微不可查 夜幽眉头紧锁 灵力的目光 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人 特意留着我们的性命 应该是想做什么交易吧 此话一出 原本眼神黯淡 郑康突然抬起来头 激动地说道 只要不杀我 什么交易我都答应 我都答应 一旁的何路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郑康 郑康 你在说什么混蛋话 你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了吗 郑康红着眼怒声骂道 什么狗屁使命 我就是想活命 我有什么错 我可以保护那些最底层的人 但我绝不会为了他们去死 你 何路神情复杂 欲言又止 久久说不出话来 交易 李晨秋嘴角勾起 将手指搭在了镜上 郑康哀求道 什么交易都行 只要让我活下去就好 你们本来是可以活的 可现在不能了 话落 戒指镜像被火焰灼烧一般 化作一缕黑烟 随后在转瞬之间朝两边蔓延 滚滚黑烟幻化出了镰刀镜的大概轮廓 千面将投侧到阎罗王的旁边 这就是那件灵玄器 嗯 阎罗王点了点头 同样好奇地打量着镜 镜出现了一瞬间 房间内的温度力 马下降 彻骨的寒意 在每个人周身蔓延 李晨秋伸出左手 探紧黑雾之中 将连身握住的一刹那 那浓浓的黑烟 像火遇到水一般 发出滋滋的声音 朝四面八方窜去 那把黑暗到极致的镰刀 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那锋利的连刃 在灯光的照耀下 泛起阵阵寒忙 割裂着周围的空间 这 李晨秋摇了摇头 我想杀了你们 杀我们 叶游扯唇一笑 要杀我们的话 我们早就死在那个厂房了 你有什么目的就直说吧 李晨秋没有说话 跟一个死人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双手握紧静 将弯曲的连刃 悬于三人头顶 森寒的目光 像刀锋一般掠过三人 郑康察觉到 情况似乎有一些不对 慌张地看向李晨秋 你你 要干什么 叶游此刻也有些慌乱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道 李晨秋 你还要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 与其拿着镰刀立在我们头顶 倒不如告诉我们你想要干些什么 死了 空气像丝绸一样被连刃划破 发出刺耳尖锐的声响 叶游瞳咒然一缩 昏昏沉沉的脑袋 瞬间变得清醒 明白了李晨秋是真的要杀他 躲过去 叶游盯着连刃 单手撑着地 挪动着身体的位置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扑痴 极致的黑暗从叶游眼前划过 为做任何停留 再然后是郑康 何路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 你 叶游死死盯着李晨秋 眼中有愤恨 有诧异 有悔恨 但这一切都逐渐黯淡 直至无光 一条淡淡的血线 出现在他的脖梗上 紧接着滚烫的血液 从中一出 染红他的衣领 碰 叶游永远地躺在了地上 郑康也紧随其后 只有何路 还呆呆地坐在原地 他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眼李晨秋 疲惫不堪的脸上 露出一抹无奈的笑 最终缓缓低下了头 三人嘶吼 静微微一颤 下一秒 屡屡黑烟在地上飘起 凭空凝聚出三道 有人形轮廓的黑烟 像木头一样 珠立在李晨秋面前 嗡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 他们的五官逐渐凝实 清晰 新红的血光 从瞳孔里升起 像地狱中燃烧着的明火一般 周身上下所涌动的黑烟 也在此刻凝聚成黑色的铠甲 一颗猙獰的黑色的龙头 鸣刻在胸甲上 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来 将面前敌人一口吞下 铠甲成形的一刹那 三个魂兵单膝跪倒在地 用同一种声色齐声喊道 主 好奇怪的感觉 李晨秋凝视着这三个魂兵 喃喃自语道 此刻的他 能清晰地感知到 这三个魂兵的一切 就像是自己延伸出去的手臂一般 是身体的一部分 主人 这些魂兵被抹出了生前所有记忆 只保留了战斗本能 将无条件听从您的命令 李玄优的声音 在李晨秋的脑海中响起 嗯 李晨秋眉头一挑 他倒是没想到 对方能直接在自己脑子里讲话 在听完李玄优的解释之后 李晨秋意念一动 其中一个魂兵立刻起身 抬起手臂对准李晨秋 一道银色的屏障 从李晨秋背后升起 把他和阎罗王与千面二人隔开 哇哇哇 千面一脸好奇地跑到屏障面前 左摸摸又摸摸 赞叹道 这凌玄七好逆天啊 阎罗王 你说你变成不死不灭的魂兵以后 会不会比现在更强啊 阎罗王面色一黑 我不觉得 李晨秋转过身 好奇地看向千面 千面 我这个屏障 和郑康在厂房内发动的屏障 孰强孰弱 千面扣了扣下巴是 思索了一会儿后到 感觉没什么差距 都挺一碎的 李晨秋嘴角一抽 意念一动 将三个魂兵收回镜 随后将镜 转变成戒指形态 戴在了手指上 魂兵可以吞噬别人的灵魂 强化自身 等正康所化的魂兵变强一些 千面 他就打不破屏障了 阎罗王平静地说道 原来还是养成戏的 李晨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卖部坐回沙发 端起茶杯 抿了一小口 阎罗王与千面见状 也坐了回去 阎罗王 你这次叫我来 应该不止送礼这一件事情吧 李晨秋抬眸 看向阎罗王 阎罗王眉眼弯起 友善地注视着李晨秋 没错 还有别的事情 不过在说这个事情之前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可以 李晨秋微微一笑 阎罗王五指交叉 神情认真的问道 你是不是即使不吃人 身体也不会衰老 此话一出 场上陷入安静 千面也停下手中的动作 直勾勾地看着李晨秋 沉默了许久之后 李晨秋缓缓开口 嗯 阎罗王虽然早有预料 但在听到李晨秋肯定的答复之后 还是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在看到一向淡定的阎罗王这副表情 李晨秋诧异地问道 怎么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说来话长 我细细讲给你 阎罗王坐直身子 伸手指着落地窗外说道 你知道天元联邦 是由谁掌控的吗 李晨秋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应该是联邦总统吧 那只是普通人眼 李的最高领导人 说白了 就是一个傀儡罢了 阎罗王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抬头看向漫天繁星 李氏 周氏 银氏 高桥 伊藤 金氏 这六大财团 几乎垄断了天元联邦的一切 小到民众的衣食住行 大到总统的人选 军队的财政支出 联邦律法的制定 这一切都由他们说的算 他们才是天元联邦的统治者 李晨秋文言心头一震 久久没有说话 六大财团他并不陌生 电视上经常出现和他们有关的新闻 曾经的李晨秋 以为六大财团 就是比较有钱有势的家族 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以前的想法多么荒唐 这何止是有钱有势啊 这不土皇帝吗 那他们得多有钱啊 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揣着好几 李晨秋有黑的双眸 突然亮了起来 嗨嗨 阎罗王猛地咳嗽了两声 面色古怪地看着李晨秋 你压得脑回路就这么清奇吗 正常人听完这话 不应该震惊财团的强大吗 李晨秋并不知道 阎罗王心中的想法 在感慨了一番后 才好奇地询问道 阎罗王 话说 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阎罗王嘴角勾起 眸光在这一刻幽暗了几分 因为你很快就要 和他们打交道了 打交道 李晨秋眼睛微微眯起 打什么交道 地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 我不例外 你也不例外 阎罗王语气平静 李晨秋咧嘴一笑 地府一直无条件帮助我 其实我还挺惶恐的 总感觉在 谋划着什么坑我的事情 有任务就好 有利可图 我就放心了 阎罗王 见李晨秋没有意见 李晨秋想了一会儿道 汇聚着全联邦最顶尖的天命者 代表着全人类最高战力 决定着文明走向的庞然大物 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阎罗王认可得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安统斯创办之初的初衷 就是管理全联邦的天命者 肃清所有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复苏者 他确实做到了 势力覆盖整个联邦 凌驾于所有机构之上 是真正的实权机构 李晨秋眸光暗沉 搭在茶杯上的手指 有节奏的敲击者 若按你先前所说 这安统斯应该也被财团完全控制了吧 阎罗王摇了摇头 安统斯面向的是全联邦 财团也只能控制住塔间的位置 从塔间往下 他们就摸不到了 而这股庞大无主的能量 变成了财团们眼中的香波波 安统斯的司统 自然而然就成了真正的实权位置 底下的人或许不会认财团 但绝对会认司统 因为安统斯是由李 周 赢三家财团制定律法 推出的势力机构 司统的位置 自然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 但司统的位置就一个 怎么可能做到评分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约定 按理 周 赢的顺序 司统位置十年一轮换 三十年换代 开始下一轮轮换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不对啊 这年龄跨度既然这么大 那为什么电视上的司统 都是壮年呢 这次没等言罗王开口 一旁的签面 便凑了上来给李晨秋解释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些财团的人 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基本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一般在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才会开始衰老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壮年 基本都是七十岁网上的老头子 他说的没错 阎罗王附和道 一百五十岁 真长啊 李晨秋发自内心的感慨道 天元联邦平均寿命就是七十多岁 这些人倒好 直接多了一倍 太离谱了 几秒之后 李晨秋回过神来 有些摸不着头脑 疑惑地看向两人 谢谢科普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自然是有关系的 阎罗王露出一抹友善的笑容 十年轮换七快到了 地府给你安排的任务 就是去当下认司统 空气陷入了沉默 久久无人言语 啊 李晨秋伸手指着自己 一脸猛逼地说道 我去当司统 阎罗王抬起手臂 示意李晨秋淡定一些 道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 但你先别问 听我慢慢给你讲 李晨秋坐直身子 单手半握拳搭在嘴边 摆出一副吸耳宫听的样子 阎罗王端起红酒杯 喝了一小口 随后将视线放到李晨秋身上 这一届的司统是周氏的人 按照约定 下一届就是银氏二代嫡系子弟 担任司统 可银氏因为一场意外 二代的嫡系子弟几乎死绝 活下来的也成了残废 无人能站出来担任司统 迫于无奈 银氏只好让第三代嫡系子弟上台 从中选出一个最强的人担任司统 不管是银氏还是周氏李氏 他们都是用一个方法来挑选司统 那就是功勋点 功勋就是个人对联邦所做出的贡献 点就是功勋大小的具体化 功勋点用于排名 由安统斯分发 轮换司统的时候 功勋点最高的人 将担任下一任司统 楚江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李晨秋嘴巴抿成一条直线 在愣了几秒后 他试探性地开口道 呃 意味着换了个较为年轻的司统 对 阎罗王眉眼弯起 赢家二代嫡系累计的功勋点太高了 你很难超过他们 但三代不同 最大的才四五十岁 你完全有机会赶超 等一下 李晨秋抬手打断阎罗王 我也不是赢家的人 这怎么赶超啊 还有 这任务是不是太艰巨了些 赢家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你只需要考虑功勋点的事情就好 时机到了 地府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艰巨 说到这里 阎罗王停顿了一会儿 随后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并不艰巨 因为地府也会在暗中协助你 你有什么想做的想要的 可以直接联系我 李晨秋摇了摇茶杯 有些凝重地说道 风险很大 此话一出 阎罗王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下来 李晨秋话中的意思 他怎会听不懂 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 功勋点越高 你手中的权力就会越大 以权谋司这种事情 我相信即便我不去说 你也会去做 李晨秋会心一笑 如果能一步登天 谁会想寻规倒矩的变强 我可以去做 李晨秋抬眸 看向阎罗王 但前提是 地府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想查一下徐悦的下落 徐悦是谁阎罗王你知道吧 李晨秋语气平静 深邃的眼眸 没有一丝波澜 徐悦 前面歪着脑袋 疑惑不解地问道 是我们想的那个徐悦吗 对 李晨秋点头应道 阎罗王困惑道 徐悦不是已经死了吗 应该 李晨秋放于两人视觉死角的手颤了颤 应该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毕竟徐悦没有尸体 你们说对吧 阎罗王虽然心中并不认可 李晨秋的看法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好 地府会去查的 李晨秋展颜一笑 朝阎罗王伸出自己的手 看来我们之后要经常打交道了 阎罗王伸手握了上去 合作愉快 哎哎 什么意思 无视我 前面音调拔高 起身将两人握在一起的手拆开 随后将自己的手立在中央 加我一个 继续握吧 阎罗王 李晨秋 李晨秋接下地府给自己的任务后 立马便想到了 之后要前往摘星学院 对了阎罗王 我之后还要去参加摘星学院的考核 这个要取消吗 李晨秋好奇地问道 前面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你还加入摘星学院了 李晨秋追忆道 十几天前的事情了 我应该去不了吧 阎罗王幽暗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亮光 去 当然要去 我不是要获取功勋点竞争司统吗 李晨秋脸上浮现出一抹困惑 那还去摘星学院干什么 这不浪费时间吗 阎罗王笑着摇了摇头 这并不浪费时间 正常人想获得功绩点 只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对联邦做出杰出贡献 另一种就是加入安统司 完成安统司发布的任务 获得功勋点 但你若你摘星毕业学院的身份 加入安统司 一年内完成任务 所获得的功勋点 有15%的加成 如今距离司统轮换 还有三年的时间 时间很充裕 充裕 李晨秋嘴角一抽 这都不够毕业吧 只要足够优秀 是可以提前毕业的 阎罗王将手搭在李晨秋的肩膀上 肯定地说道 在我眼中 前面戳了戳阎罗王 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 阎罗王无语地瞪了前面一眼 朝一旁挪了挪 你要是个哑巴 确实优秀 你要是个笼子 也确实优秀 前面不甘示弱地回怼道 坐在对面的李晨秋 面色古怪 在这一刻 他总感觉自己 像个格格不入的外人一样 非常扎眼 阎罗王没有搭理前面 扭头看向李晨秋 大事都说完了 该聊聊11号城市的事情了 你是不是很不理解 今晚那个倒计师杀人 嗯 洗清嫌疑的话 今晚已经洗清了 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 搞什么48小时倒计师杀人 李晨秋神情困惑地问道 洗清嫌疑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帮你获取功勋点 合情合理地提升个人的实力 倒计师结束之后 11号城市会迎来一场动荡 动荡 对普通人来说是动荡 对你来说是机会 夜色渐深 气温骤降 冷冽的寒风 像刀刃一般划过行人的脸庞 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少 直至空无一人 李清夏双手插兜 但想骂娘的对象并没有出现 好你个李晨秋 这么喜欢放我鸽子 你有本事 今天晚上都别回来找我 我看看你能有多很心 李清夏脸上露出一道争鸣的笑容 呼呼呼 寒风从街道的南边吹来 卷起地上一张破破烂烂的报纸 稳稳地落到李清夏面前 哎呦 城市娱乐 李清夏苦笑一声 低头脑袋看向报纸 就在这时 一位母亲牵着自己的孩子 正好路过李清夏 小男孩在看到李清夏这副 凄惨的模样后 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钢笼丢在报纸上 你这孩子 怎么给这种有手有脚的乞丐扔钱啊 老师告诉我们 要帮扶弗小 以后帮扶弗小 也要长眼睛 这种是好吃懒做的人 知道了 母亲牵着小男孩的越走越远 只留下李清夏一个人 看着报纸上的硬币发呆 自己这是被当成乞丐了 自己长得很像乞丐吗 啪哒啪哒啪哒 一阵脚步声由远至近 停在李清夏的面前 李晨秋看了眼地上的报纸和钢笆 李清夏浑身一震 这熟悉的声音 这渐渐的语气 这是 你大爷的 你还记得我啊 你还有脸回来找我啊 李清夏抓起地上的硬币 狠狠砸向李晨秋 李晨秋侧身躲过硬币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李清夏一个飞踢 狠狠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李晨秋站在电线杆后 指着李清夏的鼻子警告道 你别逼我 我不喜欢欺负弱小 欺负弱小 李清夏被气地笑出了声 你二个 我强得超乎你的想象 说着 李清夏便挥着拳头冲了上去 在经历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 李清夏成功地被李晨秋 一屁股坐在身下 李晨秋单手锁着李清夏的手腕 劝说道 二哥你冷静一点 让你在这站几个小时 并不是我的本意 我真的是忘了 原本气都消下去的李清夏 听到这话又激动起来 你忘得好啊 能欺负我的时候 你就多欺负欺负 等 你二哥以后不想低调了 把你吊起来 那五十万的银行卡 我不要了 都给你 这消气了吧 李晨秋装出一副肉疼的样子 此话一出 李清夏的嗓子 像被浇了一盆冰水一样 没了火气 他不敢置信地问道 真的 我几乎不骗人 最终在五十万的安抚下 李清夏笑嘻嘻地原谅了李晨秋 我给你和老板订了个酒店 你们明天就入住吧 这几天都不要出来 李晨秋将一张房卡 塞到李清夏手里 李清夏关切地问道 你不和我们住一起吗 李晨秋摇了摇头 不了 我还有要办的事情 和你们住在一起不方便 对 李晨秋没等对方把话说完 便点头印了下来 李清夏沉默着没说话 抬手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走了 注意安全 说完 李清夏双手插兜 背身离去 昏黄的路灯打在他的背上 那张脸逐渐陷入阴影之中 在某一刻 李清夏眼中 似乎闪过一丝不人与心疼 但仅仅只闪过 再无下闻 李晨秋注视着李清夏的背影 直到对方完全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才转身离去 两人处在同一条直线 特能斯这个庞大的机器 也在此刻开始运作 车辆倾巢而出 驻军兵团配合着特能云 封锁着一条一条的街道 以北黄山为原心 方圆三十里内 几十辆装载着大喇叭的机部车 在马路上乱窜着 广大民众请注意 现在立刻下楼 按指引有序撤离此区域 广大民众请注意 现在立刻下楼 按指引有序撤离此区域 广大民众请注意 现在立刻下楼 按指引有序撤离此区域 搞什么吗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有病吧 我家我撤离什么 我透 楼下都是特能斯和治安斯的人 不会要出什么事了吧 肯定要出什么事了呀 别睡了 赶紧下楼 在驻军兵团 特能斯 治安斯三方势力的 共同努力下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十一号城市 就在这种情况下 被仓促的叫醒 猎人商会 李晨秋戴着黑色的口罩 站在一栋大楼前喃喃道 在天元联邦 有一种特殊的职业 名叫猎人 他们通过在无人区狩猎复苏兽 然后拉到城市 卖给猎人商会 或者个人买家 从而赚取高额的联邦币 复苏兽不像复苏者那么难以对付 他们拥有一能 却无法再生 而且大多智力低下 普通人手持枪支 就有能力击杀一尽的复苏兽 所以 干这一行的 几乎都是普通人 天命者少得可怜 毕竟后者有好的出路 而前者没有 曾几何时 李晨秋也想过当猎人 但想要自由出入关口 继续打着一小十五块的黑弓 呵呵 李晨秋鸣嘴一笑 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已经是有钱人了 他摸了摸口袋里六张银行卡 迈步走进猎人商会的大门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进的黑风狼 今天不要九一八 不要八一八 二十万通通带回家 一进火幽机 普通人吃了延年一寿 天命者吃了力大无穷 可免费提供炸鸡 烧鸡的选择都来看看 从废墟里挖出的神秘机甲模型 按其胸前的按钮 还会大喊迪家 都来瞧瞧啊 嘈杂的叫卖声 从两边的窗口传来 黑压压一片人的 像蚂蚁一样无序地移动着 偶尔为某只复苏兽 或者奇葩的迪家驻足 李晨秋淡淡地瞟了一眼那些窗口 便收回了视线 一进的复苏兽 估计很难让他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 起码得三进 想明白这一点 李晨秋便直直穿过人群往前走去 随着逐渐深入 个体商户越来越少 但商品的质量却呈直线上升 李晨秋走到猎人商会的咨询台前 询问道 你好 你们这里有三进 或者三进以上的复苏兽吗 正在喝稀饭的女人一愣 差一个抬头看向李晨秋 三进或三进以上 对的 大厅这些窗口售卖的复苏兽 都是一进二进的 没有我想要的 李晨秋用手指着身后说道 听完李晨秋的话后 正在喝粥的女人 蹭的一下 从椅子上窜起 眼急手快地抓住李晨秋的手腕 你 李晨秋静一不定地看向女人 您稍等 我马上帮你沿线 这是白菜包和豆沙包 您喜欢可以尝尝 女人露出一抹灿烂的微笑 将自己的包子放到李晨秋面前 随后急忙拨打柜台电话 哇 来大鱼 女人话音一顿 偷偷瞟了眼李晨秋 来大客户了 要三进和四进的复苏兽 两分钟后 大厅的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群穿着商务西装的人冲了出来 跑向咨询台所在的方向 就是这位 女人用手指向有些发猛的李晨秋 刹那间 那些人火热的目光都聚集到李晨秋身上 就像看见了没人要的钞票一样 一个个跑得更卖力了 什么情况 李晨秋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女人笑着安慰道 您不要怕 他们都是猎人商会的经理 都没有恶意 很快 李晨秋变像个羔羊一样 被一群恶狼团团围住 您好 我是猎人商会的经理明海波 很高兴 听说您想了解四进的复苏兽 我黄冥对这些太了解了 这就带您 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 有点职业素养 别挤着这位 你抱大腿 很有职业素养吗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引起了大厅内其他人的关注 这是什么情况 是有什么大明星来猎人商会了吗 这些经理人也太low了吧 喻 是就不能淡定些吗 一点逼格都没有 他们好像在嚷嚷什么四进复苏 什么 猎人商会十八层会客室 李晨秋有些拘谨地坐在落地窗前 他实在不是很适应 同时被十个人热情地盯着 你们先坐吧 有什么话坐下来说 李晨秋伸手示意 众人冲李晨秋友善地笑了笑 才坐了下来 我不太懂你们的业绩是怎么算的 我就是想简简单单地买些复苏兽 可以吗 李晨秋扫过几人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您需要了解什么告诉我就好 我对复苏兽这些都很了解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来制定一套详细的购买攻略 对啊 您要是不会加工这些复苏兽 我可以上门帮您了 要是 好了 李晨秋冷声打断 我想知道 你们猎人商会 有多少三进 包括三进以上的复苏兽 你说 其他人都不要说话 李晨秋伸手 随便指了一个气质文周周青年 我吗 许江惊喜地站起身来 嗯 李晨秋点了点头 好 许江激动地点了点头 从怀中拿出一本小册子 给李晨秋讲解起来 我们猎人工会 目前有14只三进复苏兽 和一只四进复苏兽 这些复苏兽都是 听到许江爆出的数字之后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直接开口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全要了 场上一片安静 落真可闻 众人都一脸惊骇地看着李晨秋 许江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李晨秋 等等 全要 嗯 刷卡吧 李晨秋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桌子上 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挑一挑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晨秋笑着摆了摆手 我已经考虑好了 刷卡吧 自己如今身价几亿 花点小钱买个复苏兽 有什么值得考虑的 许江咽了口口水 拿着小厕子的手不断颤抖 这就 全要了 菜市场买菜 不都还会砍价吗 这怎么比买菜还随便 李晨秋见众人毫无反应 抬手晃了晃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 不应该刷卡吗 嗯 好好好 许江反应过来 急忙从抽屉里 拿出猎人商会不限额的刷卡机 随后 跑到李晨秋面前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您真的要刷卡吗 不了解一下吗 李晨秋将银行卡递给许江 豪气地说道 我了解的差不多了 这一刻 李晨秋才明白 有钱是多么的好 根本不需要讨价还价 也不需要货币三家 这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啊 咔哒 银行卡划过感应区 滴滴滴滴滴 刷卡机的提示灯 冒出红光 许江抬头看向李晨秋 好像不太够啊 不够 李晨秋眉头一挑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那先刷六千万 剩下的从这张卡刷 说完 李晨秋又掏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桌上 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肉疼 他没想到 几头复苏兽能卖这么贵 竟然要六千万网上 真的是太离谱了 不过还好马面赞助得多 想到马面 李晨秋脸上露出一抹舒心的笑 几个小时没见 他突然又想乐 又想马面了 滴滴滴滴 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许江尴尬地抬起头 露出一道不失礼貌的笑容 这还是不够啊 您要不要去挑一挑 毕竟全要还挺贵的 有人出声劝道 还不够 李晨秋坐直身子 犹豫了一会儿后 又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第二张继续刷六千万 剩下的刷这张卡 好 许江应了一声 在李晨秋注视下 将银行卡划过感应区 避避避避 还不够 原本气定神仙的李晨秋 瞬间不淡定了 真的假的 这怎么会不够了 你们没有坑人吧 众人一听这话 瞬间不淡定了 急忙开始解释 猎人商会是遍布天元联邦的商会 我们怎么可能 干这种砸口碑的事情 是啊 这都是明码标价的 不可存在坑人这种情况 您可以上网查一查 各个城市都是这个价 李晨秋强压心中的惊骇 陈生询问道 能具体给我说说 这些复苏兽的价格吗 好 许江点了点头 又掏出自己的小册子 市面上的三进复苏兽 价格在一千万到三千万不等 你要购买十四头 这十四头的总价值 在两亿一千万 四进复苏兽 一般都是在一亿至两亿 这个区间徘徊 这头四进复苏兽的价格 在一点四亿 总共是三亿五千万 三亿五千万 李晨秋瞳孔一阵 下意识地握紧自己的口袋 这些人再给自己开玩笑吧 就十几头复苏兽 要三亿五千万 这是要一下子 把自己金库掏空啊 许江试探性地问道 您还好吗 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些复苏兽的信息 您从中挑几个 李晨秋眉头紧锁没有说话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众人见状也识趣地 没有上前打扰 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李晨秋 一分钟后 李晨秋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一抹决然 像是即将上战场的士兵一样 在众人的注视下 李晨秋从口袋里 逃出剩余的三张银行卡 咬着牙道 刷卡 好嘞 在李晨秋赴完前后 一伙人便簇拥着他 来到一扇厚重紧闭的冷库铁门前 刚靠近铁门 李晨秋便感受到阵阵寒意 从缝隙之间渗出 里面温度这么低吗 许将笑着解释道 三四进的复苏售价格高昂 几乎无人购买 越堆越多 只能通过超低温 和其他一些特殊手段 来延缓尸体腐烂速度 说完 许将冲铁门前的工作人员 比了个OK的手势 哐当 伴随着一阵钢铁摩擦碰撞的声音 铁门朝两边缓缓挪动 白色的冷气顺着门缝朝外一出 所有人紧了紧了衣服 朝后退去 只有李晨秋一个人 迈步朝冷库内走去 先别进去 等声声问 许将大声喊道 李晨秋淡然地摆了 摆手 不碍事 说完 他便一步迈入冷库之中 冷库不到百平米 灯光昏暗 一切只能看得大概 一条条粗壮的铁锁掉在半空中 因为四周冷风的缘故不断晃荡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在铁锁之下 一头头体长三四米的复苏兽 被掉在半空 那一双双瞪的滚圆的眼睛 灯中暗道 不知道这些能不能把我推到三进 他很清楚 自己虽然突破了二进 但身体技能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就是一个装满水的瓶子 突然变大了 但里面的水量并没有得到提升 如果不使用异能 集水集火 光瓶绝对掌控 估计也只能击杀一些比较平庸的四进 使用异能再加上复苏者的手段 或许能和五进缠斗 这样的实力 是很难抓住之后的机会 所以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 即便不能突破到三进 也要将二进这个瓶子 尽可能地灌满 站在门外的许江 见李晨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试探性地问道 您觉得如何 挺好的 李晨秋若有所思地侧过身 你们会做一成熟带孜然的肉吗 11号城市 北黄山 与以往热闹轻松的气氛不同 此刻的北黄山压抑肃母 从高空俯瞰 山顶之上一片死寂 时至中午 没有吹烟升起 录影点没有滋滋冒油的声音 马路连一辆车都没有 诡异至极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老公 你说安统斯会保护好我们吗 周华秀忐忑不安地问道 公然没有立刻说话 那双狭长的眼眸 格外的平静 也格外的绝望 当他从白门口中得知 北黄山不能留一个人 留一辆车时 就大概猜到了自己的结局 弃子 一个无关紧要的弃子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 公然才缓缓开口道 或许吧 话音刚落 几个小黑点出现在湛蓝的天空上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那几个小黑点缓缓清晰 呼呼呼 阵阵轰鸣声从天际传来 四架直飞机逐渐向广场靠近 高速转动的螺旋桨脚碎平稳的气流 迅急的狂风从天空倾泻而下 将公然夫妇俩的衣衫吹得烈烈作响 四架直升机飞到距离广场百米高的位置停了下来 并没有降落 紧接着 其中一架飞机的舱门缓缓打开 一个穿着黑色紧身作战衣 无关冷峻的青年走到舱门前 空上的直升飞机缓缓升起 飞离广场 这 公然看着飞离的直升机一脸猛逼 这怎么就直接走了 不商谈什么对策吗 青年走到公然面前 灵力的目光从两人身上扫过 你好 公然和周华秀是吗 呃 是我们 公然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青年从怀中掏出安统斯的证件拿到公然面前 安统斯 灾害肃清部第十四行动小队副队长 迎指 迎 公然瞳孔一阵 您是 灾害肃清部第十四行动小队副队长 迎指 迎指又再次重复了一遍 公然立马反应过来 后之后绝对点了点头 迎队长您好 这次的肃清任务关乎民众的安全 安统斯高度重视 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我们 这几天 由我代表安统斯与你们交涉 你们有什么问题和我说 有什么担忧给我说 有什么需要给我说 可以吗 迎指脸上印挤出一道并不好看的笑容 没有一丝温暖的同时 还格外的圣人 公然与周华秀两人浑身一颤 急忙点头答应下来 迎指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皱起 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自己的笑容有这么甚人吗 明明已经把握好糊涂了 这样的笑 不应该让人感受到和善吗 若公然此刻知道 迎指心中所想 恐怕当场得无语地笑出声来 你管这叫和善 明明是和善才对 时间就像止不住的沙漏 并不会因为谁的期待变快 也不会因为谁的担忧变慢 李晨秋带着自己的厨师团队 安安稳稳地缩在冰库里 以一小时一顿的速度 每分每秒都活在煎熬之中 在安统斯抵达11号城市之后 立刻对北黄山周边进行了部署 一辆辆坦克在民众的注视下 开进市区 穿戴整齐的士兵石布 实在大街上露个头 这一系列的事情 把原本很淡定的人都整慌了 纷纷对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动静搞这么大吗 坦克都出动了 何止啊 北黄山周边几十公里 都不让待人了 住在那里的人 都被特能斯驱赶出来了 这公然还真会给自己挑地方 北黄山空气好 风景棒 死在那里也挺好的 死不死还不一定呢 灾水已经暴露了真正实力 无法和安统斯打信息差了 没错 上次灾水之所以能成功 主要就是打了个出其不意 这次安统斯亲自部署 他去北黄山上沙公然 和自投罗网没啥区别 可 上次那场战斗 真的探出灾水的深浅了吗 众人的议论戛然而止 纷纷回头看向说话之人 在日月繁星的见证下 48小时倒计时不断缩短 日暮西斜 残阳的余晖缓缓拉下畜牧 走在路上的行人 都察觉到空气中流窜的湿润 似乎要下雨了 轰隆隆 白色的雷光撕开厚重的阴云 映射在每个人瞳孔里 巴大巴大巴大 雨珠一滴一滴落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演变成不见断的余幕 逼得街道上的行人 都纷纷打气散 此时距离倒计时 结束还有三小时 北黄山下 一个身形挺拔的中年男人 举着一把黑伞 抬头看着顺着伞骨流下的雨线 深邃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此人是安统斯十四行动小队的队长 银城 怎么会突然下雨呢 天气预报明明没说有雨啊 银直走上前 忧心冲冲地看着银城的天空 银城平静地开口说道 天气变幻无常 人怎么说得准呢 你把人藏好了吗 银直点了点头 藏好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队长你不用担心 这些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银城皱着眉头 以栽水的实力 他完全可以在两天前杀死公然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到计时呢 银直思索着说道 他会不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挑衅我们安统斯 如果只是挑衅 那自然皆大欢喜 要是有其他目的 嗡嗡嗡嗡 这时 他口袋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不只是他 11号城市所有人的手机 都开始震动起来 从高空俯卡尔去 街道上五颜六色的伞都停了下来 震动的出现 好像让整个城市 都突兀地暂停了一下 银城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暗亮了屏幕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 奇怪 手机震动 怎么关不了啊 银只拍了拍自己的手机 银城缓缓说道 他来了 银城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伴随着沙沙的电流声 从手机扬声器里响起 不只是银城的手机 11号城市所有人的手机 都是如此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两日不见如隔六丘 我没有忘记大家 大家也没有忘记我吧 卧槽 他怎么跑我手机里了 距离倒计时结束还有三小时 难不成他要和上次一样 开直播捞钱 那有意思了呀 一时间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 他们平时都生活在 安宁与和平之中 对这种高危灾害 自然是好奇的厉害 下一秒 所有人的手机 都跳出来一个小红矿 如需观看本场直播 请支付100元帮币 支付方式 银行卡 联信 这次看直播 都要付钱了吗 太黑了吧 100还贵呀 这挺良心的呀 100块钱而已 还能接受 也不是很贵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了支付100元联邦币 与此同时 猎人商会 储存冰库 此时的冰库 不似之前的冰冷 百米大的空间 暖洋洋的 空气中弥漫着 滋然夹杂着烤肉的香味 那些西装阁里的经理人 都赤裸着上半身 单手持锅 以一个娴熟的姿态 捡烤着生肉 在两边泛起红色的血汁时 撒上资然 随后装盘 端到李承秋面前 您慢用 谢谢 多歇会吧 半小时后再继续 李承秋笑着接过盘子 冲众人摆了摆手 闻言 众人纷纷放下手中的锅铲 疲惫的瘫软在地 呼 终于能歇会了 你要觉得累可以走啊 大门又没关 有人伸手指了指冷库大门 背对的那人 笑笑没说话 离开 开什么玩笑 那位可是前途无量的 天命者李承秋 仅凭做饭 就能和这位搭上关系 这和天上掉线饼 有什么区别 傻子才离开 这时 许将目光复杂地 看着大块朵银的李承秋 天才就是天才 饭量都是 超乎常人的存在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李承秋身上 每个人眼中 或多或少 都带着一些惊骇 这两天的相处 让他们彻底明白了 物种的多样性 真的是太特么能吃了 几个小时吃一头 比人还大的复苏瘦 而且还不停歇 这要去吃自助餐 岂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李承秋并没有在乎 众人惊骇的目光 继续埋头苦吃着 这两天 他一直待在兵库里 不间断地进食着 提升着自身的力量 根据李承秋自己的猜测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 在四镜之中 虽然算不上最顶尖的 但出类拔萃 绝对是有了 嗡嗡嗡嗡 就在这时 兵库里众人的手机 突然开始震动 紧接着 千面的声音便缓缓响起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李承秋在心中暗道 那双深邃的眼眸 闪过一丝诧异 我透 这不是灾水的声音吗 难不成这次杀公然 也要开直播 不知道 诶 有提示矿 这 要付一百元 才能看直播呀 付吧 也不贵 花一百就能观看 灾水和安统斯的战斗 挺划算的 有人开头 剩下的人也就不再犹豫 毕竟他们也好奇 但同时他们也要脸 不想厚着脸皮 去蹭别人的手机 但李承秋可不会这么想 他起身 走到许江面前蹲了下来 面部红星不跳地看着直播 完全没有见外的意思 付完前后 众人的手机屏幕 突然按了下来 紧接着一阵柔和的白光 从屏幕左侧蔓延而下 白光暗淡 就像使用寿命 即将到达极限的白赤灯 只能照个大概 李承秋模模糊糊 能看到一个脸部的轮廓 对在镜头前 虽然看不清五官 但也能凭借感觉判断出 这是前面 画面怎么这么 这镜头前 好像有一张脸 是灾水吗 银纸不是说要杀公然吗 人呢 李承秋在看到这条弹幕时 双眼微微眯起 看向那个银子 银 这人是银市财团的人吗 八成是吧 毕竟联邦性赢的也不多 银市财团 我听我朋友说可有钱了 他们出去的吃饭的事 后都不看价格 扩戳得很 听说这次安统斯派来的人中 有财团的人 看来就是这个银纸 兵库里的众人议论纷纷 李承秋在听到这些话后 心中感慨万千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 财团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存在 这便是财团营造出的假象 一个能让普通人接受的童话故事 如果自己无法强大起来 终究也会沉沦在谎言和迷雾之中 只有灯高 才能望远 此时 直播画面里的千面咧嘴一笑 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呵呵呵 你猜猜我人在哪里 提示一下 我已经来了 北黄山脚下的银纸 眉头一皱 拿起对讲机说道 有异常吗 A区位发现异常 B区位发现异常 C区位发现异常 听完各个区域的汇报 银纸的眉头逐渐松展开来 看来这灾水 只是想混淆我们的视线 他既然能这么说 肯定是要采取行动了 让所有人都戒备 灾水可能要想办法潜入了 银承吩咐道 好 银纸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此地 几秒后 一条弹幕从屏幕上飘过 银纸 想开直播 表现自己的从容与强大 但却没有勇气暴露自己的方位 那你还不如不开直播 像上次一样偷偷绑架公然 然后直播杀死 这样不是更好吗 直播画面里的签面 颇为无语地说道 干嘛老逼着我直接现身呢 这样多无趣 那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一点提示 刹那间 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 都屏息以待 银纸也停下步伐 撑伞力 注视着屏幕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直播的镜头朝一旁偏转 一个冒着白光的大圆盘 出现在画面的左上角 签面的脸 也稍稍微微地清晰了一丝丝 他抬起手 是一大圆盘 哒哒哒哒 大家请看 这是什么 众人疑惑不解地看着圆盘 由于直播画质太低的缘故 圆盘并不清晰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这是什么鬼提示啊 一个灯能看出来什么 还是能看出一些的 直播里面不下雨 说明灾水在室内 这个圆盘应该是灯 光这么暗淡 说明灾水呆的地方有些粘头 不止如此 你们有没有听到风吹的声音 我感觉这地方 应该挺空旷的 有粘头 又挺空旷 该不会和上次一样 是什么废弃厂房吧 普通的民众能想到 安统寺的人自然也能想到 银指拿出对讲机 陈生问道 北黄山附近 有没有满足室内 空旷 有一定粘线的建筑物 银长官 14公里以外 有间符合要求的废弃厂房 发射信号弹 你们注意戒备 不要靠近 说完 银指伸手按了一下 作战服胸前的突起的按钮 咔嚓咔嚓 伴随着一阵 金属碰撞绷紧的声音 银指的作战服 像蝙蝠的翅膀一样 朝两边展开 一排类似于 汽车排气筒的 整齐地排列在翅膀的下方 此 白色的气物喷射出 银指如鸟一样 直冲天际 除了它以外 其他14小队的成员 也飞至空中 以500米的间距 排成一条直线 秀 红色的信号弹 在雨夜里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下一秒 白色气物横贯天际 俯冲向信号弹的方向 与此同时 李晨秋所在的冰库 也对千面的 藏身第一轮起来 热搜上都说是 姓名录那边的厂房 许江拿出 未付费的备用机说道 要是灾水在附近 是真话的话 那应该没错 这灾水有些狂妄啊 就这么正大光明的暴露自已 它真的一点 都不怕安统斯吗 你们忘了 灾水 炸成气物逃脱的手段了吗 相比于其他人的嘈杂 此刻的李晨秋 问道 您觉得灾水会在厂房里吗 其他人文言 也都纷纷好奇地看向李晨秋 李晨秋思索了片刻后 摇了摇头 我怎么感觉 这个圆盘有些像月亮呢 月亮 在场众人瞳孔一震 扭头再次看向自己的手机 圆盘 暗淡 空旷 有风 这一刻 几人纷纷变了脸色 眼中满是惊骇 要是 要是月亮的话 那灾水岂不是在天上 此时此刻 处在姓名录的废弃厂房 已被安统斯的团团围住 他们顶着大雨 立于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厂房 没有过多的言语 隐医抬手下扬 下达轰炸的命令 盘旋在天空上的几架直升机 在接受到命令后 立刻锁定厂房 哗 刺耳的轰鸣声从高空传来 三枚导弹撕裂雨幕 朝厂房落去 导弹本身所散发的恐怖高温 让周围的雨滴 在寝壳间化为器物 一秒之后 轰隆隆 恐怖的高温如海浪 一般朝周围扩散而去 璀璨耀眼的火光 短暂地照亮了此方天地 百米高的蘑菇云冲天起 即便是十几公里外的民众 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幕 同时 灾水的直播间 也传来了爆炸的声响 但也仅仅是声响 圆盘纹丝不动 风声没有一丝波动 什么情况 灾水的直播间 为什么啥事都没有 这是不是一开始录好的视频 灾水想搞个吊虎离山 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没听见直播间里 也有爆炸的声响吗 观看直播的民众们 众说纷纭 网上的热搜 像起起伏伏的心率线一样 不断跳动变化 影子看着手机里的直播画面 眉头一挑 嗯 没在这里吗 虽然疑惑 但影子眼中 没有一丝慌乱 毕竟后方有银城作镇 也出不了什么事情 直播画面里 千面无奈地笑了笑 我都提示得这么明显了 你们怎么还猜不出来 非要我自己现身吗 影子 听你直播间的声响 你真的在附近吗 呵呵呵 你很快就知道了 千面眉眼微微弯起 画音落下的瞬间 直播画面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那个大圆盘的真面目 也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等等 这这好像是月亮啊 啊 今天不是阴天吗 为什么会有月亮 而且 为什么灾水那边不下雨啊 你们有没有一种可能 灾水在云端之上 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抬头看向阴沉沉的天空 北黄山下 银城的作战符 哗的一声迅速展开 如一把利剑冲天起 立于近千米高空之上 如鹰般凌厉的目光 不断扫射着天上的云团 咻咻咻 十四小队的其他人 纷纷分散开来 以银城为中心 往外扑射 层次分明 将整个北黄山 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他 清脆又沉闷的脚步声 在阴云之上响起 回荡在天地之间 久久不曾消失 避于阴云之下的士兵们 神经瞬间绷紧 心脏仿佛被什么 捏住了一般 扑通扑通地快速跳动 一种难以言明的窒息感 在每个人脑海中蔓延 银城作战服下的肌肉隆起 点点橙红色 像繁星一般出现在他的身边 伴随着呼吸一鸣一面 他 脚步声再次响起 某一处的阴云 砰的一声被震得溃散 肉眼可见的波动扩散而出 卷起周围的阴云 朝四面八方涌去 柔和的月光 从中倾泻而下 将雨滴映照得粒粒分明 明月高悬于空 一道瘦瘦高高的人影 立于明月之下 静静地俯瞰着脚下 再看到千面的一瞬间 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在银城心中升起 那双眼眸在寝壳之间 被凝重冲斥 眼前这只复苏者 不出意外也是久禁 而且是一个拥有 A级异能的复苏者 在众人打量千面的时候 千面也在肆无忌惮地 扫尸全场 眼中完全没有一丝胆怯 她的目光淡漠冰冷 在扫过银城的时候 并未停留 而是静止扫向下一个人 张狂的姿态 就像是在审视自己的食物一般 一个九禁 两个八禁 三个七禁 七个六禁 倒是勉勉强强还算够 千面摸着自己的下巴 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的声音不加掩饰 很快通过直播间 传遍整个十一号城市 掀起轩然大波 什么 九禁 我以为禁的上限就是七八禁 这尼马能到九啊 太离谱了吧 我们城市最强的才四禁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停在水这口气 它不会也是九禁吧 猎人商会的兵库里 李晨秋心中也是震惊万分 神情期待地看着直播间 网络上所传播的战斗视频 大多都是四禁之下的 五禁六禁可以用罕见来形容 至于在网上 根本就没有 她很好奇 九禁之间的战斗 是什么样子的 还会是简单的肉搏吗 在所有人的期待的目光下 千面将自己的脸 对到镜头前 笑嘻嘻地说道 钱圈完了 韭菜们白白了 说完 千面冲着镜头摇了摇手 五指发力将手机烹的一声 直接捏爆 而众人的手机屏幕也全都黑屏 一秒之后恢复正常 这 我特么刚付的钱啊 这就结束了 太黑了吧 治安司不管管吗 这犯法了吧 退钱 把灾水告上法庭 你们脑子是不是门家了 跟一只复苏者讲律法 讲道德 11号城市骂声一片 北黄山周边安安静静 银城凝视着千面 扯着嗓子喊道 这里距离北黄山的山顶 可还有些距离 既然你要杀公然 为何要选择在这里暴露自己 银城声如雷震 即使相隔千米 千面也能清楚地听到他所说的话 千面吃笑一声 抬腿朝前方走去 在脚掌即将落空的时候 周围的雨水涌到他的脚下 凝聚成一个透明的台阶 他 脚步声清脆又压抑 千面就这么一步一步 从云端之上走至阴云之下 哈哈 一个挥手极灭的家伙 你觉得我会把他放在心上吗 千面眉眼弯起 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弧度 银城瞳孔一阵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冲其他人大声喊道 往外撤 银纸等人虽然不解 但还是操控着作战飞行器 朝远处飞去 可这一切 还是太晚了 爸 千面伸出左手 打了一个响指 刹那间 一层薄薄的红色的薄膜 从四面八方升起 在瞬息之间 化作半圆形的屏障 将方圆三十公里内的 一切都笼罩在其中 这是什么情况 这红色的罩子是什么 驻军兵团和特能队员们 一脸茫然的 看着红色屏障 有人试图用枪支 打破屏障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子弹射在屏障上 连一点点痕迹 都未曾留下 一股惶恐不安的情绪 在众人心中蔓延 这红色的屏障 不仅将里面的人困在其中 也遮住了外界的眼睛 奇怪 那些站在高空上的人 怎么不见了 对啊 灾水不是出现了吗 不应该开始打架了吗 奇怪 灾水不会露个脸就走了吧 无数民众站在高楼之上 用望远镜 看向北黄山所在的方向 可一切都很安静 一切都很平常 因为他们看到的画面 是那块区域一小时前的景象 屏障内 正在急速的飞行影址 突然身体朝后一倒 止住了身形 他仰起头 惊骇地说道 地府的求天静 顿时 一道灵光在影址脑中闪过 一个大胆的猜想 在他心中生出 灾水或许并不是冲公然来的 而是 阴云之下 还是不够 后来我想明白了 量变是无法引起质变的 同镜才是迫近的关键 说着 前面低头看向银城 等吃了你 我应该就能成为实镜 成为特为灾害了吧 银城双眸锋利如刀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前面缓缓抬起手臂 先来轻轻场吧 杂鱼太多了 轰隆隆 厚重的阴云 像海浪一样涌动起伏 一道道用水凝聚而出的粗壮长矛 从中生出 放眼望去竟有过万只 密密麻麻 占据了整片天空 场上的士兵和特能队员 看到这一幕后 身体不受控制地打起颤来 一种名为绝望的情绪 在每个人心中滋生 这是人力能抵抗的吗 这和天灾有什么区别 落 前面抬手随意一挥 无数水矛撕裂羽目 从天而坠 发出刺耳尖锐的暴鸣声 像防空警报一样 那些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 试图用导弹炸毁长矛 可无往不利的导弹 在轰中水矛后 只是让水矛表面 生出浓浓的白色器物 撼动不了水矛分毫 那几架直升机 还来不及撤离 便被水矛烹的一声 直接贯穿 与水矛一样坠向地面 一时间 人人自危 慌不择路地寻找着建筑物躲藏 各种各样的声音 揉杂在一起 乱成一团 狂妄 银城怒喝一声 张开双臂 朝着上方抬起 仿佛在托举着很重的东西 瞬息之间 那些飘荡在他身旁 让橙红色光点突然放亮 盖住了此方天地的所有光线 哗 橙红色的火焰 从银城身边升起 像碰到了毅然的棉絮一样 朝四周涌去 化作滔天火海 硬生生将水矛与地面的人分隔开来 恐怖的热浪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上方倾袭而去 不断削减着水矛的威力 呼呼呼 无数水矛扎进火海 发出嘰嘰嘰的声音 浓浓的白色器物 从火海之中升腾而起 那声势浩大的火海 也因为水矛变得忽明忽暗 似乎很快就要熄灭 所有八镜随我一起上 其他人戒备 等候命令 银城冷声喝道 说完 银城手臂下翻 凭空虚握 刺眼的亮光从他掌心爆发 一团火焰从中绵延而出 在转瞬之间 化作近千米长的火焰长刀 熊熊燃烧的火焰 随着夜风朝后荡去 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 火炫 银城冲天起 双手握紧火焰长刀 如陀螺一般 在空中猛地转了一个圈 砰砰砰 无数水矛在空中爆炸开来 伴随着剑射的火星格外璀璨 如绚丽的烟花一般 与此同时 银直与另外一名身材消瘦的中年男人 飞至千面的后方 三人乘三角将千面包围了起来 啪啪啪 哈哈 好玩 千面鼓了鼓掌 随后抬起手掌 朝银城的方向压去 轰咙咙 阴云翻腾不息 千面头顶之上的阴云缓缓下压 一只由雨水凝聚而成的巨手 从中探出 几千米的宽度 如同一座山岳 从云海中拔地而起 将一切都衬托得如蚂蚁一般 煞世间 恐怖的飓风从指缝两边涌去 将阴云击散 形成一只镂空的手掌 月光照幅而下 那只巨手宛如神的旨意 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朝银城压去 银城停下手中动作 抬头看向巨手 眼中没有一丝胆怯 只有激荡不息的战意 刀银 银城怒声喊道 手中的火焰长刀 像被泼了汽油一样 伴随着滋滋声骤然放亮 哇 好亮的刀啊 千面张大嘴巴 同时手上动作加快 给我破 银城冲天起 火焰长刀划破夜幕 带着千军之力撞向巨手 砰 声音震天动地 肉眼可见的波动 朝四周扩散而去 让囚天镜所形成的红色屏障 泛起阵阵液 不过这点程度远不能撼动囚天镜 囚天镜的屏障强度 和发动他的人息息相关 只有同镜之人才有能力打碎 但也需要时间 但显然 同围九镜的银城并没有这个时间 火海下的人并看不见上面在发生着什么 但他们不是笼子 自然能听清楚声音 一时间 恐怖的动静让众人面目争鸣 纷纷用手指堵上耳朵 蹲在地上 这上面在干啥呀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 对不起 和你网面的女友是我假扮的 我怕你打我 不敢告诉你 刀刃嵌入手掌之中 恐怖的高温让紧贴着刀刃的水沸腾如动 变成水蒸气朝刀刃两边排开 银城面色憋得通红 手背轻筋抱起 前面一脸轻松惬意 看起来毫无压力 毕竟他就是一个百OSS的 就算有压力也是阎罗王有压力 这时 剧长微微一颤 五指朝内卧去 火壁 银城大声喝道 两道橙红色的火苗在他两边凝聚 同时扩置百米的高度 像墙壁一样卡住了想要合拢的手掌 哗啦啦 铁链碰撞的声音在天空响起 前面纹声低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上千条粗壮铁链 如同蟒蛇一样朝他扑来 前面眉头一条 一双几十米宽的翅膀在他背后凝聚 振翅一挥血而又显得躲过了铁锁 银纸 那名操控着锁链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根根肉眼不可查的丝线从阴云之中窜出 射向前面的眉心 前面耳朵微微一动 咧嘴一笑 不懈地扫了中年男人一眼 在丝线即将洞穿的前面的眉心之时 他的身体砰的一声散成漫天气雾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在场三人瞳孔一缩 闪过不同程度的惊骇 怎么会这么快啊 银纸不敢置信地说道 他自然知道 栽食又让自身变成气雾的手段 可这个速度也有点太快了吧 之前视频里也没这么快啊 戒呗 银纯大声喊道 不远处的中年男人 正要操纵铁链 将自己保护起来的时候 一股湿冷的感觉将他包裹 扑哧 中年男人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 僵硬的低头看去 只见一颗跳动的心脏 被被一只手牢牢捏住 在他的背后 前面贴着他的耳朵笑着说道 差点就死了 还好我技高一筹 碰 前面五指用力捏爆了中年男人的心脏 随后露出一道和善的笑容 我们继续 11号城市 城西出入近管口 北黄山那边风风雨雨 这里安安静静 就像两个世界一样 钢铁城墙之上 一名士兵像松树一样助力 作为出入近管口的士兵 他们的使命就是坚守在此地 无论酷暑 无论寒冬 一名面容稚嫩的青年 站在城墙上 无聊地抠着鼻子 出声抱怨道 一天天地像个木头一样 站在这里有什么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怕某一天真有什么事 一名皮肤有黑的中年士兵 开口笑道 青年撇了撇嘴 十一号城市 处在天原联邦的最中心 被其他城市包围着 怎么可能出事 希望如此吧 一直平平安安地干到退休 中年士兵的眼中 闪过一丝稀迹 呼 凌冽的寒风 从黑夜无光的地方袭来 青年士兵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地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真冷啊 我去加件衣服 马上来 说完 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若有所思地吸了吸鼻子 怎么了 你不是要加衣服吗 中年士兵好奇地问道 诶 说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中年士兵低头闻了闻自己的夜下 什么味道 是我的夜臭味吗 青年士兵又深吸了几口气 不太确定地说道 呃 似乎是有点新的味道 呼 又一阵夜风袭来 和以往潇洒的不同 这次的风多了几分心 站在城墙的士兵 纷纷抬手揉了揉鼻子 疑惑地看向身旁的人 你是不是闻到什么怪味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闻到了 烈 突然 一道刺耳尖利的声音 在黑夜里响起 贯彻天际